十万大山向来是武林的境地 而在山林中一个男人拼命地奔跑 从胡料被一只树枝半岛滚下坡来 此时少年忍着剧痛节力从地上爬起 起身才发现大批的刺客早已再次往过多时 这些人看见少年没有立刻行动 只因为在他们眼中杀死他 简直比探狼取物还要减乱 即便少年心有不服 但现在的事实正是如此 从刺客口中一口一个天公子尊称 这足以看出他们面前少年的身体 而他们此次前来 也是为了奉命消灭这个可能成为 心一刃魔教教主的候选人 只见刺客们纷纷刀剑出窍准备动手 小教主也明白自己面对众多的高手 几乎完全没有生还的反应 他向众多刺客说到自己 早有打算放弃入管竞选的详练 为什么还要过来取我姓名 即便如此这些底级 刺客心里也很清楚 在这种家族斗争中相比放弃死亡 其实更具有说服力 无论你的身上藏着多么低贱的血 那都将会是教主的后来 但凡你是有继承人的资格 今天就必须死在这 虽然他很清楚自己将会交代彼此 但是这些偷东西侮辱自己的母亲不可能 少年心里的愤怒油然而生 即便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 但也绝不允许其他人去侮辱 既然正反都是死那干脆和这批人站得鱼死亡 紧接着他就从胸口掏出一把肩膀 看到武器这些刺客也非常逸 他们好奇这个少年难不成提前和他的护卫学习了不过 但从他握刀的姿势和颤短的身体 可以看出他其实没有半点的实力 既然打算反抗刺客也不再有力 只见四人腾空而气直冲小教主的位置 很快几个人就将他形成了包围之势 无论挥动的短刀在绝对实力面前显示那么的致力 就在这时一名刺客找准时机 用剑柄猛地砸向了小教主的手 强猛地冲击让他的手一阵苏码 而他手中的短刀也在瞬间被阵飞而出 卸去武器后刺客没有犹豫 一把抓向他的脖梗回后就将其一手提到了 由于顾及对方的身份 他们也不想教主的儿子死了太多 就在他细心询问小教主一言的时候 殊不知在少年的身后一把短刀正被悄悄地抽搐 等众人有所反应这位小教主已经用刀划划伤了刺客 此时所有人都没想到如此年幼的孩子居然耍起了心意 这让众人倍感震惊 而被划伤的刺客此时已经血流不止应声感 小教主也因此顺利摆脱控制落在了地上 对他来说正反都是死能带走一个事因 也因为刚才那番操作让身后的刺客团队瞬间对他提高了警惕 他们心里不清楚为何一个不会武功的人能杀死一个武艺高手 或许之前那段笨拙的表现就是为了让大家放松警惕 实际上此刻的他已经掌握了些许的武功 只不过在寻找机会借机脱离这里而已 此时刺客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 他们一改方案快速逼近小教主不打断再给他任何的机会 释放出猛烈的CTT的小教主身体向后扭曲 强猛的冲击差点把他提高了 看到小教主此刻口哭鲜血痛苦 自从有了先见之明几人也不再有怜悯之心 一箭刺入腹部随后快速旋转 剧烈的疼痛让小教主爆发出响彻森林的嘶吼 片刻后尽管小教主已经深思力尽 但是此刻的几人丝毫没有放过他的影响 而最靠近他的刺客用脚在他的伤口上反复刘灵 就是想让少年在死前受尽折磨为自己兄弟的死亡实施暴离 就在这人疯狂蹂躏小教主的时候 发现不远处有一道金光闪起 刺客只是抬眼的工 身体就在崩个一下暴态 下一集我来给你个好东西 这个刺客刚抓住少年打算对他游离 就发现面前亮起一道金光 只是抬眼的时间身体就发生了爆炸 爆炸后残留的高温让他的血液滴滴作响 浓厚的血物让整个场面显得特别的苦 随着长刀掉落 小教主也不清楚此人为何会当场暴态 而众多的刺客也只看到一道白光闪 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这时身后突然传来稀疏的脚步声 一鸣感知敏锐的刺客立马发现了身后的影 并快速转身大声喊出了声音的方向 听到只是众人纷纷朝身后的方向看去 意外发现这是一个被蓝色能量包裹的 轻奇的装扮加上周身啪啪作响的闪电能量 让几个武林高手不敢轻聚光 他们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人操动闪电的命运 不知道这个奇功到底是何门何派 不等几人思考神秘少年双手交叉 产生出巨量的能量在周身暴态 此时一名刺客也意识到情况 快速冲向了少年打算展开一番强谱 从上次出手可以断定这人必定可想调入院 然而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击 神秘少年竟然毫不闪走 只见他咧嘴一笑一道金光从他手中闪起 金光之下刺客当场爆开化作大量的血气 这般景象直接给身后的两名刺客诈欲呆滞 他们也从未见过如此凶残的手 这般离谱的力量 他们一时间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 紧接着更恐怖的事情发生 只见不远处的神秘少年身体逐渐变得蓄暴 而敌人的周身也出现了一股诡异的炫风 此时刺客头头还在感叹这股力量太过果异的时候 站在他一旁的手下身体陆续爆开 这种对未知力量的恐惧让他的身体都不自觉地颤抖起 他也不明白为何这种爵士高手 要去帮助一个血统不成的小教授 既然遇到这种敌人 他也盘算起撤退技术 看到小教主此时已经血流不止目测 已经很难活成 达成目的的他立马赶紧离开这个国家 然而就在他起身逃离的时候 身后的神秘少年也将附带雷电的手掌指向他 此时空中的刺客身体也在瞬间爆开 生命垂危的小教主目睹了 这些刺客的全部残死 目睹了得意的效果 但他由于失血过多意识也变得无 而此时一个声音传来让他努力睁开了眼睛 祖宗啊 你都快量了还有心想起 这时候的小教主虽然尽力睁开了眼睛 可是大量的失血让他的视野逐渐变得模糊 看不清面前的少年 他也不明白这个少年为何要去自己 也不明白他为何要和自己说那些奇怪的 这时候他还不知道面前的少年就是自己的后代 而此次穿越回来的后代也是遇到了不小的 为了拯救祖先虽然已经做足了准备 但是尽管如此事情终究比喻行动来的 看着手表上的警告 他也明白这次穿越行动已经被发现了 既然时间紧迫他也不带废话 看到祖先此时已经危在在心 后代立马同腰间取出早早准备好 随后就开始对祖先的身体进行注视 看着祖先的身体受伤如此的严重 作为后代的他看到也是感到特别性 经过简单的操作急救也随之完成 此时少年的脸上也多了一份轻松的绳子 而穿越时间紧迫他也没有时间再进行动力 在最后的时间他凑到祖先附近而已 希望这个能在仙祖的身上发挥作用 顺带让我们后代也沾沾荣光吧 紧接着少年快速起身周身蓝色闪电也快速溢出 在啪啪的闪电声中少年的身影也化作光束随之消失 此时的小教主一脸迷茫 时学过多他要跟听不清刚才那人说了些什么 殊不知刚才后代注射的纳米机器人已经开始红细 紧接着一道声音随即传来 第七代纳米机器人开始起来 下一集红获新生 这个男人因为家族内斗惨遭高手追杀 就在他危难之际神秘少年突然出现 不仅帮他扫除了障碍 而且还从未来为他带来了第七代纳米机器人 有了机器人的帮助昏迷中的男人也幸运地存活了 而这个遭到追杀的男人就是魔教教主的私生 天如玉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在床上 苏醒后他猛地起身脸上全是惊蛊 此刻的天如玉还没有从刚才的追杀中访过神来 他很清楚自己是被利剑刺穿了身体 但看着现在完好的身体他也有些难以理解 浑身上下残留的血迹证明那件事情确实发生了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一股突如其来的感觉 让他不停地咳嗽 口中咳出的黑色异物粘在手上特别的惹气 翻过手背才发现手臂上全是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随后检查身体也发现这东西变不全身 这些东西既恶心又难闻地让天如玉非常惹气 就在这时候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你醒了 主人 这种奇怪的语气让他感到十分的惊讶 他不清楚这到底是谁在和自己说话 莫名的声音让他立马陷入了紧张之中 当下就在周围快速寻找起声音的来源 但始终找不到声音的来源让他非常疑惑 尽管此时那米机器人对他做着详细的讲解 但这些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天如玉来说 简直如同对牛弹琴一样白费 大量的名词解释已经几近让他崩溃 脑海中的机器人反复强调自己是第七代难的机器人 但天如玉依旧把对方当成恐怖无比的魔神 在用千里传音和自主队伍 陷入恐惧的他当下就哭通一下双膝跪地开始对魔神进行后 这么奇葩的人类都给机器人整无语 而与此同时的屋外提前预约的白大夫也匆忙赶来 护卫向他介绍起天公子在昨天遭到了刺杀 但这种事情对大家族而言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身为大夫的他对这种刺杀的事情也已经是屡见不醒 而张护卫虽然深知有许多人想要刺杀天公子 但他万万没想到是昨天那番调谷一山之计 因为自己的失责导致了此番惨剧的发生 他也感到很愤怒 能把张护卫这样一流高手轻松调开此事白大夫也陷入蝉词 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判断 如今在魔教也如此本事的也只有天公子 现在天公子能在刺杀中活下来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乱形 但有件事情也让张护卫感到一会 那就是昨天危难之际对公子出手相助的恩怨 即便张护卫的水平不一般 但依旧没法评估出那人的识 昨天的那般景象简直可以用惨不忍堵在行人 匆忙感到的他都被面前的景象所震撼的 在冰冷的地面上四处散落着扶魔团刺客的尸体 而更恐怖的是他们的上身都无一例外全部消失 在寻找天公子的时候 发现现场只有一个刺客身体比较的完整 他的脑袋上插着自己给天公子防身用的短装 这一切显得太过诡异让他都感到后背发亮 但没一会儿张护卫就发现了不远复远的呼吸声 回过头就发现天公子此刻躺在血泊之中 奇怪的是天公子虽然周身都是血脊 但他浑身上下却没有发现一个包包 并且当时他的呼吸非常的平稳宛如睡着一点 这般情况让张护卫两人都感到特别的不可思议 两人就怀着感叹的情绪大步走向了天儒运的房间 而此时的天儒运还在和机器人斗智斗运 下一集开始初不了解 这个男人刚到达现场就发现武林顶尖刺客的尸体散落一点 更恐怖的是他们的上身都无一例外全部消失 而他奉命保护的天公子此刻就躺在血泊之中 奇怪的是天公子虽然周身都是血脊 但他浑身上下却没有发现一个包包 并且当时他的呼吸非常的平稳宛如睡着一半 这种情况让大夫听了都感到不可思议 而此时屋内纳米机器人正努力地解释着自己的身体 看着天儒运和自己的对话驴头不对马脑 纳米机器人就自行转化了语言再次尝试和天儒运沟通 而天儒运终于听到了一句他能听懂的语言 随后机器人也经过天儒运的同意 将相关的使用说明传入了他的脑海中 紧接着趴击一声 天儒运的脑海如同空垫了一样浑身僵硬 待至了数秒后他的身体立马有了反胃的感觉 随后就止不住地趴在地上疯狂呕 而这些都是纳米机器人作为信息交换 因为身体不是做出的应激反应 头一次经历这些 天儒运的头脑发昏身体不停打 稍作休息后天儒运为了了解身体 好奇地向机器人询问起自己身上的机器人数量 得到答案也是离了大谱 居然有6亿4824万个人 这着实是让他没法想象 就在他还想对机器人提问的时候 张护卫带着白大夫已经来到卧室门口 听到张护卫的敲门声 天儒运一时间也有些不出所谱 为了不暴露 他让机器人进入静音模式 同时也力所地躺回原来的位置 此时张护卫还不知道天公子的情况 反复叮嘱白大夫 必要安静地为他整理 看到天儒运已经苏醒 张护卫也急迫地冲到床边了解起公子的情况 但一股扑面而来的恶臭味 让武术出身的他也有些难以忍受 彼此还臭着实事让他没想到 看到公子居然真如张护卫说的那般活了下来 白大夫当下也来了兴趣 上前先向公子礼貌地进行问候之后 就请求自己为他整理 此时天儒运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现在痊愈的身体 看到白大夫一脸祥和的模样 他也伸出手给弃整 简单地接触后 就让向来稳重的白大夫飙了脏话 卧槽 太不可思议 这一下就让张护卫的紧张提到了嗓力 不愧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公子出大事了 只看到白大夫语重心长地说起 恰恰相反 天公子说不定是碰到机缘了 目光之前阻塞全市的垃圾都被排除体外 而且其精八卖也通畅了起来 这确实是让白大夫想不明白 而现在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天公子 回用了林丹妙奖 经过白大夫的诊断 现在天公子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最适合另一个体质 这番话瞬间让天儒运回想起 自己醒来是浑身出现的黑色意义 心里不由地猜测 这真有可能是纳米机器人所谓 但机器人的各种询问确实是让如运有些烦恼 在解除静音模式后 纳米机器人就快速为主人解释了 自己在他睡眠时所做的一切 他先是调动全身的机器人 将如运身体里的无用的杂物排除体外 并且同时将身体里的血管经脉 以及肌肉都调整到目前最佳状态 此时天如运也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 不禁感叹着也太牛逼了吧 下一集 这崽子居然是练武体人 这个男人因为是魔教子次遭到刺客的追杀 却意外因为神秘人获得了未来科技 幸运生还的他面对神医的枕脉此刻是特别的紧张 只因为面前的白大夫不光医术高明 而且还是独魔宗出身的等级强者 因为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天如运非常担心自己身体里的秘密被他发现 此时的白大夫也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魔法 他确实从天公子的身体变化上感觉出一些其中的影响 但以他这个时代的技术完全想不到 这个居然是纳米机器人的功能 一切只能归咎于昨天的天公子意外碰到机缘 受了某位大神的帮助打通了经脉 虽然这一切听起来很奇妙 但天公子此刻的身体确实是没有丝毫的受损 随后白大夫就开具了一些恢复元气的厨房 就独自带着思索离开了公子的住所 但今日天公子给他带来的震撼真的太大了 他不明白为何一个人的身体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前来诊外就发现了公子不光身材矮小而且天资几长 完全是和修行之路背道而驰的情况 今天在一整段才发现天公子的情况和之前相差的一大 现在的身体已经和其他六大宗派的天公子相比已经没有差距 即便和侍女所生但终究是教主的血脉的人 也可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有教主在暗中帮助 想到这里白大夫也大胆猜测 接下来魔道馆的竞选必定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看到白大夫安然离去天儒韵也松了口气 意识到张护卫此刻片刻不离的手在身边 天儒韵也猜想应该是张护卫救了自己 正打算开头感谢就被张护卫打断了话语 只因为他身上恶心的味道张护卫已经忍受多事 随后天儒韵就被安排到了浴室进行泡澡 无聊之际他也尝试和纳米机器人沟通 他好奇地问起纳米机器人的急救系统可以恢复什么程度的伤痛 经过机器人的详细解释 基本上外力造成的损伤都可以立刻进行修复 但是血液以及断织程度则是需要等待细胞的分裂 这个过程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听完这么复杂的解释天儒韵一头雾水 既然这么复杂那也不用再理解 当下他就伸出自己的左手打算用刀亲自试一试 只见他用刀快速划开手掌 疼痛的盗来鲜血也快速溢出 而机器人在划伤的同时就启动了修复命运 在几个呼吸后就来到了伤口位置开始对这道伤口进行修复 紧接着天儒韵血流不止的手掌也在瞬间止血 随后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地晕 在一阵酥麻过后伤口就已经往海无出 要不是亲眼所见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人类能做出来的事情 短暂的沐浴时间 机器人也顺便把一些功能传入天儒韵里毛海 为了能尽快去尝试新功能 他也起身迅速擦干药前去书房 然而就在他擦身的时候更离谱的事情出现了 他发现自己的身上居然出现了一块块的结实的肌肉 只是睡觉的功夫胸肌腹肌就已经被机器人合成了 不光身材变好了就连身体都找到了 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下一集尝试新功能 这个男人睡一觉就睡出了八块腹肌 不仅如此还拥有了超强的自我修复的人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身上的那女机器人 为了方便呼叫 天儒韵也给机器人取名叫托马斯 此时他已经完成沐浴打算前往书房 来到书房后通过机器人的铁单讲解 天儒韵也明白只需要自己对着书进行翻看 这样机器人就可以自行完成学习 这学习模式着实有些糊弄人 即使天儒韵此时半信半疑 但他还是拿起了面前的书咔咔的翻看奖 根据提示天儒韵只是一个劲的翻看 脑海中就传来嗶嗶嗶的提示音 有提示的帮助他也翻得越发的字写 在持续翻了两分钟后终于翻到最后一页 在同时托马斯也在结束时 完成了这本名为学到书籍的内容访问 随后在天儒韵的一声同意后 机器人就向他转移信息 突然一股能量刷的一下冲进他的大脑 而他的面前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数字空间 在短暂的信息交互后 内容就已经完成了 而身体的应激反应也随之道来 异常难受的感觉让他特别想到 但好在天儒韵很快就调整了 坐到凳子上跟着系统提示 开始回忆相关的信息 就在他回想学到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脑海中就立马出现了相关学到的内容 这种反应比自己学得还要快速 而且还无比的精准让他非常正经 他没想到这个扫描 不是仅仅帮他复制的内容 而是刻入脑海后进行一番理解和证明 不仅如此系统 还告诉他自己已经修正了书籍中的错误信息 顺便补充了一些系统中自带的学位内容 这他妈还能改错直接给天儒韵惊呆了 他没想到自己身体里的机器人 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后被个武功匿集那不得起 这过目不忘的能力 他来真有机会赶超其他的宗门地理 即便自己因为当年的誓约没有办法学习武功 但如今有了纳米机器人的帮助 尽管六大东派的小宗主从小就学习各种武功 现在的自己也有可能赶超而上 如今也只有魔道馆的武部书房 有着众多的武林匿迹可以学习 只要自己能进入那里 拥有纳米机器人 必定可以比任何人都可以更快的变弃 而在同一时间的胡摩总统 武锦公子已经得知了 自己刺杀小队全员阵亡的消息 勃然大门 他拳头紧握一脸愤怒 天如月 现今外边有高手保护你 到了魔道馆中 我定将亲手杀死 下一集 动作采集 曾经的练武废柴通过改造 变成了矿石器材 这种巨大的变化 让他整宿都没有睡着 现今这个武林世界 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被密集 然而有了机器帮助 他已经达到了过目不忘的地步 而今天也是这个小教主路教的日子 睡不着的他推开窗户 准备晒晒太阳打发时间 意外发现张护卫也大早 又在空地上练功 看到张护卫一套行云流水的 军体拳打呼呼坐下 此时身在楼上的天如韵 也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偷学一下 但他立马意识到 自己如果找张护卫学习功 那六大宗派的人发现之后 必不可能放过自己 既然自己已经答应 他们再进入魔道馆前 不学习任何的武功 仔细掂量了一番这个想法 还是作罢了 然而就在天如韵 打算放弃这个想法的时候 意识到需求的机器人 立马就跳出来询问 主人是否需要 对面前的张护卫进行动作扫 啥 扫描 什么年代的技术 竟然可以对看到的动作 进行扫描 这着实给天如韵惊到了心 他立马向脑机 询问这个动作扫 是不是稍微处理一下 就可以学会这个武功 而机器人也和他详细地 介绍了自己自身的一套武术系 从拳击到柔术 都可以当下进行传输 但天如韵对那些毫无兴趣 在他认知中 张护卫就是他目前 见过最强的同学 他现在最大的疑惑 就是不经过张护卫的 允许能否偷学习 而现在魔道馆的考试在即 而且到那时候 张护卫无法陪同经 就当保护自己扫一个试试看吧 来托马斯 开启动作扫描 紧接着天如韵 就一眼不眨地盯着张护卫的训练 虽然护卫的动作 迅捷如风 但天如韵的眼睛 一个细节都没有放开 再经过简单的半小时的观察 机器人也完成了 所有动作的采访 完全没有废话 当下就给天如韵传入身体中 紧接着又是熟悉的一道电流 而这一下也不出意外地 给他垫到了地上 随后很快惊奇的事情就出现 天如韵发现自己的意识中 好像多了一个烂熟于心的武功 而这个多出来的功夫 就是张护卫 刚才楼下练习的一套军体曲 这也太离谱了吧 兴奋的天如韵 当下一个剑步 就冲向了不远处的短刀 抓住短刀的瞬间 他更加的确信 自己好像真的学会 随着短刀逐渐拔出内心 也感到特别的激动 考虑到自己偷学天如韵 关上窗户就开始在原地凝省 随着气息变得平稳肌肉 也达到了最佳状态 只见他眼睛猛的睁开 一股强猛的力量 果然从脚下爆发而出 荒荡一声震飞地面 朝着前面猛的刺处 前腿顺势踏下 让地板遭受了不少攻击 然而最让他震惊的 不是弱不惊风的自己 是如何造成此等伤 而是自己只是观摩了一遍 就可以做得一模一样的恐怖时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手掌 这可是张护卫日复一日二十年的成果 下一集 我完全不需要麻样 这个男人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 只是在楼上观摩护卫的练习 就可以完成对他的功法的学习 随后在自己房间里 就可以复合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招式 这么精准又快速的学习能力 确实让他非常吃惊 但也就在这时天如韵的脑机突然说谎 他询问到是否要将相关的肌肉组织 也一起进行转换 如果不进行操作 身体就会难以承受这种力量的冒法 没等脑机说完 他就一下扑通跪斗在地 肌肉大片的断裂让他感到剧烈的疼痛 强烈的刺痛感不一会儿就让他汗如雨下 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天如韵的身体 无法支撑这般强度的动力 才导致的肌肉以及经脉的受损 此时受伤的天如韵就连爬上床都有些吃力 剧烈的疼痛让他几乎没法分析脑机所说的内容 而这时候的脑机也意识到 这个崽子好像听不太懂的话 随后就降低了用语难度 唐氏再次和他沟通 身体菜的和狗一样 因为张护卫很强壮 所以你用他的招式就会受伤 就算这样天如韵依然觉得有些血难懂 但看到脑机还要准备降低脑 他也是要面子 当下就一副强行听的狗一样 他也介绍了这个转移需要的时间 而且期间会伴随剧痛的情况 所以脑机会暂时让他的身体进入睡眠的麻醉状态 虽然一小时的转移对于天如韵来说时间上允许 但是他也好奇这个剧痛是很痛的 而脑机并没有告诉他很多 只是和他表明昏过去的案例至少130多万件 而这却让数字不敏感的天如韵瞬间来了自信 称男人哪里需要麻醉 来托马斯 直接开始 看到如此自信的男人 就连刮骨疗伤的关公都要对他敬佩三分 但作为服务主人的脑机 他还是细心地告诉天如韵 如果撑不住的话 他将会让身体感觉睡眠状态 在他同意过后 全身的那名机器人都开始了自己的音 而天如韵的肌肉也随即开始有微小颤帆 但还好这个感觉只是有些厌重 就在他不屑地以为自己白紧张这么久的时候 突然一下到来的剧痛 差点就直接给他原地奉口 伴随着咯噔咯噔的弹响声 天如韵直接疼的原地起飞浑身多散 而脑机保护也瞬间启动麻醉了他的身体 脑机都没想到 看他口气像个王者没想到是个倔强悲体 下一集果然不一样了 这个古代少年只是在楼上看了一遍 就轻松学会了时代在召唤第八套军体群 虽然伸展运动力量强得出奇 但强大力量带来的超负荷也没之道了 因为自己肌肉上的脆弱完全无法驾驭这套军体群 但好在这一切都有超先进的那米机器人的协助 帮他恢复身体以及强化骨盒和肌肉 虽然这期间那米机器人反复提醒接下来会有剧痛 后来的整骨环节差点就给他送了 矿骨带来剧烈的疼痛险些让他咬碎了牙草 还好有机器人快速介入将其进入麻痿状态 天如韵也被疼得满脸呆滞 随后顺势打开头 而这时候的张护卫对天公子的昏迷浑然不至 在厨房的他现在是开心的飞起 毕竟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给天公子亲自赌菜 那必须做得满满当当 然而在开心之余他也有些虚感态 没想到不知不觉已经给公子做了五年的饭 从曾经最拿手的烧开水到现在的佛跳墙 自己确实变化太大 想到当年华夫人被人毒害的惨状 当时自己就发誓今后必定不能让天公子再被人所毒害 然而就在这时候张护卫突然发现了房间里气息变得微弱 意识到公子有危险他立马冲向了天公子的房间 紧张的他哐当一声推开了房门 却看到房间里一片满满 看到天公子奇怪的姿势躺在床上 张护卫也上前为公子简单摆一下脉 但诊断后见其体内一切正常 这让张护卫也感到非常奇怪 怎么会突然就气息弱这么多呢 然而就在他非常疑惑的时候 无意间就注意到了面前一个个被嵌入墓地板上的脚印 天公子的房间怎么会有这种脚印 等他上前仔细查看脚印的细节和规律才发现 这些都是自己的那套时代在召唤 但这等力道不比修炼二十年的自己都多上 看到这些脚印着实让张护卫感到震惊 最恐怖的是自己是在最近两年展现了这个表现 天公子竟然凭借肉眼的观摩用两年就赶超了自己二十年 这给张护卫的心理造成了特别大的伤劲 但作为天公子身边的护卫 他并没有到处宣扬只是放在心里 整整一小时过后天 卢韵终于从麻醉状态苏醒了 而机器人的身体重铸也顺利完成 昏迷前的剧痛让他想起来就出一身汗 确实太烫地疼了天卢韵也发誓再也不当真男人 但此时他依稀记得自己倒下的时候好像是在床边 为何现在会在床上呢 难道是张护卫来过了吗 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找个武器试试看新的身体 而此时脑机也告诉他 如今的身体已经无异于反复训练二十年的肌肉 可以完全和张护卫的情况一模一样 随后天卢韵就来到空地打算试试招式 简单的凝神过后 迅速举起武器看准实际刷的一下脑的刺处 相比之前的身体现在的工作更加的精准有力 一阵阵披风的感觉让天卢韵感受到了前所未来过的心 下坎动作刚进有力 仿佛能把面前的一切当场地址 简单的操刀过后动作还原的是一模一样 紧接着第二招 绿毛龟踏破洗脚 轰的一声巨响过后 整个剑主都剧烈震动起 力量的强大就连天花板都震下不少的碎形 随后天卢韵简单的审视一下自己的功力 他都没想到自己毫无内力 居然留下了这么厚重的脚 下一集 张护卫的偏爱 这个男人成功用高科技重铸了身体 再次施展之前学习的功法已经不同了解 只见他用出一招绿毛龟踏破洗脚 一脚下去全屋剧烈震动碎屑散落一地 实力上的快速增长让他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完全没有内力的他居然给结实的木地板 踏出了一道深深的脚印 此刻天卢韵看着面前的脚印心里不禁猜想 这要是给张护卫看到那肯定得出大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屋外突然传来张护卫来送饭的声音 这着实给他吓了一跳 为了隐藏自己踩出来的脚印 天卢韵此刻手忙脚乱 不料就在下一秒张护卫已经推门而入 天卢韵也不知道从哪里搬来一个桌子 盖在脚印上 一脸紧张模样让张护卫进门就感觉出了奇怪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张护卫在上次进屋 就已经发现了他练功的事情 天卢韵还想尽可能用桌子掩饰出自己学会功夫的事实 然而张护卫也很配合的什么都没听 只是给他端来了他最爱吃的烤猪肉和炒青菜 看到张护卫如此用心 天卢韵也想起了今天好像是张护卫陪伴自己的最后一天 因为小教主这个年纪就要入馆修炼 今天也是自己和张护卫分道扬镳的时候 一想到这里天卢韵的鼻头一酸连呼吸都变得比喻 然而就在他伤心治愈脑肌也发现了他情绪的变化 提示天卢韵此时出现情绪变化 胃酸出现逆流即将刺激唾液分 请尽快吞下食物缓解胃酸 天卢韵也为了自己的伤心的情绪不报 拿起饭菜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看到天公子狼吞虎咽的模样 张护卫在一旁甚至细心地提醒公子慢点 但很快天卢韵就已经吃完了饭 此时张护卫才一脸感叹地询问 他是什么时候学习了自己的军体权 听到张护卫的这番话天卢韵猛了一顿 他没想到张护卫这么快就已经发现了自己偷学的事情 一时间天卢韵的脑海一片空白 为了自己的安全他还是采取了装傻 什么军体权 但此时张护卫也不再掩饰 作为一个一等一的高手 他早已发现了现场的异样 随后他就搬开天公子挡着的桌子 而下面正是刚才天卢韵用洪荒之力踏出了一记脚印 这个脚印的形态让张护卫更加确定 这个确实是自己练习的军体权 但被张护卫发现这一切让天卢韵非常自责 他很清楚偷学别人的功夫是武林中的大吉 然而发现这一切的张护卫却一改严肃露出一脸相似 他不光没有责怪天卢韵 甚至对他的学习表示了夸赞 这让天卢韵感到特别的意外 张护卫向他说起 其实要不是有六大宗派的盟约自己早就亲自教公子 这一下就直接让天卢韵破坊了 然而张护卫的关爱不仅如此 他还在做饭之余顺便写了一份军体权的内功要诀赠予公子 希望这些能对公子有所帮助 即便如此张护卫还是感觉自己做的不够多 想将自己的心法都传授于他 只是魔道馆的心法比自己的好上太多 还是让公子去那里学习吧 听完这番话天卢韵的心里满满的感动 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 还有如此关心自己的人存在 紧接着张护卫也端起了餐具打算离开 因为天公子即将尽管厮杀 张护卫也打算和公子做一个正式的道理 他离开前告诉天公子 在入馆后我将不再能陪在您身边 在哭完后您要变得更强才行 离开时顺手给天公子把门带上 在房间里独自伤心的天如韵也很争气的抹了抹眼 吸了下鼻涕调整状态准备步 然而没一会儿魔道馆附近人流已经有些拥挤 在魔道馆中已经聚集了各个宗派的候选人 都会来这里选择 然而他们挤破头都想加入其中 不光是进入魔道馆后可以获得更优质的修炼资源 而且还可以获得和小教主们同等的竞选下一任魔教教主的自材 在大火紧张之余在大堂内走出一个霸气的男人 看到现场人们如此兴奋让他感觉有点愤怒 而他就是教主的贴身左护法 离火明 嬉皮笑脸的就来魔道馆竞选 你们他们的是来送死吗 然而唯有在面前这些泰然自若的人 他有些入离火明的法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特别 也是因为他们是各大宗派重点培养的对象 也是为来竞选新一任魔教教主的小教主 此时站在第一位的就是来自学魔宗的大哥天武 随后在第二位就是见魔宗的天井 第三位是扶魔宗的天武井 第四位是独魔宗的天同监 第五位到魔宗天柳灿 第六位是因魔宗的天元力 而他也是小教主争夺战中唯一的女性候选 然而就在左步法寻找那第七位小教主的时候 却迟迟没有发现他的身影 这让他很惊讶 难道这个家伙已经死了吗 然而他殊不知 此刻天如运是因为被其他宗派排挤的人 在外边迟迟等不到工作人员找到他的名牌 他自己都没想到都到了魔道馆轮口 还有人会看这些想法 从小注重安全的他刺客 也只能忍气吞声不要和别人情绪 同时也很清楚这些人 从自己出生开始就有要杀死自己的小子 好不容易活到现在 天如运也在心里默默发誓 自己要在这里变得特别强大 到达无人能及的地步 随后天如运也如愿地 在最后一个拿到了自己的名牌 他很清楚这种情况 就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 如今排到最后一个自己想再挤到前面 是相当的困难 而前面的人也认出了身后的少年 就是所谓的宗族候选人 他们聊起这个七公子 不仅一点武功都不能去 而且此次还鼓起勇气 参加选拔纷纷都笑出了声 尽管天如运知道这些人在嘲笑自己 但他完全没有反过事实的自观 全程被人孤立 也让台上的左步发发现了这小子的身影 遭到所有人的排挤着实 让他感觉有点影响 而这时候整齐的号角声响起 在号角声中 人们的情绪都激动了起来 紧接着从里面走出的一行人 让大伙子心里猛的一枕 而中间这位人物就是天魔神教教主 天有宗 下一集大佬出现 他们四个并不是华语的四大天王 现身的时候竟然引发了全场尖叫 不再一点表情的耍帅 让几人的实力更在了神 远远看去基本上惹了他们就没有生还的渴 随着教主坐上宝座身后 又护法就开始搞事情 离火明是完全没想到这个人 在这么隆重的场 不光喝得烂醉 而且还穿得破烂 真的是给护法大队丢人了 红维护法的夜蒙也注意到了这个B仔 在等自己 看什么看 刚才那个台阶就是你气的吧 险些他喵的把我绊倒了 两人的火气莫名的上涨 仿佛完全不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可以在这里大大出手 好在护法大队长也一同前来能压制住人 让他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身份 而此时大哥也已经顺利坐上宝座 就在他看向广场的瞬间 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威压 强大的压迫感 让小伙子们纷纷头都抬不起 而站在最后一排的天如玉 也在当下就认出了台上的男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随后在大护法一声响彻 广场的一声促进后 原本嘈杂的广场顿势安静了下来 紧接着完成工作的大护法 也露出一副恭敬的模样 来到教主面前挥头 随后只见教主缓缓起身 大步走到前方 在他威严的外表下 蕴藏着磅礴的眉压 短短几句开管助词 就让所有人再次被震撼了 他们完全想不到 人们称为至尊的教主 不这么苦 只是简单的说话语气 居然凭借内力 就压迫到每个人的耳朵 不管远近都可以听到 这道声音从四面八方传 然而发言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分钟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教主的发言说得激情澎湃 仿佛下一秒 就要为魔教捐上生命 在大火的欢呼声中 教主顺利完成欢迎仪式准备离开 但在这段时间里 他也发现了不远处的少年 简单确定了一下 这确实是自己的妻儿子天如玉 但作为教主的 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是转头大步离开此处 这么冷漠的眼神 让天如玉非常不是滋味 然而那也没其他办法 毕竟人家是教主 好在自己也对他这个父亲 没有什么期待 如今渡过难关 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而接下来就是正式入馆 第二个流程 李火明看到大火 还沉醉在教主的大眼中 丝毫忘记了这个入馆 所需要经历的事情 作为左顾法 却有义务告知 他们里面的各种细节 这差点就给李火明气差了 但是教主之意 他也不管不懂 只能耐着性子 给这一介崽子 再详细说一遍 他告诉众人 进入魔道馆 魔练义期的时间是四年 而四年里 也会分为六个阶段 其中每个阶段 都会有进阶考试 但考试都是只能挑战一次 而挑战不通过的 就会遭到魔道馆的淘汰 看到面前的考生的表情 都发生了变化 都开始担心 在这一条命的游戏下 自己能不能顺利通关 看到他们脸上的焦虑李火明 也感到非常满足 这帮麻瓜终于开始明白了 这里不事儿戏了 然而没高兴一会儿 就有个人突然举手 说自己要提问 而他就是六大宗派的二弟 脸上一副不把人放眼里的表情 着实让左部方非常不明 是谁他们的 让你举手让你出声的 这一下就给二弟 直接骂的论口 什么东西 我在家里都没人敢用 这种语气和我说话 你想死了呀 下一集 你有意见 亲生父亲对自己视而不见 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另有隐情 这是天如运长大后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但这么久的独自生活 已经让他明白了 自己的作为私生子 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期待 迎接接下来的考试 才是自己要做的 最重要的事情 随后在李火明 左部法的讲解后 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个考核的游戏规则 简单来说 魔道馆的考核 相当于就是一条命的游戏 只要有一次失误 都会让他们失去 在里面修行的资格 这着实让人们非常的焦虑 然而就在这么紧张情况下 一个少年 居然泰然自若地 要举手提问 而他就是魔教教主的二娃 这么没规矩的行为一下 就给台上的左部法忍了 来到魔道馆 这里就不是你家 谁他妈让你举手提问的 而这么强势的语气 也在瞬间 就让身为教主亲属来了脾气 出生以来 就没人敢这样和自己说话 你是哪根聪 是不知道我爹是谁 虽然这招摇跌数非常的强势 但是他显然忘了 这里已经是魔道馆 所有人来到这里 都不再有任何的特征 有了这个规则 左护法在这里 就是最有话语权的存在 难道你是打算 现在就被我淘汰吗 在左护法的一番警告下 其余的小鬼都意识到 这个憨憨多半是家里 待久了 纷纷都在一旁扣小 而意识到身份的转变 二娃也很不情愿地 对护法告气 然而作为教主的孩子 左护法也不敢不放在眼里 他依旧回答了二娃的问题 其中魔道馆 虽然分为六个阶段 而考试机会仅有 这么严苛的标准 魔道馆早已考虑在内 为了大家能发挥 自己的超长实力 馆内特别给每次通过考试的 学员三个特别的奖 其中一个就是 魔道馆专属密钥魔龙团 这个可以给学员 在最短时间提升内力 如果能好好吸收 里面蕴藏的能量足足 可以提升20年的内功 而魔龙团也和其他 要有相同的副作用 那就是抗要性 服用的越多 它抗要性也越强 相比之前吸收 也变得更加的困难 虽然有着各种不利因素 但这对于完全没有 内力的天儒运来说 简直是最要紧的事情 而其次第二个奖励就是密集 也是武林中人 最在意的东西之一 而只要在魔道馆中通过考试 密集书房 就会对学员依次开放 但是每次通过一个阶段的考试 只能对学员开放一层 最主要还能有机会 获得各大宗派和护法的独门密集 左护法画柄的能力 着实厉害 这一下就给所有人 讲的激情澎湃 完全忘记了 这里面每一层考试的研究 而拥有一目百行 也默默地评估了一下几个东西 相比内功其实密集 对自己生存更加重要 他也清楚自己 必须顺利进集 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下一集 第一层考试琵琶歌曲建设 这是魔教中最严苛的考试 没有注意 只要能在里面存活 并顺利进集 不光可以获得魔教专属密钥魔龙团 这是可以让学员 在短时间获得巨量内力的特性 并且对进集的学员 开放魔教书房进行学习 这确实是对武林中人而言 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藏 只要能到达第五层 就可学习六大宗派的秘籍 以及各大护法的独门武功 这确实是快速成为武林高手的一条体系 但就在所有人都激情澎湃的时候 台上的护法却露出了阴险的效果 因为从古到今 都没有人能通过全部考试 到达第五层书房 他完全不相信这一届 有人可以完成考试 拿到最多魔教秘籍 从护法口中得知了这个情况 厂下顿时变得一片激情 就连一旁的右护法 都佩服李火明泼冷水的技术 但第三个条件 却又让学员们来了兴趣 而第三个奖励 就是通过考试的人统一 都会被魔教赋予等级和职位 这着实给现场的人都震惊了一遍 无论大小宗派的参赛人员 都没有任何的职位 有了职位也相当于 直接获得了魔教中的权利 可以由上往下进行管理 其中从下一到五阶 分别是下级五式 中级五式 上级五式 其次是队长随后再是团长 到这里基本上 就是普通人的底线 而第六阶段几乎可以省略 连同右护法都很清楚 数百年来通过六阶考试的 总数都没超过十 确实没必要进行讲解 只要一旦通过了相关职位 相比失败的考生 从此也就是上下进行关系 李火明也希望在场的所有考生 都为自己的前途尽可能论定 此时排在最后边的天如运 也清晰定位了自己这次的目标 他很清楚对于弱小的自己 只有活下来才有冲击高层的可能 随后左护法看在场的人 都大致理解的样子 为了方便分宿舍 那就先进行第一轮考试吧 免得到时候死人还需要被搬出去 这让天如运势完全没想到 什么东西就开始考试了 我还啥都不会 而现场也顿时变得淘杂起来 许多人都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更多人表示了自己对赛制的抗议 这突然到来的一阶段考试 让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审词 但是魔道馆中就不是郭佳佳的地方 弱肉强食的地方 才不会管你有没有主要 只听到左护法再次强调在场的人 但凡没有通过一阶段考试 就立马转身离开魔道馆 而一阶段的考试就是内功 听到内功的瞬间 天如运神情也瞬间呆滞 他很清楚自己最缺少的就是这个 原本打算自己突破了一阶段 立马进去学习内功 不料第一场考试内容就是这个 看着台上左护法不屑的表情 天如运仿佛明白了之前六大总派 让自己发誓在入馆前不学习内功的原因 现在自己没有内力到达考场 就会连第一回合都过不去 那么也将不可能有任何的职位 没有职位也意味着 在魔教室最卑微的身份 即便自己是教主的害 但有了这个理由一样 可以明目张胆地杀死自己 这些人真的太卑鄙了 然而就在其他的小教主 还在暗暗窃喜的时候 本次的考官也悄无声息地 走到了台子附近 而他就是天魔神教无长老 同时是阴魔宗家主 像素佑 看到他一脸得意的样子 很显然这次天如运的命运 已经是尽在他的音量之中 下一集 一手梁静卢的勇气送给大家 这个六三年的小仙女终于熬不住 今天非要给大伙展现一下 自己相亲的才能 而他今天也想借助了魔教室的平台 像在做的麻瓜 展现一手自己改变神曲梁静卢的勇气 经过左护法的简单介绍后 吴长老也扶起琵琶打算摊入内容 而这也是魔道馆的第一个考试音波攻击 音波无形 但他的威力非同反响 此时台上的吴长老也成功注意到了 排在末尾的天如运 从他凶狠的眼神和他嘴巴旁边的括号可以看 他这次音波考试 也必定要顺便弄死最后排的小教主 随后伴随着音乐的前奏响起 天如运 前方的小伙子纷纷都开始捂住自己的耳朵 没有内力的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只听见左护法说吴长老会对学员手下留情 但深知这个考试难度的他丝毫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量 此时台上的吴长老已经有点迫不提待 简单道之大伙坚持一刻钟即可禁忌后 一旁的左护法一声令响 这个老迫不就开始须须的在琵琶上乱打 大量的内力断入其中让琴弦都变成了黄色 唐朵的紫色能量以老迫不为中心快速朝着四周扩散 短短的几秒钟许多人的耳朵就传来不同程度的次 然而被一股股能量正面冲刷到了选手 但凡内力无法抵抗的都陆续跪在了地上 此时可以看见有些机智的小伙子直接选择着昏厥战术进行抵律 但大部分的人还在苦苦之长 而魔鹰最奇怪的就是即便堵住耳朵都难以避免他的攻击 这让广场上的学员有些束手不策 一些无名宗派的学员也因为内力不足 仅在短短两分钟里陆续倒下 而相比其余的六大名门出身的小教主情况就好上许多 即便吴长老此时已经弹出了幻影 但这些小教主因为从小就服用灵丹妙药 早已在体内积攒了身后的内力 然而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 吴长老的音乐也抖然加快 此时台下的学员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不知为何能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了几个等级 为了保证自己的耳膜 他们纷纷摆出了运气的手势前去抵抗魔鹰 与此同时台上的老破骨也越弹越起 一脸痴实的表情盲目猜测应该是更年期还没过 遭罪的就是楼下的学员 连同自己阴魔宗的小教主都没有放过 痛苦的表情已经写在了脸上 此时大伙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吴长老也是更不明白这一切的原因 他不明白为什么面前的少年还不倒下 你一个没有魅力东西 凭什么可以坚持到现在 吴长老愤怒的情绪已经淹没了他的忍知 与此同时的天儒韵和他们一样也是一脸问号 大伙这都是怎么了 怎么都陆续倒下了 下一集 因多攻击 不好意思 我是个笼子 63年的小姐姐上台表演死亡魔鹰 让在场的学员可谓是苦的堪言 大批内力强大的学员都陆续倒在他的十六阶级 唯独一个少年完全不受他魔鹰的影响 这让他备受打击 他不明白一个没有内力的人为何能承受如此强大的努力 此时在不远处的天儒韵也是一头雾水 他就看到周围的人莫名其妙地陆续倒下 而自己却完全不受影响 这难道考试都不带我玩吗 看到在场的大半人数都已经躺在地上 他甚至都怀疑这压的是不是一场表演比赛 难道是自己没有收到指令 难道这个要激动作吗 但很快天儒韵就察觉到了情况的不对 这痛苦的表情确实很真 他怀疑大家可能都受了左步伐所说的内伤 但他更不理解自己一个没有内力的人怎么会活得好好 然而就在他一脸迷茫的时候脑迹突然传来了声音 他告诉主人发现琵琶演奏中出现了强烈的高低频音波 考虑到其会对主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已经被动开启了紧急防御模式阻断了音波传入 这番提示让天儒韵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一直都是托马斯在帮自己阻隔音波那样 其实此刻他就是个聋子 不论音波再强对天儒韵而言都无关紧 这确实让天儒韵感觉到了科技的强大 但此时突然一道锐利的杀气受了 瞬间就让天儒韵的身体猛得一哆嗦 他都没想到这个老破布已经气急败坏地要冲过来杀人 只相信的杀气在天儒韵的眼前形成了一双赤红色的眼睛 恐怖的外表让他着实有些害怕 但他也好奇地问脑机能否把这个杀气形成的眼睛去掉 太他们吓人了啦 但脑机也比较直手 直接询问他是否需要阻断视觉神经 那样你就是个聋子加瞎子 天下无敌谁都不怕 好在天儒韵也是被下大的没有接受如此离谱的方案 而此时台上的左护法也感觉出了吴长老的更年期 考虑到这次他是这阶段的考官左护法并没有立即介入 但是这次音波攻击显然是已经超过了20年内力 作为多年内力的考官吴长老应该很清楚这里面的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天儒韵的出现才导致的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早有听说这个小教主从小不能学内功 而此时也没摆出任何运气姿势 难道就这样靠着毅力强称道德吗 当了这么多年馆主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有趣的考课 此时左护法也好奇天儒韵这个小子到底能撑到什么时候 而他殊不知在他面前的天儒韵现在完全听不见 完全在躺 但另一边的小伙子就没那么幸运 差一点的已经晕死过去 好一点的也就是血流不止 在这么强横的音波下 连从大宗派弟子之称都变得有些困难 下一集 我现在只是听不见 你们别动我 我还是看得见的 这个男人凭借一己之力直接抬高了整个考试的人 因为他的出现考官心里愤怒的难提升 让在场的各大宗派的弟子是受尽了折磨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顺势回头查看 看到身后的场景让他猛的意境 与此同时 其他的小教主都注意到了三弟这个反应纷纷向后看去 发现了惊人的一幕让他们瞳孔地震 那就是没有内宫的七弟居然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站在后面 这着实让所有小教主都感到惊讶 他们都没想到 这个承诺不练内宫的小教主居然私自练了如此强大的内宫 而这时候天儒韵即便听不见也注意到了几道回头查看的目光 他立马向脑机确认面前人是不是生前 而脑机也立马启动了面部肌肉分析 首先就是这个六三年的小姐姐脸上 就露出了三分震惊三分愤怒四分我敲你骂 即便天儒韵此刻听不见声音 但他从这个表情也确实感觉出了对方的感应 要不是现在机器把自己弄聋了可能自己早就凉透了 但没有内宫坚持到现在也确实有些伤这个大妹子的影响 此时天儒韵心想如果这样安然无恙地通过一阶段的考试 确实有些太离谱 比有内宫的人还强 这出去说自己没内宫没有人会相信 如今也只能拜托托马斯给自己制造出一些内伤 有受伤才能让这一切看起来合理许多 这时候脑机也来确认内伤的部位和范围 在天儒韵确认是在演奏结束时破坏自己的五脏六五后 他也对这场考试更加的自信 自从有了机器人的保护天儒韵一往无前的模样看起来帅爆 但是台上了吴长老却是气炸 此刻他内心绝不允许天儒韵这个卑贱的家伙从容地从这里 为了他的自尊心 吴长老也打算放手一搏 他绝必要让这个天儒韵躺在地上挖挖乱脚 紧接着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破半的功力灌入其中 此刻急躁的旋律也立马变得咄咄逼人直击学员的头颅 忽然出现的能量就连一旁的左护法和身体一振 他没想到这个老不死的居然在一阶考试中释放出这种程度的力量 这显然是要了这帮学员的小命啊 而场下的学员也在一道道魔鹰的催谈下口部鲜血浑身颤抖 左护法立马意识到了情况的危险 大喊吴长老 直到听到李火明的呼喊声 老伯伯才从愤怒中回过意识他手工的弹作才懂得停止 但此时回过神后才发现考试现场已经变成一品凄凉 大量考生已经七零八落的昏迷在了考场中 大部分学员的情况都是口醋鲜血趴在地上等颜惨状 少部分的学员跪在地上大口喘气 造成这种惨状连诱护法狂刀都有些看不下去 这哪里是考试明明就是公报私仇呢 而吴长老他自己也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因为压制不住愤怒对小家伙用出了半数的功力 但他完全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反倒是面前这个小伙子居然违背蒙约私自学习了内功 然而就在他打算一切都甩给天如蕴这个小男士 不远处天如蕴的身体却忽然开始颤抖 下一秒一股莫名的感觉让他无法忍受 紧接着就从他的口中喷出大量的血液 这一下就给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天 巨量的血液止不住的往外引让所有人都得好惊叹 下一集要不是你提醒 我以为我是要死了 天如蕴这辈子都没见过吐这么多血 然而就在他猜测自己可能会惨死在这个时候 随后脑机的出现才让天如蕴紧张的情况有所缓解 他向天如蕴汇报自己完成的指令 不光损伤了体内的各部位的脏气 而且还最大程度的造成了血液泥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情况看起来严重一些 此时的天如蕴要不是吐得停不下来 他必定要站起来骂这个脑机下手 太好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内声 差点以为真的要死了 然而就在他以为吐成这样已经是托马斯的极限的时候 紧接着又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跪在地上的他猛的一下吐得更加厉害 从原本的喷血到现在的血柱 怎么看都是要死人的前途 这也让台上打算看戏的左护法心头一挤 意识到危险出现他立马一个顺步通向天如蕴的方法 毕竟教主的血脉如果死在自己手上那可就太严重 一个呼吸间左护法已经来到天如蕴的身边扶起他的身体查看情况 看到满地是血左护法也特别担心 但好巧不巧此时天如蕴的身体已经有些失血过度 脑机也打算启动对脏气的自我修复 但这却遭到了天如蕴的反对 看到左护法现在的神情他也明白 自己的生命即便在危险也必须装到最后 而与此同时的左护法和怀里的天如蕴已经有些意识没了 当下也对其进行简单的诊断 他也好奇这个小子这般表现到底是何等水平的内容 但诊断的结果却让他感到异常的惊讶 那就是和大火传闻的那样完全没有内容 这种情况直接击碎了他的预想 他没想到这个人人看不起的七公子 居然是一个对自己这么好 没有内力的他宁可面对死亡 也要坚持通过一阶段的行事 紧接着他就喊来了急救组 让他们尽快送这个小子去医务室抢救 看着天如蕴躺在担架上被开启 此时离火明的心理对这个小子也多了几分的敬佩 而躺在担架上的天如蕴也立马呼叫托马斯 快救我托马斯 开始治疗 下一集看来是个好鸟子 这个少年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这种超凡的毅力让左护法都对这个少年另一眼相看 他都没想到这个世间居然真的有对自己这么好 紧接着就立马叫来医务组 必要保住他的性命 不光他是教主的血脉 更是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男 此时还在看台上的吴长老 也对现在这种情况也有点紧张 他也没想到自己一个音乐会 居然对他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内伤 但没等他思考 不远处的左护法已经一个顺步回到了自己身边 此时的左护法已经一改往常的尊敬脸上全是严随 这立马让这个经历过大量宫斗的小姐姐感受到了奇怪 直到左护法说那个小伙子差点死在自己手上 他才感到特别震惊 但老练的他脸上却是表现出一副无辜的目的 天真的他还妄想甩播给天如玉那个显示 怪其内功过于薄弱才受到此等重创 但从左护法口中得知他并没有内功的时候 老迫不才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 此时的左护法已经很却信天如玉没有内功 因为他注入真气的时候他的身体完全无序 体内没有任何内功的规则 然而听到这里吴长老已经当场获合 他的反应一惊一乍 甚至想用声音上的强势获得认可 他不相信没有内功的人可以抵挡住自己的因果攻击 而且在他常识里 但凡没有内功的情况 就是应该像其余那些人一样分绝过去 此时的左护法显然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已经要开始交代 只是随口告诉吴长老那个孩子是重靠毅力坚持到最后 随后就留下老破不一个人在原地思考人生 看到天如玉这份毅力左护法心里都不由得想直接将其收为弟子 但由于他是私生子的原因 现在六大派的平衡问题如今并不是收他做徒弟的好时机 但这黑马却是对右护法而言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能靠毅力撑到最后在他看来可谓是千年难遇的器材 可这番话却引起了左护法护马 这种需要脑子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还是滚去喝酒吧 哟 你这个红毛怪我懒得奔理记者 你可别在我面前巴巴拉的 快滚吧 听到这小红毛寸步不让的样子 着实让狂刀赶的护马 他们的要不是大护法在这里 我两刀给你做了 左护法也不甘示弱 你少给我嚷嚷 大护法不在我能顺瞄你 两人只是在人群里多看一眼 现在就已经爆发出磅礴的气场打断打上一架 凝聚能力形成的气场改变周围空气的运转 让周围的学员都下了一遍 两人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强 吹着大火有些睁不开眼睛 就连地上的石块都被吸着朝着两人的方向一遍 显然是要准备披个山给大火演示一下 下一集 神医在世 只是你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遍 我今天就要给你尝尝七匹狼的滋味说的就是这样 身为左右护法必定是有超凡的实力 实力之下古怪的脾气显得就有些正常 但一时间暴涨的气息让周围的学员们看得是心惊胆战 不知道会不会什么时候就给他们来一刀 但好在这次两人之中身为右护法的狂刀比较大 只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然而他路过台前看到这帮小人瑟瑟发抖 这更让他确定那个天如韵才是自己的头二之选 毕竟有这种毅力和魄力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了 然而另一边的医务室中今天值班的是独魔宗大弟子白宫女 白大夫得知了屋外有患者的情绪 他情绪立马就变得特别的激动 这着实给搬运工吓了一跳 看到病人就如此激动的医生他们也是第一次进 再再三确定后 看到患者的白大夫瞬间就释怀了 他也没想到自己来魔道馆第一天就有患者进来 这里真的太幸福了吧 随后几个无语的护卫就在白大夫的热烈欢迎下迎进了行间 直到躺在病床上白大夫才看清这个小子的情绪 此时就连他都好奇 一个普通的考试怎么会吐血脱得这么严 难道是被人刺穿了肚子吗 而在他身旁的护卫只是一个劲的摇头 并解释了这个情况的人 因为少年完全没有内功 所以在考试中受了严重的内伤 这理由让白大夫非常吃惊 然而在吃惊之余也有些疑惑 因为在十年案例中没见过谁受内伤会吐这么多血 紧接着送到位置的护卫就打算立马离开这里撇清自己护送的回忍 但在离开前 另一名护卫却多疑地看了一下天儒韵的身子 他也奇怪地发现天儒韵的气色好似比之前好上太久 此刻的他心里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 但他身为护卫也没理由在这停留太久 只能和队长一同离开 随后白大夫也在一旁开始为天儒韵诊断身体 就在他聚精会神进行把脉的时候 躺床上的天儒韵已经完全清醒 天儒韵没想到这个机器人恢复速度是这么的快 就在路上颠簸的这段时间里内伤差点就被治好了 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情况 还是得在诊断结束前停止修复 而此时白大夫也发现了面前男子的伤势严重 就是这个流血的程度确实太离比 作为魔道神医的大弟子只要身体看不出问题 那就针灸一下试试看效果 就和程序员一样 机子坏了拍开机箱随后重启一样的时候 但就在他路过门口的时候 大门被荒唐一下一脚踹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直接给这个小神医踹到了地上 这么突发的情况险些让他双腿发软有些站不起来 而这个踹门的人 就是刚才差点和人干起来的诱惑 狂刀 下一集 小家伙 我知道你醒着 万事不行就重启 魔教神医也是如此 但凡找不到对方身上的问题 针灸就是第一解决办法 然而就在他路过房门去取道具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到 这猝不及防的一下着实让他没想到 而这么粗暴的男人正是我们的诱惑法狂刀 两人简单的对视后 诱惑法也认出了这个小子 就是曾经在魔医身边的小分蛋 这番调侃的语气让白大夫非常不熟 他也没好气地问起 狂刀来这里什么事情 然而他不知诱惑法可是出了名的心之口快 看到你脸上那么一丝不悦 他当场就抱气要给你尝尝皮带的滋味 这一下就给白大夫吓得浑身是汗 但他也很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 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子 他立马来了兴趣 这小子应该很有趣吧 然而发现诱惑法出现的天如蕴 此时心跳越发的距离 他不知道这个诱惑法到底来医务室做什么 更多的是担心这个护法发现了自己在演习 然而等到诱惑法走到床边也毫不掩饰 凑近直接问 你小子还在装睡了 这是给天如蕴下的满头是海 眼看这个小子还要眼下去 他也不再客气 直接内力猛的一抓天如蕴的身体 直接被浮起 这奇妙的能力确实让天如蕴开了眼 他是没想到仅仅是内力就有这么强的力量 不仅浮起了上半身 而且就连身体都没法动用 这能力确实有些东西 此时的诱惑法也在给天如蕴做的倒计时 如果再继续装睡自己就要请他吃七瓶 即便天如蕴看不到他的表情 但从他之前做事风格 可以看出这个男人必定说到做的 无奈之下他也只能睁开眼睛面对这一切 他也很好奇地问诱惑法 你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装睡 然而这个提问却先是让狂高戏谑的一笑 紧接着又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他是没想到这个小家伙这么与众不同 不光一点不慌居然还敢出言不逊 着实让他佩服 但作为一等一的高手而言 紧凭呼吸的感觉就已经足以知道人们是睡是醒 这个答案确实是让天如蕴茅塞动态 而此时脑机也开始解释了刚才天如蕴 由于紧张 呼吸次数已经远低于正常人的每分钟12到20次区间 所以才显得极其的不自然 在脑机解释完这些吼 面前的诱惑法也打算开门见山 相比外边的矛头小子自己更看好这个个性的上人 听到这里天如蕴仿佛知道 护法这次前来好像并不是来找 紧接着就听诱惑法一顿对天如蕴毅历上的夸赞 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其实那场考试自己因为有机器人的帮助 自己可是比所有人都要轻松 就这样狂刀慷慨激昂的发言持续了小十分钟 连同他身后的白大夫都发现了天如蕴的异常 但诱惑法对收足前的铺垫还没结束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天如蕴受伤的身体又开始吐血 一口老血喷的两人有些猝不及防 就连天如蕴都没料到这个诱惑法会讲这么久 你压得快点吧 我机器人要给我治病了 但看到吐血的天如蕴 一贯无所谓的诱惑法神色力马变得严肃起 着手调动真气开始给天如蕴灌输 也就在输入的瞬间天如蕴也感觉到自己身体变了 真气确实非常神奇直接能让身体变得有力 在输送结束后一把就将它摁到床上 紧接着就顺便向天如蕴提出了自己要收它做福利的相关 下一集 那个 我还有很多问题 堂堂诱惑法居然尝试收病重学员为主 即使目前学员已经伤势严重一口一口 不得劳心 身为护法的他依旧不离不弃为他治疗 但打算收徒的这个想法确实是让在场的几人没想法 看到幼护法对这件事轻描淡写的神情 天如蕴也感到非常奇怪 他疑惑地问面前的护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直爽的幼护法也是直接表明了自己要收它为徒的想法 天如蕴紧接着问幼护法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体 自己可是闪耀无敌屁屁啪 尊贵无比的魔教教主的妻儿子天如蕴 不光如此自己还被六国追杀携带教主血液 无论自己有什么关系 其他宗派的人都会厌恶 但这些理由对于幼护法的狂刀而言真的太滑稽 在绝对实力面前这些事情都无关紧张 今天护法我必定要收你为徒 况且没有你的出现 他们本身都已经斗争多年了 都有几个宗派互相盘算的东西 但即便狂刀都已经说到了这个恨声 也尽管这个对于他存活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但是这要是一个陷阱的话 是传闻中的七公子 这么看来魔道馆作为小教主争夺战完手段 是必然的事情 但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确实有些过分 而此时天如蕴也想明白了里面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决定挽拒幼护法的好 毕竟自己也是刚进入魔道馆还不熟悉 这确实太过突然败师这件事情了 狂刀这次特别前来是万万没想到收睹会这么困难 但从小就经历那么多危险 如此谨慎也是情有可能 既然如此对外人不信任 作为诱护法必定是要给你来点诚意 只见诱护法就从内衬中掏出了一个神秘的东西 紧接着就重重地拍在天如蕴的床头 一副得意的样子告诉天如蕴 自己给他的东西 就是他想要在魔道馆赖一生存最重要的东西 即便第一阶段用毅力撑过了投射 可是没有内功的你能否接受二阶段的洗礼 这两句话确实说到了天如蕴的心理 紧接着诱护法又补充道 假设你想比别人进步的快待在医务室 14天毫无掌劲可吃半个 在医务室才是最妥当的选择 看到天如蕴躺在床上不忍心地攥着拳头发泄着情绪 诱护法也深知这个小子已经心动 为了能尽快让小子同意 他也向天如蕴说起了他被送到医务室的原因 此时的天如蕴一直以为自己是因为受伤才被送到这里 而面前的诱护法脸色却随之变得神秘 都是受伤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这么多人都受了内伤 为什么只有你被送到了这里 看到空荡荡的医务室天如蕴才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下一集成为我幼护法的弟子吧 在武林中没有内功必定比别人修行更加困难 如今杨庄受了重伤的天如蕴为了不应己怀疑 也只能老实待在医务室修养一段时间 但从幼护法口中得知其他的学员却可以凭借内力修复身体 这样一来一回他和大火的差距就更加明显 天如蕴很清楚自己不会运气 确实是亏得血妈都不认识 他心想如今最要紧的的确是搞个运气的功法学一下 跟上大火修炼的进度才是上上策 而他的这番思索也被狂刀依依看在眼里 作为旁观者他也很清楚天如蕴的心理已经动了 随后幼护法就露出一副不屑的模样问起天如蕴 难道你打算不学内功心法就快速治好内上吗 真的太天真了 此刻的幼护法殊不知天如蕴体内的特殊 拥有机器人的他修复的伤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 但是没有内功确实是会让他后面的阶段捉襟见证 然而就在这时候天如蕴突然灵光一闪 他突然想起通过一阶段的考试有魔龙团 以及进入秘籍书房的特殊 这样他同样就可以学习内功顺便提升功力 看到天如蕴信心满满的样子又不妨后头发现 毕竟这些年轻人确实有些天真 难道你以为秘籍就会这么简单送出去吗 那个小红毛露了一项最重要的事情 而那个才是关系到你们是否能成功掌握秘籍的重要因素 不光秘籍书房不能随时出入 而且通过一次考试也只能进入一次 这么严苛的要求确实让天如蕴没想到 并且这个秘籍书房也是魔教中防范最为严密的地方 如果想要偷书出来是绝不可能 怪加上这个福利有时间限制 所以学习个秘籍是真的举步为奸 即便楼层越往上时间也会相应延长 但在里面不允许抄写也让学成功法的人少之又少 而正常人一次最多也就背个两本不得了 而能完整背两本的也是魔教管的人才 听到左护法说这番话 拥有脑机的天如蕴其实是更加有信心 因为脑机独有的超强的扫描能力 依次背上摆来本秘籍都不再花钱 但现在天如蕴最重要的是从这里扔下去 然而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一旁的黄指再次引起了他的循 难道这个就是内功心法吗 此时幼护法看到天如蕴能认出了自己送出的诚意 他是非常高兴 同时他承诺如果天如蕴做自己的意义 那作为师父的他就会立即开始传授内功心法 这条件确实对于天如蕴而言非常的诱敛 如今来到魔道馆后没有故意的 他面对四面为敌的情况非常快 无论这个幼护法是不是诚意要收自己为主 有人占自己这边也是个不错的宝杖 能学习内功多少能让自己多活一些时间 随后天如蕴就在幼护法狂刀面前勉强起身 紧接着就砰的一声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尽力行自己的拜师之礼 下一集驱逐废物 这个男人刚进考试就被大佬相助 在得知幼护法丢出的是心法秘籍后 他立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拜面前的狂刀为师 看到少年如此勇猛身负重伤还依旧行李 这让他非常满意 随后幼护法就缓缓地把自己的弟子放在了床上 满意的神情异于言表 介于今天天如蕴身体受伤严重 也只能安排被心法的任务 紧接着叮嘱小神医务必要照顾好自己托尔 随后就开心地离开了医务室 七公子被幼护法相中确实让小神医没想到 等他回头查看天如蕴的情况显然有些不好 毕竟这副身体型如此大理确实有些勉强 如今只能赶紧安排上针灸才行 而天如蕴也是在等待期间拿起了师傅给自己的心法 这份义无反顾的认可让他非常触动 在这种四方皆是敌人的魔道馆中 又不乏是第一个站在自己这边的人 而与此同时的魔道馆广场上大批的人 集体运功出现金灿灿的场合 这也可以看出一阶段的考试有大批的学员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内省 清点了人数的总教头快步来到馆主面前汇报节目 他汇报其中包括七号在内也415名学生通过了一阶段的考试 然而这个数据就让馆主有些难看了 毕竟这相比十年前可少了三分之一的数量 而落选的这批也有不少的能人强将 只能怪吴长老这次用力过猛了 这时候的大门口也因此出现了一大堆的身份 很多人对自己只是口吐白沫就要被拒绝感到不满 他们想通过喊冤的方式尝试进入下阶段的考试 但是这里终究是魔道馆 无论什么理由在上级的绝对命令面前都不与平利 随后就看见大批的队长在教头的一声令下冲了出来 啪啪几下就将人们全部放倒 即便都是习武之人 但是在绝对实力面前他们的傲气就不值一提 其实馆主也觉得这场考试因为天如运的凸显难度有提高 但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步 这些人只能接受一辈子为最底层的命运 也因为这次考试难度的提升 通过考试的这些学员实力也更加的出色 即便经历这次考试也是受了不小的内伤 但他们这个年纪就承受着吴长老半数功力让离火明刮目相看 而边上的六大宗派的教主血脉就更不认手 他们大部分的水平都已经突破了学员的档 从他们抵挡了吴长老的半成功力后的状态来看 这些小家伙也至少有了60年以上的内功 其中一号学魔宗的天五颜 和五号刀魔宗的天柳灿毫不受影响的情况来看 教主候选人应该是从这两位中诞生而出 这确实有些意思 既然已经分出等级那就分组了 下一集体验全新功能 经历第一场考试只有416名学员 其中学魔宗天五颜以及刀魔宗天柳灿 是目前教主候选人的有力竞争者 既然已经分组里火明也不再莫及 当场就给通过的学员发放了身为下级武士的三级同派 这将是他们在魔教中的身份的象征 从此和淘汰的人就是上下级关系 除此之外 管主也对新一批学员宣布了在魔道本的规矩 那就是学员回教头只能回答魔道 而其他上下级只能重复上级的命令 这也意味着身为下级只能遵循上级的命令 只有这样所有人才会拼了命地冲击更强的武力 只拿到更多的权 随后在全体学员一口同声的一声魔道火 在场的人就地分离 而这时候的医务适中 白大夫已经准备对面前的患者摩拳踏掌 这让已经接近痊愈的天儒韵此刻也有些担心 他向白大夫询问自己需要多久能出院 听白大夫评估自己至少要十四点 天儒韵人都傻了 这他喵的不是直接被淘汰了吗 启动机器人修复也就两分钟的事情 但是恢复这么快可完全不像正常人 一进集就进医院 不知道外面进步如何确实有些麻烦 这让天儒韵非常浮满 而白大夫却对这个两周的疗程表示非常满 毕竟以现在的医学水平 他这样的能力也还是平坚的 但看到病人如此悲观 他也很不耐 为了缓解天儒韵的压力 他也表示自己对天儒韵和诱护法学系工法的事情会完全倒 好了别废话 过衣服 天儒韵一个不注意上身的衣物直接被扒光 这着实让天儒韵想不明白 我穿袖子里 你他喵的怎么脱的 但他的情况却是让白大夫更加震撼 全身上下全是肌肉确实有点帅 有可能是约定不练内功 没事练练外功也很正常 那来试一针吧 只见白大夫捏着针朝着中晚学快速靠近 天儒韵体内的机器人迅速监测到危险开启了防御模式 这一下就给天儒韵紧张的心情提到了嗓意 就在大夫要被电击的时候 紧急防御模式及时停止才将这次事故化现 这着实给他下了半条命 没想到这个机器人会这么明白 随后就在白大夫的针灸下天儒韵的身体也出现了相应 这种情况让他很好奇 然而就在呼吸间脑机也快速检索了相关的穴位 开始为别人讲 看着3D的指引以及功效介绍天儒韵离截起来也很方便 即便是躺下了也会有脑机对白大夫治疗上的讲解 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痊愈天儒韵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下一集 21天训练开始 这个少年为了快速恢复身体起动了纳米机器人恢复 但治疗了大半他才想起来每天白大夫会为他整理 他很担心自己拥有纳米机器人的情况被人知行 好在体内的机器足够强大 可以在修复身体的同时 还可以随意改变脉搏营造出受损的症状 有了这个回答天如韵如是重度 如此自己就可以全身心和幼护法学习内功 这么一想这个医务室确实是个好地方 时间很快就来到傍晚而外边的训练可谓是热火操天 这时候左护法过来表示自己要简单说两句 顺便给晋级的学员来点压力 直到三阶段所有考试学员都是集体考试 而二阶段的战术训练也极为紧凑 只有短短的21天的整备时间 所有人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掌握战术功能 而且这阶段的考试也是非常严苛 20组的队员里经过小组对抗只会留下10组人选 这压力的到来一下就让普通学员更加的紧张 相比六大宗派的种子选手 这是一场竞赛他们可以说是完全没优势 通知结束左护法也招呼大家回去休息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就让这些清和的教头和大伙度过愉快的21天晚 随后在管主一生解散后 大伙都一窝蜂地撤离了广场 只有三号学生独自留在场地上 这奇怪的行为也让教头对他感到好奇 表面上天武警是想过来内定谷长的身份 实际上是以关爱组员的理由去刺杀医务势里的天如玉 这番完全不把教官放在眼里的做法让教头林平非常不爽 虽然不知道这个小子脑子里装了什么 但教头还是表示出一脸兴奋 表示要好好夸夸这个小教主有责任性 但关照的事情还是由教头去比较合适 天武警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泡汤想要极力争取 可教头却已经不再对他有耐心 毕竟这个学生早就让他感到很不爽了 而且魔道馆也有明文规定无特殊情况 学生无法进出魔道馆 如此高规格的限制让从小被人宗派宠溺的小教主特别分 他没想到这个魔道馆会让他这个教主候选人都如此受限 如今的他也明白在这里也许只有遵守规格才能来 但在教头离开前 不甘心的天武警依旧没有放弃弄死天如玉的想法 侧面询问那个天如玉何时可以归队 可就算他仗着小教主的身份 教头也只是简单打发了一下就离开了此处 随后教头到医务室等到傍晚才见到白带夫 他都没想到天如玉的身体居然因为受伤不足严重 需要恢复整整两周的时间 这着实让教头无法接手 这难道不能快一点吗 毕竟考试迫在眉睫 而且训练内容也是非常多 下一集 搜的一下师父就来了 训练一共三周这小子要休息冷中 这让教头们可能看坏了 玩不成上级的指标 这在魔教馆可是重罪 但是作为小神医的白宗民都这么说 普普通通的掉头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即使他想和天如玉讲解今天的训练内容 让他自行理解 但是现在熟睡的状态确实也有些不太合适 今天的想法只能作罢想着改日再来讲解 在他心里这个天如玉接下来的二阶段考试 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幸运了 随后时间来到凌晨 一个身影快速在屋檐上挤持 速度之快只留下一道残影 高速的移动冲破空气发出羞羞的声音 只听到啪啪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随后就听到哐汤一声巨响 一个人引夺门而入北天如玉下的猛的从床上坐起 看惯了刺杀至今如此都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 但这就是狂刀的性格 但凡有门就踹门有窗就踹窗非常的粗糙 看到师父的到来天如玉也放下了心 赶忙上前打招呼 但这十足的酒味着实有些让天如玉难以接受 此刻又护法狂刀也发现徒儿身体好不少 但身体好了行李都免了 听到师父的话徒儿哪敢怠慢 天如玉立马给师父一个鞠躬并问了个早安 着实有福地的门 既然规矩做完狂刀就要检查自己给天如玉的作业情况 而昨天天如玉光顾着睡觉 完全忘了有布置什么作业 那既然师父说是要背的东西应该就是昨天的心脏匿迹 但自己昨天还身负重伤 还好自己有脑机扫描完就进行了转 现在可谓是记忆犹新 有了这些天如玉也大胆地承认自己已经完成了背锁 但这回答完全不在狂刀的预料之内 他是没想到自己随口一说 这个徒弟居然真的扛着重病完成了自己给他的作业 确实这个徒儿是个不折不扣的奇才 随后天如玉也好奇地问起师父大早来医务室是何事 而师父看徒儿如此刻苦 而且此行也是为了天如玉的修行 狂刀也没有掩饰直接告诉他自己只能在医务室交期14天 一部分是因为白天需要在教主殿工作 二是魔教管外不允许向教头外的人团授武功 而天如玉是正好要在医务室修养自己才有机会打来见面 此时的天如玉已经明白了师父的两股用心 双手抱拳以表感谢 看到徒弟如此懂事狂刀也很欣慰 那既然都知道了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了 什么 现在吗 这么快的流程一时间让天如玉有些不知所谓 但看到师父脸上满是严肃 他也明白可能时间确实比较紧凑 随后默默唧唧的他就在师父狂刀的命令下坐在了地上 紧接着狂刀就盘坐在他的身后 一只手摁住了他的后背 虽然天如玉对这个行为满脸不解 但是这就是他作为师父让徒儿速成的办法 那就是将心法直接打入天如玉的体内直接形成内功 这也是狂刀的师父独创的特别修炼法 下一集 内功完成脱胎换命 谁能想到世间居然拥有如此速成的功能 可以免去修行之人几年的修炼事件 只需要把手放在别人的后背 将功法直接在对方的体内就可以快速完成功法的学习 然而如此迅速的快捷的方法 唯一的缺点就是要忍受非人般的痛苦 而此时又护法狂刀也将内力引导到了手掌之上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 只听见趴击一声手掌接触的瞬间天如玉的身体 顷刻间僵硬 剧烈的疼痛让他脸上汗水直冒 而身后的师父还在一边提醒他集中精力 一边强行从另门处往里灌入能量 也由于有大量的能量进入 机器人也发现大量的能量正在反复特定的穴道循环运转 能量的强行进入天如玉的体内啪啪作响 即使他很清楚师父是在给自己开出内功 但这痛苦也让他难以忍受 但这还不足以让他直接放弃 而身后的师父也因为能量的介入 发现了天如玉体内的特殊 全身上下所有经络全部畅通无阻 他也不禁怀疑拥有如此完美的身体 难道真的没有练过吗 虽说外界都说他没学习过任何的武功 但他的经脉和肌肉完全适配大部分的功法命迹 如果是没有练过那也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一切源于教主的血脉原理 在华夫人在世的期间 毕竟教主在七位夫人中最疼爱的也是华夫人 也说不定是教主偷偷在天如玉小子身上 悄悄地下了功夫才造就了这副身体 想到这里狂刀内心不由的窃喜 这压得不是捡到宝了吗 有这番资质在自己打入功法基础上勤加练习 七日之内必定可以生成内功 而就在天如玉走捷径的时候 磨到管中灯火通明 里面一个小子被踢的脸都变了性 一记帅气的鞭腿 直接给独魔宗的小教主干到了墙上 如此厚重的脚法显然是没打算留他狗命 但很快周围崇尚大宗派的小弟们 就屁颠屁颠地跑来检查自己大哥的情况 甚至口出狂言伤我大哥虽远必诛 但这屁话在这个上层宗派的小哥这里完全行不通 他的理念就是不管你背景如何实力就是话语群 今天老子赢了 那十二队的组长就必须是我来当 如此契合魔道馆的理念一时间 让在场没实力的弟子不敢发言 然而在他找到主场的同时 天如玉这边也已经运功完成 大量的内力调动让师父狂刀都感到有些虚疲 虽然这个对天如玉而言可以让内功速成 但他对施法者的身体也有极大的损伤 下一集对住院的小子是有些无从下手 能让徒弟内功速成的办法你有没有见过 只是这巨量的消耗让这个顶级强者的狂刀都有些吃不消 虽然可以快速对别人完成功法的建设 但这对自己身体的损伤却也是巨大 而更加痛苦的就是承受功法 此时接受师父心法的天如玉已经疼得跪在了地上 浑身上下冒起了青烟 但疼痛时出现的心法路线他是记得非常清晰 因为这就是他今后能否在魔道广博下去的关键力量 听到师父对自己下发了七天修成内功的认误 回过神的天如玉也看到了自己师父疲惫的能量 这种付出让天如玉的内心非常触动 看到师父要起身天如玉立马就对师父表示了感谢 师父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灌入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还是每日去熟悉无天心法的呼吸以及运气路线 随后师父简单的嘱咐后就一个闪身离开了医务室 而获得了功法的天如玉内心变强的想法也更加的强烈 他发誓必定要在七日之内修出内功 与此同时的魔道馆广场上 大批的学员都已经到常列顿 今天台下的情况几乎都在左部法的预料之内 那就是这个弱肉强食的规则下不仅许多人都已经鼻青连指 而且几个小教主都顺利当上了各组的组长 然而第一天之所以不管理住所也是默许大伙自由争夺组长之位 但其中十二组就有些奇怪 万万没想到居然有人能把小教主打得服服帖帖 看来这十二组的小伙子是个有实力的家伙 此时左部法大胆开测 这个小伙子今后也说不定会成为教主候选竞争者之一 然而没等左部法遐想一会儿 身后的总教头就向左部法申请开始训练 随后在总教头的简单讲解后 训练也正式开始 跟随大批人列队的天丛兼此时有些心不在焉 他对前面的小子拿走自己队长位置的不满 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道薄翠通过传音来到了他的脑海 从周围的眼神他很快就发现了这声音就是源于天武警 即便天武警对自己百般的嘲讽 但他依旧无话反驳毕竟自己就是输给了那个叫白鸡的家伙 被天武警激怒的天丛兼 此时也只能把心中的怒火撒在让自己丢面子的寻格宗白鸡的身上 他身为堂堂独魔宗出身的小教徒 必定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后悔遇到自己 很快一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 天武警却意外被教头喊到外面 而教头今天这个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夸赞其优秀的指挥能力 另一方面是告诉他天如运需要住院14天的情况 此时作为教头也很担心天如运能否跟上大火的境遇 所以今后几天都会单独给天如运进行辅导 听到这里天武警已经听明白了教头的言诵 愤怒之情一于言表没想到进入魔教馆居然杀不了这个小子 上头的他只能回到宿舍发泄自己的情绪 然而就在为杀不了天如运而气得咬牙切齿的时候 一旁的光头男却开始对他耳语了起来 只见天武警逐渐变成歪嘴战神 足以确定这个小子说的必定也是一个随招 下一集 刺杀行动 这七公子一住院就是十四天 整个魔教军训直接逃了一半 这让教头可谓是非常的补脑 毕竟跟不上进度自己这个小队就会淘汰 如今也只能下午去医务室补课 然而听到这个消息的天武警器的咬牙切齿 不能除掉这个私生子让他每天都过得不能安宁 气疯了的他只能回到宿舍到处发脾气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笋骰给他出了个招 让他的嘴角疯狂上扬 而时间也很快来到了第四天 魔医弟子白宗明因为没有病患已经无聊到爆炸 从他入职以来这里也就来过天如运一个病人 就在他怀疑天如运可能是魔教管出现的最后一个病人的时候 大门突然被人敲得砰砰直响 这着实给白宗明吓了一跳 赶忙出来查看才发现林平教头的背后背着一个被剑戳穿的寒皮 这病患来得及时呀 正巧自己没事干 给他往那里放 随后在白大夫简单的处理缝合后 这个伤口也算是处理完毕 这么鸡毛蒜皮的小伤真的不够意思 此时一脸担忧的教头就急切地询问学员的伤势 虽然看样子是没有伤到经脉 但情况会不会不太好 白大夫只是轻松地回答他这个伤口要是送得不及时 多半就痊愈了吧 尽管白宗明都如此安慰教头 但即便情况没有危险在一旁的林教头还是非常紧张 毕竟这短短几天他这里就出了两起意外 真不知道接下来这些学员怎么通过考试 而且依据白大夫所说的情况这个伤口还要住院 但好在伤口比较前只需要住院三天 这情况着实让教头有点大挤大握 既然如此林教头也还有训练在身 开门快步离开了医务室 经历这两天的事故也确实让他感觉到带小朋友的班式有点难度 然而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半夜 之前一切正常的医务室突然出现稀稀苏苏的声音 只见在天如运隔壁床的小伙敲命力地从床上爬起 他压着进步来到白大夫的工具包附界 仔细挑选了一把比较顺手的武器准备展开刺杀 但他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让天如运这个小子直接死 而是打算割断他的韧带让他生不如死 而他能做出这么凶残的行为也是为了活命受他人指使 只见他将刀刃缓缓地靠近天如运的跟节 然而就在金属接触的瞬间 突然刀柄处传来了超强的高压 电流电的他原地僵硬浑身不自觉的狗 无数电弧在他的四周打出啪唧啪唧的爆响 剧烈的疼痛也让他泪涕直流 险些出现大小便失禁 下一集就你他们的叫下落呀 神秘男子潜伏ICU尝试对少年写死 万事俱备的他本以为一切会顺利进行 只是不料短刀和少年接触的瞬间居然爆发出千万复刻 超高的电压让男子瞬间昏厥险些失禁 随着短刀当当的掉在地上天如运也缓缓睁开了眼睛 一年要经历上百场刺杀的他 其实早已看出这个男子有些鬼怪 他倒是要看看这么大胆的男子到底从何而来 半小时过后 男子从晕厥状态猛地惊醒 看到自己被麻省捆得严严实实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此时旁边的脸部被刷得一下拉开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少年让他猛的一击 看到自己刺杀的对象完好无损地站在自己面前 男子的心态有些炸裂 不光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晕倒了 而且更不明白一个受了严重内伤的人 为何可以和个没事人一样把自己捆起来 可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天如运先是给他看了镜子里的自己 让这个男子看到了自己的新造型 这情况着实是给男子吓出了尖叫 成为鲁蛋就是天如运击溃这个男人的第一笔 此时感受不到头发的男人疯狂地摇头尝试寻找挑逸的感觉 成为鲁蛋的事实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疯狂地在床上大吵大 这就给天如运整的有些受不了上去就是一记大逼咚 你给我安静吧 也由于增强了身体的原因 这一记耳光力量十足 直接给这个小子打了一阵哆嗦随后原地关机 然而等他第二次醒来 他那吵吵的嘴已经被塞了起来 相比刚才接下来才是天如运正式的审问时间 但是男子的不配合的表情让天如运非常的不满 以他喵的是想吃耳光了对吧 看到天如运面色争鸣同时周身散发着浓烈的杀气 这一下就给他吓坏了 他原以为这个七公子是单纯的货色 没想到心里居然潜藏着如此巨量的杀气 看到这种情况他的心里也不由地猜想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而他殊不知常年在生死边缘徘徊的天如运早就习惯了各种刺杀 如今能活到这个岁数也必定是有点本事的 紧接着就看见天如运顺势接住短道一把逼向男子的活狗处 看到刺客紧张的神情天如运也兴奋了起来 既然玩笑都开到这个份上了 快说是谁指使你了 我可以免你一死 一顿逼问后天如运顺势接下塞子希望他说出幕后凶手 但是男子却依旧还在装傻 因为他很清楚按照规矩 魔道馆不能除了训练和正式比武外恶意伤到他人 一旦违反了铁律都是遭到魔道馆的惩罚 所以你现在怎么逼问都是没有用的 有了这条铁律男子也越来越猖狂 他明白今天自己就算是五花大榜 也并不会有任何的生命威胁 只要不承认这件事情就拿自己没办法 然而他却望了面前的少年并不是平常人 只见天如运双手一拍突然开翘 没有商量再次把男子的嘴塞满 开始了第二套方案 他只是在柜子里快速翻掌 拿出了容嬷嬷同款长针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下一集 打咩打咩 叫破喉咙都没有用了 在魔道馆有一条铁律 除了正式比赛不能伤害他人 这也成为了许多人胡作非为的护身 就在所有搞事的人都以为惩罚无关痛痒的时候 这个帅气的少年放弃了传统的物理攻击 取出了精神攻击道具 容嬷嬷的同款长针 看到天如运一副诡异的表情缓缓靠近 鲁蛋男的身体也因为害怕不由的快速颤抖了起来 紧接着他的手腕被一下抓住 随后翻出了一只手指不定在手上 即便这个行为让他非常的不紧 但他也猜到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事 只见天如运他从盒子里取出一根十里尼长针 这个很粗你稍微忍一下 随后扑斥一下戳了进去 前所未有过的疼痛让他瞬间肌肉绷紧痛苦的神情溢于眼表 他也没想到清理挥指甲会这么痛 但这对于天如运来说才刚刚开始 大男人的装什么装 再来一下 扑斥一下又戳了进去 疼痛快速传到全身无助的双脚险些用脚趾偷出地下室 这他喵得真的太疼了 这到底是哪个人才搞出来的方法 但这些也就是他当刺客的代理 随后天如运就会将自己的怨气通通发泄在他的身上 就这样伴随着一声声踩叫 鲁蛋男的挥指甲也被顺利轻除 而他也因为剧痛瘫倒在床上 在这半小时里他活生生腾晕过去两次 既然左手已经感受过 要不换右手给你试试他 听到这话鲁蛋男猛的一惊 感受过内飞人般的折磨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感受 他疯狂摇头示意自己不想再继续 而天如运也表现出一副后知后觉的模样 走到他面前取下鲁蛋男嘴里的口赛 此刻的他也不明白这个小伙子在坚持些什么 早说出来都不用受罪了嘛 而之前还仗着死不了没大事的鲁蛋男 此刻是非常厚恶 这个流程真的太痛苦了 再这样下去必定残废 但没等他缓过神天如运却先发致人 他说出了天无锦的名字 让鲁蛋男大吃一惊 你怎么会知道是他 而这一切都要从几天前教头来补课说起 补课至于灵教头不光详细介绍了组内成员 而且还说起了的这个补课的提议来自于天无锦 其实从一开始天如运就知道这一切的知识者 而这么大动干戈只不过是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对吧23号 许凤 听到天如运解释了这一切 面前的许凤才感觉出自己和对方的差距 不光面前的少年不是人们口中垃圾般的藤仔 而且从这些细节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如今的他只不过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展现出自己的隐形吧 既然信息已经确认完了也应该结束了 即便许凤疯狂求饶但是在天如运看来都没必要熟了 只见他手指运起会到指尖 猛地朝着对方头顶穴位击出 直到看到这一招许凤才意识到这个没有内功的少年骗了所有人 下一集吸收魔龙团 这个少年的实力超群仅仅用了五天就在体内修炼出内功 这种在几百年来都非常少见的情况让身为师父的狂刀都大吃一几 有这样的徒弟让每次去上课的他都非常忌妒 作为世间一等一的高手 成为师父的他也想知道这个小子到底能练到什么程度 一切照就师父一脚破门而入 弟子天如运照常请安 这种开门方式经历了几天下来天如运都已经见怪不怪 师父还是照常直入主题安排任务 而今天也轮到让他去取出魔龙团开始修炼 而这个东西就是魔教独有的内功丹药 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提升大量的内功修为 只不过炼制他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所以这种药丸也只有优秀人才才有可能获得 然而刚打开魔龙团的盒子一股恶臭就扑面而来 这个味道让狂刀也很确信这个就是正题 今天他的任务就是协助天如运最大限度吸收丹药 这样一来至少今后自己的徒弟就能自食其力 就是在开始之前一旁奇怪的气息让师父非常疑惑 拉开窗帘查看是许凤这个小子被点穴昏睡在隔壁 看到徒弟已经对起点的晕穴师父都不仅有些惊讶 随后师父就听天如运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昨天有人在训练故意被剑刺伤被灵教头送到医务室 而他来医务室的原因就是为了在晚上对自己下手 这么离谱的操作让诱护法都有些不敢相信 居然真他们有人敢在魔道馆做这样的事情 一旦事情败露他就会像狗一样被流放到外边 但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做这些事情也可 这个人的背后绝对是有其他人撑腰 而那个人就是有权有势的扶魔宗的天无景 听到扶魔宗的名字连师父都开始焦虑 毕竟这么多年来那个家族的人生性残暴 喜欢多生事端 徒弟和这批人搞起来这日子是没有一天太平 但尽管如此天如运三天两头被刺杀 他早就习惯了这个情况 再怎么样恶心现在不都活过来了吗 看到天如运这个小子淡然接受了这个结果 作为师父的心理更不是滋味 这么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着实有些让人心疼 伤我徒弟吗 这个小子不得好死 紧接着就听见啪的一声师父一指戳在旗下 让许凤晕的更深了 看到师父亲自出手天如运也非常吃惊 而刚才几十年的内力点的血也让狂刀的手冒起青年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修炼吧 听到师父的命令天如运再次打开 存放魔龙团的药盒取出丹药 恶臭味让他实在有些难以下咽 他对这个奇怪的东西满脸之意 这个和屎一样的东西吞下去就可以吗 但神秘丹药可没想得那么容易 这个在你咽下去前还要充分咀嚼用 反正不是我吃 所以你嚼得越细吸收也会越好 但为了功利天如运还是尝试将其吞吐 一开始咀嚼就发现其中极度苦涩嗆人的味道让他无法接受 但这么宝贵的东西他也不敢浪费 快速咀嚼后一股脑咽了下去 紧接着就根据师父的指示坐在床上摆出了无天心法 而师父也是顺势来到他背后开始协助其消化 有了师父的参与天如运很快就走上了阵子 师父磅礴的内力充分推动能量的运转 让其身体循环更加快 其中特定穴位上也因为能量的到来逐渐在增强 几个呼吸间脑机也发现了天如运身体的变化 好似要转换丹药能量 询问是否需要启动超强星辰代谢吸收物质能量 即使这些有些玄妙 但是天如运差不多也明白是协助吸收丹药的意思 那就同意吧 随后预备提示应也随之传来 即将启动超强体内星辰代谢 然而就在超强代谢启动的瞬间 身后的师父就发现天如运体内的变化 大量的内力在呼吸间快速暴涨 这怎么可能 下一集 这弟子是武才之体啊 没想到自己首次收入的弟子 居然是与身居来的武才之神 这太恐怖了 原本赶来的狂刀想着是协助徒弟吸收丹药 但天如运开启了超强代谢功能后 体内吸收内力增长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暴涨 这种吸收能力让狂刀都不敢相信 此刻的他必须全力施展内功 才能赶上天如运的体内循环 随后时间很快就来到早晨 天如运也终于结束了一阶段的修炼 他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自己身体 仿佛体内被灌入了一股无形的能量 这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 而协助天如运吸收也是让师父累得够钱 但也好在天如运比较的给力 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从中获得了半个甲子的内功 相比换算下来就是15年的内力 虽然粗略估计下来是吸收了四分之三 但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出众的成绩了 相比其他学员自行吸收能吸收过半就算是非常强力 对于今天获得的力量 天如运非常明白师父为自己付出许多 他给师父郑重的一拜一表感谢 但能获得这样的弟子 狂高也感到非常的开心 其实在心里他也暗暗感谢托马斯的暗中帮助 没有他调整身体自己也无法获得如此强大的内力 然而到了这个点师父也要离开此处 但在离开前天如运喊住师父 主动问起明天能否学习师父的独门武功迭武高 看到徒儿如此上进师父非常欣慰 狂高在当下也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与此同时的广场上 天无警安排了身后子贤的刺杀提议 心里莫名笑得非常开心 他一想到天如运此时经脉寸断如同废人 他就不由得黑黑地笑出了声 而身在广场的他殊不知自己的计划 早就被天如运安排得明明白白 来到医务室的白大夫一看到这个鲁蛋 就忍不住笑出了眼泪 这一夜之间变成鲁蛋让他感到非常的戏剧 被嘲笑的许凤看到大夫疯狂大笑自己还不敢发怀 只因为那个恐怖的家伙就在旁边躺着 此刻他的心里是上百只蚂蚁在爬 但他依旧敢怒不敢言 但这造型确实让大夫笑得有点累了 便你挡一挡免得被别人看见了 但路过天如运的床边 白大夫仿佛也意识到了昨晚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一想到自己身为大夫的职业操守 白宗明还是决定不去怀疑别人的私事转身离开 而发生了那件事后 23号队员成功出院顺利回到了宿舍 看到许凤没有被魔道本赶出去 天无警也感到非常奇怪 他一脸严肃地问起许凤 难道你计划失败了 下一集 狡猾的扶魔踪 这个男人意识到自己完美的刺杀技的失败 脸上立马变成了严肃 从手下许凤的口中得知自己完成任务的时候 由于白大夫随时待命导致自己完全无从下手 这解释也太他们的离谱 我这辈子没见过什么大夫晚上不睡觉的 接下来面对手下的百般便解 天无警也不再废话直接动手 一记迅猛的飞踹正中许凤的胸口 厚重的力道让他的头框的一下磕碎了地面 行动势力着实让这个扶魔宗小教主有些愤怒 他连踢带踹疯狂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也由于他特殊的身份所有人都不敢上前制止 但此时一个小光头又来搞事情 他申请用爱的方式感化许凤 随后就来到瑟瑟发抖的许凤面前 耐心地询问起这个医生的名字 挨打的许凤也不敢编造就把白宗明的名字告诉他们 两个大聪明就开始在记忆中排查起这个人的背景 想起这个医生居然是磨一白宗有的弟子 这一下就让天无锦有些无法控制情绪 只因为这个人的事迹过于传奇 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出生于独魔宗的医生不仅擅长医术是教主的主治代理 而且武功了得可以在魔道馆几境前三十的实力 天无锦用脚都能想到有这样的师父存在 徒弟的武功必定也是出类拔萃 此刻他越想越起 气愤之余他又开始对许凤这个小子拳打脚踢 早不说这个人的来历 派这个小子却不是白费功夫吗 既然行动没有成功 那你们宗派也别想获得伏魔宗的志愿 听到自己的努力全部白人 许凤心有不甘没想到堂堂伏魔宗大宗派居然这么不讲道理 想当初可是你许诺无条件扶持我们宗们 如今却出而反而对我拳打脚踢 看着天无锦一下下把气撒在自己身上 许凤也打算把天如运会内功的事情藏在心里 但尽管如此恶心的伏魔宗小教主打完还是不过瘾 他一把将许凤用来遮光头的头巾扯下来 看到其赠光瓦亮的脑壳 天无锦只是顿了一秒又再次对其拳打脚踢了起来 即使大伙都对这个伏魔宗小教主非常不满 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实力和大宗派对方 而挨打的许凤就更惨了 弱小的他只能在心里诅咒着打他的天无锦 和让他挨打的天如运 而此时的另一边天如运也好奇地问起白大夫会不会武功啥 虽说是摩依白宗有的弟子 但他也只从师父那里学习了医术 这确实是颠覆了许多人的认知 随后平静的环境直到凌晨才被打脱 天如运禀气名神着手练起了招式 一招一式铿锵有力干净利索 在空气中打得嗖嗖作响 这种身体素质和记忆能力让狂刀都不由的有些配合 没想到只是观摩了几次叠影步伐 几天下来就可以做到姿势精准动作自然 这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下一集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为师的叠武刀法 都惊叹这是个天才徒弟 因为自己的叠武步伐不光内容繁多而且要求严格 对人的各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看了这么短短的几招 狂刀对天如运的训练已经心中有数 展现下一世 天如运立马双手握拳开始调整气息 而能这么精准地做出动作 还得多亏身体里的机器人对动作的扫描 虽然可以一比一地做出动作 但他同时也担心师父发现端仪只能稍微做得慢一些 可是尽管再慢 他的动作精准度还是依旧如同教科书级别一般准确无误 这二十四招虽说分三个式 狂刀为了打好基础只对其交了动作 如今看到天如运衔接有些生疏 一旁观察的他也很清楚 就算是天才只用一周时间学习真的太短 想完全学成这个招式 凭借他的天赋也需要一到两个月 但这个结果已经大大超乎了自己的预料 这套动作练得不错 天如运听到师父的夸赞也表示感谢 随后师父再次递出了一张小纸条 而这个纸条上就记录着蝶舞刀法的招式 以及内功的运用方法 虽然师父非常想亲自教自己的徒弟 但是今天已经是你待在医务室的最后一天 所以这个功法只能凭借你的头脑和悟性进行参透的大感 那这个功法的练习我会在下次见面来确认 看到师父将独门武功传授给自己天如运万般感激 随后师父为了让徒儿更加了解蝶舞刀法 就向长刀的方向伸手 可就在瞬间一股强大的内力 就将其搜的一下抓取了过来 师父缓缓地将自己的刀从刀鞘中抽出 伴随着一股锐利的声音 剑身也不断散发着凌冽的寒风 这刀身的特别让天如运非常惊叹 随后师父也没客气直接将刀丢给了天如运感受 拿到长刀的天如运也仔细感受刀身的重量 这刀轻的离谱还没有两斤 但轻量化这就是师父狂舞刀的特性 随后师父也不再废话当场开始演示 只是轻轻一挥天如运睡的床铺 就被师父砍下了一个角 天如运没想到这么轻的刀身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而且这个缺口也是锋利无比太古的思议 随后师父就让天如运后撤几个 因为他要在离开前为徒弟展示一次他真正的力量 只见师父微微下蹲摆出了自己的架势 你可要看好了 为师的狂舞刀法 天如运也立马一会 波马斯准备动作扫描 下一集 妈的医学奇迹 师父展现功法在医务室狂风大作 徒弟在一旁用高科技疯狂扫描 就这样师徒二人练到了天亮 师父狂刀按照老路线啪啪啪地在屋檐上旁蹲 而这一切都被大护法和左护法在远处看得一清二楚 这段时间两人为了假装不知道此事是装得好辛苦 听到大护法要将天如运的二楼走廊更天护卫 但一旁的左护法感到非常疑惑 他不理解为何大护法被七公子如此照顾 而大护法只表示只有这样才公平 这番模糊的回答让左护法也瞬间明白 毕竟嘛 手心手背都是肉嘛 但大护法不打算继续废话 留下一句不要对主上存疑后 就化作了旋风消失在了原地 这般实力让李火明不禁感叹 不愧是风神只是呼吸间就消失不见 但话说回来难道仅仅过14天训练 就可以让这一切变得公平吗 这个情况让李火明在心里打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医务室的白大夫也对面前的少年产生了好奇 他不清楚天如运今天是怎么了 相比之前今天也睡得太晚了 但也考虑到出院后会很惊 白大夫也不想打扰到天如运的美梦 但此时天如运的体内其实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扫描迭武刀法的招式对身体经脉和肌肉进行了重铸 但就在半小时过后平静的医务室突然传来急促的咳嗽声 这一下就给熟睡的白宗明下了一跳 他立马清醒过来去查看病人情况 看到天如运此时趴在床边疯狂呕吐 白大夫也一时间跟着紧张起来 但呕吐的情况还一直在持续 这次肌肉和经脉的数量庞大让他的身体发生了剧烈的排斥反应 不干净后天如运的情况终于镇定了心 扶到床上让其躺好后白宗明也开始为他指败 但这急促的脉搏让白大夫一时有些没法理解 为何一个熟睡的人会有这样急促的脉搏出现 就好似透支身体的一般疯狂跳动 此刻躺在床上的天如运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来 口中也急促地喘着大气 同时脑机也开始介入准备稳定出现的副作用 下一秒天如运神情瞬间就变得平稳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这情况看得白宗明非常费解 这般握力和三小时前已经截然不同 现在自己的握力好似徒手能捏碎小行星 就算达到这个程度 一想起几小时前师傅展示出的叠武刀法 自己还是感觉有处的 在师傅手中的招式即便没有灌入内力 竟然都可以造成了一股无法直视的风压 这种实力真的太厉害了 下一集我学会了师傅倾囊相受的叠武刀法 师傅亲自展示独门绝技徒弟只能在身后惊讶连练 即使身体经过了科技的强化 但是想到师傅挥刀的那一幕心里还是不由的有些触动 不知道是何等的实力才能凭借动作就打出如此强劲的风压 虽然因为时间有限自己无法亲自教学 但经过了这么十多天的相处 狂刀其实也对天如运有了些许了解 他很清楚以天如运展现出的这番天赋 光看看就可以自行领悟 看到师傅倾囊相受天如运万般感激 最终师傅在离开前还是表示自己不希望弟子输给其他人 随着话音落下师傅一脚登出离开的医务室 而天如运也从师傅这感受到了关爱 他也下定决心不要让自己的师傅失望 随后他就立马开始了身体肌纤维转换 虽然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但天如运的能力也大幅上涨 手掌作剑在空中滑的花花坐下 然而就在他练习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旁边的动静 但奇怪的是这情况就如同透视了一般知道声音的具体方位 这种感觉让天如运感到非常奇妙 难道我的感知已经变得这么敏锐了吗 这也太棒了吧 看来是痊愈了 随后天如运也换好衣服贴好胸牌准备离开 看到白大夫为了没有病人而心会意冷 天如运也决定要给白大夫制造一点患者 简单的道别后天如运就开门离开了房间 站在门口的他也再次对白大夫表示感谢 因为没有他的事而不见自己和幼部法学习武功也不会这么顺的 而白大夫想要的患者 我天如运也会尽快把他们弄残然后送过来 在短暂的留恋后 天如运大步走向训练广场 时隔两周队员看到自己组里的另一名小教主纷纷讨论了起来 而最希望弄死天如运的天无警此刻还不知 面前走来的天如运已经和上次送进去的截然不同了 此时看到天如运的归来教头也感到非常开心 这下终于不用给上级写检讨 交代几句后就让天如运去一边穿戴装备随后归队 可就在和天无警擦身而过的时候 这个天无警又开始用嘴炮被气攻击 可都没等他骂出口天如运却主动无视了他 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得不到别人的在意让他非常难受 而这些其实都是天如运的计划之一 随后只见教头一声令下所有人进入状态快速一步 从教头的眼中虽然也深知天无警性格傲慢残暴 但可以同领学生做的有条不纹也是他的能力 而天如运休息这么多天可他的动作确实依旧很好 但他也没时间注意这么多 场上的训练还在紧握密鼓的进行 到了动作稳定的流程时 陆续都有学员出现承受不住浑身发抖的情况 但天如运此时的表现更让教头感到惊奇 一个病患怎么出来后比训练多天的学员发挥还要稳定 教头决定在观察一段时间 调整阵形围城半圆所有人整齐划一向前脉 就算经历了几番复杂变换天如运依旧稳得一批 这给天无警看的是咬牙切齿 他绝不允许这个崽子稳定发挥 必须要让他触点丑 随即就传音给到一旁的光头子鞋 两人沟通打算在三阶段对天如运动手 交互眼神随之就到了盾牌不振 健身插入盾牌之间的缝隙大火注意力都在前方的时候 身后的子贤也准备对天如运下手 他悄悄地抬起右脚准备给前面的天如运一点 不料就这靠近的时间就被他发现了 凶狠的眼神让子贤特别紧张 既然是以致死我上去就是一脚 去你们的小教主 但就是这么全力的一脚踹向天如运 但他的身体却被一道不明能量顺利补倒 随之造成的反作用力快速传回子贤的身上让他倒飞而出 可这股力量却出乎意料的强大直接给他震飞数十米 这是什么 下一集 事情越来越有趣了 这个男人本想趁着别人不注意给这一集 却不料对方拥有强大的内功将他的力道背数仿 强猛的力道将他的身体震的倒飞而出滑行了数十米 这情况给他下发命令的天无警都感到震惊 这到底什么情况 然而最吃惊的还是这个被震飞的当事人 他满脸震惊完全不相信那个七公子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内功 也就在这时教头也到他身旁查看情况 看到又是这个小子林教头的脸上全是不满 奶奶的 没想到他妈的又是你 80号学生正想起身解释却发现自己的脚掌一阵刺痛 强烈的疼痛才让他再次注意到了天如韵的表情 看到不远处的天如韵举着盾牌戏血的微笑 只用小脑思考的他瞬间就被点了 一时间牙槽就咬得咯吱咯吱狂想浑然都忘记了一旁就站着教头 这么干嘛呢 居然敢对教头咬牙切齿 欠揍了是不是 可他正想解释教头上去就是一棍 教头都没想到这小子年纪轻轻就活出了自信 而且我记得你压的就是上次被刺23号学生的那个家伙 但霍尔克把我忙碌坏了 既然轮到你的结束后来找我加恋 并取消三天的自由时间 眼看这个小子还尝试狡辩 教头也没有再好气 你一个普通弟子怎么花这么多 看到教头好像要动真骨 子贤也收起了自己那副自以为是的模样 眼看子贤被罚对天无景胡作非为感到不满的学员 纷纷都开始议论起起仰仗天无景的后台 如今自作自受悲惨经历 这个爱面子的天无景气得够强 他势必要将这一遭让天如运受到非人般的惩罚 虽说大火可能没有看到细节 但这却是让台上的李火明看清了天如运的实力 他大胆猜测那个光头服用魔龙团应该是达到了15年的内功 如今天如运能让他的内力反弹 这足以看出他的内力在15年之上 难道是那个耍酒疯的家伙教得好 一想到这里左护法就疯狂摇头了 他可不想这都是那个傻逼的功劳 但也有可能是这个少年拥有超强的吸收天资 服用丹药后造就了这半内力 这么一看合理多了 他怎么说也是教主的血脉吧 目前一个族里两个小教主实力相当僵持不下 看来接下来就有趣事发生了 随后大火都来到大师堂用餐 而就算到这里魔道的规矩依旧营用 喊完魔道口号大火集体用餐 这里的伙食相比义务室可是好上太多了 但就在他享用美食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道充满杀气的眼神 这个天武警就满脸愤怒地 看着天儒韵的方向移动 这让天儒韵非常不解 这个傻屌为什么这么恨自己 但相比六大派的那些手段 天儒韵也同样不会放过他 毕竟看着母亲一步步走向死亡 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必须让六大派都来感受感受 他下定决心今后必定要将他们全部踩在脚下 很快集体用餐结束 教头下令所有人原地解散 只有这个子贤被林教头单独拖去加恋 这有实力的感觉真的是让天儒韵出了口恶气 随后开开心心地走向了宿舍楼去 然而就在他朝着自己房间走去的时候 身后一道声音喊住了他 而这个人就是一直和他作对的天儒警 只见他以强者的姿态对天儒韵说起 你小子没我的允许 想进去门都没有 下一集再装我就动手了 拿我族谱来 给这个叫天儒韵写上世仇 没想到年纪轻轻成为别人眼光丁 对面绝毙就是不想让他好 但这对于从小命运多舛的天儒韵而言 已经是虚空见怪了 只见天无警带着自己的马仔气势汹汹的朝这里靠近 明眼人都清楚 接下来必定是有一场恶战即将开打 路过的人纷纷被两人的情况吸引了过去 而这传闻中的七公子名号 就连路过的阴魔宗天恒利都来了兴趣 此时眼看周围观众增多天无警也感觉时机成熟 是时候开始耍威风了 随后他快步来到天儒韵的面前嘲讽说道 你这肮脏的血脉躲在衣物是可还好 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垃圾话 可文言的天儒韵却没有丝毫的处理 他对发生的一切只是看在眼里 随后一本正经的问道 难道你是侮辱教主吗 看来你这情况是要谋反了 听到这般反驳天无警瞬间一蒙 他都不清楚什么时候骂到教主头上去 尽管多么意外天儒韵都不放过这个重点 大声的反复确定天无警就是在侮辱教主 这着实给天无警吓得不轻 与此同时周围的情况都变得吵了 大伙也就此时纷纷开始议论 这给天无警可是气坏 既然如今天如运让自己颜面全无 干脆直接动手让大伙知道自己的厉害 随即一把猛地抓起天如运的衣骨 左手作拳就要对气大打出手 可这时候一道迅猛的拳风 以出乎意料的速度趴的一下垂在了他的脸上 而这一拳也正是来自天如运的反计 被打中的天无警也因剧痛扑通一身跪倒在地 眼看血液一滴一滴地往下躺 天无警的情绪立马变得特别愤怒 他猛地一踏朝着天如运方向 打出祖传的伏魔空拳 但天如运却丝毫没有应接的意思 一个顺步闪到了几个身位之外 落地的瞬间猛地一蹬去到的屋檐上转身就跑 天如运会武功的事情 第一次透露让几个小教主都露出吃惊的神色 没想到这个近来还没有内功的家伙 居然可以使用轻功 但即便逃走被揍的天无警也不准备放了 命令小弟非得活捉了这个想法 几人闪身来到森林中 天如运的速度出奇地快在前面一个劲的加速 身后的几个小弟追起来都感觉有些吃力 但奇怪的是 前方的天如运好像是在控制速度一般和几人保持着合适的距离 难道是在引导几人到某个地方吗 可就小弟疑惑之于天无警带着愤怒搜的一下追上了底 此刻的他已经不想什么陷阱计谋 他现在就要尽快抓到这个小子 然后让他本身碎骨体验非人般的痛 下一集明天九点更新 小帅出品避暑精品 相信光的彦祖就点赞让我看到你们吧 打了人就跑我堂堂三少爷怎么可能放了 小脑掌炮的天无警跟上队伍情绪越发的激动 怀恨在心的他今天势必是要取了天如运的狗 而就在跳过几个树之后天如运也不再逃跑 一个顺势落在了前方的地面上 天无警紧随其后 看到身影停下甚至误以为天如运这个小子是潜力技权 可他不知道的事来到这里都是天如运的计划之一 只见天如运莫不作声刷的一下摆开架势朝着自己直冲而来 迅猛的攻势让他没时间思考了 眨眼之间一道蛮横的力道已经从上方直落了下 此等危险天无警也只能本能双手交叉被动防御 硬生生地吃下这一剂强力一锤 凶悍的力道通过手臂随之传来 强猛的力道将天无警震得在地上拖行数十米 他对天如运这般强度的攻击感到非常意外 直到烟雾散去 看清了天如运的驾驶天无警才明白 此刻眼前的男人已经和刚进魔道馆的废物有着天壤之力 简单从气息上感知这个小子已经不容小觑了 此时天如运眼看自己攻势打得对方乱了方寸 当下就一步踏出打算来个乘胜追击 尽管众多小弟及时赶来 但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忽然爆发的速度让他的攻击近到了几公分之内 蝴蝶刀法干净利索手掌作剑犀利无比 可就是这么完美的操控天无警的反应 还是让他非常吃惊 他没想到如此迅猛的攻势天无警 居然都可以凭借本能巧妙的 和危险擦肩而过的间隙还聚集力量 紧接着一道迅猛的直拳 结结实实地打在天如运的胸口 剧烈的疼痛让他咬紧了牙关 紧接着迎接他的就是浮魔空拳的组合剂 连续不断地攻击打得天如运有些措手不及 尽管此刻他已经用上200%的专注 可还是耐不住招式上的压制 强力的肘击打得天如运一时间难以招架 攻击的余力也让他的双脚在草地上拖行了数十年 直到应接夏天无警一记天如运才清楚地明白 自己和宗派弟子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而力量对手臂的影响也是极为明显 振振苏马感也在不断提醒自己 接下来要小心行事 接下来两人就进入了短暂的对视 双方都在评估自己战胜对方的概率 可就在天如运这看似下风的情况 他却再次施展先手打算先发制人 只见他加快了速度让自己的移动到达施展的寒影 突然提高的速度让几人都大惊失色 毕竟所有人都不清楚天如运到底会施展出什么样的招式 就在下一秒天如运一掌挥出直逼天无警的要害 可不料天如运反应即是一个下腰躲避的攻击 闪避的同时看准时机抬起膝盖 一记踢腿完成了反击 而被踢中的天如运在地上一阵翻滚非常狼狈 这就是天无警和天如运经验上的差距 尽管招式强硬动作流畅 决定生死的还是这些嵌入肌肉中的记忆 看到此等情况天无警也不禁开始嘲讽说道 你这真是学了点皮毛啊菜肯 下一集明天九点 最近在改写作习惯 更新会有点不麻烈 为了改善写作心理预期稍微等待一下 这个少年学会一身的武功 却依旧被人用在地上为他 没有实战经验让他在战斗中吃尽了骨头 他叫天如运是魔教的小教主之一 因为一阶段考试经脉破裂被送去医务室抢救 又护法狂刀被他出众的表现吸引 新生了爱才之心将他收为清传弟子 不仅在医务室的十四天里帮助天如运打通内功 而且还将顶级密集叠武刀法传授于他 本以为有了密集的加持本应打遍天下 不料经验不足让他的动作全被对手死死了 这时候天如运才明白原来做操和练功 其实有着天壤之底 他不服的气快速从地上爬起 可天如运却不想给他喘息 他攒紧了拳头继续起了能量 下一秒一招扶魔五连击迎面洗来 面对危险缺乏经验的天如运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可就在这时脑机却突然唤醒 仅仅在几毫秒内天如运的眼前无数攻势迅速上 紧接着天如运就恰如其分和拳风擦身而滚 他侧身摆开架势 后手抡起上勾拳顺势朝着下额打去 瞬间血液飞溅牙槽的碰撞坑吃作响 此时天如运也不清楚自己用的是什么招式 但这一下却是给天无警下的不轻 一个闪身去到十米开外 而根据脑机的解释这个功法叫拳击 是程序自带的防身武术 也考虑到天如运的经验不足系统建议他开启脚本斧 可以在毫秒内分析动作并做出反应 简单的了解了这套功能 天如运从正旗鼓打算开着辅助搬回一城 正巧挨打的天无警也已经愤怒至极 他咬紧牙关钻紧拳头朝着天如运又是伏魔七星拳 依旧是雨点般的拳风朝着对方打去 但这次不同的是天如运有了托马斯的帮助 已经将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他在漫天的拳风下轻松躲避 并且每次的闪避都能找准时机成功反击 天无警被一通乱拳打得有些迷茫 他不想承认自己被废物取代 果断开启回一杀增强实力 时间回到小时候 在他的记忆中天无警一直是母亲愿望的地图 由于自己母亲太过刁蛮教主 往往更天爱七老婆花飞 他将这一切过错全部归咎于是天无警不够优秀 为了不再成为母亲口中的废物 天无警努力暴涨 饱含热泪蓄出愤怒铁拳全力打出 可现实却是没能像回一杀那样把天如运一样 反倒是被天如运一把抓住额头一下砸进了头里 终于天无警已经无力反抗 天如运因此获得这场对抗的胜利 其余马仔看到这个结果都难以置信 毕竟这人两周前还是个连内功都没有的少年 但如今的功力却已经能将宗门弟子打趴在底 此时天如运缓缓转过头威胁几人是否也想挨打 闻言几个马仔齐刷刷的摇头 但天如运也没打算再刁难他们 几人慌慌张张张的跑来准备带天无警回去 可这时候天无警又嚷嚷了起来 让天如运给自己一个痛苦 考虑到接下来还要通过考试天如运 打算暂且留他一条响 毕竟他这个强化过的铁拳砸的天无警还是绰绰有的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天如运也不再废话转身离去 他在从林中快速移动回忆着刚才战斗的场合 他很清楚如果刚才不是机器人的帮助 自己可能已经命丧于此 想要成为爵士高手内功经验以及功法同等动物 想到这里天如运心里突然有些慌张 他明白就算是躲在魔道馆里 六大派留给自己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下一集明天九点更新 看看我精简的有没有好点 改了好几个小时 还有前面的片段可以等官方恢复 也可以重新发 没看过的评论区喊我一下 下一集新功能立体成像 武侠世界里带个高科技 这到底会有多变态 被自己下饭操作噎到的天如运反手 就来到一块铺里 为了增强自己的实战经验 他尝试借助未来科技开启前沿的人逼模式 伴随着数据的堆叠面前的男子逐渐显现 而此人正是刚才一番苦战的三公子模型阿三 人物构建完成 接下来就是调整攻击强度 强度越高他造成的伤害也会越大 那既然是人机 射个百分百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吗 卧槽怎么这么猛啊 这一下差点把我打得不运不运 而人机的能力可远不如此 不光还原了力道 而且斜眼看人的性格都给他完全复合 看到三哥满口的垃圾化 天如运也有些上头 我他妈的就不幸收拾不了你一个破机器人 随即两人就展开了一顿打洞 可天如运远远低估了人机的实力 活生生在这儿挨得两小时的打 但在这漫长的两个小时里也不是一事无成 至少创下了两百场生一场的宏伟战绩 其余通通都是三招内就干飞了 可即便如此天如运依旧有信心 在七天之内超越对方 在这挨打挨得差不多了 天如运也回到宿舍 可宿舍里的情况却大有不同 不光所有人给他让路 而且许凤对自己无视线殷勤 显然有些不坏 在天如运的质问下 许凤框的一下单膝跪地 表示之前是自己眼中 今后想为天如运大人笑命 听到这种话不光周围的人疑惑 就连天如运都感到吃惊 从没想到真的有人会自愿加入自己的麾下 看着许凤紧张的神情 天如运也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就在这时 门外就传来两道不和谐的声音 那人谴责许凤是狗都不如 天无锦一行人口无遮拦疯狂辱骂 可以许凤现在的实力 他敢怒不敢言 但这种行为却惹怒了一旁的天如运 他反问八十号 你和这种主动选择的人相比 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的才是虫子吧 此话一出八十号瞬间破防 既然骂不过干脆直接武力解决 可他殊不知如今的天如运 已经提升了两个等级 简单一个手刃就将对方劈倒在地 而这番操作也让小弟许凤 对大哥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 而才被干脆的天无锦也很失去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现场 目睹一切的学员都隐约感觉到天如运的特殊 默默将他也归为小教主的高度 时间来到七天后 这是二阶段考试前的一个抽签 队长陆续上台抽取对战场次 所有人都发现除了一对其余的队长都有了更变 特别是第八组的天如运 记得这明明曾经是个废物啊 怎么会成为队长呢 下一集 明争暗动 逆请小帅在家办公 开始大力写作文 点赞多小帅更新得快 八千点赞小帅就不滑水了 直接第一时间初下一篇 阿三逃课不料被小姐姐抓到 眼看后山四下无人锦越发放肆 只见露出本性的他身体靠得越来越近 可阿三怎会被他的美貌左右 当下就表示自己其实是个男头 如此浪费姐姐也感到非常惋惜 没想到这么好的猪早早就被其他猪拱了 但在离开前 他还是露出了手臂上的伤口 想告诉天无锦最近有刺客行刺 希望他最近不要单独修炼 也还没升到二阶段人就无了 说完姐姐转身就离开了后山 看着姐姐如此严肃天无锦的内心 其实对这个刺客也有些忌惮 但他始终不相信自己身为小教主的身份 还真有人感动自己一根毫毛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 天如运照常来到空地和人机进行练习 今天的他已经能和人机打个55拍 据AI的推断天如运再过几天 也将能完全战胜目前的天无锦 这让天如运信心大涨 而在天如运照常回宿舍的路上 他却听到了剧烈的打斗声 沿着声音的方向赶去 就发现是几人在这对抗 虽然天色很暗 但在夜视仪的加持下 天如运可以清晰地看到 是天无锦和蒙面人在打斗 这显然是遭到刺客的袭击 不被天无锦有所喘息 刺客直接朝着他快步冲来 高光剑影之间 阿三在两个极限闪避后 被破来到空中 仅仅是一个账面的工作 天如运就感觉出 刺客的身手非比寻常 虽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 但阿三的状态已经是杯水车心 在落地的瞬间 他的膝盖却突然传来剧痛 这种时候突发意外 阿三很清楚今天多半是难逃一死 而刺客也不打算错过机会 手中常见一箭刺出 可就在三公子要被他一箭戳死的时候 一旁的天如运 及时冲出吸引了刺客的注意 面对未知的情况 刺客调转目标使出横斩 可天如运在机器人的帮助下身法诡异 在躲避攻击的同时 竟然可以组织回击 一击肋骨粉碎权 让刺客立马感受到无比的压力 能有这样的反应 这绝逼是个高手 既然情况如此棘手 目前还是先撤为妙 随机一个闪身离开了现场 好在有天如运的道场 两个伤员也顺利回到宿舍 简单诊断后 两人的情况并无大碍 就是这天武警印堂发飞 这明显是一头鸡锻炼过多的征兆 目前也只能送去医务室做个绝育了 双弹不保我天如运只能惋惜 随后在教头的帮助 夏天如运也是背着伤员一同来到外面 借此机会 教头也告诉他 今日的刺杀并不偶然 接下来的时间 希望你自己把握 就是教头这么明示暗示下 天如运终于明白了教头的意思 原来今天本来就是不平凡的一天 下一集 刺杀谁不会啊 魔教并非什么正义门派 手段因狠毒辣才是他的风格 来到这里高层就希望 他们更像邪教徒一般杀法果断 在教头一顿内涵后 天如运终于明白 原来遭到违规刺杀是今日特别行动 在魔教规矩之内 既然你不不人 那我也便也不易 转眼间天如运也当上了刺客的角色 来到敌方阵营着手搞起了小动作 在夜视仪的加持下 漆黑的夜里一切都清晰可见 在这些人沉睡的时候 天如运上去就是一顿点血 随后用银针将他们经脉点刺 让他们暂时失去一部分行动能力 前边的行动特别顺利 可就在他来到六组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这屋子的人数竟然对不上 原本20人的团队这里只躺了19个人 这么看来今日下飞手的 极有可能是六组的队员 夜间行动结束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岛上 得知了扶魔宗的阿三受伤的情况 左护法师不仅没有生气 反倒是非常的满意 在我魔教守规矩只有死路一条 在一行人抽完签后 天如运也意外发现了 身后的两人左顾右盼的显然非常慌张 经过脸部骨骼扫描发现 对方的身体特征和昨晚的刺客完全匹配 明显这人必定要和自己有一番博弈 随后在护法一声令下考试开始 一对势气高涨以斜线队形展开攻势 双方短兵相接三队的力量明显不足 很快右侧的队员节节败退 警示在一回合内就被对手全部拿下 接下来就是天如运的队伍 虽然大伙都对他的实力发出唏嘘声 但他丝毫不理会周围人的眼光 简单的振作士气后 双方的对抗一触即发 队伍的前头是两名队长带头冲锋 老六组织进攻队形 打出一记蓄一顿机打算破阵 可这道灌入权力的一记 却是在一阵暴想中归于瓶颈 让他没想到的是天如运 居然纹丝不动的接下了这一击 而这般提升还是要感谢他的师傅 给他铸造的内功 几人攻势以破天如运立马下打斩 才包围之势 所有队员以最快的速度将对手围在其中 快速变化的形势 老六的队伍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几个呼吸间他的队伍 就被其余队员围在中间 这种情况显然已经必死之局 但凡你不是主角都没可能突 可老六却心有不甘 身为小教主的他不能接受被废物打败 当下一咬牙决定用武力攻破 不光夺回尊严还要废了这个天如运 只见他的身上内力流出 抬手之间一道破弓剑气直出而来 天如运剑撞也毫不客气地丢去盾牌 双手持剑施展叠武剑举 两刀对拼碰撞无数火花 虽然公认天如运是个菜鸡 但仅仅是几招老六的身上已经到处出血 直到天如运使出叠武24时 老六他恍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好像不见了 而回头看向空中 离家出走的正是自己的手臂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所有人都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紧接着整个训练场都响吹了女人的尖叫 女人被当场断了臂 男人却只关心自己的武器 受了这么重的伤可别把我武器弄坏了 而天如运没有一丝的歉意 毕竟刀剑无眼在魔道馆中更是如此 能留你一条性命已经是给足了面子 可就是刚才的剑爵未能施展完整 让他感到着实可惜 看来还得找更强的武器 才能完美衬托这套功法 台下的大伙都给天如运一顿夸赞 台上左护法也将少年的战斗看在眼中 作为最了解狂刀的左护法 他怎会不知这套功法的难度 能在这么短时间完美复刻这个功夫 这难道不就是武学天才吗 看到少年从小便有这番断臂的胆识 左护法心里不由的联系 真是错过了一个好苗子 考试只是过半比赛即将继续 七组队员一瘸一拐来到场上 身上的内伤传来阵阵剧痛 这种感觉让八十号对天如运 这个人痛恨至极 可这时的天如运摆出一副 你恨我却杀不掉我都没有 让他整个人都感觉浑身蚂蚁在爬 正巧这时六组队员贸然进攻 八十号直接双手握剑 带着全身的愤怒全力一抢 只听砰的一声盾牌 被搜的一下挑到空中 下一秒一道血光刺穿了对方的身体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考试 就这样死了两段 瞬间就给其余队员吓得直接放弃 可这些人殊不知自己承受的愤怒 可都拜天如运所赐 赛后的高层办公室中 教头向馆长汇报着此次入选的名单 虽然这一届的入选比往年少了很多 但这就是魔道馆的规矩 今后自求多福吧 第二轮考试结束 成功的学员都按要求 集体来到藏书阁前 由于上次进阁天如运 还在医务室措施了机会 现在大部分的学员 都是陆续赶往二层 但作为护法清传弟子 已经修得上等功夫 这一二层不去也罢了 而且自己有机器人协助 一次扫描个一两层 这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在进入密集书房后 天如运概念的开启量子阅读模式 扫描完成 扫描完成 仅仅半小时的时间 他已经扫描了包括 《心法剑法》55本密集 可正当他打算看看藏书阁内侧 有些什么好东西的时候 一块巨大的石碑出现在他的面前 天如运非常疑惑 他在心里猜想 这石碑版书房做什么呢 男人哗哗翻着书展现量子阅读 一旁还坐镇着一个持刀守卫 很明显这个石头非比寻常 天如运沿着边缘观察着石碑 可就在他一脸好奇地从石碑走过时 守卫却突然出声对他说道 这个石碑是本叫天魔祖师留下的东西 听到天魔祖师的名字 天如运一脸震惊 他立马开始仔细打量起 这块不起眼的石头 随即守卫也出声补充 此物是轻玉石 普通人用剑都难以在上面刮出伤痕 可石头上却刻印着一手石 从程度判断 这极有可能是天魔祖师用手 在上面刻出的痕迹 即使世间最强无折也不可能完成 不知祖师已经达到多么恐怖的内功 可以徒手完成这样的事情 说吧 护卫缓缓坐回椅子感叹道 你能发现此物 也可能是你和祖师大人血脉相连的结果 我守在这里已经超过二十个年头 不光是普通人 就连历的天家血统 也无人观察过这个石碑 其实天如运也是差点就错误 但这石碑和书房秘籍相比 可不是毫无用处 简单交代后 天如运打算继续背书 可就在他在回头留恋的时候 突然注意这石碑原来还有另一面 这一面上错综复杂的刀痕 仿佛在掩盖什么信息 天如运靠近石碑开启痕迹分析 在复杂的数据分析后 机器人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不光上面的痕迹皆为剑痕 而且上面复杂痕迹 居然是不同的两个人造成的 可只是光凭肉眼观察着剑痕 是看不出端移 还得借助机器人进行深度分析 托马斯开始扫描剑痕 并用三维模式实景展现 下一秒天如运的视野中立马出现无数白线 无数剑痕都被他一条条标记出来 可就是这样筛选天如运 还是无法区分两者的剑痕 难道这杂乱的痕迹 就是为了掩盖之前的信息吗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天如运让托马斯尝试先解除后者的痕迹 保留最先的剑痕 眼看一条条剑痕在眼前逐渐消失 天如运脸上震惊的神色逐渐浓郁 这果然不是单纯的剑痕 这是无数招式构成的剑招啊 少年四处乱逛意外发现一块石碑 他用科技对杂乱的痕迹进行分析 惊奇地发现上面的痕迹其实大有来头 仅从其中连贯的规律天如运就已经可以断定 这绝对是无数剑痕结合而成 只不过以自己的剑痕现在是完全无法参考 既然无法分析干脆让托马斯试试 指不定高科技会有更好的结果 随后天如运呼出托马斯 询问他能否通过分析剑痕还原墙上的招式 虽然托马斯声称可以办到 但是还是要得知先前挥剑人的力量才行 目前需要清御时的密度信息作为参照 但这一下就难倒了天如运 没学过几兔同龙的他完全想不到办法 难道靠我打碎他吗 可就在这时护卫发现天如运还在研究 主动上前聊起自己的听闻 他望着杂乱无章的剑诀感叹道 相传在这可是有人获得了天魔祖师的独到剑法 应该是为了独占心得才出此下策 随即按照托马斯的指示将手摁在石碑上 紧接着他的掌心突然传来密集的刺痛板 很快评估结果就已经完成 此物以钻石为满分标准 清御时的硬度到达了7 属于非常坚硬 天如运摸着石头不仅感叹 能用剑在上边留下痕迹也是世间剑线的存在 可这时候耳边却响起托马斯的声音 硬度分析完成结合剑痕为凝生成动作立体影像 在他身旁一个人类虚拟人物出现在了天如运的面前 着手开始演示剑技动作 人物短暂凝神刷的一下一键刺出 他的速度极快动作接连不快 一道道剑锋在面前刷刷作响 剑技快到离谱 天如运此刻是无比震惊 可这时托马斯出声提醒 此套剑爵以蝶舞刀法为基准 根据动作分析实则为同一招 顿时天如运的内心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很清楚蝶舞刀法的难度 而仅仅这八十师傅也花了整整半年才完全掌握 属于是非常超群的剑爵 都是稍后再进行转移 其实也应该感谢那个喊住我的守卫 不然真的错失了这份绝世剑爵 说罢天如运哼的小曲就打算离开 可没走几步托马斯却突然出声表示自己在隐藏的剑痕中 分析出了四十五个相连剑招 什么 另一部分乱痕也是剑招吗 少年遇到一块满是剑痕的石碑 经过数据的分析 发现在乱痕的掩盖下居然蕴藏着一套无上剑爵 天如运怎能想到 一个小小藏书格居然蕴藏词等保护 可就在他收获剑爵心满意足的打算前往二层 这时托马斯却突然出声 对剩余杂乱剑痕进行分析 发现其中有特定痕迹规律 共四十五个动作组成 什么 却另一部分也是剑招 这个发现让天如运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道后半截的剑痕并不是为了掩盖先前的信息 托马斯立刻把最新的剑招进行实景展现 紧接着天如运的面前和先前一般出现了一个虚拟人物 在短暂凝神后剑气 工作快如闪电 攻势密集如风 随着剑气逐一失 悼悼的剑刚刻印在轻石上爆发出巨大的暴行 天如运的神情逐渐变得震惊 这就是已经接近完美的剑爵了 天下无敌的剑爵 结 结束立体影像 此时的天如运惊魂未定 这番剑技的展示仅仅是观摩就已经吓得一身汗 很难想象和他们对抗会是什么样 对了托马斯 你能给两个虚拟人物用这两套剑爵进行对抗吗 可以 即将开启对抗模式 下一秒黄绿两个人物已经摆好架式出现在天如运的面前 简单对视后立马开展了剑技 刀光剑技之间两人的实力息骨相当 可就在下一秒45式剑技 仅用一招就斩断了对方的脑袋 这种情况更是让天如运大惊失色 明明刚才还感觉无上的绝世剑爵 竟然这么快就被后者攻破了 这么看来墙上的剑痕是先被钻研许久的成果 感受到这两套剑爵的强度 天如运主动询问守卫在哪里还能找到像这样的石头 从守卫口中得知这石头每层都有 天如运头也不回地快步赶往了二层书房 这里却是比一层热闹许多 不光众多大宗派弟子在此背书 就连六大宗派刀魔宗的天柳灿也在其中 可天如运来此并不是为了这些垃圾功法 他的目标是这块被无数人忽略的绝世剑爵 二楼的藏书阁之中所有人都在背诵秘集 只有这个少年默默走到这座无用的石碑前 参透石碑上绝世剑爵的奥妙 有了第一层的经验 天如运轻车熟路地绕到石碑的后边观察起了上边的痕迹 而事情果然和他预想的一般 在轻玉石的背面已然布满了杂乱的剑盒 这层的剑爵相比一楼做了更多的研究 依旧以升级的二十四式作为升级基础 再以五十六式作为破解剑招 很显然这次是比五十五式更加完善的招式 虽然天如运现在响立马确认他的强度 可二层人多眼杂 他还是决定先保存剑爵等回去后再做研究 不知不觉就获得四个爵士剑爵可真是收获颇多 剩下的时间天如运决定在扫描几本书 随即就在二楼开启量子阅读 翻书的花花声接连不断 在他周围的人被他的噪音搞得无法关注 学员们的心态在花花声中逐渐崩溃 而天如运在剩余的半小时里全速阅读 全然不知旁边的少年已经盯上了自己 此刻已经扫描上百本功法的派 依然记得师父的教诲 虽说蝶武刀法排名前十 但你也切记不要太过嚣张 无论你天赋多高没有反复的练习和实战的加持 你掌握的功法也将是形同虚设 这些话在天如运的心里明刻 所以天如运决定用托马斯的虚拟人物 好好提升一下实力 随着天如运离开藏书阁 教官也为他的名字画上了圈 在他临走前教官出声提醒 好像有人问你什么时候出来 这一下就引起了天如运的兴趣 但教官又露出一副不愿多言的模样 天如运也不再好奇 相比神秘人这二阶段的练功房可太有吸引力了 然而就在他快步走向练功房的时候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挡在了他的面前 而来人正是那天的刺客八十号学员 他此次前来就是要对天如运实施报复 只因为天如运当时把他的队员腿都戳去了 看着杀气腾腾的八十号 天如运就搞不懂了 同样下黑手你怎么就这么大一领男 要不是你去当刺客了不然连你一起炸 可面前的男人却完全不废话 摆出架时就打算进攻 感受到压力的天如运也立马进入战斗姿态 可就在两人剑拔弩张的时候 一道声音喊住了他们 喂 看来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少年赶往练功房却在途中遇到劲敌 对方懒得废话摆开架时打算出手 可就是两人的战斗即将一触即发的时候 另一位少年突然出现在了他们中间 而来人竟是刀魔宗的天柳叹 虽说老五是宗派清传弟子 但表现的姿态却是异常的谦卑 简单地向八十号锯了一弓 希望他能稍作等候 让自己先和天如运处理钥匙 即便八十号对这一举措感到吃惊 可他也是性格孤傲之人不接受这个提议 既然你不长眼挡在中间 那你就和天如运一起去死吧 随即他的手掌画电猛地挥出 然而这道强大的剑气划破空气 却在老五的脖梗处停了下来 他始终还是小瞧了大宗派的实力 老五只是简单地一拍一看 八十号都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来到了生死边缘 这套破解动作天如运是看在眼里 他深知面前的少年功力不浅 而且在战斗中 老五还从对方不协调的动作中发现了伤势 八十号意识到了双方的差距 非常是像的离开了此处 在他离开后 老五转身就朝着天如运走 而目睹全程的天如运 为了自保悄悄地激活了战斗辅助 但面前的老五却没有要战斗的意思 他只是双手一拱露出了一副友善的模样 表示今天前来只是想和自己的兄弟打个招呼 听到兄弟这个慈天如运感到无比的滑稽 不知从小到大遭遇六大派的打压 何来兄弟之说 看到天如运完全不吃这套 老五也只能换了个方式套进了 他表示习武之人并不同于六大派的恩怨 而且你前段时间的断臂我感觉你超勇的 现在我是你的头号粉丝 可这番胡说八道在见惯了谎言的天如运面前 显得特别虚伪 他怒喝到你就少废话 直接说你的真实目的吧 眼看天如运如此直接 老五也感觉没必要再掩饰 我想要你加入刀魔宗 他的脸上立马变成了凶狠的模样 压抑的气息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 看着老五一口一个兄弟极力解释着对自己的关切 天如运怎会不知老五只不过是想要自己退出教主的争对 听到这番解释老五露出一副不知所以的笑 好似他内心不是这样想的一般 但下一秒他瞬间又变成阴狠独辣的模样 他质问天如运 这要求对你来说很难吗 紧接着不等天如运出生老五再次开始化病 为其勾勒未来美好的愿景 但天如运早已受够了这个殷勤不定的男人 他用非常坚定的口气拒绝了老五的请求 而被拒绝的老五也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一时间这个环境变得异常的安静 这里只有微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 这显然是战斗前的宁建 终于老五绷不住了脸色一尘身上的能量快速聚集 在短暂的沉没后老五的周身能量迅速暴涨 而在天如运的眼中 他那只聚集能量的右手已经被白色提示标注了出来 从上边迅速上升的数值天如运清楚地知道 接下来显然是一场苦战 不等老五抬起手臂 天如运已经随着托马斯的提示一步闪到两米之外 看到天如运如此警觉对面的老五又开始大笑了起来 虽然托马斯提示对方的能量正在减弱 可这幅皮笑肉不笑的模样让天如运有些捉摸不透 此时的老五双手插腰摇着头感探视与愿违 但他抬手之间能量却又迅速聚集 天如运都没料到这个小子居然这么狡猾 都没等他反应过来 老五的右手已经朝着地面斩去 伴随着碎石花花的散落 一道青蓝色火焰赫然出现在老五的手中 能量划过的地上通通留下了一条十里米宽的沟壳 而这便是剑气化形 是顶级舞者才具备的能力 但他此次亮出刀器并不是为了杀人 仅仅是为了让天如运认识到两人之间的差距吧 说完老五就背着手离开了此处 这展露出的刀器确实打破了天如运的认知 他本以为打败老三自己就可以和小教主平起平坐 只是没想到小教主之中还有如此恐怖的存在 随后他下定决心今后的实力必定要凌驾所有人之上 而刚走不远的老五同样心有不甘 先前打算用刀器断了天如运的手臂 没想到这个天如运竟然反应如此迅速 还没凝出刀器就被他闪到范围之外 只能住院你下次会不会这么好运了 而这时候天如运已经来到了练功房 他找了一间无人的房间熟悉环境 这里是长宽两米组成的房间被一盏蜡烛点亮 周围墙壁厚实是一个练功的好地方 随即天如运找了个空地原地坐下 开启了虚拟人物展示 他这次是要感受下二层石碑的剑爵有什么特别 可往常一般虚拟人物缓缓出现 在短暂凝神后人物抖刃 不过只是前面几招天如运就感觉出了差距 不光速度上有显著的提升 而且剑招规律也变得难以琢磨 随即天如运开启了对练模式 让前面的剑招一次和五十六剑招进行对决 其中最好的成绩以一招之别死于剑下 而最惨的在照面就被五十六剑招当场秒杀 天如运很难想象这是何种等级的剑爵 这时候他突然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见识过无上剑爵的厉害 天如运的内心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用自己的蝶舞二十四式对抗这爵士剑爵五十六式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知道蝶舞刀法位于什么水平 在下一秒天如运的脑海中就出现了两个深意 一刀一剑显然是蝶舞刀法和绝世剑爵 两人短暂凝神随后一步踏出 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 刀剑相接碰撞出无数光光 由于天如运调动了全部的经历 全然不知他的身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在这个期间不光脑内神经被迅速激活 而且他的丹田也在不断地增加 一小时过后 天如运从星象中猛地苏醒 幻觉带来的真实感把他吓出一身冷汗 稍微冷静之后 天如运很快就感受到了身体的不同 简单运转了内功天如运惊奇的发现 不光身上的内功意外增加了十年 而且蝶舞刀法的掌握也有突破 随即天如运就对着空气比划起刀法的招式 不仅破空声变得更加犀利 而且他的手上隐约也泛起了蓝光 我难道也剑气划行了吗 虽然现在还未形成剑刃 但天如运有信心在一个魔龙团的作用下 完成那剑气划行 经历了星象的顿悟天如运训练的时间 已经所剩不多 而这套剑爵强度却又太高 身体转化需要足足五个时辰 训练的事情只能作罢 天如运打算先把剑爵传送到脑海 回到宿舍休息明日早些出发 刚进宿舍天如运就发现有许多学员还未归来 他正感到疑惑就看到许凤手拿文件上前招呼 原来大伙在藏书隔完成功法背诵 就都去练功房默写练功了呀 看到许凤努努力的样子天如运对他充满了希望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天如运大老早就到了练功房开始重塑身体 从麻醉中醒来后 他和往常一般出现了副作用 在托马斯的介入下 天如运的情况终于有了好转 但不知为何他这抬手之间都感觉异常的陌生 稍微一握拳一声低沉的闷响从掌心爆开 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 可比叠武刀法的时候强上太多 简直强得不像自己的身体 然而脱去外套情况更加离本 他的肌肉比之前更加完美 腹肌快快分明如同搓衣板一般 拥有如此强壮的肌肉 天如运打算斗胆试试他的力量 他把目光投向面前的墙壁 殊不知墙后正是那个四处搞事的八十号 天如运深吸了一口气 手中的拳头向身后缓缓握紧 此刻八十号还沉浸在被人碾压的阴影中无法自拔 就在他还想着做大做强的时候 身体居然陡然裂开 大量的碎石以及极快的速度砸向修炼中的八十号 被石块砸中的八十号意识逐渐模糊 但在昏迷之际 他居然坚持看到了那个疯一般的男人 狗逼我和你没玩 为了测试这副身体的强度 天如运朝着墙面一拳打出 原本坚固无比的墙体上瞬间爬满链 墙面竟然突然爆开 大量的碎石倾泻而出 不断砸向八十号的身体 即使他的意识快速模糊 但在昏迷前还是看到了那个男人的样子 天如运 而这道巨响同样引来了负责人的道场 他们快速将八十号带去医务室治疗 同时对天如运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还好八十号小子活着 不然你就要被开除了 虽然天如运虚心接受了批评 但今后的他将只能在地下室练功 看着天如运朝着地下室走去的背影 教官心里也不由得有些佩服这个想法 能用拳头打穿断式时 这个少年的内功绝对不容想去 而天如运也是非常无辜 他也没想到自己一拳就给强打穿了 而且还差点把八十号顺带弄死了 这些却仅仅只是模拟了石碑上 那位大能的肉身霸 如果有了运气路线 他将会更加强大 随即天如运调动出内力 开始着手练习绝世剑绝 可仅仅只是练了三个动作 天如运就感觉出了动作的古怪 随后他又再次尝试了一遍先前的招式 这下他很肯定这绝不是绝世剑绝的感觉 不甘心的天如运反复尝试 一楼石碑上的破坏剑式 在多次重复的练习下 这下招式的学习终于有了进展 但奇怪的是他展示出的绝世剑绝 却始终没有给人演示中的那种压迫感 为了导清楚其中的原因 天如运召唤出虚拟人物和自己的表现做比较 虽然招式上的动作完全一样 但其中的衔接却是相当的左色 这显然是缺少剑绝中某个核心要素 在一顿思索后天如运意外发现 师傅传授舞刀法的时候 好像附赠了运气路线 然而这套绝世剑绝怎会没有呢 天如运就很不明白前辈留下好好的一套见诀 却不留运气路线这是想干嘛 郁闷的天如运气呼呼地坐在地上 尽可能回忆自己是不是漏了什么细节 想到石碑的正面有一首诗句 他立马让托马斯展现石碑的画面 他深度怀疑前辈是将运气规律藏在了诗句之中 大风起西云飞扬 威加海内西故归 这难道是一首藏头诗 仔细对上边的字体进行扫描 托马斯却意外地发现 每个字的下边居然有不同数量的小孔 这难道就是学位路线 没想到一块普通的石碑竟然蕴藏巨大玄机 在诗词的下方的一串奇怪小孔 让天如运感到些许好奇 倘若这是运气规律 那这四个点最有可能是学位信息 随即天如运快速查阅了先前背诵的学位大权 可这个四号学并不是丹田未知的气海学 这种情况就很奇怪 不从气海运功难道是方法不对 但疑惑中的他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 他发现大字的笔画加小孔 正好是气海的七号学位 随后下边是九号十四号紧接着二十三号 看着学位逐渐跑遍全身 天如运的嘴角是不自觉的上扬 这一刻天如运终于找出了这套功法必备的运气路线 他放声大喊我他娘的真是个天才 在晚饭之后 刚吃饱的天如运正打算回去训练 可就在这时身后一道声音喊住了他 那人赶忙上前双手抱拳 声称自己叫连波 希望天如运能抽空简单和他切磋一反 可是天如运并不想在考试前浪费时间 果断拒绝转身挤走 但连波却紧追不舍并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条件 他将第三阶段的考试信息作为条件 声称只要能战胜他 他就将所有信息一并告知 天如运停下了赶路的脚步 但并没有表现得很有兴趣 他只是不明白这个少年为何要挑战自己 难不成是有十分的把握 而连波却是表示自己身为上层的刀剑宗派 不过是想挑战一下 那可以断人一臂的刀法吧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那你可别后悔 话音刚落连波的速度陡然加快 夸夸夸的几个灯部就来到了天如运的跟前 他自信满满地对着天如运 撤开强势的进攻 可是天如运展现出的鬼魅身法 让他有些束手无策 可就是他气急败坏开始胡乱攻击的时候 天如运抓住破绽一记回天 就将少年直接劈到了空中 后劲到达的瞬间少年已经破体 在空中飞了数秒后 便如傀儡一般随意地摔在了地上 直到这个时候 天如运才意识到自己好像又失手了 此刻他内心慌的一批 这人不会这么不耐打吧 一掌就劈死了 没想到只是轻轻一坦对手 就差点被抬进地府 天如运的内心慌的一批 一天弄死两个学员 他不知道怎么狡辩 好在这个叫连波兽的伤 只是看着严重 在内功的帮助下 他依旧可以照常起身 但他是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和天如运的差距会如此之大 只能猜测可能是教主血脉的缘故 而他如此大费周章 其实同样是为了三阶段的考试 虽说左护法表明了 今后不再会有分组形式 但是想要顺利通过下一阶段的考试 学员们依旧还需要自行组队 其中的缘由是上级无准耐严苛的两道要求 需同时具备30年的内功和一流的武功 在内功方面 即使达成的学员只占两成 但是凭借魔龙团的帮助 大部分学员都可以轻松到达 而一流武功才是其中的关键 根据历年消息 魔道馆会附赠一本名为 剑魔剑阵的功法攻击大家学习 而这套功法的特别之处 就是可以让剑是具备越级挑战的能力 曾经有听自己父亲介绍过这套剑阵 他之所以强大权 是因为他那套独特的人数系统 人数越多他的力量也会越强 而其中108剑却是更加的离谱 完全成型的阵法 竟然跳两级抗衡爵士高手也不在话下 如此看来 这最低12人的基础剑阵 就是这次考试的核心 但相比人数的要求一流阵法的难度 是远高于剑招 而且这次队长的出现多半也在几位小教主之间 所以联波先前才提出比武建议 提前来投靠一个实力靠谱的队长 虽然联波的这番话非常合理 但天如运总觉得哪里有点说不上的古怪 毕竟其他小教主也同样从二阶段入围 而联波这种实力可以投靠的阵营 其实有很多 在天如运的一连串置一下 联波说出了自己被其他队长拒绝的事实 并一副可怜的模样 急迫地希望天如运能收留自己 看到如此真诚的少年天如运微微一笑 而联波却将这个表现视为同意 立马下跪以表感谢 不料接下来迎接自己的是一句干脆的拒绝 紧接着天如运一步闪到山林之中一顿急迟 而他刚才拒绝联波也并非不需要队员 只因联波面对问题的两次犹豫都被分析出撒谎了 甚至在问到目的是撒谎的概率居然高达了62 这人显然是不可用 而且他能说出同为持刀之人的屁话就非常的可 口口声声追求刀道却只找了两个剑宗做投靠 这刻意避开老五的刀魔宗显然就有些可笑 而同一时间的一处角落 听了联波的遭遇老五是哭笑不得 少年一心追求刀法却是找了两家剑道做投靠 字里行间天如运都不禁对他的身份感到怀疑 而被拒绝的联波也在第一时间找到了老五 而老五听完他的遭遇哭笑不得 我就说这个天如运没有这么容易搞定吧 那既然计划失败你也滚蛋吧 收到这个决定联波不甘还想继续争取 但老五却表示自己并不是针对猛 护光你联波 其他在座的废物都将被我开除 跪在地上的联波彻底绝望 无助的他只能抹着眼泪隔自离开 但他带来的信息却是让老五心生计的 也不知这一招就秒杀联波的事情是否属实 而同一时间的地下练功坊中 得到消息的天如运也在考虑着三阶段合适的人选 即便这个考试的内容不是官方信息 招人的事情也确实需要提前准备 但天如运清楚 倘若这些要是没有实力的支撑 那一切都将会沦为空谈 随即天如运果断将所事抛之脑后 全身投入训练之中 他调出一二层的功法秘籍 让托马斯将功法投射在对练目标的身上 如此一来自己就获得了一个合格的对手 很快天如运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虚拟人物 而这人正是陪他训练了十几个日夜的老三 可即使已经给他灌入了五五剑口 但他那骂骂咧咧的态度却是一点没变 下一秒满口垃圾化的老三快步来到天如运的面前 熟练的五五剑招在空中嗖嗖作响 强势的进攻让天如运立马进入了状态 他抓住破绽反手就是一记手刃 老三的身体居然承受不住力道突然变形 紧不鼓折老三身亡 这啥呀 我记得三天前只是劈倒在地啊 变得这么强天如运也很无奈 没想到这么快就感受到了无敌的寂寞 那既然一个不耐打那我就打十个 下一秒天如运的面前陆续就出现了十个分身 他们从左到右分别具备刀剑拳法以及脚法 别狗叫了 一起上满 同一时间十个分身瞬间袭来 面对这种等级的围攻 天如运也只能拿出叠五刀法的最终剂前去对抗 孤高的剑气下只是一招四个分身瞬间毙命 可不等他回过神四道锐利的攻势已经近在咫尺 天如运没有时间犹豫下一时的跳起闪躲 可他却远远低估了这屋身体的强度 哐的一下就撞到了天花板之上 顶接着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从地上爬起的天如运没时间关心自己的伤势 他看向头顶的天花板不停叹息 完蛋又闯祸了 哐的一声巨响楼上的教头纹身感 看到天如运的杰作他人都傻了 好好地练功你上天花板做什么呀 面对批评天如运只能不停地道歉 但是教头基于他到处搞破坏 还是决定免去他个人练功房的使用资格 可教头却没有直接给他赶走 而是领着他去到练功房对面的大楼之中 这里的装修也是练功房的模样 整栋楼都空荡荡地显然还未对外开放 虽然大楼的整体体积只有对面的一半 但是房间的空间却是翻了整整一倍 考虑到天如运搞破坏的实力 高层也提前将四阶段的修炼房开放 给天如运这个想法 紧接着教头敲着墙面说道 这里可是隔世时建造而成 你要能把它弄碎那你可就太牛逼了 从今以后你就在这里搞破 哦不对 是安心修炼吧 天如运双手一拱以表感谢 在教头离开后他再次开启了训练 来到新的环境 天如运也将自己的对手设置成了师傅 因为现在只有这样他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他将功法设置成为叠武刀法后 虚拟人物缓缓显现 看到师傅的瞬间天如运甚至有点紧张 但他还是很想领教下魔教十大强者的实力 而这是虚拟人物却摆出狂刀的模样说道 你小子是在为师面前以下犯上吗 徒弟修炼需要师傅冒犯了 天如运毫无保留搜的一下一剑刺出 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是完全伤不到师傅的程度 但他没想到的是师傅面对自己的进攻 竟然只是用基础剑招就将攻势全部化解 紧接着的一剂粉碎掌击瞬间就将天如运打到空中 而趁着制空的时间师傅也取出鸣刀快速聚起 可都没等天如运粘到地面 师傅的剑刃竟然已经完成凝聚 紧接着只见师傅猛的回身 施展出一剂叠武刀法之 叠武器连斩 空中的天如运刷的一下 直接被剖析了身体 而刀剑上的余力带着天如运是直直地撞向了后面的墙壁上 天如运是万万没想到魔教前十的实力是这么的恐怖 而且只是模拟了冲击力 自己这副钢铁之躯居然都出现口吐鲜血 但好在托马斯可以快速为他治疗 很快天如运再一次从地上爬起 我他喵得就不信了 一个虚拟人物我还打不过 全新的练功房中 天如运选择让师傅做自己的对手 也借此机会见识一下魔教前十的实力到底如何 而面对进攻师傅只用了基础剑招就将其轻松化解 紧接着用出叠武器连斩将其斩于空中 这时天如运才彻底感受到了绝世强者的强大 如此简单的招式竟能让他毫无招架之力 可即便师傅再强天如运依旧不服 看着师傅得意地耍着长刀 天如运依旨作剑摆出了绝世剑爵的招式 而师傅也好似感受到了战役扛着大刀直冲而来 天如运将石碑上的剑爵逐一施斩 一时间刀就相接两人的对拼性能七十相当 而在多回合的对拼之中 多段式的绝世剑爵正比模拟的那般比叠武刀法强上一些 可就在天如运打算按部就班地用最后一招终结师傅的时候 他的剑刃却停在了师傅眉间一指的位置 原来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两刀剑气完全贯穿 如果是真刀此刻的他必定失手分离 下一秒强大的后定随之到来 瞬间就将天如运损到了墙上 他没想到自己以死亡的代价居然只是换取了师傅全身的轻微擦伤 看来即便有剑爵上的优势也弥补不了自身的水平差距 为了变强他定下远大目标 要在四年内成为超越师傅的存在 时间很快过了三天 魔道馆也到了三阶段的会议 而三阶段的考试项目正是先前得知的12人见证 而运转这份见证也必须拥有一流水平的内功 为了帮助学员完成名剧 魔龙团也会在今日发放给大家 天如运真的没料到联播那小子情报居然完全属实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选队长了 然而这次的队长选择却也不同 此刻站在所有人对面的一排教头身上都有标签 这次只要能从教头手中取走标签 那就可以成为队长选择队员 话音刚落大部分学员的脸力马搭了下 他们纷纷表示这简直不可能 能打赢教头这显然看滑街 但面对左护法的质疑这些怂包又鸦雀无声 广场上回荡着左护法的问题 有没有人想现在挑战的 左护法的这句话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人回应 看来这届一个有感量的都没有 而就在这时一只手举了起来 是玄魔宗的小教主天武警申请出战 紧接着八组的天如玉 十二组的白鸡都打算斗胆一试 这下左护法就来了兴趣 看来这一届还是有点看点啊 学员们纷纷向教头发起挑战 只因为战胜教头才能获得子归的机会 随着学员陆续出头 教头队伍也走出四人上前应战 左护法一眼就变出了几人的身份 他们新教部宣一起出现 显然是要给自己的组员大量放水 可这时候情况却出现了反转 总教头胡振昌的出现 直接下掉了林平这一排的教头 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天如玉 只能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名牌 既然队伍决定争夺也即将开始 可刚一开始总教旁边的教头 就要抢先应战 他丝毫不在意总教的意思 死保一号这个被视为未来教主的通过 而被他抢先的教头 则是反手安排了他曾经负责过的学员 这种明争暗斗左护法是最喜欢不过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比赛开始 第一组的两人上台简单行了运 下一秒天舞颜带着一套柔弦云掌直冲而来 而教头也像模像样七魔剑五上前对抗 是接触的瞬间柔弦云掌 竟然被七魔剑五趴的一下一剑拍开 被弹飞的天舞颜心里并没有慌乱 只是稳住气息在手中再次凝聚 紧接着竖道掌机又一次袭来 教头也对他这种应对能力颇为满意 毫不废话将整套剑招对着天舞颜输出了一遍 掌法在这套攻势下节节败退 此刻天如蕴感觉这招太过熟悉 他发现这七魔剑五和先前一楼十杯的剑招一模一样 要说其区别就是七魔剑招只有十二十 而破毁剑招有二十四十八 而只是这么一会儿台上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胶着 两人内力外泄一时间难分高下 天舞颜意识到这个教头内力相当 既然强攻不下他决定还是要拿出那一招 随即天舞颜调整姿态将他的右手藏于身后 看到招式变化教头也调出剑气全力迎战 下一秒天舞颜快速冲来右手的掌机直冲面门 教头决定左手防御四肌而动 可这时天舞颜却收回了右手反应左手强攻而来 此时的教头虽然意识到危险但也已经很难调整 无奈之下只能应接一掌 可正当教头找准时机右手反击的时候恶心的事情再次出现 天舞颈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一个闪身来到左边空区 将剑气凝聚右手之上随即一剑刺出 此等可以左右变化的招式打的教头相当折磨 虽然招式一样但是结果却如同猜硬币一般难以琢磨 而这也是左剑右掌右剑左掌的玄妙之处 是阳光大男孩标配的功法 传闻玄魔宗的大哥掌握着一种玄妙功法 可以让两套绝学同时施展 左右开弓可谓是防不胜防 如今左掌右剑再次出现 这足以见得少年的天赋非同一般 在广场上 天武炎战胜教头后收获了大批学员的称赞 教头也主动摘下了自己的名牌递给天武炎 告诉他现在你在三阶段便有了当队长的资格 周围的学员都为这次搬牌一势鼓掌 只有天如运一人在独自好奇 难道一人只能获得一张名牌吗 可不等他再多想教官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在天如运眼里这是拉拢人心的好机会 而教头却对他展现出的意气风发感到厌恶 两人攻身行礼后 伴随着一阵嗡名绿色剑气缓缓出现在教头的手上 而天如运也避免暴露摆出了叠武刀法的架势 可即便这是一套顶级攻法 但天如运清楚知道此刻自己的内功还是远不及教头 看到教头一副戏谑的模样天如运果断出击 他的速度陡然加快瞬间就来到教头的跟前 全力施展出的招式竟让教头连退五步才勉强稳住了身形 而教头也是忘卖没料到面前的少年竟能爆发出这般实力 如今这个少年不光内功身后而且外功竟然也出奇地强大 面对天如运在他头顶持续施压 教头无奈释放全部内力将其震开 紧接着运转七魔剑招想要转手围攻 而这招对于掌握了破毁电视的天如运来说 却是如同小儿科般的存在 他轻松规定地提到攻势后提前做出了反击 只听当的一声脆响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台上的左护法都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的发生 这小子竟然只用基础刀势就破解了传承百年的七魔剑招 这太不可思议了 原以为这场比武会在破解后终止 因为被破解后的剑招一般都伴随着斩杀的机会 但被反复教育的教头脸色却变得阴沉 怒火攻心的他依然忘记了这场比赛的规则 即便受伤也要催动出实诚的内力一举击败少年 台上的护法伸直这招的危害 可都没等他出手阻止 台下的天如运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应接了这招 天如运都没料到这招居然透过身体直打体内 只是瞬间天如运就感受到脏气破裂的痛苦 他敢忙呼喊托马斯让齐薇自己治疗 同时反向催动内功让内力附着全身 很快天如运的身体就被淡蓝色气息尽数包围 眼看天如运逐渐疯狂的模样教头的身体也开始不自觉的颤抖 因为他不论怎么灌入内力天如运都毫不影响 此时天如运已经蓄力完成对着教头一整批出 但尽管开启了钢气护体 却也遭不住天如运愤怒一击的破坏力 他的肋骨瞬间断裂痛苦的喊叫响彻了广场 学员们都被天如运的实力惊呆了 眼睁睁看着教头倒在地上都不敢出声 谁能料到一个教官居然差点弹死在学员手上 在医疗队抢救的同时台上的护法也对少年有了新的认识 而在天如运拿到名牌后 许多教头竟然都诞生了愤怒的情绪 而总教健壮也只能对教头的格局叹息 魔教出现星宿应该高兴才对 白鸡的指示下18号学员白鸡缓顾上场 即便对战总教所有人依旧对结果抱有希望 但想从总教这获胜也是很难的事情 两人简单行了一礼后在原地运转魅力 只是瞬间总教的周身仿佛金光围绕 强大的气势让白鸡倍感压力 由不得他在做考虑 他一步冲出对着总教就是凌空一脚 但在总教的身法面前 不论白鸡怎么出招总教都可以做出各种姿态轻松闪避 然而跟随总教的闪避白鸡的攻势也来到了空中 找到机会的他对着总教的脑壳就是猛的一灯 所有人都感觉这一招可以重创总教的时候 白鸡的脚却突然喷出了血柱 这是一道剑气刺穿了他的脚底 不等废话他就被一道内力狼狈地送到不远处的地上 他用一只脚的代价领会了超顶尖舞者的水平 见此情形总教也不禁质疑道 既然你脚废了 那你应该没有手段了吧 面对总教的质疑白鸡还是强忍疼痛起身应战 这次他决定只用一招就结束这场战斗 短暂凝神后白鸡不顾剧痛再次重来 这次他的招式依旧施展凌空一脚 可就在总教用剑气上前迎击的时候 他却改变了攻势从下方攻来 眼看自己腿法快速靠近 他却不知教头的脸上也变得逐渐嚣张 直到白鸡发现自己一脚灯空的时候 才意识到总教的进攻同样是残疑 不等白鸡在做反应总教的真身 却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随着教头守备拍出白鸡被当场震飞数十米 白鸡败了狼狈归队 但这时天儒韵却发现了白鸡身上的异样 但这一刻天儒韵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领完魔龙团打算先去修炼 但这时候却出现大批的学员堵住了他的去脉 这天夜里 三个有梦想的宗门弟子 在许凤的鼓动下纷纷产生了不敏 他们出身小宗派从小就被公屈膝 如今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都想一试 随即三人赌上自己的前程 决心效忠于天儒韵这个未来教主 而在第二天几人就发现自己主君被数人包围 四人不光及时出现 还将天儒韵护在身后颇有小弟的模样 天儒韵见状非常欣慰 在荷兰人简单交流后 得知一行人都是见识了自己的实力前来发起组队 虽然一行人实力上层 但天儒韵还是表明了要求 因为自己今后牵扯教主的争夺 所以这次队员自己只需可以拼命的伙伴 此等要求一出半数的学员都相继告退 只是对抗六大宗派的事情非同小可 大了会牵涉宗派存亡 小了也牵涉个人生死 但即便要面临巨大风险 在场依旧有三人留了下来 他们都是被天儒韵的气魄吸引 他们相信天儒韵有成为教主的可能 只见前排少年单膝跪地大喊道 既然主君能带领大伙称霸武林 那我高王祈愿做天公子的第一件 此话一出身后 两人纷纷下跪表明了忠心 加入团队之后 天儒韵简单开了个小会 吩咐了任务以及集合时间后开始各自行动 但细心的高王祈却对天儒韵的安全感到担忧 他担心主君携带名牌被人暗算 而天儒韵也深有同感 毕竟这七天的争夺实现 确实是提供给学员抢夺 为了时刻保护主君的安全 高王祈决定在天儒韵隔壁训练 但天儒韵却因为大肆破坏 早早被调到了顶级练功房之中 这一特权瞬间就让高王祈新生崇拜 为了能和主君做邻居 他发誓自己要更加努力 在吸收了魔龙团之后 天儒韵再次施展剑气已经清晰可见 可以见得在托马斯的帮助下 天儒韵的内功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甲子的程度 而完成了内力提升的天儒韵 终于有空分析起白鸡的伤势 他对这个症状是格外熟悉 只因为当初母亲被毒害也是这个症状 脸色惨白眼部血管破裂外加脖子上的红斑 这个凶手他必须死 与此同时的广场之上 刀光之间少年精湛的刀法 正有条不紊的对抗着七魔剑招 虽然没有达到破解的程度 但是作为对手的教头 依然被他打得束手无策 眼看少年还要继续出手教头 却及时制止 只因为教头凭借七魔剑招对抗 他完全不是对手 他的实力早已到达顶尖的水平 而他现在出来挑战的目的 竟然是和天儒韵猜想的那般 独自在暗中收割这些名牌 三阶段的考试刚刚开始 教主的争夺却已经暗流涌动 只是一顿饭的时间 用餐的白鸡被老二和老五打倒了两次 而这时天儒韵出现告诉他中毒的消息 却被他误解成脱罪的要挟 尽管听了天儒韵的分析 白鸡也难以接受自己中毒的事实 因为从始至终 他对毒魔宗都特别的提防 而正巧这时白大夫来食堂吃饭 在天儒韵的请求下 白大夫为白鸡用蚊香催出症状 这种微量毒素想在你毫不察觉的时候投放 最有可能就是睡觉的时候让你吸入 白鸡文言瞬间就想起了 天从间的那副丑陋的嘴脸 但好在他送来的还算及时 如果这种微毒的症状出现严重 那便是神医也无济于事 这时白大夫突然看向天儒韵 一脸好奇地问起 为何对此毒如此了解 随即天儒韵也将母亲中毒身亡的遭遇说了出来 听闻天儒韵这悲惨的遭遇 白鸡连忙上前感谢其救命之恩 而天儒韵却表示小小恩情不足挂齿 只是这个毒素的根源我必不可能放过他 顿时间强大的杀气从天儒韵的身上爆发 那副凶残的模样让白鸡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而这时候白大夫为了缓和气氛让白鸡留下 顺便避免恢复期间再被吓毒 看到白鸡有那么一丝犹豫 白宗明的脸上立马露出你好像想死的意思 下时间白鸡的脸上汗如雨下 弱小无助的他只能听同安排乖乖留下 而天儒韵正好趁着内力的提升去找天丛监算掌 可正当他推门打算出门寻人的时候 老三的声音通过传音来到他的耳边 他告诉天儒韵那小子就在五号馆附近的树林之中 随即天儒韵一个闪身前往树林 此时山林之中老四天丛监顺着消息来到五号馆附近采魔骨 他运转起即将到达五阶段的破魔毒精 脸上的表情也不禁放肆起来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只要等到了攻伐五阶段 就算不用危毒我也能让你死得明白 而就在他得意之时 身后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是什么好事儿能让你这笑得和个憨屁一样 这声音给老四吓得一哆嗦 他慌忙回身强作阵地 拿着蜡烛盯着阴影仔细地探掉 随着脚步的靠近天儒韵的脸庞 逐渐被烛火照亮 天儒韵只是一脸严肃质问老四 你刚才是说的危毒对吧 老四闻眼猛的一顿 但数秒后如同响起什么一般咯咯咯的笑了起来 他戏谑着说着好像你肮脏老娘也是死于这威 说完 天儒韵的铁拳已经砰个一下打在他的脸上 在钢铁支驱的冲击下 老四的脸部快速扭曲 这人上一秒还在咯咯咯的笑 下一秒强大的冲击力就将他的头镶在了拳头上 瞬时间整个画面都变慢了下来 漫天的血光足以看出少年心中愤怒的程度 随着天儒韵的拳风打出 老四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射向前方 在路上撞击翻滚巨大的惯性 让他完成了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 最终直到撞碎山时才能勉强停了下来 此时的老四意识已经逐渐模糊 只感觉浑身上下都传来接近麻木的巨头 身受重伤的他贪坐在地 不受控制的呕了一地的番茄匠 这一拳离谱的程度让他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那个恐怖的男人缓步走 他内心深深的有想要逃离的念头 可是那双不争气的手却在撞击中出现麻木 他极力控制双手的同时 天儒韵已经举着拳头来到跟前 现在的老四还不清楚先前的那番侮辱 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代表 眼看天儒韵的铁拳快速靠近 老四也正巧可以控制了身体对着前方一拳打出 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这一套动作是多么的极限 然而就在下一秒老四就意识到了问题 只因为这一拳并没有伤到少年 反倒是被天儒韵抓住机会顺势掰折了自己的手臂 伴随咯吱吱的响声老四的惨叫回荡在森林 在痛苦之际老四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他将另一只手放在了天儒韵的面前 看到手掌的瞬间天儒韵还以为对方是要暂停 这下一秒掌心居然喷出黄雾 瞬间天儒韵感受到了危险五上面门连连后撤 可天儒韵越是躲避老四却越发的起劲 他举着左手喷了一路 直到将储存的气体全部喷完太停了下来 天儒韵头一次见到这么阴险的招式 他能感觉到粘连到的皮肤被气体粉末快速的腐蚀 只是呼吸间脸上的皮肉已经无法直视 而这便是他破魔毒精所制造的专属酸毒 老四看着被酸毒腐蚀的天儒韵不禁调侃了 中了这招的你可比断臂要惨太多了 今后你就用半张脸活下去吧 此时老四得意坏了 可他怎会知道天儒韵身上的秘密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酸液很快被碱性中和 在老四的眼中一切是那么的诡异 他只看见天儒韵受伤的皮肉正在快速复原 几个呼吸间脸上的伤痕已经荡然无存 这恐怖的恢复实力直接给他吓得坐在了地上 再次直视这个少年已然多了几分恐怖的感觉 老四无助地坐在地上任凭天儒韵发泄着愤怒 口中的番茄酱也是止不住地往外喷 老四恳求天儒韵能放过自己 然而一生与毒毒不共戴天的天儒韵怎会轻易地放过他 少年从小便受到毒害的影响失去至亲之人 如今在变强后再遇见投毒的老四 他心中的杀母之仇已经无法压制 但也由于魔道管不能杀人的规矩 天儒韵只是将老四的四肢废掉 承受此等痛苦的老四的心理不由的后悔 他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得知这道微毒的场景 只是意外发现屋外有人和母亲做着交易 那人头顶红色面纱细心地询问了起微毒的功效 但母亲问起他要将此毒用于何处时 那人却笑而不与毒字离开了 然而不到一年教主的第七位夫人逝世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魔调 因为母亲也特别讨厌那个女人 所以得知那女人的消息她是异常的高兴 但是没过多久华夫人就被查出是微毒所致 毒魔宗便被教主指认成头号嫌犯 但好在摩依白先生极力辩护 采免去毒魔宗念门的惨剧 随即教主一气之下彻查了此事 紧接着相关人员都陆续自杀 如今也就听闻厨子和一位戴面纱的女人有过接触 这人描述模糊教主也无从查证 从那以后教主剥夺了毒魔宗的长老之位 同时也断绝了六个夫人的联系 即便白夫人感到委屈想和教主说出实情 但是不论怎么解释微毒的出处都来源于毒魔宗正 为了避免更大的危害 他也只能将秘密烂在心里 在几年后母亲因病去世 天从间发誓要成为信医院教主找出凶手为母亲几分 但从小就有点脑瘫的他不去找那个面纱女人 却将天如运作为一生之敌 可他怎会料到那个天如运竟然如此的恐怖 那是一种无论如何都超越不了人的 看到天如运要一举费了自己的丹铁 老四却挣扎着要用秘密换自己的性命 他告诉天如运凶手就在六大派之间 可问到白夫人和投毒的关系时 他的眼眸却微微一颤 在天如运的眼里这便是撒谎的表情 随即检测出谎言的天如运也毫不废话直接动手 一掌就击碎了他的丹铁 老四的内功开始向外泄露 而另一边的医务室中 白宗明还在思索解毒所需的材料 面前的木门却被一脚踹开 是天如运背着残废的老四回到这里 天如运意气用事导致老四丹铁破裂 如今为了让其不死白宗明是用尽手段 却都无济于事 只因为他体内是七毒混合短时间难以分析 而这时候托马斯出声提醒 让天如运去触碰血迹 经过前沿的科技分析和草药的解读 天如运面前出现了提示指引 另一边白宗明忙得大汉淋漓勉强抑制住毒素 而天如运在外边却已经熬制出了解药 但这个行为却遭到白宗明的责备 虽说这些都是解药 但是配比不当是极可能变成毒药的 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说罢白宗明用手指沾了点浅尝一番 意外地发现这个没学过一的少年 竟然表现出乎意料的专业 在天如运的请求下 白宗明也不再废话开始给老四味药 现在两人要做的就是观察和等待 但白宗明也非常疑惑 即便你和投毒的人有着恃仇 你如此下手毒魔宗的人也不会善罢甘休 你要知道历年能从魔道馆存活下来的 往往都不是所谓的强者 而是那些考虑周全的聪明人 听了白宗明的劝告 天如运确实知道自己是做错了 他躬身行李默默地离开了衣物室 门外只有晚风刷刷地在吹 天如运看向明月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认识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确实变强了很多 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要想好好地活下去确实还是要收起傲慢 身后的白鸡见状只是默默看着 在片刻后他问起天如运 你为何要破老四的丹田 天如运却表示只是没抑制住怒魔 同时也是想断了他能在魔道馆下毒的机会 闻言白鸡的内心是非常震惊 为了大家的安全居然做出如此离谱的事情 虽然天如运的判断不够周全 但相比其他的小教主更有候选人的模样 可就在白鸡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几名队员急匆匆地朝这里跑来 他们来此时为了保护天如运的安全 看到这么和睦的场面白鸡内心有极大的落差 因为他同样是十二组的独长 却没有一个人和他有这般交情 随即也不再解释独自离开 而天如运也和几名队员去到了新的宿舍 解释了一遍今晚的遭遇 但是出现破人丹田的事情简直是要人性命 目前大伙也只能等魔道馆做出的决定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 天如运毫不意外地被请去喝茶 他轻声进门礼貌地行了一礼 左护法一束长发扎在脑后 专注书写没有回应 随着环境变得安静 天如运感觉出了事情的不妙 少年前一天破人丹田 后一天就被叫去喝茶 办公室诡异的平静让他不禁后盘 左护法在写完报告后带他来到桌前 双手交叉表情一感严肃 破人丹田如同要人性命 虽说魔道馆百年来从未有过 但是作为馆主依旧要对此事做出惩罚杀鸡警候 避免其余学员再次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这次对你的惩戒便是归还队长名牌 并拘禁五天思国 闻言天如运势特别震惊 这么大的事情却是这般不痛不痒的惩罚 他非常好奇地问道 这不应该把我淘汰吗 然而左护法却表示 只有落榜和比武之外杀人才会被魔道馆淘汰 你这人不还没死吗 还不至于沦落那步 闻言天如运是松了口气 可他殊不知这是左护法为他极力争取的结果 而在洞里拘禁五天也还有一天的机会 这便是护法给他的第二个礼物 随即伴随着一阵嗡鸣 办公室的中心突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 这是左护法用真气做了外部割音 因为接下来的对话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他对天如运这傻屌一样的操作感到失望 深搞不明白你为了报仇破人丹田 然后又怕他死了送去医务室 就连个鬼都做不出这样的操作 你必须要做得滴水不漏 既然要他死你就给他处理好上后 听完这番话天如运的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 面对左护法劈头盖脸的批评天如运 这才认识到自己的不成熟 趁他思索左护法质问道 你小子进魔道馆的目的是什么 听到这话天如运的脑中闪过要变强的想法 我要变得比谁都强 随后他又问道 难道支撑你变强的只有那廉价的仇恨和愤怒吗 只是稍作停顿左护法再做补充 可你还是小教主候选人呢 你可知你的怒火毁掉的可不是一心半点 而是会毁掉你的一切 话落左护法缓缓起身 告诉天如运倘若你要决心活下去成为魔教的未来 那你就得内心炙热头脑冷静 免得都没等来花开就被人踩烂了 这番话句句戳中天如运的内心 他把护法的这些忠道都铭刻在心 此刻他明白复仇不过是人生路程上的一部分 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看到天如运仿佛听懂了他讲的道理 不禁猜想这个少年的未来 那极有可能诞生一位真正的怪物 很快天如运禁闭的消息就被张贴了出来 众人皆知破人丹田的事情非同小可 况且这攻击的还是独魔宗的小教主 不禁猜测可能只是禁闭的这几天 天如运就被神秘力量不知不觉地抹除了 而这番操作也是让老五笑到抽筒 他是没想到这个天如运竟然这样自断前程 出现这种情况几个小教主的心里都有了盘算 在一处山林中 得知结果的几人都在为队长归来想着办法 身后白鸡的出现是出乎了大伙的意料 很显然他也是为了天如运的事情而来 而晚边的独魔宗宗门内 浑身是伤得老四被抬进了房间 全身骨折内力溃散看得大厅一行人毛骨悚然 他们不敢犹豫将此事报告给宗主 宗主闻言也是怒不可恶 所有人都提议要弄死这个天如运 甚至扬言不管是暗杀还是投毒都要将这口恶气出 但这么愚蠢的想法老宗主听了都无语了 在场的人都知道自己长老之位都是投毒投媚的 现在还想着投毒这简直是想要独魔宗灭亡 而在华夫人事件后 教主就开始和六大宗派保持了距离 一旦哪一帮派在这期间去魔道馆犯事 教主就可以找理由去吞噬那个宗派的力量 得罪人的事情现在可是做不到 如今能做的也只能走魔教的规矩 随即老者从椅子上起身 面色阴沉地拄着拐杖前往了魔道馆 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晚上 一处大山中的禁闭洞穴中 被禁闭的天如运顺便在洞里练起了绝世见诀 这里除了是闷了点之外和练功房一般无二 然而就在天如运快速补充能量的时候 身后的岩石竟然被突然推开 天如运回头查看发现是一黑衣人站在洞口 感觉出那人周身震震地杀气天如运感冒凝神 可不料对方只是一伸手的功夫 他就被一股能量一把举到了空中 他一脸吃惊地看向身下的神秘人 发现这人是一个手持拐杖的老者 随着老者的手掌缓缓握紧 天如运也感觉自己动作一同变得僵硬 他尽力释放出自己全部的内力 没想到竟然完全无法撼动这份力量 看着老者身上散发出强烈的杀气 天如运很清楚来人定不是擅长 不想坐以待毙的他握紧拳头想要尽力挣脱 随后惊奇的事情出现了 在天如运轻轻爆起的同时 他的身体也开始缓缓地移动 老者见状心里猛地惊叹 竟有如此强悍的躯体 眼看情况不妙 老者手中猛地一拉 天如运的身体立马被一道力量拉了过去 随后稳稳地落在了老者的手上 如此一来天如运的命运也交到了老者手中 武林之中破人丹田那乃是大忌 仅是第二天天如运就遭到斗宗强者前来报复 老者抬手之间天如运身体就牢牢禁锢 紧接着一道强猛的犀利随之道来 眨眼间天如运的身体就落在老者的手中 他虽然早有料到独魔宗会派人开展报复 但他从没想过是宗主亲自上门 此时天如运陷入了极度的被动 感受着老者手掌缓缓掐紧 意识到危险天如运在奋力挣扎 可他露出的这副表情却让老者心生愤怒 为了能给小儿来点教训 老者抬起手掌砰的一下一掌打出 其中蕴含强大的内力 瞬间就将天如运打出内伤 不等少年落下老者又再次将少年的身体抓了拐 老者本以为如此反复 可以念念少年心中的傲气 可怎料少年脸上的狠毒神色丝毫不减 他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少年 对独魔宗有此等的怨恨 天如运看出了老者眼中的丝丝杀意 他出声威胁道 你可是想违反本教的规矩 老者听闻戏谑回答 你怕是不了解独魔宗的实力吧 只需要一点酸度就可以毁尸灭迹 你觉得谁能察觉出问题 听了回答天如运反倒是笑了 他提醒面前老者一旦自己出事 那这毁尸灭迹的手段 你觉得叫做 会不会将独魔宗放上手要怀疑对象吗 这副回答算得上无懈可击 天如运先前就得知独魔宗被剥夺长老之位 他笃定这个老头今天必定是不能下死手 而现实也正如天如运说的那般 无奈之下老者只能暂且放过少年 但他承诺在天如运离开魔道馆的那一刻 那自己也必将让他体会到非人般的折磨 话落老者将手掌一翻 天如运的身体就被内力猛的拉近 为了确保天如运四年后不会逃之夭夭 他将手串上的地黄丸塞了一颗到了天如运的口中 同时警告天如运不得将今日的事情告诉他人 否则那就难保他的性命 最后老者顺势将天如运一掌打在墙上才转身离开 看着老者缓缓离开的背影 感受到差距的天如运更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老者离开后那块巨石也被两人缓缓合上 而在洞口不远处一个男人已经等候多时 这人便是魔道馆的负责人左护了 原来在来之前两人早已达成了协议 护法以这次见面交换天如运的四年修炼时间 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如运的小命 两人简单寒暄老者一步登出迈着轻功腾空而起 看着老者离去的背影 左护法不禁对天如运有些担心 他如今能做的也就是给天如运争取这四年发育的时间 而从毕业的那一刻起 天如运的生死存亡也只能看自己的造化 斗宗强者想用微毒让少年在比赛中淘汰 可少年却在科技的帮助下过滤了毒素 转而运功提炼起了里边的能量 只是片刻天如运从凝神中再次醒来 他意外地发现自己居然从中获得了三十年的内功 这比两颗魔龙团还要充裕的能量让他欣喜不已 但回想起自己这段时间的鲁莽形势 要不是有托马斯的帮助自己这次肯定在劫难逃 可就在天如运擦干自己身上的臭汗时 他突然发现身后居然有微微的凉荒 刚擦完身体试人对温度最敏锐的时候 他回头查看情况 才发现墙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裂缝 爬到另一边才恍然发现 这边的布局格外宽敞面前的小道一路向前显然是一条密道 为了搞清楚情况天如运为双眼开启夜市模式 只是沿着道路前行 可他没走多久托马斯就出声提醒 发现尽头有微弱夜光 天如运还怀疑是不是有夜明珠什么的 只是下一个转角他就看到一个巨大的光源 强大的光源不得不让天如运关闭夜市模式 直到走到尽头才发现这是一个极其敞量规整的房间 好奇的天如运落到地上观察起周围的情况 不光发现这儿的大门已经被堵上 而且地上也是有重物托形的痕迹 评估这个大小和这规则的形状 天如运立马联想起藏书阁里头的石碑 他让托马斯将石碑一一展现在眼前 根据地面的痕迹寻找着他们原先的位置 随着图像和地面一一匹配 天如运很肯定这里便是绝世见绝的处处 他围绕大厅在座寻找 石柱上出现的四个大字让天如运内心十分震惊 天魔剑宫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提起这个武功 所有人都能想起魔教最强教主的形象 而且天魔剑宫不光是在魔教 尽管在江湖之中也是三大神功之一 少年遭受了一番毒打进意外获得机缘 这里宽敞明亮石柱上的大字也是格外显眼 天魔剑宫给予天如运极大的震撼 只因这神功便是曾经魔道称霸武林的存在 是第一代魔道教主掌握的最强武功 天魔神功 但光从名称来看这个多少有点奇怪 因为大伙得知的武功一般只有内功和剑马 并且先前从守卫口中得知的也是绝世见诀 天如运一时间对这个名字产生了怀疑 为了确保这个名字是否真实 他对上面的笔记和石头的痕迹做了比对 最后从分析结果得出两者笔记居然相同 天如运也不得不夸赞先祖好文坦 但同时他也发现石柱上的一些小洞隐约有生龙的模样 天如运不由了又开始参悟其中的规律 可不论他怎么苦思冥想都想不出生龙所关联的事物 他突然照着字面意思恍然抬头 发现头顶居然是大片的夜明珠格外闪耀 普通人的眼睛简直无法知识 这时候的天如运突然有所感悟 难道这就是先祖为大火设立的困难吗 没想到先祖居然逆向思维将秘密藏在强光之中让人无法发现 但他肯定是忽略了天如运这样的后背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光线很快调节到舒适的程度 夜明珠上的细节也是清晰可见 为了方便观看天如运将屋顶的信息全部扫掉 用3D影像让他们在周身展现 自从清楚了托马斯的实力 后天如运这种信息都懒得看了 只是指派托马斯将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 很快托马斯找出了其中一次星法的珠子 并用红色图标标注了出来 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夜明珠都是障眼法 天如运随即撤走了其余的图像 挨个对标记的内容进行阅读 这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每个珠子居然还详细地刻着招式动作 而且这些动作和先前的绝世剑爵一模一样 也有可能先祖早猜到后代有文盲会发现这个秘密 刻意将具体动作刻在其中 这么一看这么一连串的动作便就是天魔剑弓的剑势 只是奇怪的是这套剑弓只有剑招和运气口诀 写明了没有星法 天如运也不再怀疑打算大胆尝试一番 他将魅力灌入经脉 其周身就泛起青色能量 凝聚完成天如运身法开始快速移动 运气和动作同时施展不知不觉中 他的速度在逐步提升 此时场外的守卫无聊的打盹 大厅里的天如运练的风声水起 手指上的剑风滑的空气嗖嗖作响 此刻他还不清楚自己已经练了一个时辰 等到托马斯提醒他才意识到这个场地 已经被他倒得残破不堪 更新看心情了 点赞快的话一天就三级了 天魔剑弓绝对撑得上武林神功 在他的作用下剑决招式越打越快 这番练习让天如运感到从未有过的神星气爽 不仅忘却了时间 而且还发现自己的运气速度也有明显变快 随即天如运尝试简单运转一下内功 周身幽幽蓝光变得渐渐的浓郁 下一秒巨大的气流竟然从体内迸射而出 快速在周身形成一道漩涡 这种蜕变让天如运感到十分吃惊 随后抬起手臂也发现 剑气化形变得更加具象也更加的自由 真没想到先祖竟然可以将剑招和心法合二为一 怪不得他的取名叫天魔剑弓 感受着手中的力量 天如运对天魔祖师又多了几分钦佩 随即天如运扑通一下双膝跪地 对着石柱表达着自己心中的敬意 而与此同时的森林中 大伙都在为没有名牌感到苦恼 只因为其中两个小教主手中 就掌握了70%的资源 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而两名小教主的实力在座的有目共鸣 抢他们的显然就是送人头 好在这时白鸡表示自己前几天私下夺了一张名牌 这才让这个队伍维持了下来 在简单训练后几人就来到饭点 小队因为用餐问题分为了两队 三人一组前去吃饭 而另外三人保护名牌 可就走到练功房的门前几人 就发现有人已经等候多时 他们手持木剑训练有素 以包夹之势将三人围在其中 人数差距让许凤几人也特别紧张 这时候人群前方走出一人 那人便是前段时间搞暗算的800号 而他这次前来也不为其他 仅仅是要夺走他们的组队名牌 这等要求白鸡明白自己不能服从 但面对30名一流舞者白鸡也没什么信心 更何况对面这个带头的实力和自己相当 硬冲也完全赚不到便宜 随即白鸡传音在讨论祖司底下开了小会 为了保住名牌他们计划出一套逃跑计划 但对面机制的800号已然看出了这点 他果断出击打算先发制人 白鸡也明白不能再脱交接了名牌就上前迎击 顶级舞者和一流舞者的实力还是相差甚远 一套狡气横流就给小弟狠狠收拾 而另一边许凤几人遭人追击 为了让许凤能轻松逃走 轻功较好的吴中主动揽下逃跑的任务 两人分头逃窜计划把部分的学员引到食堂 可等他跑到食堂门口回头才发现 身后的人居然没有一个朝自己追来 随后许凤也严谨一概表述了经历 了解了情况的几人立马赶往现场 但那的情况却已经不是那么乐观了 两个人单挑30个人结局会是怎么样 不用怀疑 那必然是一死一伤啊 此时的白鸡已经捉襟见肘 目前他的对手是那个见兮兮的男人老五 尽管一行人都纷纷赶来 但这对老五而言只是无关紧要的家伙 正当小黑要对老五开始道德上的指责 情况却有了反转 原来这次是老五及时救场阻止了打斗 但这显然是有些反常 因为老五这个人唯利是图 每次行动必定是有他的理由 而这次也不例外只为了调走白鸡这个主力 话若一行人没有犹豫快骨离开的现场 可惜的是尽管两人身负重伤 但依旧没能保住名牌 而刚才吴忠也是在逃跑中出现了失误摔倒在底 他想尽力抓住名牌却被多人拿捏 而白鸡尽管实力领先 但在和两人的对抗中也是大腿受伤 千军一发之际老五前来救场 凭借领先许多的内功和功法在人群中来去自如 八百号也在实力的威胁下之难而退 因此白鸡也就此欠下了老五的人情 如果不去抢的话 现如今也只有去总教手中夺来名牌 而这个名牌也只能等天如运出来后才有可能 紧接着众人将受伤的无中送去医务室 他们都坚信天如运会给他们带来希望 时间来到第二天的中午 两名教头踏着轻功赶往山林 在打开洞穴前的巨石的同时 他们的心里不禁怀疑天如运是不是已经隔屁了 随着石头一点点打开 看到里面的少年正在运攻几名教头非常震惊 这不光没有销售反倒更加的强壮了 可这个和历年极其反常的情况 让教头不由地进去检查山洞 好在先前天如运早早将洞口补齐完全没有被发现 然而几人没走几步天如运就询问起名牌的余量 看到少年还在坚持 教头也如实告诉他现在还圣总教手中的那一个 但这个显然是有些难度 如果不从教头手中夺取 那也只能抢夺其他的学员 这显然不是天如运的内心想要的 随即他决定为了更多学员可以通过 自己还是去试试挑战胡总教吧 几人都无法劝说少年 无奈之下只能带他来到总教面前 但不知道总教这次会不会手下留情 所有人都开始担心他的安危 刚一出关就要挑战教头天花板胡振昌 看到少年的身影教头也是非常满意 天如运这次前来也是填补了自己这些时日产生的遗憾 看着广场上的两人周围吃瓜群众也开始越积越多 总教也缓步走到天如运的面前 只见他手指做剑摆出架势叙事待法 袭散发出强大气场让周围的人感到些许压抑 总教右手做剑左手招手示意让天如运先行进攻 而天如运也是满脸笑意淡定抱了抱拳 丝毫没有留出杀意 可就在下一秒他的身影已经搜的一声瞬间消失在园里 赫然出现在总教的一米之内 这速度实在是让他有些震惊 但好在对抗叠武刀法总教还是有十足的信心 他一剑刺出想要限制叠武刀法的出招 可天如运却立马凝出剑结和自己对抗了起来 看到对方用的不是刀器总教顿时感觉有些不妙 可他也从未料到天如运展现出的剑招竟然变换莫测 一时间还感觉有些旗鼓相当 挤到对拼之后总教也对这场战斗充满了购致 这番交手足以承认天如运的实力非凡 那就让你尝尝这个吧 随即总教手中剑招快速施展 速度快到四个剑招隐约同时打出 这便是七魔剑的超顶尖水平七魔一到四 天如运剑撞反手就甩出天魔剑弓直直冲向总教 紧接着一道道剑光在空中浮现 总教的攻势只是瞬间就从主动被打成了被动 这般剑法攻势让他不得不拿出全力进行防御 但他没料到的是 天如运的攻势是越打越快 前一招还没化解后边的剑气就已经冲来 眼看剑气越来越近 总教只能被迫开始蒸汽固体 但犀利的剑气还是将他的身体瞬间划出树道剑痕 随后再被强大的余力轰飞而出 而这便是天魔剑弓让人绝望的地方 他竟然能比同等水平的对手多出一招 也好在有蒸汽固体的保护 空中的总教稳住身形旋转落地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总教受伤的事实 但这套剑诀却是让总教有些上头 此刻他非常庆幸天如运用的只是剑气 如果换成真剑这一道道痕迹那便是死前的致命伤口 被学员伤成这样总教有些不服 他爆发出全身的内力非要比比到底谁更强 只是瞬间地面碎裂周围的气息呼呼作响 而这便是超顶级舞者的绝招剑气排出 可以通过气场强弱影响对方气体凝聚 用出这样的狠招 总教看来是想要奋力一搏 在武道的世界一旦学员的实力超过教导 无论哪个门派都不会有人服气 就连总教胡振昌也将用出最强一招 将自己的剑气排出打算和天如运放手一搏 猙獰的面孔也示意着两人的最终决战事件在弦上 可就在下一秒胡交的身体却突然一抖 身上的战役也缓缓退去 天如运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只见教头严肃的表情上露出职业微笑 随即一副和蔼的模样夸赞起天如运这日新月异的进度速度 紧接着不再废话将胸口的名牌撕了下来 放在了天如运的手中 经过此番战斗教头已经领会了天如运的实力 他告诉天如运你已经具备当队长的资格 得到总教的认可 天如运也激动地抱了一拳表示感谢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特别是他的小弟许凤更是激动地泪如雨下 然而就在这时候天如运的身后有人出声喊他的名字 那人是已经从中毒中恢复的白鸡 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要说什么 但是从他犹豫不决的表情可以看出显然是有要事要说 只是下一秒白鸡扑通一下跪在地上 非常大声地开始表达起了对天如运的感谢 他大声喊道 感谢天如运公子对白鸡的救命之恩 因为你我才能从毒魔宗的手中活了下来 不料这个行为竟然让帮助我的天如运公子被关禁闭遭受惩罚 我白鸡非常感动 从今往后我18号学生白鸡作为手下会更加拼命地辅佐天公子 此番感谢白鸡是用尽了全力 生怕在场地听不到他的台词 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了天如运是为了互独子才做出那番行动 纷纷对天如运的手下待遇感到羡慕 而这个当众表白也是高起立计划之一 借此机会拉拢人心的好办法 而另一边魔道馆的楼梯上总教和教头聊到刚才的比武 总教表示非常认可天如运的实力 但教头却感觉奇怪 只因为诱护法出色的是刀法竟然交出精通剑招的徒弟 随后总教也不再讨论转身朝着天台走去 而此时的天台上 左护法在上头已经等候多时 他神情严肃和总教简单打了个招呼后也不再出声 总教见状很自觉地对刚才的情况开始解释道 我承认自己是上头了 您若不是传音给我让我到此为止 我真的差点就没控制住自己 文言左护法也不再追究 他也是见识了刚才那番剑决的强度 但凡是个强者面对那剑招都会和你是一个反应 随后总教补充说起这个剑招是大有来的 他年轻的时候就和教主一起和正教邪教战斗有上百场 这种锐利的剑招自己是在熟悉不过 只不过天如运的这套剑法竟然比教主施展的还要更加让人感到恐惧 天魔剑法出现在少年的手中让护法两人都很惊讶 他们很清楚这招便是魔教传承的神功天魔剑法 毕竟曾经的先祖仅凭借这一剑法就成为了当代第一强者 看到天如运的这套剑招会如此出色 内心不禁怀疑他是否是意外获得了天魔祖师的心得 但见过清玉石的人都知道 那石碑上只有一片乱痕经过无数人的观摩都没能参悟 也不知他是如何获得的 与此同时总教也隐约产生了相同的想法 但左护法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语 因为天如运身上的秘密不能让更多人知道 在台下天如运接受大伙的关心 这时候一名女孩大步走来 他单膝跪地想要加入天如运的麾下 只因为他为手下的牺牲的行为让他格外感动 虽说是一代女子 但他的眼神却如战士一般坚毅 其余的学员见状也鼓起勇气申请加入 只要相信自己的人天如运通通都会欢迎 有了新学员之后天如运集合开了一个小会 可久久没有见到无中几人的身影让他深感疑惑 在天如运的逼问下许凤几人才将事情一一复数 那时候队伍遭到偷袭无中保护名牌 被八百号的队伍打成重伤 可尽管如此也没能将牌子保下 天如运没想到自己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 居然有人用出如此卑鄙的手段 择日不如壮日 君子报仇就在今天 随即天如运带队就赶往了其他队伍的方向 在练功房的附近两个人讨论着 怎么献祭白姬去得到老五的名牌 但白姬是中分男的队长让他感觉有些纠结 也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有一人踏着轻功落下 是天如运带队前来讨回公道 紧接着白姬一行人也紧随其后将这里的队长包围 所有人见到天如运都隐约有些害怕 只因为前段时间那破人丹田的手段着实恐怖 就在一众人都在讨论其传闻的时候 天如运一记蓄意轰拳已经蓄势待发 如今的他必须要控制力量避免一拳给人打死 广广挥出一拳 虽然在他看来力量很小 但是接触的瞬间对方身体就开始变形 紧接着在余力的作用下 男子飞出了一条优美的弧线 从众人的头顶直直掠过 在一顿的翻滚过后也是安全着陆 而中分男也在被一顿收拾后获得了得过的机会 他们在小黑的建议下打算放手一搏 也因为平学的受伤老五也让连波顺利上位 他命令连波想尽办法歼灭天如运的小队 紧接着连波就带队找到800号 希望他们一同前往 两人臭味相投很快就达成协议即刻出发 可他们却不知队伍中的中分男其实早已叛变 这是魔道馆目前出现人数最多的一场战斗 超级大聪明带着大批手下包围了森林 他来世凶凶是必要将天如运打到解散 而看到天如运有恃无苦的模样 此刻的他隐约有些慌张 但还不知这一切都是计划中一环 就在他和天如运对峙的时候 800号身后学员却突然开始反水 这让合伙搞事的两人顿感不妙 发现所有人的攻势都转向自己 800号才明白这从头到尾都是圈套 而这便是中分男获得名牌的最后途径 这里每个人都心怀鬼胎 中分男想要名牌获得晋级的机会 绿毛龟想要借机八戒老五 而800号却是想要重创天如运 几人隔空对话互相试探 不喜欢废话的天如运却已经闪身来到联波的身后 一掌批出却被联波的极限闪避勉强堵 而800号找准机会想要侧位偷袭 不料天如运展现出的实力竟然将木剑一把捏碎 他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从没想到天如运的内功竟已到达这个地步 不等他从惊讶中回过神 身后的妖子却感受到沉重的遗迹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横飞了数十米 等他再次勉强爬起却发现肋骨竟然又被打裂 受伤的800号强忍疼痛再次进入战斗 但和原本水平就领先的白鸡对抗 他是一点没有优势 而森林另一边的战况也是不容乐观 天如运的队伍出手也是毫不留情 眼看战场的战况都是碾压的局势 连波灵机一动当即想到一个妙招 那便是投降书一半的规则 他瞬间跪倒在地祈求天如运的原谅 想得自己已经跪地磕头也不至于吓死手了 而天如运见状却是一把抓起他的头发质问道 你来说说我凭什么原谅你 这一操作一时间给连波弄得有点懵逼 但他当想指责天如运这不人道的行为时 头顶突然传来巨大的下压力 一把将他的脑壳摁进了地里 所有反抗的人员都被这个巨想惊动 回头看到的只有连波的采样 紧接着没有废话又是汤汤汤的几下砸地 再次抬起已经是头破血流 但这时候的连波却还要嘴硬 愣是拿出老五想要撑腰 不料天如运却完全不吃这套 毫不犹豫地给他摁进地里 只是瞬间就给他撞进了昏迷 但好在刚才天如运控制了情绪 不然那小子的脑壳必定废掉 有了这般有效的杀鸡紧猴的行为 其余队员都非常乖巧地跪地投降 他们不敢嘴硬生怕天如运这非人般的手段 用在自己身上 只有八百号心有不甘面露凶色 天如运也很友好的上前关心起对方手臂 将他的手指一个一个做了证 手指的踏咖声非常脆响 同时八百号也非常感激 而这么贴心的行为 也是为了让他体验一遍无中的痛苦 为了给手下报仇 天如运的大逼都伺候到晕卷 而且不光如此 曾经参与过行动的队员 也必须断腿才能离开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到吸一口凉气 但这时候地面上的八百号身体 却开始诡异地拧动 他浑身血管扩张活活一副丧尸的模样 随后他从地面缓缓爬起 同时嘴里也发出野兽般低沉的吼吊 许凤率先发现一样大声惊呼嘴君 但八百号却已经化身丧尸 朝着天如运直直扑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白鸡挺身而出 回身一脚直勾勾地踢在对方的额头上 但奇怪的是这十足的内力 却无法撼动此时的八百号分号 反倒被他一股内力震退数十米 白鸡都没想到这人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功力大增 紧接着狂暴的八百号又朝着白鸡重去 但路上却被天如运抓住手臂无法前进 可他刚一回头 天如运就将他的身体举到了空中 没有迟一顺势给他甩在了地上 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 八百号被这一下砸得不轻 险些失去意识 等他从晕眩中缓过神 就看见天如运在空中快速落下的认真一拳 砰的一下活生生给他打进了地里 而面对逆学魔功只能用这么粗暴的手段 解决了八百号的同时 剩余的学员也被安排捅了 接下来就是一行人商讨 如何处理幕后老五的办法 只见他在托马斯的帮助下 当着众人的面挑起了自己的嗓音 在另一边场地上 老五的小队讨论着剑招配合的问题 但这时候一个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行人背着几个晕倒的学员缓缓靠近 很快就有人对一行人出声阻止 天如运冒用连播的声音 才让警惕有所放缓 但这头裹绷带的行为多少有些奇怪 紧接着天如运立马丢出 八百号一行人博取信任 而战胜天如运的理由 也便是多亏了八百号施展逆学魔功 才能完成 这是一种失去理智 但是可以功力大增的办法 面对这么完美的解释 老五也接受了这个理由 随后来到连播跟前反手 就断了他的手腕 这时候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多么愚蠢 等他在车下头巾发现 这人是连播的时候 老五才意识到这是诡计 可他刚一回头 一个拳风快速袭来 已经来不及躲避 下一秒钢铁般的拳头 实实地打在老五的脸上 强猛的力道让他的身体倒飞而出 见到主子被打得如此难堪 一帮狗仔还妄想上前护驾 装死的小黑力马 从地上爬起回身就是一拳 两股实力快速成形 整个场面也被瞬间分割 中分男也随即表明了立场 将老五的队伍包围了起来 正值少年终于和星级老五正式宣战 一拳就将对方打到变形倒飞而出 周围小弟见状赶忙 上前轮番开展猛攻 可所有攻势都被一套 极其微妙的剑招轻松倒下 几个回合之间胸口的名牌 还被天如运顺手摘下 不等对方做出反应 突然加快的重拳将人直接送走 小弟还不知这一拳的威力到底多强 此刻他强撑着身体在地上拖行数十米 好不容易停了下来口中的鲜血 却止不住地往外吐 这显然是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 但强大的冲击让他浑身出现麻木 这时天如运还打算进攻快步重拳 却在途中收到托马斯的提示 发现后方60米处一股能量快速扩散 文言他立马回头大喊所有人趴下 只见一道锐利的蓝色刀器 正在横向分割天如运这个位置 几人趴下后刀器从头顶掠过 所有人都感叹自己还好是躲避的及时 而刀器此刻却已经到了天如运的面前 他立刻调动剑气前去对抗 刹那间两道能量激烈对抗剑气无数沙尘 大片的刀器从天如运的面前 开始向四周快速溃散 看到这一幕的学员全都目瞪口呆 能斩断这种程度的刀器 说明天如运也是超顶级强者的存在 短暂的平静过后烟雾缓缓散去 老五也手持青蓝色刀器从烟中缓步走出 他眼神坚毅死死瞪着天如运的位置 随后对天如运发起不懈的嘲讽 显然是由不得对方来此放肆 可天如运也正有此意 今天不教训一下老五也是不罢休 只是瞬间老五周围的气场突然变得压抑 只见他身形突然消失 眨眼间便来到了天如运的面前 施斩换魔刀法制换一刀斩 这道简单的招式中其实运藏巨大的力量 天如运深知对方的实力不敢小觑 将全部的内力灌入剑气之中上前迎战 虽然可以用叠武刀法前去尝试 但面对这种一刀生死的情况 他只能拿出最有把握的天魔剑弓 两道剑气相撞迸发出大量的火花 而看到天如运的基础剑招化解自己的招式 老五感到非常疑惑 但他手中的剑气却没有一丝的迟疑 不诡异的角度变换着 天如运没有犹豫立马收回了剑气 勉强挡住了这一招 即便招式出现许多的变化 但他短快的发力依旧蕴藏强大的力量 碰撞的瞬间就将天如运推到武库之外 这激烈的对抗看得老五的队员兴奋地大叫 只有天如运知道这变换的招式有多么犀利 此时略战上风的老五显然有些得意忘形 他对天如运戏谑谑地说道 你还是用回你那破叠武刀法吧 少用这些别角的剑法吧 天如运闻言便是一愣 随即老五又补充道 你以为我不知你这剑法的来历吗 看着老五嚣张的样子 天如运还以为对面和自己一样 是参悟的石碑上的心得 但很快天如运就发现自己是高看法 原来天魔剑招和弃魔剑法的招式太过相似 自负的老五此刻已经将他们混为一坛 紧接着他自信地伸出五只手指 表示五招之内你必断手臂 绝世剑爵被误认为垃圾剑招 我作为先祖的后代第一个不服 倘若我的剑招这么垃圾不如来个赌约 随即两人达成协议 假设天如运赢了就可以拿走对方所有名牌 而老五赢了则是迎走身边的白鸡 白鸡吃瓜都没想到老五会这么卑鄙 但他相信自己主子的实力随即答应 两人的战斗一触即发 这次天如运毫不留情几个灯部快速靠近 此刻傲慢的老五依旧不以为然 紧接着天如运组织剑招之间的剑气直冲而来 由于这招和七魔剑太过相似 老五熟练地旋转起身体 用刀器强行拆解对方的剑招 原来在先前他已经将七魔剑法熟读于心 如今他已经知道几十恶的扩展 只是两人的能量对碰的瞬间 老五的内心就受到极大的震撼 这他喵得怎么和教头打得不一样 面对多多逼人的剑招 老五隐约有些慌乱 因为他 简单的剑招组合出诡异的变化 让老五找不到任何机会 极力防守也无法抵御对方连续不断的途径 身陷被动的老五面对越发靠近的剑气 无奈只能一个后跳腾空躲避 来到空中打算续上一发第五次剑气 用暴力的办法强行终结战斗 但天如韵却丝毫不给机会 一个根部再一次来到了他的面前 而且他的攻势也变得更加迅猛 两道强硬的挥砍之后 老五已然被奇怪的剑招打得破坏 他都没来得及收回手臂身体 只是瞬间全身上下就留下多道剑痕 短暂迟钝过后无数鲜血从伤口喷涌而出 但到了绝世剑决 最后一招天如韵却改批为此 将斩首的动作换做了断臂 整个场地只能听到修的一瞬破风声 老五的手臂就被当场分离 这把剑气极其锋利 被他瞬间砍断手臂的老五 都没有感到一丝的疼痛 只有无比的震惊 老五不相信这一战是自己输了 他从入管以来就已经是超顶级水平 今天居然输给了这个天如韵 而同样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但这个断臂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 随即他抬头向天如韵质问道 你是怎么把区区七魔剑施展的那么超群的 闻言天如韵也是一脸疑惑的反问道 区区 七魔剑 这个问法天如韵只能感到叹息 这么看来你的剑道的路还很长啊 魔教第三的幻魔刀法竟然输给七魔剑招 这让老五难以接受 至今他还不知七魔剑招居然是天魔剑弓的阉割版 在天如韵回答后 没一会儿老五就因断臂造成的失血过多晕厥了过去 周围小弟不敢怠慢取下名牌打算上前失救 但世间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天如韵抬起拳头对着胸口就是一记重击 只是瞬间学员就跪在地上鲜血狂喷 这时候那人艰难抬起头一脸疑惑的质问道 为何遵守约定你还要继续动手 但天如韵却表示交出名牌只是赌约 而你们欠的账才刚刚开始 天如韵展现出的狠毒让少年瑟瑟发抖 地上那人不由地自责天如韵的人品他妈的有问题 可是话因为落一个大逼都迎面袭来 伴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那人被扇的横飞了出去 慌的一下倒在地上不再动他 真不知道你这崽子屁话怎么这么多 我告诉你不要弃人太甚了 此刻在天如韵的命令下 天如韵的队伍全部化身恶人冲向老五的队伍 反正白宗鸣都能治好先打一顿再说 紧接着就听到一顿咔咔的震骨声 一堆骨头错位的患者已经安排妥当 结束后天如韵大方地给中芬南两个名牌 作为此次行动的报酬 看着对方展现出这十足的气度 中芬南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他看着天如韵离开的背影心里也不由地纠结 既然今后已经和刀魔宗为敌 不如现在开始扶持天如韵公子上位不是更好 随后一行人扑通一下齐刷刷地跪在地上 用头膨胸地刻着地面 天如韵看到一行人如此虔诚也将他们收入麾下 从今以后主军的队伍变得更加壮大 晚变的一所大殿之中 二楼的衣物是格外热闹 许久没事弹的白宗明 看着堆积成山的病人脸上露出极其满意的微笑 世卫是不明白这是什么奇葩 只能认为是世间的苦难并不相通 可只要伤得越惨 白宗明反倒越激动 在两人离开前还不忘了调遣他们过来给人固定住 如今麻药可贵了你们别让他们乱动 而隔壁床位的吴中听到这些人的惨叫 更是对天如韵更加忠心 而另一边的管主办公室中 他看着这个练了逆学魔宫的少年一时间思绪万千 为了调查出幕后主使左护法 用内力将逆转的能量正常循环 很快少年就从昏迷中惊醒 但看到管主他意识到情况有些古怪 他尽力回想却只能想起和天如韵的战斗 此刻他还不明白自己的秘密已经报了 直到左护法问出那句话 快说说你这崽子怎么在练逆学功法 众所周知逆学魔宫是一种用智力换力量的邪派功法 他会因为获得巨大提升而变得敌我不分 才因此被正派全面封杀 八百号显然深知练习魔宫的严重程度 对左护法指认的逆魔学功闭口不谈 可护法对于这种败类并没那么多的耐心 只见他用内力将八百号举到了空中 随即只是轻动手指八百号的身体 就传来咔咔脆响 眨眼间他的左手就被内力扭曲成了诡异的角度 而同时八百号也因为剧痛发出痛苦的惨叫 但就是在屋内这么尽力的嘶吼 一门之隔的走廊却是异常平静 这便是源于左护法多年拷问的经验 提前为空间做了隔音 他翻阅着八百号的绅士资料 除了描述他出身小宗派的鸡武剑宗外 竟然没其他的信息 这和他身上的功夫来历显然是对不上 听着左护法对自己的一点点剖析 八百号害怕得浑身一阵哆嗦 紧接着左护法缓缓走到他的跟前低声警告道 你倘若想要继续包庇奈你的宗派 也会受到相同的惩罚 但即便这样八百号都对幕后主使闭口不谈 直到左护法详细地说出了鸡武剑宗的另一个名字 暗剑二宗 他是件魔宗隐藏在众人底下的部分力量之一 用于打破六大派的平衡所筹化的宗派 听到这么详细的信息 八百号终于崩溃了 他果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还将内功进行了逆流 如此一来即便是神医都无力回天 而也证明左护法的调查确实属实 只不过是没想到这小小年纪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与此同时的石堂附近 大批的学员争先恐后的想要加入天如运的队伍 自从赢了教头和战胜老五的事件传开后 天如运的名声大噪 在许凤的指导下 所有人排成队伍依次向天如运表达意愿 只是每人介绍一遍时间就到了晚上 等所有人介绍完天如运双手抱拳表示了感谢 并再次强调自己并不为考试而来 而是要寻找能一起并肩作战的伙伴 今后一起打造新的天魔神教 这始终如一的要求让老部下感到非常欣慰 将天魔神教的大意摆在前面 这才是有报复的主君 可即使天如运极具吸引力 但选择对抗六大派的行为 依旧让许多人难以接受 为了不将自己宗门牵扯其中 隶属大帮派的学员都纷纷退出了这个行列 可即便这样依旧还是有二十多人留了下来 但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人却出声希望 和天如运单独聊一下 许多人从他的名牌认出了他的身份 他叫文家是九长老文言的孙子 所有人都对九长老的武力高强有所耳闻 而且形式风格也极有手段 因为九长老的魔龙掌宗的实力仅次于六大宗派 所以文家作为候选人 也变为小教主最先拉拢的对象 单凭他的背景天如运就有必要和他聊一聊 只见文家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走来 可他开口却是要天如运对他负责 这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少女见面就要面前的男人对他负责 其中原因竟然是因为老五那个男人夺走了他的名牌 而天如运又正巧在昨天战胜了老五 所以这个黑锅就来到了天如运的手上 如今的他身负重伤已然没有队伍收留他 所以在文家看来天如运就必须对自己负责 这一口一个负责搞的天如运也有些无语 这不讲道理的逻辑让他也难以反驳 毕竟能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人 显然已经没有讲道理的余地 而且从文家的话语中周围的学员都开始猜想主君的兴趣向 不自觉地收了收自己的皮验子 眼看天如运这边僵持不下态度依旧特别坚决 文家立马施展第二招带着受伤的腿就跪了下来 希望这番行动能让天如运深受感动收留自己 可天如运却不动声色地表示 竞队的要求要和大家一视同仁 想要得到文家投靠的决心自己才会批准 但文家身为大宗派的继承人对投靠的事情 显然是有些援御 只因为老头子在竞馆前就反复嘱咐过他 面对宗派的重大决定要堪准主君的人品 才能前去投靠 随后他试图和天如运申请竞队的考察时间 但这却遭到了天如运干脆的拒绝 看着文家苦哈哈的模样 周围的学员都被感动纷纷试图上前劝说 可怎料天如运对这件事的坚决已然没有商量可言 虽然表现得特别坚决 但天如运依旧悄悄地开启了面部识别 打算好好观察一番文家的情况酌情考虑 怎么说他都是魔龙掌宗的继承人 万一今后对自己有巨大的帮助也不好说 可经过一番扫描面部识别的结果 却只得到了一串爆错 这个答案让天如运感觉无比震惊 往常这科技都是可以分析真伪的呀 为什么这次看不出问题了 没一会儿托马斯就给出了结论 检测到人造皮遮盖了肌肉 而且根据身体特征可以鉴别面前的女子年龄不大 这一下就给天如运搞得有点懵逼 他隐约感觉面前的少女隐藏身份必定是有难言之隐 而作为女人的文家天生自带的第六感 也隐约感觉天如运发现了他的秘密 紧接着天如运口中非常犹豫地吐出几个字 你是女生 可话都没说完 文家顿感不妙瞬间从地上跳了起来 他急忙表示自己特别想成为天公子的手下 没什么可以犹豫的嘛 这突然到来的180度的转变周围人都非常吃惊 此刻文家紧张地探着面前的天如运 连忙传音给天如运表示这个秘密晚上再聊 在天如运同意过后 所有人都上前欢迎文家的加入 很快几人就玩在了一起 而有了这么多得力干家 天如运也将几个实力较强的学员分成了组长 工作安排妥当天如运和文家两人去到了一处无人的角落 他们在这里到底要做些什么呢 两人晚边相约在无人的角落见面并不是干坏事 而是为了向天如运解释其女伴男装的缘由 文家早年父亲就遭到邪教袭击英年早逝 随后母亲也因为此事带来的冲击出现男产身亡 而男产所留下的弟弟却天生就患有残疾 尽管经历已经如此悲惨 六大派斗争中也还在想方设法拉拢魔龙掌宗增强实力 为了避免六大派对宗派伸出魔掌 九长老不光将孙子残疾的事情全部隐瞒 而且还保送文家女伴男装进入魔道馆修炼寻找一线机会 这样就可以阻断了其他宗派打算用联姻的办法得到魔龙掌宗 也可以让文家这个孙女有更强的武力保护自己 没想到一个小姑娘的身上居然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天如运不禁有点心疼这个孤身作战的少女 而这时文家却突然回头提醒天如运一定要替她保守秘密 一时间的紧张让她忘记了要掩盖自己女生的声线 而和天如运独处她也终于可以不再掩盖自己的声音 正巧这个点了文家也要为面具换上胶水 随即就开始扒拉自己脸上的面具 天如运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摘面具的过程 可手忙脚乱的样子不禁让她有点害怕 看着面具缓缓从文家的脸上剥落 那藏在面具下的脸颊让天如运不自觉地发出惊呼 哇哦 洁白的皮肤粉嫩的嘴唇 这般美貌在月光的映射下格外的迷人 一双灵动的眼眸看得天如运是人都酥了 此刻的天如运还不清楚自己已经被文家俘获了芳心 就连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 随后天如运就在文家的引导下开始帮她的面具上胶 眼看她那双巧手在上边缓缓涂抹着胶水 同时还不禁和天如运调砍到女人呀 就是很麻烦吧 这微柔的声音外加这迷人的外表迷得天如运满脸羞红 听着心房传来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此刻她还不知这便是心动的感觉 在和天如运一顿互动后两人就一起回到宿舍楼 文家好奇地询问了天如运的住处后转身就回去搬行李 一切都非常正常直到她看到文家这别角的步伐 天如运才突然回想起文家是个女儿身 这样真的可以吗 在一顿训练后天如运几人一脸疲惫地回到宿舍 看到文家已经麻溜地搬好行李来到床位和自己打起了招呼 天如运隐约感觉男女之间会有些不合适 但都不等她考虑许凤就已经脱开衣服打算冲进浴室 两个来回许凤这个小子直接化作一道光影在文家面前展露无遗 此时天如运是无语炸了 不等她在犹豫身后的一批光溜溜的身影已经蓄势待发 这么刺激的场面天如运不得不询问一下文家糟不糟的主 而文家却表示男人骂汉多了也早习惯了 可虽然她嘴里是这样说但她的体温却是开始急剧上升 哎 这小姑娘真是口是心非 而天如运也在想着给众人规定一番脱衣区域方便文家的居住 很快时间就来到第二天 天如运带着五个小组掌前去教头那边报道 而从今天开始也是确定了小组正式开始修炼七魔剑招 天如运的队伍已经逐渐形成规模 队伍也从一支扩展到了六支 因为有伤员的缘故 她将修为最普通的人归到自己的队中亲自知道 这在文家看来这是极大的挑战 而且这一次雇上十多人难不可想而知 虽然天如运也有些紧张 但传授这套熟练的功法她还是有极大的信心 没有废话天如运在学员面前开始展示 只是起手的瞬间一众学员就感觉出了这套剑招的强大 最离谱的是天如运重现的这套动作竟然和书籍里画的一模一样 这才是让学员特别吃惊的地方 这惊人的学习速度就连坐在一旁的文家都大吃一惊 只是短短几秒钟全套功法便已经展现完毕 接下来就是大火最激动人心的指点时间 但考虑到训练时间极其宝贵天如运决定让所有人一起展示 随后再进行逐个纠正 而这种模式的弊端便是无法检查出个别人的细节问题 虽然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对于天如运的科技而言 每个人的数据都会被托马斯记录下来 紧接着就听到一声理音提示 参照七魔见招的多重辅导模式已启动 在天如运的指令下所有学员动作开始展示 虽然乍一看挺像那么一回事 但这些单独拉出来评定其实都没有达到训练的标准 正当文家在考虑要不要给天如运汇报问题的时候 天如运竟然直接点名了31号指点了对方顺管的问题 随后是95号的重心问题 紧接着再是这个奇葩的左右不分的学员 然后便是许凤的发力问题 只是几个来会间文家见到的问题 一一都被天如运指点了出来 这眼力简直好得离谱 让文家都心生佩服 而在这么细心的指导下 这批学员的动作已经改善许多 但在天如运的眼里问题依旧还有很多 为了考虑到大家的资质 不同天如运决定给这些学员更多的适应时间 而康复归队的吴忠 也在归队的第五天练成了七魔剑的招式 另一边的训练场地上 七天完成训练的小高大声嘲笑着白鸡菜的抠脚 而问起其如此高效的训练方法时 他身后的学员都发出了无声的抗议 双眼无神一副要死的样子 便能看出这强度是多么孔子 同时在这个期间也有两名学员前来报道 一名是一心想要振兴魔教的蔡德谦 另一名便是向往力量的于小珍 他从小练体能力较强 声称只要天如运能打败自己便誓死追死 但和天如运过招都没过三招便被批翻在地 至此两位顶尖强者成为了天如运的手下 而在接下来的十天里 小黑和小胡顺利到达了顶尖水平 获得天如运的夸赞 可他们在发表感言的时候 小黑却声称自己是主军的第一剑 这一下就引起了几人心中的不满 而这时候郑桥有人也表示 第一剑在他们看来另有其人 所有人都不甘心自己的队长是二剑三剑当场开团 眼看团战的趋势愈演愈烈 前排的蔡泽谦传音建议天如运要借此机会确定排名 一方是可以稳定大家的忠心 另一方可以确定大家的实力 文言天如运稍微考虑了一番 便宣布今天要测试出前六的实力冠以六剑称号 到底谁能获得天公子的第一剑呢 魔教六大宗派的内斗多年下来消耗了诸多的魔教力量 为了抗衡他们天如运提出六剑称号带头抗衡六大宗派 也正好借此机会找出团队中最强的六名选手 以实力高低冠名六剑称号 而获得称号后每年都有比赛重新定位六剑上的排行 随即在第一轮顶级强者的筛选下 小黑六人顺利成为六剑的有力竞争者 而六剑的排行那便是只用三成的功力在战斗中决出胜负 话若文家因为身负重伤主动举手放弃了这次六剑的争备 就在众人为文家惋惜的时候 一件衣服搜的一下被甩到空中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是一旁的小黑已经叙事待发打算和几人大干一场 所有人都对小黑这脱衣服的行为感到不满 谁没见过几个好身材啊 随即两个女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夺命妖子权 可小黑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内外坚秀让他应对其两人的攻势依旧游刃有误 而白姬也是颇有绅士风度让蔡泽谦回去洗洗睡了 下一秒两人就开始来回拉扯起来 而小黑这边面对两个女人的围攻却是疯狂泄力 找准时机打出一记百拳就让两人动作缠到了一起 紧接着打出老汉推车就将两人击退 而这一击也是小黑的高明之处 受伤的两个女人都感觉是对方拖了自己的后腿 只见小珍提了一嘴 打打打打你妈妈 不会打不要打 小胡听了这话哪能服气 以他喵的才是 随即两个女人瞬间反目成仇将喵喵拳施展到极致 边打嘴边还喊着 就你这小不点还敢和我斗 去死吧 只留下小黑在一旁看得一脸凌乱 天如运就看他俩在这个场地整整打了半小时 但不得不说女人心眼子真的多 两人加起来可能有八百多个 小珍虚晃后转弓下三路瞬间就破坏了小胡的平衡 紧接着一记蓄力冲拳直冲对方面门 而小胡却早有预料提前施展出一记回旋 随后重重地落在小珍的后背之上 下手只狠脸上全是残忍 而这一记也打得小珍是痛苦不已 他是万万没料到这小胡看着如此瘦弱的力量居然大的出奇 小胡却不屑地表示你这区区第五话还挺多 另一边无聊的小黑又乱入了白鸡的战斗 一记冲拳进场给两人吓得不轻 白鸡可是争夺一剑之人立马开始反击 而两人一拳一腿很快就都被对手限制 就在两人擒住对方僵持不下之时 蔡泽谦一步来到空中 一脚踢出打算坐收鱼翁之力 而白鸡两人显然不服 非常默契地同时松手闪到一边 让蔡泽谦这一脚扑了个空 就在几人感觉这已经是三足鼎立的局面时 身后突然有一股带有诡异气息的声音 缓缓说道 你这争夺第一剑经过我同意了吗 随即一记大逼都就朝着蔡泽谦挥去 但他也算是顶级强者极限躲过 就在他感觉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 两道攻击突然袭来打得蔡泽谦满脸意外 而这两人便是刚才被打断的小黑和白鸡 旁边的文家都不禁感叹这四人加起来有几千个新眼子 这落井下石可不心看啊 接下来便是前三件的争夺 到底是谁的诡计更加前卫呢 三个人的战斗竟然藏有两千个新眼子 蔡泽谦也是没掉身后居然会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这一生吓了他一个哆嗦连续后撤 就在他躲过攻势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的时候 一拳一腿突然从两侧袭来打在他的肋骨之上 剧烈的疼痛瞬间就让他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这种操作就连文家都惊叹有些下饭 接下来便是三人决出胜负的时候 下一秒小黑几人又再次缠斗在一起 在一连串的拳风交错声中 小胡率先体力不知深情投降 而白鸡和小黑却无暇理会一拳一腿打得酣畅淋漓 而就在两人对抗的旗鼓相当的时候 白鸡却突然一个闪身来到下方 一脚登出踢在小黑的身上 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将小黑踹到了空中 紧接着白鸡的攻势紧随其后 那咒语般的攻势接连不断踢的小黑原地破防 活生生给小黑踢得在地上摩擦 而随着小黑的倒地 白鸡也凭实力拿到了天如运手中第一件的称号 从此以白鸡为首的六件就此诞生 虽然这六件的实力在魔道馆可以名列前茅 但见识过读魔宗实力的天如运清晰地知道 这种程度对抗六大宗派还是没有什么胜算 必须要变得更强大才行 另一边的魔道办公楼内 左护法看着手中的一纸文件满脸震惊 毕竟考试内容要经过魔道馆教头的评定 以及教主的亲自确定才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这突然到达的一纸文件却是要修改考试内容 这显然是有些奇怪 而他修改考试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先前的考试太过简单 这么多年下来难道教主还不知考试的难度吗 这突然的变故外加最近教主的行为太过反常 让左护法不由地开始对事情的真伪产生了怀疑 大护法都没想到一个左护法思绪竟然如此谨慎 随即从口袋取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而接过文件的左护法也是仔细查看起上面的内容 随着他眼神的扫动神情也变得紧张 下一秒只见一道幽蓝色的内力在手中缓缓显现 手中的文纸也在内力的催动下燃烧了起来 既然命令下达那他也只有执行的权力 只是没想到六大派居然已经开始提前动手了 考试在即情况却突发变故 这一指文书足以体现是太得严重 而学员们对武林中的事情知之甚少 看着台上的空空的座椅 他们隐约感觉出了一些事情的反常 全然不知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这时候天如荣的左边传来一阵催促声 是教头带着一些浑身是血的人来到场中 从他们手背限制还带着头套的特征 足以见得这些人很可能是囚犯的行列 但不等天如荣继续分析台上的护法出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他大声宣布今天的考试内容有所改动 只是听到这儿大多的学员都开始教头接而讨论起了自己的想法 直到他们听见大量的铁剑当当的被盗在地上时 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这次考试的强度 不说好的是用木剑吗 怎么换成了真剑 而这也便是左护法这次收到的命令 用七魔剑招一起去对付那些关押着的犯人 相比打倒教头而言会更加有实战价值 其中不同的是这些囚犯不会手下留情 而这次考试也从压制敌人改为斩杀敌人 听到这场实战要么战死要么杀敌的结果 所有人的心里都开始出现了负担 毕竟在他们感觉中死亡离自己是那么的遥远 而第一组700号学员也被分配上场 他的对手也被解开学位取下手铐 摘下面具的那一瞬间他们的博弈便已经开始 12人一组将囚犯围在其中伺机而动 而囚犯也观察了一圈自己的对手 看到一张张稚嫩的面孔 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先前承诺自己的是战胜剑阵便可重获自由 难道自己要对这些小年轻出手吗 但没等他思索多久 在一声剑三阵开的大海声中 周围的学员立马集体发动攻势 囚犯立马意识到这些招式流露出的威胁 随即也开始对剑招展开反击 但在期谋见证之下 人数的优势已然足以掩盖实力上的差距 囚犯隐约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可就在学员感觉是绝杀的好时机时 两个小伙居然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失误 这却是让惊艳老道的囚犯找到了机会 毫不犹豫对着失误学员一键刺出 就在剑锋离小伙身体只有20公分的时候 囚犯却及时停住避免了这次惨剧 这行为让关键的天如韵都感到意外 这到底什么情况 但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他的身体上传来三声血液喷射的声音 那是三道剑锋戳穿了他的身体 身后的学员对囚犯的心理是全然不知 他们只知道要战胜敌人获得胜利 而囚犯已然明白自己今天终究要死 随即也放弃了抵抗扑通一下倒在地上 在场的其余学员都对他们的胜利呐喊 只有动手的文家几人才知道 杀死对方的感觉并不好受 而这次考核的成绩也是出奇的离谱 只有文家几个对囚犯动手的被宣布通过 而其余失误以及滑水的学员 统统被护法淘汰 如此公正的赛制 显然是将决定权交还给学员自己手中 既然通过与否自行决定 第二场天井云的小组没有犹豫直接上场 而他们这场却是对抗鞋派高手刀疤男 魔道馆三阶段的考试临时变动 让第一组的学员淘汰将近一半 而有了上一场竞争的前车之剑 天武警明白要想通过绝不能留情 将人直接围在了中间打散几呼 可这次的对手却不像正派囚犯那么讲武德 凭借高超的剑技先发制人 瞬间就将一名学员的手臂当场砍飞 利用学生对于死亡的恐惧 在人群里面杀得七进七出 可他虽然摧毁了七魔剑阵的组成 场面上对他已然没有太多的威胁 但就在他放松警惕的同时 天武警一招服魔空拳贴击来到身后 一拳接接实实地打在了后背上 剧烈的冲击让他的身体出现麻木 当场被三剑刺穿身亡 即便如此天武警的队伍也在战斗中淘汰了过半 手中的势力也因此变得更加薄弱 而接下来几组的战斗也变得更加的谨慎 但其中也只有天武颜这个大哥的队伍 在这场考试中全员胜出 此时这般顺利的考试局面 反倒是让左护法开始怀疑起这些人的目的 如今考试和往年一般一切正常 而还没考试的队伍也只有那个少年 难道这次修改考试是为了针对台下的天如运吗 但从天如运又是断臂又是破单的行为来看 先前的操作足足断送了三个小教主的前程 被人暗杀也算很正常的事情 如今在魔道馆的保护下六大派 也只能用这种手段将天如运杀死 不知道天如运能不能扛住这一招呢 随后短暂的休息天如运终于上场 而场上的情况也是不出所料的的确有些特殊 光从那人面相便可以看出这人实力不凡 并且凶煞的气息也能肯定绝对不是什么正派人物 而且在解开学位的期间 他的表现反倒是特别的同怒 脑袋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什么事的 这让天如运明显感觉出来有些问题 而这时候缓步离开的总教也悄悄投来了一个眼神 顺便传声说道 你小子可要多加小心啊 闻言天如运的内心猛的意境 从总教的口吻看来这考试是另有隐情 万事俱备考试开始 所有人都摆出招式叙事待发 而中间的囚犯却依旧毫不在意四处寻找 这让天如运开始怀疑起这个囚犯的目的 难道是完全不把七魔剑放在眼里 剑四正开 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 四周的学员立马开始朝着囚犯展开进攻 而与此同时 囚犯却突然朝着声音的方向露出了惊悚的表情 原来他们要我安排的就是你这个小子 他先是对着冲来的剑招展开反击 刀剑碰撞之间当当的声音连续不断 而和囚犯接触的长剑却都无一例外 在碰撞之后全部碎裂 许凤看着手中碎开的长剑纷纷惊讶不已 不仅怀疑这种功力难道就是超顶级强者 而这种力量其实是超级强者才具备的钢气凝聚 远远看去如同一股能量将建于手臂融为一体 伴随着手中能量的嗡名囚犯开始逐个击破 面对如此强大的内攻天儒韵的小组有胜算吗 普通考试竟然出现超级强者执行任务 一股注入剑中的钢气让囚犯的战斗变成幼儿园的级别 实力的差距让他随手一碰便能摧毁对方的武器 可即便如此还持有武器的天儒韵组员依旧不想放弃 再次组织了进攻上前尝试斩杀 但在强者的世界中段位上的差距不可预认 只是简单的一刀劈砍就再一次将两把长剑劈的爆开 这能只是接触就能击碎武器绝不可能是顶级强者的实力 此时台上左护法的心里出现了一个恐怖的猜想 这人难道是绝世强者 简直无耻啊 而这时不知情的总教率先发现问题 他大喊道天儒韵的小队快快退下 同时手中的宝刀也从剑鞘缓缓抽出 而面前的囚犯却已经杀疯 毫不理会总教的存在举起学员就朝着那边猛的支出 看到学员迎面飞来总教没有犹豫 收刀救人一气呵成 但只是接住少年的瞬间 他立马发现学员身上的力道竟然出奇的大 只因为他用上全力竟然被鱼力推得连连倒退 足足在地上拖行了数十米才勉强停了下来 这么离谱的实力让周围的学员都看傻了眼 紧接着随之出现的招式更是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那便是他身上所展现出的四大邪功之一 逆穴魔功 随着黑紫色的血管在身上快速蔓延 他的实力已然到达了绝世强者的高度 而即便这样他要杀死的少年站在对面 却对这股力量毫不害怕 这让他非常吃惊 毕竟根据情报这次要杀死的小鬼 才当到顶级强者的实力 自己这般提升已经达到碾压的级别 而天儒韵看了对方亮出逆穴魔功 他明白这次囚犯的到来就是为杀死自己做的调整 不给他犹豫对面的囚犯直冲而来 并扬言要让少年尝尽人间痛苦 在所有人的担心中囚犯已然进入了癫狂状态 身体素质已经到达极致 一个闪身便来到了天儒韵的头顶 而与此同时他手中长刀也摆出了一刀斩首的气势 这时的天儒韵却浅浅地说了一句 吵死了 随即他的动作陡然加快 对方的刀都没有完全落下一道剑光 便已经在他的周身卡了个变 一副瘫痪的状态砰得一下跪在了地上 不得不说天魔剑弓恐怖如斯 只是瞬间就能让对方失去战斗能力 在所有人惊讶至于天儒韵的心里 却出现了一丝担忧 他看向倒在地上的囚犯不禁感叹那人内功的强大 因为尽管有天魔剑弓的加持 手中的长剑居然完全刺不进他的身体里 而同时倒地的囚犯虽然一副被杀死的样子 但他的经脉里却隐约有东西在快速蠕动 在半分钟左右囚犯果不其然再一次只能起身体 非常诡异的形态在天儒韵的面前缓缓站起 而这次他变得更加强大也变得更加的癫狂 即便浑身颤抖 但潜意识中杀死天儒韵的任务充斥着他的脑子 随后他仰天长笑爆发出升级版式吼功 附着内力的声波以囚犯为中心向四周冲击 其中毫无防备的学员竟被震得口吐鲜血 在场的都是顶级强者居然都没法抵御 这足以见得这次囚犯实力的强大 但离他最近的天儒韵却是有恃无恐 虽然传闻他只有超顶级强者的内功 但尽管如此拥有托马斯的天儒韵 怎能和普通武者一概论 在声波接触的瞬间托马斯就早早开启了防御系统 给天儒韵的器官做了过滤 将声音里的高低频率全部去除 如此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副超级强者的模样 面对强大的施吼功还能泰然自若 这让囚犯非常震惊 因为拥有了逆学魔功 他已然增加了两个段位 看到少年能如此轻松地挡下这一招 囚犯清楚地知道面前这人的实力不容小觑 而这时天儒韵却率先出声 既然招式用尽你也别再废话了 天儒韵百开剑决打算进攻 而囚犯也不甘示弱以百米冲刺9秒82的速度迎面冲满 可就在他刚跑了一步 一道身影竟然以难以察觉的速度出现在两人中间 只见面前一道剑光闪布囚犯的手臂瞬间分离 而如此强大的实力也让天儒韵非常震惊 看着来人一身橙色衣袍搭配这飘逸的长发 师傅你怎么来了 逆学魔功修炼到极致便可对抗绝世强者 而只是顶级强者的天儒韵强行应对 必定是要经过一番苦战 就在对方朝着自己猛攻而来的时候 一道身影的出现瞬间就扭转了局面 只是一道刀光闪过囚犯的左臂瞬间分离 这般强势的刀法更是彰显强者气息 一身橙色衣袍搭配这嚣张的表情 天儒韵瞬间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那便是自己的师傅狂刀前来救场 而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刀囚犯的身体 就已然有些承受不起 但为了能完成任务他不得不再次进攻 可即便有逆学魔功的帮助 在魔教十大强者的面前这点实力却完全不够看 一个回身的蝶舞刀法就将囚犯全身砍得满目疮痍 只是瞬间对方就仿佛失去了控制拳 一般扑通一声重重的跪在地上 随后如同傀儡一般倒向地面 这般实力更是让目睹了全过程的天儒韵有些不敢置信 看着尸体心里不禁感叹道 难道这就是绝世高手施展出的蝶舞刀法吗 比起虚拟人物的实力可是强了两倍不止啊 而且这般刀法只是瞬间就精准地断了对方的全部警慢 让其丧失行动能力不再具备威胁 但尽管是全身创伤意识半会儿还不会让人很快死去 而与此同时躺在地上的囚犯还不清楚自己身体的情况 依然想要努力地从地上爬起 就在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时 一只手竟然直接将他的头抓了起来 都不等他再次运弓狂刀直接用内力将他的穴位阻断 防止其自毁身体导致这次行动前功尽弃 而在这一掌浑厚的内力过后 囚犯也毫无悬念地摊在了地上 于是乎狂刀也扛起长刀对着台上喊话 你这打半天了还没搞定吗 这么慢 原来台阶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一众修炼了逆学魔工的囚犯在左护法的压制下纷纷摊倒在地 为了防止他们自爆造成伤亡 左护法可下了不想过 也真搞不懂这只搞定一个的酒鬼在得一个什么东西 而围在周围的学员第一次看到左护法的实力更是惊得和不拢嘴 就在众人惊讶之余 空中树道人影踏着轻弓花花的落下 他们行动有素统一着装 光从这不凡的身手便能看出他们身份的不简单 更恐怖的是这些人隐秘气息的能力 竟然所有人对他们都毫无察觉 而这些人便是魔教顶级强者组成的护法大队之影子系列 随即也在左护法的命令下 将所有修炼魔工的囚犯全部关押并在后台等候吊起 而另一边的狂刀看到天如蕴的成长也颇为满意 毕竟从没有内功的小子成长到顶级强者确实进步不少 只不过嘛 你要是能施展为师教你的蝶舞刀法那就再好不过了 听到师父的建议天如蕴猛的意境 这 但那可是魔教最强剑绝天魔剑功啊 作为师父的狂刀也只能敢看小子这令人感慨 看不上本教的蝶舞刀法也太过正常 可就在狂刀还打算继续讲解天如蕴施展的剑法时 左护法的在旁边疯狂咳嗽可是吸引了他的注意 随即两人传音说道 不得不说你这耳朵多少有点背了 我他喵得都快可出血了 只不过这剑法的事情不能再说了 事情关系巨大务必要为他保密 狂刀听闻左护法这严肃的语气 脸上立马故作镇静憋了一口气 开始往四周观望像的铁憨憨一样 你他喵得快走吧 三阶段的考试还没结束呢 听到左护法传音催促 狂刀也明白自己留下肯定会被人回应 随后和徒弟简单鼓励了一番 就一步轻功便朝着楼阁之上飞去 天如蕴望着这个倾囊相受的师父心里不由的暗自决定 倘若下次和师父相见 那必定是会以小教主的身份见面 而离开魔道馆的狂刀心里也是思绪万千 他也不明白情况为何会变成这个样子 明明教主是将天如蕴完全当成诱饵在做事 但他却传授天如蕴添加的绝学天魔剑功 难道这一切都是教主早有安排吗 毕竟天魔剑功也只有历代继承者才能掌握的功法 也或许是要让天如蕴这个小子 对天魔神教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剩下的任务也刻不容缓 我们出发 前往剑魔宗大院 看到天如蕴师展出那令人熟悉的剑法 诱护法狂刀的心理也对教主有了更多的猜测 没想到教主竟然私底下将剑法传授给了天如蕴这个小子 那既然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就是前往剑魔宗岛事情 而经历了这场战斗的天如蕴也隐约感觉出了一些问题 他不禁怀疑为何会有人敢在魔道岛这种地方 如此明目张胆的导手段 而且师父能及时出现 显然早有预料提前就埋伏在附近 难道我就是那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吗 毕竟小时候自己从未怀疑过教主对母亲的爱 但直到母亲病逝都没见到教主出现 这不得不让天如蕴怀疑教主的爱是否真实 天如蕴的内心越想越上头 他暗地发誓倘若教主是利用自己作为诱饵去对付六大派 那自己必定让他后悔不已 另一边台子上的左护法经历了这事也是非常无语 他没想到这些人的手段居然这么卑劣 显然是不把魔教的规矩放在眼里 但在这些违规的事情出现后 教主也名正言顺地对他们实行了制裁 一阶段的阴魔宗老迫不率先被赐予了一个长达一年的禁足套餐 那个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的独魔宗宗主 在离开魔道馆的第二天便被赏了两年的劳烦 而修炼逆学魔宗的案件力量 在近期也被教主的力量全部管扣 这不得不说天如蕴这个小家伙还真有点实力 仅仅三个回合就招惹了这么多要对他下手的人物 而也是因此左护法不禁为他的小教主争夺感到堪忧 毕竟在魔道馆树敌太多可不见得是好事 要想稳住局面还是要小家伙有更强的手段才行 但这种成长也不是左护法能担心的事情 如今还是先完成今天的考试吧 随即左护法为了补偿这次不公平的考试 宣布给予没通过的学员再多一次考试的机会 而这次的标准则是从囚犯变成了教头 不仅减少伤亡还提升了不小的通过率 在接下来的对抗中剩余的学员通过率将近过半 算是给第四轮的考试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通过的学员也因此获得了魔道馆高贵的一级铜牌 以及为他们功法标配的进阶武器 而从接受了道具的这一刻起四阶段的考试便已开始 但这次和往常大有不同 不禁猜想这考试是有多难才会如此的自由 但这在左护法的口中却是异常的轻松 你们那只要能打败面前的教头就可以通过四阶段的考试 非常简单吧 话音刚落台下的情况就变得嘈杂 大家都没想到四阶段的考试居然是无规则赛事 想要赢下教头可是要全方位碾压才有可能 但就在台下激烈讨论的时候 左护法却出声提醒道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这次考试和先前实行同一条规则 那就是给你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只要失败那便是出局 好好把握机会吧 随即在一道散会身后所有人自由行动 只有天如运的组员在这里逗留纷纷攻身行礼 即便众人皆已出局 但他们的忠心依旧视死追随主君 而就在天如运还打算再对他们安慰几句的时候 身后的一道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而来人是那天被打断肋骨的教头 周围几人看到这气势汹汹的模样都不敢出声 而教头也是一副命令的口吻 让天如运和自己去见左护法 这完全没有商量的口吻 也是上级对下级所具备的权利 感觉却越是奇怪 因为教头带自己来的是这魔道馆 一直还未对外开放的区域 这里无人巡逻左护法子会来到这里 而就是这荒娇野岭教头也是停下了脚步 背对着天如运让他自行体会 这一刻这里只有风吹草的沙沙声 树西过后早就察觉出诡计的天如运率先出声 看来找我的不是馆主啊 而教头也是满脸争鸣回答道 本教何时说过是馆主要找你 随后快速抽出长刀指向天如运 是你要来这里挑战本教的啊 等死吧 这是一部传统武侠系列的高峰漫画 所有人看了都说他的武侠逻辑极其完善 而我们的天公子便是这部漫画的主角 凭借外来的科技让他的修炼可以一日千里 仅仅一年的时间 他便已经达到别人修炼数年的内功 如今站在这里的他实力也可谓是今非昔比 这次教头假借馆主的名义 将天如运带到人烟稀少的角落 想用这次名正言顺的切磋机会 将天如运斩杀于此 但就是在他挥刀碰撞的瞬间 他立马发现了异样 因为面前的少年脸上竟然扬起诡异的微笑 并且不紧不慢地反问道 你说这是四阶段的考试对吧 这反常的情况让教头内心不由地害怕 如果正常的学员不应该特别害怕教头呢 怎么这个少年这么奇怪 难道他已经有十足的把握战胜王 就在他疑惑之时 手中的长刀也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此刻不论他如何的使劲 面前的少年竟然都纹丝未懂 这让教头无比震撼 下一秒对抗中的长刀 竟然被一股陡然出现的力量瞬间震开 强猛的力道让教头不受控制地向后飞了数米之远 稳住身形的教头此刻更是不敢置信 他没想到仅仅时隔一个月 天如运这个小子居然提升如此之多 可这些对于天如运而言却只是毛毛雨的提升 毕竟身体未发育完全自己还不能施展出全部的势力 但这对付你而言已经绰绰有余 教头看着对方嚣张的口气 不经吐槽真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看招 随着一道架势教头朝着天如运直冲而来 一招轻二灵绝在身体前方制造数道剑气 虽然只是剑气残留 但对于接招人的出招速度和内功都是一道不小的考验 眼看剑招直逼而来天如运手中叠武刀法快速化解 而那手中的刀器也是极其成熟 让教头的招式没有占到一丝便宜 一个后灯不趴的一下快速后撤 但天如运却不打算就此结束 一连串的叠武刀法砍得教头手忙脚乱 几招下来竟然连武器都一起赶飞 就在他要一刀了结了这个教头的时候 那崽子竟然站在原地疯狂喊听 那么说就是我已经通过四阶段的考试了吧 教头文言举起双手连忙解释 你已经赢了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但尽管他嘴上这么说 在他的左手却悄悄凝聚起了一股能量 一个阴暗的想法缓缓诞生 那便是待会儿趁着天如运放松警惕 用实诚的功力拍断对方的脑固 实力得到教头的认可 少年也从而放下了戒备 就在他打算收刀离开之际 后边的教头突然一步来到天如运的背后 举起双掌妄想试试那阴暗想法 可都不等他掌风落下一道 十足的拳法不偏不倚地打在了他的胸口 瞬间将教头打到浮空 随后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这一下显然给他打得不轻 而重伤的教头却不明白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缘故 明明自己没有泄露一丝的杀意 而与此同时天如运的脑袋中 托马斯的声音再次响起 对方手中能量完全消失 危险度降低 baby小人竟然想谋害我 然而对面奸计未成的教头 遭到天如运的重拳已然有些害怕 此刻他眼中的少年 更是多了一分恐怖的气息 正当他想狡辩自己 并不是打算实施报复的时候 天如运却已经没有再留守的理由 一狡辩踩穿了这个baby的教头 毕竟在这个武林的世界 对别人善良便是对自己的残忍 在半小时候魔道馆之中 又再次开启小会 所有人变色民众注视着 这个身负重伤的同事 主要这么短的时间 就被打败确实有些离谱 但这在左护法眼里 以天如运的天赋 通过考试也只是时间问题 接下来也没什么可以追究的 将这个饭桶送去医务室 顺便给天如运颁发队长名牌 今后天如运便是和教头 平起平坐的位置 而身为主队的奖励不光如此 还有魔龙团以及个人住所提供使用 这给天如运是不小的帮助 林教头细心地提醒 作为主队后山的打铁铺 也可以对你开放 今后便可以使用定制武器了 随后左护法也细心地 和天如运讲解起 五阶段的考试内容 在四阶段之后 五阶段的考试有了质的飞跃 慎重提醒必须达到 炉火纯青的超顶尖水平 还可前往 而在魔道馆中 顶尖水平和超顶尖 有着三个段位上的差距 如此看来想通过五阶段 那可能要花费许多的时间 为了避免天如运着急心切 左护法告知往年 到达五阶段便是许多人的极限了 要想顺利通过 务必稳扎稳打 天如运文言抱全感谢 随后快步赶往了藏书阁的方向 这次他便是要了解一下 三四楼的藏书阁中石碑的文路 到底如何 而来到千道处 报到管理员一眼 便发现了少年的问题 并质问起 为何没有带名牌而来 但当天如运拿出对牌的时候 管理员瞬间满脸 错愕内心更是无比震惊 毕竟往年通过考试的学员 最快也需要五个月时间 这 没有多想管理员立马起身一感 这个少年几招解决了教头后 顺利通过考试 获得对牌后 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藏书阁的位置 毕竟如今对自己最有帮助的 也便是藏书阁的石碑 在三楼的楼阁中 白几几人也在奋力背书 天如运也不浪费时间 直直走向石碑的位置 他来到石碑跟前抬头 观察起上面的文路 发现这次的剑痕 比先前的更加的杂乱 一时间根本没有找到 可以参悟的突破口 无奈只能让托马斯进行扫描 稍后进行分析 而剩余的时间 天如运也是不出意外 开始阅读密集 而量子阅读虽然迅速 但这翻书的噪音 也是让别人无心背诵 快速扫描完三楼的密集 天如运三步并两步来到了四楼 而这里的石碑 却和其他楼层的剑痕有些不同 除了有杂乱的剑痕外 青玉石的角落还被砍掉了一块 从切口来看 这是一道干净利落的剑痕 但让天如运感到疑惑的是 这一层的青玉石损伤的 比先前严重许多 而且剑痕也比先前更加的粗糙 仿佛和之前的 不是一人所为的一般 就在天如运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托马斯出声提醒 这一块青玉石上剑痕的力道 比先前出现的剑痕墙上两倍布置 这么离谱吗 这回答让天如运倍感震惊 同时这也让他感觉更加激动 因为上面的剑痕 强弱关系到自己模仿后的强度 如今看来这显然是个好事情 快将面前的剑痕 开始扫描回去后再做分析 只因为分析需要花费许多的时间 如今四层藏书阁宝物众多 可不能再十倍这多浪费时间 毕竟这里一半都是上层宗派的顶级秘籍 剩余的虽然都是邪门歪教的功法 但这多少有用今后可以用来对抗他人 随后天如运开启了 四层藏书阁的扫描任务 很快那些顶级功法 都已经被天如运收入囊中 其中245本秘籍中天魔神教 就占了112本 其余正派秘籍83本 邪派秘籍50本都已列入脑海 而这么多秘籍 对于天如运一人而言 没有太大的作用 他想着尽管如此干脆 分享给其余学员提升实力 岂不是更好 可就在他匆忙走出藏书阁的时候 时间却已经来到了晚上 管理员也提醒天队长 已经是凌晨了 虽然超过了好几个小时 但管理员也是十项之人 假作完全没看见的模样转身离开 毕竟谁能得罪这个百年埋域的奇才呢 况且有这个数小时 通过四阶段的实力上层 必定非常器重 回到宿舍后一群队员非常吃惊 纷纷拱手恭喜主军顺利晋级 就是这晋级的速度 也有点快的离谱 连文家都不自觉地感觉 天如运便是下一院调准 而天如运此次前来 也是带来新的消息 那便是自己因为晋级将会有新的住所 华洛许凤瞬间泪流 不止疯狂呼喊主军 不要丢下自己 只有文家灵光一闪 只因为四阶段提供的单独住所 让他这个女儿身会方便许多 时间来到第二天的早晨 天如运来到山后的铁匠铺准备打铁 这里设施齐全兵器众多 更让天如运对自己独门武器更加的期待 而这时候一旁男子出身问道 你便是本教最短时间通过考试的天队长吗 天如运也谦虚地一拱手回答道 正是在下 这人是欧野子的后代传人欧善雄 一时计记载欧野子是春秋时期的匠人 因为手艺精湛一生中一半的剑都被称为名剑 而武林中仁静皆知的巨雀龙渊 皆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如此一来 他的后人实力也可谓是不容小觑 看到天如运的反应 欧善雄反倒有些不好意思 连忙解释到自己并没仙祖那般的出众 而天如运也连忙表示 如今世间最优秀的技术 也只有您这才有 欧善雄被天如运夸得甚是开心 主动开始找擅长的东西下手 他转眼一瞳 便看见天如运身后别致的刀剑更是兴奋 双武器都能使用的强者可是不多见哦 但魔教规定这四阶段也只能铸造一把武器 而天队长你想打造哪一种 这着实让天如运有些纠结 一边是师父传授的叠武刀法 如果不铸刀的话 给老人家看到这有点不喜欢 而另一边是自己最强招式天魔剑弓 实力强悍 没有武器的知识无法发挥权力 还没到达第46招剑身上便已经满是裂痕 思考数秒后天如运一鼓作气决定驻剑 正巧的是匠人最擅长的也是驻剑 但在开始前却有一个奇葩的要求 那便是观看一遍天队长你的剑招风格 而这样做是为了方便知道 您对应的功法所需的剑身大小以及强度 如此一来天如运便是放心了 缓缓拔出长剑后 就打算给匠人露一手自己的天魔剑弓 只是瞬间天如运就从匠人的左手边 穿到了右边的不远处 来回腾传爆发出无数剑气在周身环绕 剑锋锁过寸草不生 这种程度的剑招让将人看得瞪大了眼睛 咄咄逼人的剑气不由的 让他保护住了自己的眼睛 一套招式下来 欧善雄陷入前所未有过的震惊 一时间有些语无伦次 他表情凝重久久没有出声 表情上一副便秘的样子 让天如运有些慌张 看欧丹雄还在思考天如运主动询问他 欧大哥你怎么了 对面的欧善雄文言 依旧一副严肃模样 缓缓地吐出几个字 欧善雄请求让天如运将手中的长剑交给自己 随即拿出小铁锤对准剑身轻轻一碰 整把长剑瞬间崩溃原地爆开 而这便是他无法为天如运注剑的缘由 因为天如运这招式市面上 已经没有长剑可以承受这种压力 天如运也没想到自己凭空挥砍 都已经达到这种成果 随后他连忙追问 能不能将剑身做的结实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欧善雄文言没有停顿告诉天如运 光靠技术这完全可以完成 只不过材料获得是个很大的问题 想要撑住你的那套剑招 必须用千年寒铁拿来注剑 才能符合剑招所需的剑身的强度 而寒铁那东西是吸收了北海寒气的一种金属 因为其密度比铁要高得多 所以用来注剑是在合适不过 但这东西极其的稀少 往往有限的材料 都会优先给高层的爵士强者拿去使用 如此天如运也感受到匠人心中的无奈 但天如运也没想到自己的剑招 竟然已经到达了如此程度 而这没法为天队长打造长剑 作为传奇驻剑师 欧善雄也感到甚是遗憾 毕竟那剑招耍的 连他一个不练剑的匠人都感觉热血沸腾 随后欧丹雄也出声安慰道 你也不要气馁如今还有第二个选择 我们还可以考虑注刀 随即天如运对着空地展示了自己的叠武刀法 也幸亏这道功法对武器的要求并不高 欧善雄也终于答应自己 尽其所能铸造一把可以胜任的长刀 并在半个月后便可来取 既然如此天如运也毫不犹豫地 钻进练功房准备修炼 而刚进练功房的他 突然发现这个往期非常安静的楼层 今日却是多了许多的动静 显然达到顶尖水平的学生也在增多 为了保证自己的修炼进度领先他人 天如运取出两枚魔龙团打算开卷 既然大家练得那么快 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随后天如运毫不客气地 将两颗魔龙团一起塞进了嘴里 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危险行为 过多的能量进入身体 轻则经脉受损重则暴体而亡 但有托马斯的存在天如运显然是有失无 因为只要是外伤问题 托马斯都可以为其修复 如今最重要的就是吸收魔龙团提升内功 而为了提高能量的吸收效率 托马斯也出生建议开启超强代谢模式 只不过提升吸收能力 是通过学到过度膨胀来实现 而经历这么多次吸收的天如运多少也知道 这种所谓的经脉膨胀 那肯定是伴随着极度的痛苦 随后天如运也不再纠结 快速运转起天魔剑弓加快内功的循环 与此同时在庞大的能量冲击之下 经脉终于不受控制的陆续爆开 但在托马斯的帮助下 伤口迅速止血开始紧急修复 就这样天如运一边爆经脉一边运转天魔剑弓 而这爆裂的经脉便是托马斯所说的穴道过度膨胀 短短半小时天如运已然有些将近昏迷 他咬紧牙关坚持运转功法 终于在两小时后经脉能量进入稳定 而地面上全是他爆开穴位喷射出的鲜血 此刻天如运仿佛从鬼门关走过一遭 但当他运转内功竟然出奇地发现 短短两小时自己竟然增加了60年的内功 这比两枚魔龙团所拥有的功效还要多出一倍 不光如此全身上下的内力的流动也变得更加顺畅 而身体的经脉因为不断地修复也变得更加强大 如今这种程度的身体素质 已经可以承受两倍以上的内功力 此刻天如运激动地竖起手指 下一秒一道剑气搜的一声直直冲向天花板 这颗比胡教头的剑气更强更长 而功法未动内功先行这让天如运更加有信心 有了内功基础 他果断让托马斯将三楼的剑爵提取出来 只是接收到信息的瞬间天如运身体猛的一顿 他没想到这次破毁剑招已经达到93招了 才破解天魔剑弓的第三招 而实际上比之前杂乱的剑痕都是漫天的破毁剑招所为 这强的太离谱了吧 尝试对第三招天魔剑弓进行转移 魔道馆的藏书阁中摆放着六块硕大石碑 上面记载着魔教最强剑招对抗得出的笔式剑痕 而四楼藏书阁中的石碑纹路比先前的要杂乱许多 其中的原因竟然是因为破毁剑是足足用了93招 才勉强破解了天魔剑弓的第四招 这显然天魔剑弓的第四招有着比先前强上许多的优势 快把天魔剑弓转移到我的体内 但这却遭到了托马斯的阻止并耐心地解释道 您的身体目前已经处于极限状态 进一步进行强化可能对主人的发力造成影响 若您对目前的身高已经非常满意 那我将对剑招肌肉进行转移 闻言天儒韵陷入了沉思 他琢磨着自己的身高可是大事 而现在这幅身体的强度虽然没有达到极限 但施展一次四阶段的天魔剑弓应该不在话下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天儒韵摆开架时决定一事 奋力运转体内真气手持剑弓在空气中猛的一滑 只是瞬间他便感受到前所未有过的剧痛 与此同时身体经脉也在高负荷的运弓下当场爆开 强行催动天魔剑弓已然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苦 感受着剧烈疼痛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天儒韵是从未想到自己这般钢铁之躯 竟然连一招都无法施展 这般程度的天魔剑弓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但这时候他也注意到自己脚下的石块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剑痕 这显然是先天自己用剑弓化形不经意间留下的痕迹 仅仅是剑弓便可以在这坚硬的石块上留下剑痕 天儒韵逐渐有些理解破毁剑弓所处的环境 需要增加到93招去对抗天魔剑弓 显然是因为内功法的威力太过霸道 如此天儒韵等待肌肉修复后又对破毁剑弓进行尝试 这次他强忍疼痛打完整套招式后终于明白 作为破毁剑弓要面对的对手是多么的离谱 在天儒韵的心里已然对破毁剑弓的武者多了几分佩服 能将如此普通的剑招结合成复杂的绝世剑弓 这显然也是世间一代强者 不光剑招对身体没有特别大的负担 而且剑弓的组合还让对手无法琢磨 不禁感叹这便是普通人练剑能达到的极限码 此刻练习了四楼十倍的招式后 天儒韵心里竟然对第五招天魔剑弓有了更多的期待 毕竟第四招都已经这个程度了 那第五招那岂不是起飞 但为了得出轻欲时尚要表达的含义 天儒韵在脑中对两个剑招做了模拟可得出的结果 却不尽如人意 随即他又将托马斯的虚拟人物展现了出来 用天魔剑弓第四招和破毁剑弓第四阶段进行对抗 两人身影穿过在空中迸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下一秒双方的武器竟然同时在手中爆拍 这结果是天儒韵从未猜浅到的 长期以天魔剑弓稳居前卫的刻板印象 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平局的结果 向来天魔剑弓是魔教最强的功法 可在这次的模拟中他和破毁剑弓竟然打成了平手 其中原因竟然是因为武器的断裂战斗无法继续 这结果显然无法让天儒韵轻易接受 但在多次测试之后两者的对抗结果皆是如此 这种奇怪的现象让天儒韵不由地陷入了思考 按照托马斯的指示破毁剑弓还有130道剑痕没有打完 而第24剑弓是利落地砍下了石碑的一块角落 要想对轻欲时做到这种程度 那可不是单纯为剑注入内力那么简单 而是要对剑身持续注入刚气才行 但这也不能排除是因为天魔剑弓的最后几道剑士有着巨大的剑力 作为对手的破毁剑士才发挥着满满的剑招前去抵挡 此刻天儒韵已经没法用自己浅薄的知识 去参悟爵士高手出招时候的想法 如今也只能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有可能对后边的剑痕有更多的理解 这么一来肌肉强化确实是最简单的事情 从练工房离开后天儒韵在小黑的剑一下 决定和小组成员一同去食堂用餐 而看到大伙聚在一起对天魔神叫信心满满的样子 天儒韵感觉到了团队力量的强大 他意识到要想做大做强项曾经那样单枪匹马可不行 于是乎他来到魔道馆小麦托拿了有些纸盒笔 决定用一些时间给大伙默写一些藏书阁中自己扫描的秘笔 而时隔15天后所有学员都被召集在了宿舍 这次天儒韵提着两打书籍准备送上自己闭关前的最后一份礼物 随即也向在场的组员宣布自己即将闭关修炼的行程 然而这个决定太过突然白击几人也有些担心 毕竟如果主军闭关的话大火的修炼可能会变得缓慢 而好奇的小黑率先举手提问 主军不知您计划闭关的时间大概多久呢 文言天儒韵思考数秒后却没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 反正练到满意为止吧 看到天儒韵如此深思熟虑的模样 小黑非常识相地双手抱拳 既然主军心意已决我们只能怨诸军能如常所愿 紧接着所有的学员都躬身为天儒韵送上祝福 那既然我将进行闭关 但在离开之前我依旧有两个要求 第一是在我闭关结束前通过四阶段的考试 这个要求显然是让许多的下层弟子有些为难 而第二便是熟读我为大火莫血的秘笈提升功力 看到一达高高的秘笈一众学员又从悲伤中回过了神 紧接着天儒韵就将秘笈一发放给在场的学员 可只是拿到秘笈的瞬间 许凤几人都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一番惊讶之后隐约都有些不会说话 幻影剑法落影剑法以及断铁脚 这些可都是上层宗派的顶级武功啊 主军你就这样送出来吗 随即许凤哭通一下跪在地上对天儒韵磕头感谢 其余的学员也陆续收到天儒韵的宠信 并且每个人所得到的功法都有所不同 如此恐怖的记忆力让小黑佩服的五体投递 只不过其中人手一本的一门心法是从未听说过 天儒韵也将齐莱莉说得特别模糊 是一个发明松果谈斗闪电编的秘密宗派独创的心法 而且那宗主也在一场比武的时候被小人偷袭隐退山林 如此瞎掰天儒韵都觉得自己是个 原来混员功法在千年前便已经从天儒韵的手中诞生 只不过那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能有一本不错的心法秘籍 而这本秘籍的由来却是托马斯经过数小时的总结 将一到四楼的藏书阁中关于心法的内容重新编载从而得来 此刻天儒韵不禁感叛这未来科技的强大 为了确保心法可以顺利运行 天儒韵亲自上手尝试心法的稳定性 可这得出的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 这怎么感觉比师傅给的无天心法还要厉害呢 并且因为他的逻辑简单 任何的武功都可以得到加持 这结合了无数本心法的内功 干脆就叫他混员功法好了 如此一来一本混员功法就此诞生 天儒韵都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小脑袋瓜真的太机灵了 而这个答案在场的学员也没有过多的怀疑 毕竟他们也没去过四楼藏书阁 只能断定这可能是一个隐退许久的宗派吧 在会议的最后 天儒韵要求所有人务必在明晚之前将密集完成备锁 并对所收到的文件进行销毁 紧接着时间就来到第二天的早晨 魔道馆西北位置的修炼馆聚集一众学员 此次前来都是为了目送主君前去闭关 他们为天儒韵让出一条通往修炼馆的路径 在两边双手抱拳一口同声说道 助主君武运昌盛大获成功 而进入闭关室后 天儒韵发现这里简直就是第二个练功房 不过是有充裕的食物储备和不畏作为配置 熟悉环境后天儒韵果断开始进食 充足的能量是训练前必做的准备 而接下来天儒韵的修炼也分为三个阶段 上午是招式训练熟悉招式动作 下午是招式对抗加强实战经验 训练到晚上则是心法运气强化内功 如此一来天儒韵的训练可谓是满满当当 而虚拟人的训练也会根据自己实力的提升有着变化 这次的最终目标便是超越师父当时斩杀囚犯时的实力 从此天儒韵也开始了漫长的闭关计划 谁都不知道他会闭关多久 但在外界也就是天儒韵闭关的第七天 玄魔宗小教主就顺利战胜教头通过了四阶段的考试 而他也顺利成为了除了天儒韵之外 历届魔道馆中通过最快的学员 在第十天魔龙掌宗的闻家也成功打败教头通过了考试 这天所有学员第一次见到闻家手舞足蹈的母娘 随后老二也在闻家之后开始了考试 虽然他早有战胜教头的实力 但是为了能有十足通过的把握 老二谨慎无比做了足额的功课 在天儒韵闭关两个月后老大和老二也相继开始闭关 可是一生要强的白鸡在通过后显得却没有那么开心 毕竟他现在是队伍里第二个通过考试的成员 在天儒韵闭关四个月后 扶魔宗的老三也终于通过了考试随即也开始了闭关 而六剑之中也有两人势力通过第四阶段 闭关第五月六剑全员通过考试 第六月开始小宗派出生的无中几人也达到顶级强者的水平 但在通过的同时也有15名学员着急心切不幸落跑 时间刚满一年六剑迎来的新的一轮排名 而这次重新参战的闻家稳居第一 白鸡高启利与小珍胡双华还有太则千锦随其后 与此同时队里已经有三成队员达到顶尖水平 闻家白鸡高启利三人也终于开始闭关之旅 而这时候天儒韵已经整整闭关了两年之久 大多数学员都进行了四阶段的考试 因为考试难度实在不低 天儒韵的手下也淘汰半数 而许凤也在主军不在的两年里咬紧牙关刻苦训练 如今已然是炉火纯青的顶尖水平 可在魔道馆中能如此安稳修炼 其中的缘由也得益于大部分的学员都在闭关修炼的缘故 但两年一过四成的学员已经从闭关中走出来 而率先出关的强者当属大哥不说 历史两年零四个月后 只是一出关便通过了五阶段的风魔洞 成为第一个通过五阶段的选手 又过了四个月后 闻家几人也顺利出关并成功通过五阶段风魔洞的考试 但另一批包括天无警在内的挑战者就没有那么幸运 十人之中三死六伤足足给想要贸然挑战的学员敲响井 经过两年零八个月后 闻家几人顺利通过了风魔洞的考试 而在同时也有九名挑战者在考试中出现了伤亡 毕竟魔道管五阶段的考试可不是过家家那般而行 然而经过了三年的修炼 天如运的学员实力都有很大的提升 纷纷开始用自己的武功前去尝试挑战六剑的地位 因此六剑上的排名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最终高起立闻家白鸡三人依旧稳居前三 新六剑照明顺利晋级 时间一晃时间又过了两个月 这次天如运闻闭关的时间有些长的离谱 为了保证天如运的安全文家和许凤每月都去修炼馆等候 考虑到如今大家都经过了闭关实力必定有显著的提升 并且在前段时间见魔宗的老二经常在白鸡这挑拨离间 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作用 但高起立却隐约感觉最近会有大事发生 于是小高建议大伙和自己一同前往修炼馆守护主君最后一阶段 与此同时的修炼馆门口 许凤两人也如小高所言被一众学员找上麻烦 而这次带头的依旧是那个演技拙劣的老二 只不过如今小教主争夺在即 文家这个角色极其重要 因为在文家代表的是一整个魔龙掌宗的投票权 得到了文家那么魔龙掌宗也是唾手可怕 而在现今六派均衡的情况之下 有了这股力量教主的争夺也便是有了主动权 今日老二无论如何都要将这枚棋子为己所用 眼看许凤两人这命死不从的样子 三道超级强者的身影眨眼间便腾空而起直冲许凤的方向 可就在许凤面对三道强者的围攻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股浑厚的内力瞬间袭来 眨眼间三人的身形就凭空被凝固在了空中 可正当许凤两人有些不明所以的时候 那空中三人的身体竟然以一个奇怪的姿势朝着地面砸去 哐哐哐的三声随后在地上一路脱形 老二一时间也没搞清楚这三人在玩什么飞机 只能看着这下饭的操作对着三人一顿垃圾话 这时只见修炼馆中一个乞丐模样的人物缓缓走出 内威炎的气场让文家两人甚至能感到压力 可当他认出那一头红发和那强壮的身形的时候 文家的脸上瞬间变成了欣喜的表情 只不过时隔三年天如运的外形和气息已然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而回过神的众人也隐约感觉出了自己和身后那人的差距 刚才那是隔空虚物吗 却他喵得有点恐怖啊 我建议我们还是先溜 但同为小教主的老二看到天如运的进步显然就有些不服 凭什么你三年就可以到达绝世强者的地步 都给我上 把他弄死 看到有人要找天如运的麻烦 许凤两人也毫不犹豫直接拔刀 双方剑招在较量中疯狂对拼 可惜对方的人数众多 文家两人很快就被两位超顶级强者牵制 此刻文家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毕竟这种程度的攻势稍不留神便会一命呜呼 而突破了文家的其余学员也借着空隙信心满满的直冲天如运的位置 他们显然是低估了天如运这几年的进步 只是抬手之间一股磅礴的内力陡然出现 将几人是硬生生拽到了空中 随后只见天如运打出一击无比沉重的掌风 在内力的加持下几人直接给人干到几百米之外 在一顿撞击后就出现口吐鲜血险些丧命 这也太离谱了吧 众所周知在武者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便是内功心法以及秘笈 其中内功心法决定着一个武者的下限 而功法秘笈则是决定武者的上限 如今天如运闭关出来实力已然有了大幅增长 光从那隔空取物的实力便可看出在座的各位皆是垃圾 眼看天如运离自己越来越近 见魔宗那个叫锦标的小子率先出声投降 我们投降了天公子 要不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吧 可面前的男人文言却依旧一副冷酷的表情 显然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感受着真正的杀意锦标深知此事有些不妙 但为了争取一线生机 他还是说出了那番威胁的话术 倘若你要做得如此决绝那我们必定 可天如运都不等他说完他的身形斗然加快 眨眼间便来到了锦标的面前 这他瞄的什么速度 照面的功夫锦标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天如运那充满魅力的拳风便已经从手中打出 只听通的一声闷响 锦标的身体瞬间倒飞而出 撞击地面后鱼力依旧将他的身体在地上不断推行 伴随着碎石砖块四处横飞的声音 在场所有人的心里都为锦标能否存活捏了把汗 这难道就是绝世强者吗 接下来天如运的目光在场上扫尸了一圈 接下来就是你这个家伙在寻死 可这时候的老二是和文家打的旗鼓相当 在他的心里依旧是那个念想 打败文家那便是多一份争夺教主的机会 面对文家这赤手空拳 他也是毫不留情的用主剑气 也就在他的剑气即将把文家的手臂一刀砍下的时候 天如运终于出手了 只是文家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那把落下的长剑竟然稳稳地被天如运固定在了20公分之外 这可是凝聚了老二七成内功的剑招啊 已经变得这么随意了吗 而此时的老二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但他手中的长剑依旧还在奋力地催动 可就是下一秒天如运的身影却瞬间消失 而老二也感觉到自己手臂上的压力恶然消失了 不对 是手臂整个都消失了 此时天如运的剑气已经快到砍断手臂不会留下痛绝的程度 随着那持剑的手臂在空中飞出一个抛物线 断臂狂魔的称号实至名归 而在短暂的呆滞过后那被断开的关节瞬间喷涌出无数血光 此刻老二不禁懊悔自己和天如运作对的决定 可尽管老二怎么呼喊天如运却只是朝着剩余的人群缓步走去 这次他化成了小区门口的采一拉罐的清洁工 那结实的脚法真是一脚一副累人 虽然没有致命 但今后修炼已然很难有很大的增长 刚出关的强者战斗就是这么简单 用采一拉罐的脚法都能一脚一个小垃圾 虽然他们是练武之人 但断骨后在今后的修炼也很难有巨大的提升 而另一边小黑几人从宿舍匆忙赶来 当他看到许凤乐呵呵的状态更是满脸的疑惑 许凤你在干嘛呀 许凤此刻是丢得很开心 他将刚才大哥收拾的垃圾们丢到一起 方便待会有人收拾 而文家则是在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在一旁开心的对话 这人难道是短暂的迟疑过后小黑立马单膝跪地 天魔神教第一见高启力拜见主君大人 听到小高这番话术文家才想起 天如运好像是主君的身份 立马强作镇定单膝跪地 第二见文家拜见天公子 可即便如此这时候的白姬却有些无法动弹 他身为炉火纯青级别的超顶级强者 竟然遇见这股力量出现了无法喘气的情况 这种感觉好比是魔教教主站在自己面前 白姬这次是终于服了 在短暂的调整过后白姬身为三贱 拜见主君 其余学员也是第一次看见白姬这么服气 随即纷纷拜见主君 而看到大伙对自己这么伤心 天如运也抱了抱拳以表感谢 可就在几人高兴之余 小黑却发现旁边这一滩屋渍不经猜测 这面目全非的男人难道就是剑魔宗的小教主 难道主君已经达到绝世强者的水平 文言天如运并没有作答 只是微微一笑你自己体会 半小时候的魔道馆衣物室中 白宗明可是终于等到天如运出关 如此一来病人的事情看来是不用担心了 可即便外界一片混乱 玄魔宗小教主却两耳不闻窗外事 完全不在意外界的事情 因为他只专注提升武功 不想参与这些繁琐之事 而忠心方位的魔道馆中消息 也是极其迅速 听闻了天如运以绝世水平出关 左护法都不禁对这事情的真实度有些怀疑 可教头表示目前已经不是推测 而是肯定天如运绝对有绝世强者的水平 因为当时为他打开闭关室的时候 他竟然展现隔空取物 直接控制了三人的实力 自己是看得清清楚楚 看来这小子修炼时间这么久 是直接晋升了才出来 而历年可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不通过六阶段的考试 自己悟出绝世强者的水平 目前就算说天如运天赋异禀 都很难解释清楚了 可就在左护法思考之际 门外突然到来一股十足的压迫气息 让他身体猛的一哆嗦 这么看来一切都是真的了 紧接着在一顿敲门身后 左护法准许了天如运的境运 可是要不是提前和自己打过报告 左护法看着气息 还以为是哪个长老临时到来呢 只不过这个进步有点令人太惊讶了 短短三年便达到了绝世强者的水平 而且外形上也有了不小的改善 天如运这次到来 也是迎来了属于他的五阶段考试 刚一出关天如运就前往了风魔洞的考试 而这次闭关也让再次见到他的总教有些惊讶 这成长速度有些令人羡慕 随着总教为天如运打开幕门 风魔洞中那凌冽寒风呼呼的 就往天如运的脸上放 这里的寒风可比外边的冬季要冷上不少 但好在这个洞穴还算宽调可以一路下谈 随着教头将机关质押一声打开 凌冽的寒风隐约有了缓和 只不过这栋的深处传来咕咕咕的回声 让人心里不由的开始害怕 而这次的考核内容是在黑暗中赶至陷阱和危险 通过陷阱后在东边尽头找到内的出口 到时候出去击击 如果在一小时后你没能通过考试 那教头会立马关闭机关开始实施营救 那么事情就交代到这里五阶段的考试开始 而天如运也一步一步朝着洞穴深处走去 在这阴暗的地下环境 天如运果断开启夜视模式 只不过越往下走洞穴弥漫的味道也是越发的奇怪 油味臭味还是血腥味一时间有些分不清楚 在数分钟后天如运也终于来到了第一个机关阵列的考试 有了夜视仪的帮助天如运环境信息是看得一清二楚 想着自己绝世强者应该可以轻松通过 天如运一步踏出直冲对面的空底 但下一秒四周就出现无数弩剑朝着自己的方位全速射击 但好在天如运凭借强大的内力瞬间化解 要不是自己领先许多大部分的学员都会在这里遇难 好在这一遭算是有惊无险 此刻天如运猜想既然轻功不行干脆就走出去好了 下一秒就听见吱鸦一声 显然这次他是再一次触发了机关 只听见头顶传来巨大的噪音是一块天花板在朝自己落下 天如运调动一速两步就冲出了机关陷阱 身后的石块也砰得一声重重的落在地上 而只是来到这两个机关的位置天如运就花了15分钟 接下来面前是三个选择 就是看天如运如何安排时间 为了找到可以顺利通过的路线 他决定顺着有风流动的洞口一动 但这时候天如运的脑中好像闪过了什么信息 这个结构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是三年前自己被关禁闭的洞穴 当年为了感谢先祖给自己机缘的时候 触发的一道类似触碰式的开关 当时的自己浑然不知还险些当成了地震 但在一顿震颤后天魔剑弓的石柱中心 发射了一番木头冲击了房顶的中心 紧接着又是一顿震动 房顶的夜明珠竟然开始噼噼啪啪地往下砸落 落在地面后顺利形成了一个龙形 而落下的这些硕大的夜明珠 也正是先前扫描的天魔剑弓箭式 可就是检查的时候天如运竟然意外地发现 其中每个落下的球体背后 都有一个起伏不平的线条 在一顿拼接过后 貌似是一个藏宝图的线路 当时的自己不知这是何处的地图 在托马斯储存后将功法进行了销毁 如今看来那张地图就是今日洞穴的分布线啊 练武之人机缘就是这么讨巧 在感谢先祖恩赐的时候意外获得了一份藏宝图 而时过三年后那神秘地图竟然派上了用场 如今看来那张地图就是今日洞穴的分布线啊 而其中有三个分岔口的也就只有天如运所在的位置 既然有了地图并且目前时间还很充裕 而且祖师大人大费周章搞这么一个图肯定不是闲的没事的 干脆四处看看以免错失良机 随即天如运决定先从两条小路开始搜索 可是天如运越是沿着小路走那个恐怖的声音 和自己复述他那会儿进洞时候的感觉 他们都听到好似有东西在哭 这次天如运来到这里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切身体会后发现声音是如此的立体显然不是幻听 而且在托马斯的扫描下四周的机关可是特别的多 这就让天如运有些怀疑 这又不是出去的路线怎么陷阱这么多 两步就会碰到一个陷阱真是奇怪 可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面前竟然被石头堵住了 这什么情况 藏宝图上说后面还有路的呀 可当他继续抬头扫尸的时候 他的身体不由的被吓得倒退的树部 因为在他面前石块上威严凌厉的写着一个大大的封字 与此同时在这个封的位置 天如运可以更清晰的听到石块后有声音在传出 难道祖师大人在身后封印了什么东西吗 虽然目前不知道是个什么怪物 但光凭感知便可感受到那令人后怕的魔力 既然他名为封魔洞可能真是封印了什么东西才用这个名字注明 那如果是有魔物自己要不要进去试试 要是我做了释放出一个无法对付的怪物怎么办 此刻天如运的内心是特别的纠结 这次他要展示出绝世强者的水平 再对着这块封魔石开启猛攻 而随着天如运体内的能量快速升高 周围的环境竟然一同共振起来 顶部的岩壁碎块不堪重负不断散落 而地面上的碎石却开始反常地从地面浮起 伴随着能量的外泄无数巨峰也开始朝着他的位置距离 天如运深知这招的强大只不过他从没想过会将此招用在这里 在树吸过后天如运的身体已经达到最充盈的状态 而他的剑身也充斥着无数的内力 来试试这招 天魔剑弓第四招 只是搜的一瞬天如运的速度快到离谱 冲击的途中周身气息已然将他凝聚成了一个钻头撞向面前的巨石 只听见夸夸夸的声音 面前的轻玉石也在这道天魔剑弓的攻势下画做无数的粉 刚一闭关结束他就被迫用出了自己最强一招 可他这次的对手竟然是一块不会动的石块 只见无数剑锋汇聚到天如运的长刀之上 天魔剑弓的形态变作了一道无比锋利的钻头 对准石块就是疯狂冲击 紧接着只听见框的一声闷响后 那咕咕咕的低沉叫声变得更加的明显 但刚才巨大的冲击却扬起无数烟尘 让天如运一时间看不清面前的情况 等待烟雾散去才发现 刚才的剑弓竟然在面前打出了一道一人多高的圆洞 而走进洞口查看天如运的身形突然顿住 这难闻的味道原来是从石块后边发出来的 但这洞中弥漫的气息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难道是我领会错了天魔祖师的意思 就在天如运思考之际 天魔剑弓的招式 警告警告 前方出现不规则等离子能量在快速靠近 放电现象扑灭而来 这是啥 可天如运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洞中的不明生物以及快的速度 窜出砰砰两下给天如运状的倒飞而出 框的一下重重地砸进了石壁之中 从石壁上严重下陷的裂痕足以看出这魔物的实力 但好在天如运如今已经达到绝世强者的实力 这种偷袭并没能伤到他的要害 很快他便提高了速度 在洞穴之中反复闪躲 几个回合下来 天如运终于稳定住了气息 同时也看出了身后那魔物的模样 那是一个类似于巨蟒的龙形超巨型生物 名为赤龙 只听闻赤龙本是一身白蓝色鳞片的龙形生物 是生活在湖中的神圣灵物 可是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面前的黑色赤龙才不管这些 张开锯嘴就朝着天如运一顿猛砸 强壮又坚硬的身躯在洞穴中横冲直撞 巨大的重量冲击着整个洞穴都在和他一起震动 天如运深知那赤龙的实力都能将自己打伤 那这洞穴在他这番攻势下肯定也坚持不了多久 眼看赤龙的身体要从封印的石室中离开 天如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一路逃窜打算先将赤龙堵住洞口的身体引到外面 等待赤龙的身体完全离开洞口后 天如运找准时机突然回头 一下便钻进清玉石打造的石室中和赤龙一决胜辅 但来到石室后天如运落地的脚突然扑通一声 这里怎么会有水 不对这些都是一些黑色的不明液体 主要这令人恶心的味道熏得有些受不了 但都不等他再做抱怨 赤龙已经回到石室开启了新的一轮进攻 天如运剑撞快速后撤拉开距离 可在这石室中奇怪的环境 天如运的轻弓遭到严重的限制 既然如此你可休怪我无奇 化落天如运手中剑气快速凝聚 青蓝色能量在手中凝聚出了一柄无比锋利的气节 受死吧 就在天如运怀疑之际 赤龙竟然吼出一道震耳欲龙的声波将天如运直接冲飞 少年遇上传说中的赤龙并开展了战斗 可赤龙的防御极为全面 即便是天如运的天魔剑弓也无法伤及分毫 反倒被对方爆发出的声波能量摧残得不轻 这下天如运是看清了赤龙的实力 这不是刀枪不入吗 这么赖皮 这身上的硬度可比青蓝石强上不少 但同时天如运也依稀发现了一些赤龙身上诡异的情况 那便是这水砸在赤龙的身上不会出现碰撞 就连移动时连带出的水花生都没有 而且正常这么大的东西进到里面水位应该上升 但这个赤龙的情况就有些古怪 随即天如运让托马斯开启了实景分析模式 以为您开启现实增强之眼 目前可以确定时事中出现了黑色不规则等离子能量 是大气中异常能量增多从而出现的离子化现象 虽然还没经过科学验证 但是这个已经被署名叫做影机现象 这就离谱了 就连未来科技的托马斯都解释不清了 而在短暂对视过后 赤龙一道蓄力再次袭来 小心 大面积放电现象正在靠近 天如运第一时间闪避到空中再次确定 这次他看清楚了赤龙的情况 一切果然如他所料 赤龙的这幅身体是压根不会和水接触 而且砸下去的冲击全是水底撞碎的石块溅起的水花 也不知道那么大一颗头到底是什么做的 紧接着托马斯经过大量的算力也得出结论 经过分析结果显示 目前悬浮在前方有24块铁片在释放强大的等离子能量 可赤龙体积庞大 但进攻速度是一点都不逊色 天如运只能着急忙慌地告诉托马斯 那个托马斯 你能不能把铁片标记出来 我现在没时间思考 下一秒赤龙身上的影像变化作半透明的信息 悬浮在天如运的面前 只不过这路线让天如运有些莫名的熟悉 这铁片的位置怎么和天魔剑弓的基本招式的方向一模一样 经过三年的修炼 天如运对天魔剑弓早已深入骨髓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可这时候赤龙的攻势又再一次袭来 天如运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只得调转弓法前去对抗 只见天魔剑弓的能量快速吸收周围的气息 将它们凝聚于天如运的剑气之上 下一瞬赤龙的脑壳就和天如运的天魔剑弓猛烈碰撞 伴随着无数金属碰撞的声音 赤龙的身上也蹦射出无数火光 而在托马斯的弱点提示下 天如运也精准地打到了赤龙的几个破绽 就在他感觉自己得手的时候 身后的气氛泥约有些奇怪 那莫名诡异的心跳声 让天如运不禁好奇地回头查看 当他一眼看到身后那龙形标志的时候 他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震惊 这难道就是那头赤龙的原形吗 就在天如运一脸疑惑的时候 那黑色碎片竟然开始诡异地震动起来 随即便和仙剑中的魔剑一般 咔咔咔地开始快速拼肩 只是呼吸间一把威严而恐怖的长剑也就此诞生 而这把武器不论是气息还是锋利程度 天如运足以见得这剑绝对不凡 当他又注意到那剑身上那天魔剑的大字时 这难道就是传闻中的天魔剑 天魔神教传承宝剑天魔剑再次出现 只不过这次是在风魔洞的洞穴中 战胜了赤龙才再次显现 毕竟这可是人称象征的天魔神教教主才能持有的宝剑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历代天魔神教的教主都会将此剑封印在这里吗 就在他疑惑的同时天如运的手掌却不自觉地朝着剑柄摸去 只是接触的瞬间他的手掌仿佛被控制一般无法挣脱 而剑身上磅礴的能量也在同时嗖嗖嗖地往天如运的体内涌去 随后天如运的眼前也逐渐变得漆黑一片 紧接着他的听觉触觉也相继失去 这种感觉如同离开的那具身体一般什么都感觉不到 但尽管如此天如运却没有感到一丝的害怕 反倒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舒适 舒适 天如运立马感觉到了不对 他用尽全力努力睁开眼睛 好不容易到达爵士强者的水平他可不想就此死去 但睁开眼后天如运并没有像预计的那般从睡梦中显明 而是来到另一处环境 这里是一个洁白亮堂的湖面之上 虽然没有被黑暗吞噬 但这里的景象也好似没那么的闻 此刻天如运在努力分析眼前的环境 同时在脑海中疯狂呼喊托马斯的声音 可托马斯却没有像往常一般给予自己回忆 反倒是面前的湖面涌起了一个巨物似的撑起一个水泡 在数秒后那水泡喷的一声爆开 而在同一时间一头白色赤龙也现身在湖面之上 这就有点离谱 怎么梦里他压的还有一只 伴随着赤龙的一阵怒吼声 他的身体竟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成长 而身体上的鳞片也随着扭动逐渐变长 周身术道雷电也随之落下 这诡异的情况是给天如运吓坏了 这难道就是小赤龙蜕变成龙的过程吗 可就在天如运对着未知生物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神秘男子提着长刀突然冲出 只见那人对着赤龙的龙脚就是夸他一道 伴随着赤龙的一声嘶吼一根龙脚在空中飞出一道抛物线 这锋利的刀法看着一旁的天如运是一愣一愣的 但两人的战斗还没有止步于此 被砍断龙脚的赤龙在一顿挣扎过后 他的身体上竟然发出嘶嘶声响 而在同时赤龙身上的白色鳞片也开始快速变黑 能将赤龙之脚如此轻易地砍断 天如运不禁好奇那男人的身份 可那人却始终没有将目光注意到自己 反倒是举起了长剑开始凝聚剑刚 巨量的能量汇聚在空中爆发出呼呼的剑气 而对面的赤龙显然也有些不服爆发出骇人的吼叫 只是下一秒他便朝着那黑衣男子全速冲去 可都不等他接触到男人的衣角 一道极快的剑招便已经划过他的身体 干脆利索地将他的龙头瞬间砍下 这 是天魔剑弓第三招 怎么这招在那人手里这么强 亲眼见证了天魔剑弓的实力 天如运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但那黑衣男人好似还特别的淡定 仿佛这种程度的剑招都是他随手就能打出的一般 砍完龙头后就悠闲地踏着水塘朝着赤龙的身体走去 随后将黑剑插在了赤龙的身体之上 而那柄宝剑也在龙血的滋养下开始吸收起了其中的灵气 而这便是那黑衣男子的目的 黑衣男子看着剑身上灵气不断凝聚不禁皱了皱眉 这吸收灵气的过程可能会有些漫长啊 但这好像不关我的事 随他吧 随后才将身体转向了天如运的方向 并用那犀利的目光瞟了一眼 这人他好像能看到我 这不是在梦里吗 怎么他还笑了 这压的什么情况 在梦境中 天如运发现梦中男人竟然可以看见自己 而且不光如此他好似还能和自己对话 一时间天如运不清楚这里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在极度的震惊中 天如运猛地从水中爬起回到了现实之中 他发现自己一股呛水的感觉在疯狂地咳嗽 而在咳嗽至于他已然有些无法分清现实还是幻境 但这次他能听到托马斯的问候 你没事吧 闻言天如运也在极力调整呼吸 我没事托马斯 只不过不知不觉喝了几口黑色液体有些太冷气了 对了托马斯 我这次昏迷了多长时间 您在卧剑的瞬间便突然晕厥了过去 托马斯的这番回答让天如运心里不由的有些紧张起来 刚才自己可是观摩了整场战斗才出来的 因为现在还在考试天如运 担心留给自己比赛的时间并不多 这时候托马斯又一次出声提醒 如果您再过一会儿考试时间就将近过半了 而听到托马斯的回答天如运可算是放心多了 那还可以啊 刚才昏迷只是过了几分钟罢了 但同时天如运也很好奇刚才到底什么情况 只是简单的晕倒而已吗 经过身体检测 您在卧剑的瞬间有一股黑暗等离子能量灌入体内 在那一瞬大脑神经细胞也被完全激活 而且在这段激活的时间里 被吸收的黑暗等离子能量也成功地和你的内功完成了结合 而在完全适应后你的身体才开始重新苏醒 如此一解释天如运终于明白了身体上的变化 我就说自己怎么觉得内功里能感受到那强烈的魔力呢 但奇怪的是刚才那柄黑剑呢 我记得刚才手里不是抓着一把黑剑来着吗 可就在天如运在周身寻找长剑的时候 突然发现身上这不明而来的手环 我擦 这是哪个洗浴中心的呀 我可没去过呀 怎么会在我的手上 而与此同时的风魔洞出口处 一众教头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按往常来说这都快一个小时了 顶级强者也应该可以顺利通过了呀 怎么一个绝世强者却被耽误这么久 而就在几人疑惑之际 总教想起了那个风魔洞的传闻 自从剑工在这里创立魔道馆 是为了控制那封印在洞穴中的魔物 如今看来是不是天如运 可能遇上风魔洞中的魔物了 可都不等一众人再做多想 那遮掩着的木门被枝鸦一声推开 一个浑身沾满鲜血的天如运狼狈的从门后走出 身上难闻的气味让所有教头都难以忍受 不禁怀疑天如运这是掉粪坑里了吗 经过一小时的等待天如运的身影 终于出现在了出口的位置 只不过这次他好像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浑身是血不说 从他的身上竟然还透着极其难闻的恶臭味 就连总教这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都要捂住口鼻以免晕厥 这简直是掉进粪坑里了好吧 而在同时胡总教也注意到了 天如运手中那抓住的鹿角模样的东西 不禁让总教对他的遭遇起了兴趣 而结束了考试的天如运第一时间前去沐浴 经过了半小时的冲洗 他的身上终于不再发愁 只是先前那番精力让他深表怀疑 他注视着这凭空出现的鹿角 开始了风魔洞中的误息 这次遭遇可太过离奇 而且这把传闻中的黑剑的锋利程度也难以理解 当时自己握起天魔剑 对着青玉石打出天魔剑弓的时候 那面前的石块只是出招的瞬间 就爆发出啪啪啪的断裂声 而在几道剑光滑过的下一秒 面前所有被剑气接触的石块 都纷纷被干脆的截断 随即砰砰砰的落到了地上 如此轻松便可以砍断青玉石 天如运的心理不由的 对这把天魔剑上的黑色剑 刚有了更多的敬畏 而且他的能力还不光如此 只是天如运松开长剑的瞬间 那黑色长剑便修修修地化作了数道能量 快速收回到了天如运的手腕之上 而且天如运还对他的触发条件做了测试 不论他如何的用力和掰扯 那手环都不会在手中幻化出长剑 只有调动那一份内力 才会相应地触发手环上的魔力 而与此同时天如运也隐约感觉到身体好像有些异样 现在的他感觉自己浑身发热不停地冒汗 这奇怪的情况让天如运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得病了 就在天如运担心的同时托马斯也及时提醒道 您这是因为吞噬了刚才那番高粘度液体 从而经脉带动循环后将身体里的废物排除体外的行为 不用太过担心 什么这是什么情况 紧接着托马斯继续讲解 虽然你已经达到绝世强者的水平 但打通任多尔迈后只是排除了大部分的身体中的杂物 如今这个液体可以对体内细微的杂物进行排除 是比先前更细腻的筛查机制 这下天如运算是明白了 原来这黑色液体有这么大的功效 那怎么说都要把这些东西给装出去 多少也给手下提升功力有着不小的帮助 可正当天如运想着怎么把这些东西全部带走的时候 整个石室竟然剧烈震动起来 这难道是地震 紧接着眼看石室上方巨大石块不停落下 天如运显然知道情况有些不妙 一步登出来到了一旁出口的过道之上 也就是他刚站稳的那一会儿 面前的整个石室竟然全部脱离直直地朝着下方的深渊落去 这么看如果掉下去的话可是必死无疑啊 只是可惜了这些吃龙的血就这样浪费了 要是能全装走那肯定可以将魔教的整体实力提升一个等级 如今看来只装了一刀鞘的量 给自己小队应该是够用了 而等黑水全部流光后天如运意外地发现 这个梦境中的赤龙之脚竟然悄悄地躺在石室的边缘 这怎么看都像梦境中那黑袍男子砍下的赤龙脚啊 不禁让天如运怀疑这梦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化 再说了这个脚怎么用呢 是熬汤吗 此刻一脸疑惑的天如运也是一脸好奇 托马斯对这个脚进行材质分析 随即在一轮酸痛的电击过后 托马斯顺利得出结论 根据分析结果显示 面前的物品由目前程序数据中不存在的成分构成 目前无法得出其具体成分 不过可以确定它与超高硬度的金刚石相比硬度较低 什么托马斯都不知道吗 那要知道它具体的强度还得我亲自试试 随即天如运在手中凝聚出一道剑气 瞄准面前的赤龙脚就是挥出半数的功力 可得出的结果却是让天如运完全没有想到 怎么这么诡异 完全砍不动啊 少年在洞中意外获得一条灵物断角 为了得知这个不明物体的强度 天如运在手中凝聚出一道锋利的剑气 对准龙脚直接砍出半数的功力 可得出的结果却是让天如运大出所料 因为这东西不光是面对剑气可以做到毫发无损 而且其中那散发出的力量 竟然还在和自己的剑刚做着对抗 不禁让天如运怀疑这难道是灵物才具备的能力 那这么看来自己是捡到宝了 既然能承受天魔剑弓的威力 那么给他做成刀剑应该也不在话下 接下来就看到欧野子的后代如何处理了 时间很快来到下午 通过考试的天如运来到办公室报道 只不过他这次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竟比出发前强了不少 尽管天如运还在极力的隐藏 但他这魔力太过霸道 依旧能让不远处的左护法能清晰的察觉出 这不禁让左护法怀疑天如运在洞中 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东西 如果一切如胡总教说的一般 能让一个绝世强者在洞中停留足足一个小时 那这情况很有可能是遇上了传说中封魔洞中的魔物 而如今天如运的这番资质 也正好符合传闻中遇见魔物的要求 从几年前天如运打出天魔剑弓的时候起 左护法就极为看好天如运今后胜任魔教新一任教主的前置 情绪来到这里左护法是越想越刺激 完全忘了面前的天如运来着已经罚战了许久 就连胡总教都不禁暗示的咳嗽了一番 那个 馆主 开会呢 看到胡总教疯狂提示 馆主也终于回过神 故作针定假装咳了咳嗓子 那么恭喜天队长顺利通过五阶段考试 从今以后我也该称你为天团长了 既然成为了本调堂堂正正的高手 那这些礼物你就先收着吧 而相比往常这次不光有象征身份的牌子 而且还附赠了一把好似匕首的东西 他好奇地拿在手中仔细研究了一番 发现在剑身上净刻着几个散发着剑气的小字 天魔神教 可光从散发的剑气天如运足以鉴别 这显然不是助剑师能做出的事情 而是一个用剑的强者才能有这般功力 看到天如运对剑身上的文字感到好奇 总教也颇有兴致地告诉他 这可是教主亲自刻印的文字 是指赏赐给团长的光荣之物呢 听到教主这俩字天如运毫不犹豫地将剑当场和尚 真是听到那人的名字我心里就窝火 真的要不是你们眼睛盯着我 说不定我转手就给他扔落 既然东西已经发放完 天如运果断开始询问起 接下来六阶段考试内容 听到天如运要提前挑战六阶段 在场的教头们都对这个激进的少年 投来吃惊的表情 但这在左护法的心里却是预料之中 即便70年内都没人能到达这个阶段 可天团长你确实已经符合了 本教挑战六阶段的要求 只不过六阶段的考试极其特殊 是在本教的12位长老中选择一位进行挑战 天团长你可有自己的选择 这回答是让天如运心里猛的一阵 他是万万没想到 魔道馆后边的考试进度 竟然比先前快了这么多 在六阶段竟然是直接挑战魔教最强的存在 既然能接触到12位长老天如运 也因此陷入了思考 毕竟这可是一个消灭六大宗派头目的好机会 现在一时间真不知道先把谁除掉最重要 所以天如运想和左护法请求 再给自己一些时间做考虑 而左护法也没想到 如今的天如运已经变得如此的慎重 但同时他也担心六大宗派 和魔道馆的四年之约也即将到头 一旦时间用进那魔道馆 到时候可是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你可想过到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呢 天如运终于到达了六阶段的考试 而这次的内容竟然是让他选择一名长老前去战胜 这让天如运感觉特别的纠结 毕竟六大派的宗主都在其中 而这对他而言可是一个除掉头目的恰当事迹 如今天如运要考虑自己每个选择的得失 让这次行动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尽可能地摧毁六大宗派的平衡 但在这之前天如运还是决定稍作思考 先去藏书阁研究第五阶段天魔剑弓更为重要 而到了五楼的藏书阁后 天如运一眼便发现这一层的秘籍摆放显然是少了许多 而无天心法和叠武刀法也正如师父所言 全在最高层的秘籍书房才对人开放 而将这里的秘籍简单翻阅后 天如运也缓缓走到石碑的跟前 开始仔细观摩上边先祖留下的信息 而这也是天如运心心念念的第五阶段天魔剑弓 他仔细扫视念前的诗词进行运气分析 随后又走到石碑的后边 想要参考这次剑招所留下的剑痕 可当他看到石碑后边的景象时 天如运一时间竟然有些无法理解 因为在他的念前是一块毫无痕迹的白板 怎么会这样 怎么什么都没有 毫无头绪的天如运立马询问托马斯的情况 托马斯 你有在这发现其他的痕迹吗 听到天如运的请求托马斯很快便有了回应 已发现石碑上有一丝某人留下的剑痕 为您开启视觉增强之眼 即将开始聚焦信息 跟随着托马斯的发现 天如运发现了石碑上那极其难以察觉的小洞 而尽管放大无数倍这形态也是一个洞啊 这难道是剑痕 还是说这个是天魔剑弓的剑势 天如运不相信天魔剑弓可以打出这样的洞 这情况让天如运非常不解 随即他又快步走到石碑的正面 果然这边也有个一模一样的小洞 只不过先前被诗词遮住了难以发现 看来这个就是从背后一击贯穿过来的小洞 但这么微小的洞哪能用到一丝的功力 而且在刚气的加持下 清玉石可以说是一碰就碎 这天魔祖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还是说这是天魔剑弓那操控到极致的效果 而且在石碑之上也只能发现天魔剑弓的痕迹 作为掌握着破毁剑势的绝世强者 怎会忽略掉清玉石上那犀利的小孔 那剩下的很可能是后者的普通剑招 完全没想到对付这招的办法 而从这个小洞天如运隐约感觉 这可能是天魔祖师用了一辈子才悟出的奥义 看来如此高深的剑弓不能用平凡的角度去分析 一切都要归于先祖开创的起源 随即天如运就在原地坐下 闭上眼睛开始反复感受着每到剑势期存在的意义 将剑势中那蕴含的剑弓融入心中 那么剑弓便会成为欲剑之人的意志 随后当人与剑弓融为一体的时候 那便是天魔祖师要和后人传授的最后一道心得 此刻天如运仿佛进入了入定的状态 而在他的周身也出现丝丝的蒸汽包裹全身 呼吸之间那气场竟然陡然增强 五彩炫光在天如运的身边缓缓出现 此刻天如运坐在炫光的中心 而周围的气息也开始了有规律的运作 巨大的风力吹得柜上的密集四处散落 而五层的管理员发现一样连忙赶来 可看到天如运身上散发出的五色光芒 震惊的神色无法掩饰 这难道就是极少人能做到的武器造员 随即管理员传音喊道 五楼教头听令 为天公子组成护发大阵 不可疏忽 传音命令结束 所有人都在距离天如运步到三部的位置开始护发 而这武器造员的情况更是让人羡慕 能亲眼所见也是荣幸 传闻说三话剧顶是绝世强者的象征 那是将天地人三元气息融合在一起 随后再打通任多二脉从而形成 但这在顶级强者中也只有一半的人才有机会突破 而武器造员则是更加的高深 它需要的不光是极致的修炼天赋 而且同时还要极其难得的机缘才能达成 如果有机会感悟五行之气并将它们成为一体 那便可达到真正的绝世之极 少年天如运再次遇到机缘 在仓悟先祖的剑痕中意外悟出了千年难遇的绝世机缘 这是一种在绝世强者之上更高深的感悟 可以用五行造员的方法将体内五行之气融为一体 从而达到绝世之极的境界 此刻天如运就坐在一众护法的中心 磅礴的五彩能量在他的周围四处乱窜 但他的身体却依旧纹丝未动 就这样天如运能量持续了数分钟后 那副身体终于开始有了动静 只见天如运的皮肤逐渐开始有了裂痕 而这道裂痕也如同石雕碎裂一般开始啪啪啪地快速蔓延 那是脱胎晃骨吗 可就在教头惊讶的同时 天如运身上的能量爆发出砰砰砰的几声爆响 巨量的冲击力让周围的教头不禁挡住了面门 而周围那些在四处乱飞的秘籍 也被这道能量砰的一下震飞到了四周 直到天如运蜕变变结束这些奇特的现象才一同消失 此刻周围的教头注视着坐在中间的天如运一时间有些惊得说不出话 而经历了最后一道能量的爆发 教头竟然意外地发现 天如运先前内磅礴的真气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感受不到 这真是太神奇了 眼看天如运从入定中缓缓睁开眼睛 周围护法的教头立马为天如运送上贺词 恭喜团长大获成功 可刚醒来的天如运却没搞明白这到底什么情况 但在一觉醒来后 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力量好像变得更强了 难道这就是真正的绝世之极吗 简直有点不像先前自己的身体 而且这次是在没有托马斯的帮助下误出的招式 可见这段时间天如运是进步不小 随即天如运对周围的护法教头表示了感谢之后 就注意到了这周围四处散落的秘籍 难道这都是我刚才往我状态中搞出的动静 随后立马对管理员表示了歉意 这真的太抱歉了 把书房搞得一团糟 可教头却表示天团长不用在意 这些对于您大获成功而言都是小事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这些秘籍对于天魔神教来说还是极其的重要 而看到其余教头收拾的那么粗心 管理员也忍不住跑去指责道 你可知这书多宝贵吗 小心点收拾 而趁着大火还在收拾之余 天如运也找准机会找到先前天魔祖师留下的痕迹并做了销毁 他可不想别人也借此机会练会了天魔剑弓出绝世之道 而只是转身的功夫 教头几人便已经将地上的秘籍全部归位 并极其客气地向天如运汇报 天团长一切秘籍完好无损 您现在可以安心看书了 天如运都没想到他这辈子居然能受到这个待遇 紧接着天如运最先对六大宗派的秘籍做了扫描 其中建魔宗的狂魂剑法 扶魔宗的扶魔宫拳 玄魔宗的柔弦云掌 阴魔宗的破弓硬阴 独魔宗的监独魔掌 以及到魔宗的幻魔刀法都进行了分析 毕竟接下来自己要面对的对手便就是这六个宗派 虽然这些绝招不是他们最强的手段 但在魔教中可以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其中有一本赤岩剑法 让天如运联想到了左护法的火宫 而风神部的名字则是让天如运来的兴致 也正好他手头没有特别厉害的轻功 真不知是哪位强者撰写了这本轻功呢 但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托马斯开始对这本轻功进行扫描 藏书阁中天如运在获得了绝世之急的盾物之后 着急召集了大伙在宿舍会面 而他这一次带来了一份在风魔洞中发现的宝物送给大家 只不过这个味道确实有些难以接受 只是端出来的瞬间大伙的生理上就出现了反应 武军你端在的是什么 怎么这么难闻 能说出这样的话天如运也不是很意外 毕竟当初自己在洞里也是非常嫌弃这个味道 但不得不说这是我在风魔洞里偶然间发现的好东西 风魔洞 在场的学员可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 但风魔洞那个鬼地方哪会有什么好东西 可都不等大伙继续抱怨 天如运已经端起膝盆开始邀请大家一起浅尝一番 什么这东西居然是喝的 这番虎狼之词是给前排的几人吓得不轻 你要我死可以直接说呀 不用如此绕弯的 眼看大家对此物如此抵触天如运只能表示 我喝了三口效果极佳 第一口提神醒脑 两口就感觉不到疲劳 三口那简直是有点长生不老的意思 只不过当时背包太小只装了这么点回来 可即便功效很诱人 但这味道真的让人作误 就在小黑几人看着膝盆一脸犹豫的时候 许凤竟然挺身而出想要以身是毒 这点臭味算得了什么 在说话的同时 手中小杯在盆里干脆地咬了一杯随即一饮而尽 身后的学员看到这令人窒息的操作不经心里有些佩服 这年轻人可真狠啊 可都不等许凤高兴多久 他就哐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而刚才得意的神情变做了痛苦的模样 掐着脖子一顿挣扎 这难受的程度仿佛是要了他的狗命 就连一旁的文家都对着黑水产生了怀疑 但只是过了片刻时间 刚还在地上挣扎的许凤搜的一下从地上爬起 而短短数分钟的挣扎 竟让他身上内功的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种畅快的感觉不禁让他拍起天如蕴的马屁 真的太牛了 从未如此神清气爽过 而在功效确认之后大部分的手下都一饮而尽 只有小胡和文家两个弱女子逃过一碟 而时间来到第二天 在大雪的硬衬下铁匠铺的火光是格外的显眼 此刻欧善雄正拿着武器对面前的龙角做着暴力测试 可不论他用什么姿势面前的龙角都毫发无所 这情况就有些奇怪了 怎么会如此坚硬 这种结果让欧善雄不禁好奇问起天如蕴 天团长 你这东西到底哪里找来的呀 可这秘密天如蕴哪能告诉他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看到天如蕴有些犹豫 欧善雄也没打算继续追问 只不过你这材料真的很厉害 有了他绝对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武器 此刻欧善雄已然被这材料迷得走不动到 满脑子都是想着如何让他成为一把好刀 但在天如蕴离开前欧善雄突然想起一事 那便是最近魔道馆会收到少量的寒铁 请问您最近需要用那东西铸一把剑吗 而这也是你成功升级到团长的特权之一 现在需要铸造什么武器 只要材料允许都没有问题 这对天如蕴显然是个十足的好消息 毕竟那天魔剑是多少也有些明显 在确定了天魔剑的来历前 的确需要一把可以替代的武器 既然可以打造就拜托您帮忙打造一把长剑吧 可这时候欧善雄再一次提醒 你这材料都是上等材料 所以打造一把武器平均都要一个月时间 可能需要耐心等候一下 这么说来两把武器怎么都要两个月时间了吧 那还是先帮我住一把刀吧 在交代了传奇铁匠的请求后 天如蕴快步来到馆主这提交第二份请求 那便是自己六阶段挑战的长老人选 天如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让左护法有些纠结 虽然说他已经到达了爵士强者的长度 但挑战十二长老中的大长老五振元 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在很久之前就达到了爵士之极 有着和大护法争作魔教前三的实力 想必天如蕴是想借此机会 除掉六大派其中一个强者 但对方的实力可不是二戏 既然心里已决晚些 左护法也将和玄魔宗发出公文 在天如蕴的请求发出的第十天 相隔十年都没出现过的武林使者 再次到访天魔城 虽然此次提议震惊四座 但独立于外界的魔道馆 却没有一丝的消息 然而仅仅是隔七天天如蕴被再次传话 只不过这次左护法的脸上多了几分纠结 只因为这次考试的比武对手需要更换 这显然不是天如蕴想要的结果 左护法早料到天如蕴会无法接受这个情况 随即凝出一道真气隔离的房间 此招一出天如蕴立马明白 接下来必定是有秘密要说 也在同时左护法脸上的神情变得严肃 目前本教留下来的只有九长老到十二长老 在天魔神教坐镇 如果你决定要站 只能在其中四位做出选择 具体原因因为牵涉魔教要是暂时不能为你开放 闻言天如蕴是不自觉的皱了皱眉 这下计划就乱了 因为打乱六大派才是他的目的 但另有一是左护法 是十分不想告诉天如蕴 那便是近期长老职位出现变动 独魔宗的白宗主正式降职到十二长老的位置 听到这结果天如蕴是非常震惊 但同时他的心里也是特别兴奋 既然白宗主是六大派的力量之一 在同时又是自己的仇人 选他做自己的对手这不是更好 那我就退而求其次 让你这个老头子先来受死 只是公文派出的第二天 独魔宗宗派就收到了来自天如蕴的公文 这事情就让白宗主是有些纠结 他是没想到玄魔宗天天喊着要杀的人 竟然找到了自己的头上 但天如蕴现在的情况也有些棘手 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不论是他在六大派中如何搅和 那暗处的教主都能对六大派造成影响 也不论是哪个宗派将天如蕴除掉 那都将会受到教主接下来名正言顺的削弱计划 这他喵的就是一个完整的陷阱阿宗主 如果接下来独魔宗再受到打击 那独魔宗的力量也将不再可能有抗衡六大派的可能 而在同时宗派中也有几道不同的声音 他们希望宗主出面战胜那小子为侄子报仇血分 毕竟那小子年仅二十便达到绝世强者的水平 要是留下此子今后必定后患无穷 虽然他们单方面的考虑都挺合理 但白宗主还是很清楚 现在出手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所以他决定拒绝这次比武请求 可尽管他的话是为大局考虑 但看到自己的孙子如今被打成了废物 白宗主心里还是会燃起要报仇的冲动 可好巧不巧这时门外却传唤有客人来访 就在他打算让那人改日再见的时候 那人亮出的身份让白宗主是极度的震惊 他怎么会来这里 玄魔宗的五夫人深夜造访老头子的寝室 这两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勾当 可就在白宗主推开门的瞬间 那一头红色面纱让老四瞬间就联想到了自己的遭遇 就是你这个女人 从母亲追戒毒后便害我家破人亡全身残废 可这时候不管老四多么气愤 他也只能瞪大了眼睛诅咒那女人不得好死 而在第二天魔道馆就收到了白宗主答应比武的灰心 这是让左护法感到非常苦恼 一边是未来魔教黑马的通动 另一边是魔道强者的仇恨 这两人的恩怨注定是要提前到来 与此同时的魔道馆北部 天如运也大老早来找欧善雄取刀 而这时候的欧善雄则是对他毫不理睬 只因为他这会儿在为这把武器做着收尾的工作 特别专注的他已进入了心无旁骛的状态 全然没有感受到天如运的到来 而在欧善雄细心的缝纫过后 一把完美的刀鞘也随之诞生 这次的铸造他比先前任何一次都要兴奋 历时一个月终于将你完成了 这时候在一旁等候多时的天如运终于不耐烦地打扰道 传奇铁匠你完成了吗 这一生是给欧善雄吓了一跳 但当宝刀交到他手上的时候 内心的欣喜可谓是异于眼表 哇哦 这真是一把好刀 而且白龙刀的名字也和这把刀身非常单配 紧接着天如运在欧善雄的引导下开始测试刀刃 将抹布轻轻地落在上面感受这把长刀的锋利程度 只是与刀刃接触的瞬间抹布便断成了两截 天如运对这把刀的打造是特别的满意 真没想到您可以给我做出这么厉害的绝世宝刀 不愧是欧爷子的后代啊 如此一来有了宝刀 天如运对叠武刀法的威力也更加的自信了 宝刀入手天如运两大神兵黑剑白刀的代称也就此诞生 紧接着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十点 魔道馆的广场中心已然围起了大大的护栏 而天如运就在隔离带的中心静静等待他的对手 周围的学员看到这番阵仗 不禁对天如运这离谱的修炼速度感到佩服 竟在大伙还在顶级强者的阶段 就已经具备挑战12位长老的实力 这修炼速度确实有些恐怖 而在众人惊叹至于身后两个身影的出现 让大伙对战斗的期待提升了一个等级 因为在左护法旁边的人竟然是以武力著称的九长老司马懿 往年能让他出面一般都是重大的事业 看来这次也有了探讨 而看到自己老爹的文家也更是欣喜 虽然他女扮男装但依旧掩盖不住心中的激动 而就在这时外围的学员注意到不远处 一个主拐的人影引起了大伙的注意 仔细一看那人竟然是独魔宗的白宗主 这一天就来了两个长老 所有人看到这番情况都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难道天如运选的对手是传闻中那个号称毒人的白宗主 他的实力可是在魔道馆排名前五的存在啊 传闻他的手段可是极其的残忍 和他交手的人一般都是尸骨无存 天如运怎么会选他做对手 这人是魔教用毒第一人兼现任毒魔宗宗主白悟 他的突然到场让学员们察觉出失态的严重 只因在他的身上有个恐怖的传闻 那便是和他交手之人都会落下了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而等不到白宗主来到场中 站在台上的左护法率先出声表示感谢 在比武之前 我们先向接受挑战的十二长老表示感谢 而在我左手边的是担任此次六阶段考试的公正人九长老 在简单的介绍后白宗主只是点头回应后 直接面向了天如运的方向 可见前段时间遭受教主的打压 他是借分在心 这次天如运的战斗可是有不小的能力 此刻两人的双目仅仅对视撕撕杀气 让周围的人都不敢出声 只见左护法一声令下 白宗主的身影瞬间冲出丝毫不打算给天如运反应的机会 而在他的手中也在同一时间凝聚出一股恐怖的魔力 只是眨眼间便击穿了天如运的身体 可就在大伙都以为这白宗主偷袭成功的时候 面前天如运的身体竟然隐约有些虚化 不好 这不是真身 是一型换位 此刻的天如运早早便来到了白宗主的身后 这操作太过熟悉就连九长老都一脸震惊 这招不是大护法的身法吗 难道他的功法也被天如运学会了 可就在他两人震惊之于白宗主可就有些生气了 嘴里迪布着一型换位你可学的真相啊 在同一时间他的手中的权杖之上 一道充满魅力的能量已然凝聚完成直指打向天如运的方向 可惜这种频率的攻势在灵活的轻弓面前简直就如慢动作一般 但尽管如此白宗主的攻击依旧还未停止 嗖嗖的能量在手杖上快速汇聚 只是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紫色光球竟然从手杖中射了出来 砰砰砰的就朝着天如运的方向快速袭来 攻击范围的瞬间 脚下的地面就在光球的爆炸下被炸成碎块四处飞散 漫天的烟尘让天如运一时间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就在天如运专注地观察下方的情况之时 一道诡异的身影竟从烟雾中陡然冲出朝着自己快速靠近 这时候天如运显然看出这老头是杀意已决 既然完全不打算留活路的意思 那么天如运也决定不再留守 随即便从身后缓缓抽出那心道手的白龙刀 你可是要自寻死路 是我一击叠五刀法 下一瞬两道攻势在空中剧烈碰撞 刀锋摩擦爆发出极其尖锐的碰撞声 而神仙打架受苦的都是凡人 这道碰撞的能力可让周围观战的学员有些遭殃 尽管在能力波及的瞬间及时捂住了耳朵 但粗暴的能量依旧能让他们感受到强烈的刺痛 而这竟然只是两人的第一次对抗就达到这种程度 在几道框框框的对拼之后 双方及时拉开距离闪到两边 白宗主有这般的实力 天如运是一点不惊讶 但天如运成长得这么离谱 白宗主显然无法接受 如今竟然能正面挡住我的石成功力 看来这小儿看来有些棘手 不光如此 他手中的宝刀也是格外的奇特 刀身如此的轻薄 竟然存在能直面对抗玄铁杖的钢斗 真不知这刀到底是什么来历 有宝刀的加持 白宗主在天如运的身上是一点占不到便宜 外加上天如运刚才展现出的战斗经验 怎么看都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无准啊 接下来白宗主的战斗看来是要下血本了 仅仅二时就修炼到别人用一辈子才能达到的境界 这般天赋着实让白物有些吃惊 可惜今日你可真是不巧 竟然好死不死遇上了老妇 杀死你不光可以达成五夫人的承诺 更可以为今后六大派扫除危机 毕竟你这种修炼速度留下来肯定后患无穷 所以你今日必须死 划落老头开始拼命嘶吼 周身能量也随之显现 天如韵看到面前逐渐浓郁的能量 显然明白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斗 反倒在台上的左护法两人特别震惊 这毒气外泄的手段 可是白物最引以为傲的杀人招数 难道这个老头子是要闹出人命吗 而在场上的白物也通过单独的提升 成功开启了薄膜毒精第七阶段 在他的周围充斥着紫色的毒物极其恐怖 站在外围的学员看到这一幕通通下傻 不禁在心中开始为天如韵的性命有些担忧 紧接着伴随着滋滋滋的俯视声 白物的毒精七段也已经完全成型 在他的身体周围有着一道极其坚固的内功作为保护 而在身体的外边则是巨量毒气将他完全包裹 如今的他可谓是五米之内攻防一体 听到恐怖的酸毒不断落在地上发出嘶嘶的俯视声 天如韵的进攻反倒是更加的积极 只见他毫不犹豫一步登出 那陡然加快的身影瞬间就来到了老头的面前 看到如此反常的行为白物也是虎躯一阵 不禁怀疑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竟然迎难而上 那你尝尝这个 随着他的衣袖挥动一道紫色气体 瞬间就淹没了天如韵的位置 看到天如韵的身影消失在毒物中 所有人都明白大哥的处境可谓是凶多吉少 而这种程度的毒气可是具备超强的腐蚀性 只是呼吸间便可将血肉完全融化 要闹到如此下场也只能怪你小子自找没趣 可都没等白物继续骄傲 紫物中一道凌裂的剑气滑破屏障朝着白物迎面袭来 突然出现的剑气可是给老头子魂都吓没了 匆忙地举起手杖就尝试应接这招 可惜这道剑气的实力却出乎了他的预料 只听见当的一声脆响手杖上爆发出剧烈的火光 两道能量的对冲甚至将白物的护身钢气也当场打碎 这种强度的进攻是让白物极其的差异 可就在他刚用全力化解了剑气的下一瞬 一个身影快速冲来在他的手中还凝聚着磅礴的能量 当他看亲面前的来人是天如韵的时候 白物内心竟然都不自觉地开始打仗 这小子没死 这情况太诡异了 只因为天如韵的身上在腐蚀的同时竟然还在不断地生长 这种情况谁来了都没法理解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就连神医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被破了钢气护体的白物也是无济于事 无法躲避的他只能硬吃天如韵的这道毁天灭地拳 只听通的一声闷响 一道身影从烟雾中如同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在地板上筐筐地疯狂撞击后躺在了白米之外 所有人都默认是天如韵实力不敌被打出擂台 只有台上的总教看清了情况 那白头发的是白雾 一个人影从烟雾中横飞而出 巨大的力量让他在地上疯狂翻滚 看到如此惨壮所有人都有些不忍直视 毕竟天如韵作为学员和长老挑战着实有些唐突 只有台上的总教头发现了其中的诡异 只因躺地上的那人竟然是一头白发 这战败之人竟然是白宗主 也就在同时烟雾中传来极其平稳的脚步声 放眼望去竟然是天如韵韵 拽着真气安然地从烟雾走出 这情况可是给九长老惊呆了 能在白老头的剧毒中杀的七进七出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毕竟白宗主的实力可算是魔教前卫 当年在武林斗争的时代他仅停一个不公 便将武当派的爵士高手 以及一众弟子当场融化 而这种角色竟会被天如韵打得如此狼狈 左护法即便是今日亲眼所见 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而就在同时场上的白雾也勉强爬起身 口中不断滴落的血液示意着 他此刻已经身负重伤 此刻他同样难以相信天如韵刚才展现出的实力 因为这小子不光展现出浑厚的内功 而且身体强度也出奇的强悍 怎么看这人的身份都有些诡异 可就在白雾内心疯狂猜测的同时 面前的天如韵的攻势又再次起来 风力的剑刃在急速靠近此刻白雾 已然没有时间思考 下意识举起手杖就要上前抵挡 可就是发力的瞬间 他才意识到刚才的打斗让他已经失去了武器 如此一来白雾为了保命决定 还是拿出了压箱底的技能 只见他浑身的肌肤快速变成青色 随着颜色的变化身体也开始变得极其坚硬 紧接着天如韵的所有剑风挥坦在他身上 就如同斩铁一般爆发出当当的脆响 而先前被宝刀切进肌肤的部位也渗出毒液 在天如韵的手腕上疯狂腐蚀 这般情况是给天如韵长了见识 没想到他散发出的毒气竟能到达如此境界 连白龙刀这等灵物都无法将其驱散 这毒多少有点冬血 随着面前的白雾爆发出圣人的吼叫 他的身上也紧接着爆发出积蓄已久的能量 伴随着砰的一声爆响 一道更具有附着力的毒气从老头身上爆开 天如韵见状不敢犹豫 立马将白龙刀举到身前尝试抵挡 但这股能量却是极其的强悍 硬生生被他推出几十米 不得不说这边身后的老头还是有点冬血 天如韵不禁怀疑白老头刚才还有所保留 但这程度怎么看也比刚才强太多了吧 而在台上的左护法见状也是极其的震惊 不禁感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毒人 到达这阶段就是不可逆的存在啊 传闻中波魔毒精开启第八阶段便可成为毒的一部分 大大提高战斗力的同时也会让身体变得像盾牌一般坚硬 散发的毒气可以瞬间将岩石融化 不过他的代价是不再能回到从前 但这对于白宗主这个老头而言无关紧要 如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天如韵斩杀于此 此时完全形态的白宗主也变得有恃无恐 朝着天如韵嘲讽道 就让我看看你的宝刀能否挡住我的攻势吧 老头一声怒吼后白宗主的毒攻也来到了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他是将自己果断和毒素融为了一体 通过巨大的毒素的变量让自己的功力发生暴增 天如韵哪见过这个场面 手持白龙刀的他想要尝试抵挡 却被这道能量震退十几米 仅凭老头周身爆发出源源不断的能量 天如韵就清楚地知道如今成为了毒人的老头 可是非常棘手 不光身体硬度变得超强 而且浑身上下散发着剧毒 既然现在白龙刀已然对他已经毫无作用 天如韵也只能开启第二套方案 只见他将宝刀一把插入地面 紧接着就对剑锋灌入巨量的内力 只是瞬间剑身周围的石块在能量的冲击下原地爆开 无数石块朝着四周迸射 而地上的尘土也开始向四周扩散 只是砰的一声场中的视线便已经被尘土垄上 而在烟尘中白宗主却是毫不在意这般雕虫想技 着手就开始在手中凝聚出一个紫色光球 打算对着前方来的无差别攻击 而天如韵也在烟雾的掩护下 借机召唤出手腕上的天魔神剑 此刻老头还不清楚天如韵制造出这烟雾的缘由 他只能猜到这是天如韵的障眼法 只不过这出现在前方的红光着实有些恐怖 此刻老头是回想起先前天如韵在烟雾中偷袭的好事 那接下来极有可能是故技重施 而在烟雾对面的天如韵手中常剑也在快速拼接 在烟雾中两人的博弈是从未停止 白宗主心里极其忐忑 他举起手中能量对准了前方的红光 这种感觉太危险了 都给我去死吧 化落一股紫色能量快速冲出 可只是同一时间 烟雾中也批出数道剑刚刷刷刷的分割着能量 这能量怎么突然消失了 这般突发情况是让老头极为震惊 可当他努力看清面前情况之时 天如韵已经握着黑剑迎面袭来 这是什么怪物 此刻老头不敢相信这小子的实力 不禁猜想这难道才是他真正的实力吗 那都到这个份上了 给我死 只见白宗主的手掌中爆发出巨量能量 下一秒他竟然将毕生的功力全部倾泻而出 朝着天如韵的位置就是砰砰砰的轰击 可惜这一刻他面对的是握着天魔神剑的少年 无论气体如何轰击凌的黑色剑刚都会将他们瞬间分割 而白宗主哪见过这么粗暴的进攻 只是一秒半的功夫 数道黑色剑刚就打在白宗主的身上 而那坚硬的皮肤在天魔神剑的加持下 简直是消铁如泥 此刻的老头是被砍的痛苦至极浑身上下都是伤口 紧接着天如韵将黑剑反握开始蓄力 而想要砍下这般硬度的身体也有不小的难度 随着天如韵一步踏下地面瞬间碎成渣渣 也在这道力量的反作用下 他的上身也爆发出巨大的扭力 只是搜的一声那柄黑剑便干脆地将老头失手分离 而在漫天的尘土之外 其余学员还不知里边的情况 纷纷在好奇这场战斗的进度 等待尘土缓缓消散一个身影终于出现在场地中间 仔细一看是天如韵挺拔地站在那里 而大伙也惊奇地发现在他的手上竟然提着白宗主的手机 只见少年手起刀落 面前的毒人在利刃之下瞬间失手分离 外界的吃瓜群众在烟尘的阻挡下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而随着微风缓缓吹散尘土 少年那挺拔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而在他的手上竟然还提着一个白宗主的手机 这结果着实让在座的高手无比吃惊 场州的学员也陆续开始讨论起这离谱的事情 这人难道是砍死了毒魔宗主 看来这小子连长老都不放在眼里 这些人只对天如韵的凶狠的脾气做着讨论 纷纷感叹千万不能惹上这个叫天如韵的家伙 然而天如韵砍死了白宗主的结果 左护法也是难以接受 毕竟自己作为护法都没有信心战胜那老头 更何况是一个学员将他击杀还全身而退 这就不得不让左护法对天如韵的天赋有些钦佩 从尽管前一个完全没有内功的少年 到现在可以击杀魔教前五的存在 竟然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在场下看到这个结果的天五言可是气得发动 没想到一代宗主竟然灭不掉一个小儿 真是个废物 随后带着满脸的愤怒转身挤走 此时场上的总教头却对天如韵这般行为有些担心 毕竟杀死人家长老也就示意着六大派失去贫困 接下来他们肯定会借此机会采取行动 而这些天如韵在出手之前就很清楚 只不过这场战斗让他意识到了很多的问题 他清楚地知道这些长老不光掌握宗派技能 而且他们各自隐藏的杀手锏也是特别棘手 随即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变得更强 要为自己死去的母亲复仇 此时台上的白宗主已被教头们盖上白布快布搬离了现场 既然场面如此晦气 那我左护法宣布 天如韵团长成功通过六阶段考试 台下的天如韵文言抱全感谢 随之大批的学员立马上前恭贺主君获得胜利 而此时排在人群后段的文家却是被九长老喊了过去 为了不暴露文家的身份 九长老一直将他以男而生的身份嘘寒问暖 而在简单的关心过后 九长老也果断进入主题 只见他传音问到文家是否有要支持的主君 文家文言立马就有些紧张 因为他思前想后还是放弃六大牌 决定扶持天如韵公子上位 本以为自己的决定是有些唐突 但这却得到自己老爹的认同文家很吃惊 毕竟天如韵的实力在座的强者都有目共骨 他是个值得你支持的男人 而在离开前九长老还补充道 如果顺利的话将来说不定可以成为你的妹夫 这情况是给文家吓坏了 妹夫那不就是我的老公吗 击杀了长老 天如韵顺利晋级第六阶段得到长老之位 由左护法带路其余教头留在门外把守 这般阵将天如韵是感觉出了其中的反常 看来这阶段是有钥匙商量 只是转身的功夫一道内力变翁的一声覆盖了全场 而刚才一度威严的左护法也框的一声跪在地上 上手抱拳恭贺公子通过六阶段考试 这突然下跪是给天如韵整个一头雾水 啥情况啊左护法 这是什么意思 面对天如韵的疑惑左护法也开始耐心地解释 因为公子有着添加血统身份尊贵 如今您通过了魔道馆的考试 我作为护法自然要这么对您 只是现在我有一事不明请公子解答 而那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天公子 您是否已经获得了天魔祖师的心得 看到左护法直入主题天如韵也心生警惕 装作疑惑地问起护法您这说的是什么 文言左护法深知天如韵如此警惕的原因 随即果断从胸口掏出了护法令牌双手线上 并对天如韵当场发誓 如果此事做时 那我左护法离火明定会无条件支持天如韵公子 此刻天如韵看到左护法这般行为 他是极其无语 这怎么看都像是套路啊 为了安全起见天如韵还是决定继续装傻 实在抱歉左护法 我真不知您这个教主亲信的左护法如何相信 难不成这一切都是教主的计划 听到天如韵的质疑 左护法心里不禁有些佩服这小子的慎重 看来现在你已经充分有了当下一任教主的资质 然而天公子你的担忧确实合理 我作为左护法自然是要侍奉魔教教主 严格来说 护法家族其实是世代侍奉得到天魔祖师真正传承的接班人 天如韵不知左护法这话是什么意思 紧接着左护法开始对天如韵娓娓道来 其实现在的教主代代相传的天魔剑弓并不是真正的剑法 不是真正的剑法 这情况天如韵是非常震惊 没想到一个教主竟然用的都是二创 而真正的天魔剑弓在五百年前便已经消失 从第一任天魔祖师就由大护法左护法和右护法辅佐 在原本的魔教也并没有那么多外妻宗派和后代 教主一般会迎娶被魔教大殿圣伙选中的女人为妻 在孩子出生开始便会任命为下一任教主 所以当时的权力并不会集中于特定宗派 而一切就这样顺利持续到五百年前 因为教主上任后按规矩是要在十年之内前往天山朝圣完成使命 也就是那次遭遇包括教主在内前往朝圣之人几乎丧命 而杀死他们的竟然是武林中人称武大高手的吉刀客 吉刀客 这个名字如雷贯尔天如韵一时间有些谎神 他听过这个名字 只是没想到这人竟然可以杀死掌握了天魔剑弓的教主 而在魔教之中也有着一个以爵士剑手之称的剑魔作证 可尽管剑魔的实力恐怖如斯 但他依旧不敌吉刀客的刀法 这足以见得当年的吉刀客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也好巧不巧的是那一任教主天舞灰和神女生出的竟然是一名女王 所以在此次方面就无法接受教主天魔剑弓的传承 而在这期间太上教主也恰巧因病去世 此番状况天魔剑弓变断了延续 如此糟糕的情况为了魔教的运行 所有长老参与会议商讨推举建魔弓成为魔教的副教主 也幸亏有了建魔弓的上任 魔教也终于从慌乱中安定了下来 此后建魔弓便开始尝试找回真正的天魔剑弓做着努力 没想到在500年前魔教教主的队伍 竟然在前往朝圣的路上被一个教级刀客的人全部见面 而上一任太上教主也在这个悲痛的节点因病逝世 如此一来魔教不光没了那独霸一方的电法 就连教主的位置都出现了缺失 在没有教主当选的日子里魔教的情况不容乐观 所以为了收拾事端一众长老齐力推举建魔弓 成为了新一任副教主掌管魔教 而在建魔弓上任之后 魔教混乱的情况也迅速得到了整个 此事之后建魔弓便开始了在四处收集失传不久的天魔剑弓 而接下来的禁闭洞穴也是建魔弓第一次以一个外人的身份进入 然而他在里面也是和历代教主一般完全没有收获 从他们口中得知虽然从清御时上可以看出出招的剑痕 但是没有运气要绝和内宫心法的加持这些招式完全无法施展 所以这么多年来都无人解开其中的秘密 而执着的建魔弓在三年后也终于离开了洞穴 可这次他却是以石碑上的剑痕创造出了新版天魔剑弓 并且这建招的实力也是毫不逊色当年传承的剑法 如此一来新天魔剑弓在得到了一众长老的认可后 便将这套弓法传授给了教主的女儿 而同一时七洞穴中的石碑也被安排到了藏书阁之中摆放 所以左护法猜测天公子也是看到了那不满剑痕的石碑 但话虽如此 天如运依旧不清楚剑弓弓为何要毁坏天魔祖师的心得 难道是有其他理由 其实在剑魔宫留下剑痕之前 他便早早将石碑上的天魔剑弓做了踏本并整理在秘籍之中 然而在石碑上留下剑痕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之举 只因为在剑魔宫出动不到两年 武林中五大高手之一的空云大师就惨遭毒手 紧接着又是五大高手之一的铁杀拳陆宗谦相继被害 只不过这个陆宗谦的死亡却是在所有人预料之外 他的尸体竟然过了十天才被天罗地网的人发现 而将他们杀死的凶手却是同一人 几刀客短短几年五大高手就有三人被杀 几刀客可谓是一战成名 即便世间还有魔教剑魔宫以及武当有着剑仙之称的清明真人还在位 但有三位高手作为战绩背景的几刀客 光在世间就已将他视为天下第一的存在 而事后剑魔宫在赶往现场查看了尸体上的刀痕后 竟然出奇地发现那一道道刀痕中 残留的招式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强大力量 身为世间罕见的剑手的剑魔宫也坦言自己完全没有信心能战胜他 事后剑魔宫为了战胜吉刀客 他想到的唯一办法那便是和天魔神教的最强剑法并行较量 只有和更强的剑法切磋才能参悟出超越吉刀客的办法 而一众长老虽然很爱惜天魔祖师留下的宝贵遗产 但以魔教目前的情况保住剑魔宫才是重中之重 随即也同意了剑魔宫对先祖留下剑痕的石碑进行钻研 此刻天儒运也终于明白了原来破毁剑士是剑魔宫的心得 可同时天儒运也非常疑惑 堂堂剑魔为何不用本就很强的招式组成剑招 而是全程使用基础剑士完成剑法 天儒运的心中是无比疑惑 可就是四年后 吉刀客也是不出预料地消灭了武当剑先后 只是数日便感到魔教发起挑战 而作为武林中仅存的一位五大强者之一的剑魔宫哪能怯战 那时候的剑魔宫已经和吉刀客旗鼓相当 两人就这样整整打了三天三夜 传闻剑魔宫是以一条手臂的代价换来了和吉刀客的平手 也从那以后吉刀客也消失在武林中没了消息 是剑魔宫这辈子遇上的最强刀客 经历三天三夜的连续战斗 两人最终以平局结束 而因为战斗失去了右臂的剑魔宫 也因为真气耗尽主动从副教主之位退了下来 而那年刚到达16岁的前教主女儿天武华也顺利上任教主之位 也因为她是第一任女教主高层人员 也建议教主取消圣火的延续制度 可没有武力支持的她在教主之位却没有实际的权利 随着圣火的筛选天武华一生有过五位丈夫 其中两名是得到过剑魔宫真传的弟子 从而开启了玄魔宗以及剑魔宗的起源 而剩下三位则是大长老二长老以及三长老的弟子 放到如今也就是权利阶层的道魔宗独魔宗以及阴魔宗 那几大宗派诞生后 剑魔宫为了能培养晚辈实力在百万大山中建立了魔道馆 从而六大派系也就此诞生 说到这里左护法突然停住反问面前的天如韵 你可知我为何告诉你此事 天如韵显然明白其中话中意思 显然是建立魔道馆并非单纯为了培养人才吧 而这也正是左护法要说的 因为魔道馆的建立最初就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了能找到真正得到天魔祖师的传承人 即便剑魔宫用尽一生都无法完全领悟剑痕的奥梦 但他依旧相信总有一天天界的子孙中 必定有能解开其中秘密之人 而为了坚守禁闭洞穴和轰魔洞这两处秘道 剑魔宫才将魔道馆建立于此 为的就是保护这里不被手握权力的宗派破坏 待到得到天魔祖师真传的人出现之时 将他推举成为新一任教主 可即便这个想法是美好的 但这一等就是五百年 直到公子您的出现才没有枉费剑魔宫的一份恐星 在三年前我在比赛中见您第一次施展天魔剑弓 虽然没有持剑但那凌冽的剑气以及那极其压迫的气场 屋檐上的我一眼便认出了这便是天魔剑弓的招式 但你施展的剑招却比我所见过的都要精妙 但当时的我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天魔剑弓无法定论 所以凭借这一招我也只能猜测可能是现任教主传授于你 但我这个作为辅佐教主也有些年头的护法 可是在战场上见过无数次天魔剑弓的展现 难道公子您以为我会认不出你所施展的剑法吗 这番话说的天如运一时间无法反驳 面对左护法就在一次询问 天如运明白有这些证据自己没有解释的余地 随即他没有出身微微点了点头 而得到了天如运的肯定左护法也是如是重负 咚的一声磕在地上大喊道 左护法里火明拜见天魔祖师继承人 既然一切都被左护法挑明天如运也不再掩饰 直接问起当年建魔宫建立魔道馆第二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原因对于左护法而言那就说来话长 随即便带领天如运前往了密室 天如运获得天魔祖师的真传已经坐实 左护法的毕生使命也有了方向 而跟随两人的脚步魔道馆第二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也即将揭露 结束私密对话左护法两人前往了藏书阁的位置 而看到左护法亲自到场管理员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听到左护法要去地下保护的指令管理员心里是更慌了 结结巴巴地说起难道 这是已经通过了六阶段的讨试 看到左护法微微点头管理员不敢怠慢 将两人带入藏书阁的一出隐蔽入口 顺着石块搭建的通道一路向下 三人很快就来到一个有三人把守的大门前 这里的教头见到护法第一时间双手抱拳称其管主 显然这里的教头实力更佳 而听到左护法说要打开大门 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难道这位就是通过六阶段考试的 怎么看这位贵公子都像是不会习武之人呀 而在天如运出现之前 几位教头的心里甚至有种这辈子身后的大门都不会被打开的可能 而这个地下密室也是极其复杂 竟然需要管理员管主以及教头同时转动才能开启 随着管理员数到三 三把钥匙同时向右转动 整个地下室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石门的开启让头顶缝隙中的沙石不断落下 在大门开启后密室内竟然传出丝丝寒气 而这气体是让天如运感觉有些奇怪 像皮革又像其他什么的 跟随左护法的脚步天如运来到石桌前 这里便是剑魔宫建造魔道馆的第二个原因 而这石桌上竟然摆放着一个满是剑痕的手臂 在手臂的周围铺满了一些被仿斧处理过的皮革 原来刚才的味道就是这里传出来的 只是这布满刀痕的手臂有些特殊 远远看去就有些不简单 闭上眼睛用心感受 竟然从中能感受到剑风中所具备的锐气 只是一瞬间天如运仿佛进入星境 那集刀客仿佛就站在自己面前 天如运也毫不留情直接叠武刀法第五师上前迎战 可对方只是利落地挥砍了四刀便于自己擦身而过 在两人短暂停顿过后 天如运的身上竟然突然爆开几道伤口 这么一瞬间就输了 天如运满脸不敢置信 他不敢相信这世间竟然真的有这种刀法存在 而且自己的叠武刀法竟然都无法打出第三招就隐恨西北 不得不说这人的刀法水平真的很高 目前最低也得用破毁剑士或者天魔剑弓才能进行对抗 紧接着天如运注意到这手臂的剑指 不禁怀疑这难道就是剑魔弓的断臂 左护法站在一旁肯定了这个猜想 而那些其余的皮革则是500年前 教主的护卫们遭遇袭击后残留下的皮革 随即左护法转过身将身后的盒子打开向天如运介绍 这便是剑魔弓所留下的秘籍 看到三本书的《明露天如运》有些吃惊 因为里面不光摆放了新版天魔剑弓24魔剑 还有那令人害怕的吉刀客的刀法剖析 这么看来剑魔弓不光是要找到天魔祖师的真正继承人 同时还在寻找可以继承剑魔弓心得的天赋弟子 培养出可以战胜吉刀客的后人 剑魔弓将毕生剑招全部都记录在秘籍中 而且剑魔弓临终前也留下了遗言 那便是在当年和吉刀客的战斗中的不知名招数 对方不知用了和总攻法突然消失 等他突然出现之时自己已经反应不及 持剑的右臂在瞬间就被他挤刀斩了 失去右臂的剑魔弓已然没有能力继续战斗 但吉刀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随即便撂下了狠话闪身离开 也从那以后剑魔弓在原地等了他整整四天 直到最后都没等到吉刀客的出现 所以在一方离场的情况下两人的战斗才以平局告终 而从那以后时间一晃便是500年 虽然左护法感觉这级刀客不太可能存有后意 但为了了缺剑魔弓未完成的夙愿 左护法还希望天如运要找出破招的办法 划落便将一把钥匙递了出来 而这便是地下宝库的钥匙 这个密室没有进出时间的限制 所以即便外边上锁你也能从里面打开 简单交代一番左护法便转身离开 在左护法离开之后天如运着手开始扫描密集 很快几本书中的信息已经全部备份 而在观看了新版天魔剑弓后 天如运就明显地感觉到 这本由剑魔弓所创的弓法的确非常出色 比起六大宗派的武功还要精妙 但如果相比天魔祖师的天魔剑弓而言 那确实逊色不少 但这怎么说也是二创能达到这个水平 已经表明了剑魔弓的实力之强 如此一来有这种品级的弓法 天如运感觉它传给手下也是不错的办法 但虽说这套弓法已经做了许多的改良 但这种程度的剑招在较量的后半城必定会显得无力 所以剑魔弓必输的结果在出招前便已经注定 而且刚才自己通过星象便可以感觉出 吉刀客所使用的刀招是完全不逊色于天魔剑弓的绝世刀法 随即为了确定自己的猜想 天如运开启了现实增强模式 紧接着两道虚拟人物出现在了天如运的面前 他们分别是代表皮革时期的吉刀客 以及现在阶段的天魔剑弓第四招 高手较量没有停顿两道身影瞬间冲出 只是眨眼的功夫便有数十道刀剑碰撞的声音在两人中间爆开 双方战斗可谓是拼上全力 而最终天魔剑弓还是略胜一筹以一招之差战胜吉刀客 但吉刀客那附着内力的刀招竟然也将天魔剑弓打退了三步 这彪悍的力量是让天如运有些意外 看着逐渐消散了吉刀客的虚拟身体 天如运都不禁猜想对方是否还存有杀手锏之类的手段 但即便有杀手锏天魔剑弓也是唯一能一战的武功 但这时候天如运想起了剑魔弓的夙愿 好像剑魔弓是让我破招来着 天如运很快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代刀客 如此强悍的刀招纳入自己所用这不是更强 也正所谓打不过就加入 随即天如运呼唤到托马斯 将残留刀痕中的招式帮我展现出来 天如运此刻兴奋极了 这么一来我便是掌握了两个绝世武功了 如今魔道馆的进度已经进入了第六阶段 小教主的争夺也将正式开始 按往常来说 第五阶段各个候选人都将开始在魔道馆中组建自己的势力 但今年的情况却和往常大不相同 其中最能搞事的到魔宗老三在四阶段就被淘汰 后来崛起的老二也被人断了手臂主动退场 如此一来六位候选人如今只剩下天如运和天如运继续争夺 而为了护送自己的主子上位 天如运的队伍私自开启了小会 他们要趁着大哥修炼的时间为老大扫除外部势力轻松上位 所以他们决定扩大做事范围将司马卓和海瑞领入战口 毕竟他们拥有强硬的背景 对抗天如运而言是在合适不过 但也考虑到天如运之人手段极其凶残 所以五成云打算转移矛盾让不怕死的人先上 这样一来既完成了工作又不会遭到报复 如此猥琐的办法俱臣也有些无语 在另一边的练功房内 天如运的魂后刀法失恋的飞起 历时半天的时间他也有所小车 这一刻他终于能将集刀客的刀法再次重现 众所周知反推功法是极其困难的过程 尽管如此天如运在地下室的皮革中 也只提取出六个刀招 这在没有可以匹配刀法的运起要诀作为支撑 重现刀法是几乎完全不存在的事情 但好在就是天如运先前闭关积累了大量经验 其中托马斯也根据天如运的身体变化有了大量的数据 如今托马斯已经可以模拟出了可匹配武功的运起要诀 虽说威力会有所下降 但其运行更加稳定也是一大优势 此刻的天如运不禁猜想 如果见魔宫见到自己重现了急刀客的武功 应该会从棺材板里跳起来吧 那接下来就是让托马斯去分析第二招运起要诀 在托马斯分析至于天如运也借机赶往食堂就餐 食物的香气让天如运有些迫不及待 只是今天这掌勺的厨子有些诡异 这手法好像是去大学食堂和大妈深造了一般抖得非常厉害 这不禁让天如运开始对厨子的情况产生怀疑 疑惑地问道 你这厨子怎么回事 抖了这么多我吃什么 徒子见状连忙道歉 并表示你这么帅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江就吃吧 那都夸到这个份上了天如运也不再追问 但在此刻天如运还不清楚 他的周围已经有人盯上了自己 找了位子坐下天如运就双手一插开始思考 东北虎和美洲豹打起来的话 谁会更厉害的深奥问题 但这番表现却让一旁的小子有些紧张 心里甚至担心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 但好在天如运只是简短的停顿后 并迅速地将碗里的食物吃完 见到这个情况如玉气一般进行 坐在一旁暗中观察的小伙是一阵偷乐 吃完这一碗你必死 除此情况诡异外家门外有人堵路 天如运虽然早有料到今日必有麻烦 但他却没想到找事的竟是四大宗派的嫡孙 不禁好奇地问起你们四个是要合体还是要变身呢 看到天如运的满脸不屑 独魔宗的白者酒大声指责 你这家伙废了我大哥丹田还杀我祖父不可饶恕 而站在他周围的其余小弟也是深受感染 纷纷拔出长剑准备战斗 只有身后的剑魔宗的锦标显得有些犹豫 而天如运见状也好奇地问起 你们几个合力能打赢我吗 听到这个问题毒魔宗的小儿更是兴奋 毕竟先前自己可是买通了厨子为你下语 而今日的毒可不是往常那种内功可以抵挡 他通过口服进入体内再从胃部开始扩散 就算你有再强的内功也无济于事 死毒溢出内力将会尽数消散 并且会在经脉中不断循环融化内脏后痛苦死去 但这些对于天如运而言都是不痛不咬的存在 只因为这毒他在服用的时候便已经察觉出来 只是其中一个孙子说天如运的队伍已经出发去对付自己手下 天如运隐约感觉出了不妙 要是不巧天如运亲自到场那手下们必定难以抵挡 所以他不再废话刷的一下拔出了身后的长刀 并告诉面前四人别再废话我们速战速决 看到天如运这嚣张的模样因魔宗的孙子率先出击 扬言是要把天如运的手臂砍下来寄给长辈 可就是他刚出剑的瞬间一道刀光闪过 他那柄锋利的长剑竟然断成了两截 这什么情况 我刀呢 下一秒又是一道刀光从身旁掠过 那小儿的手臂也在瞬间离挺 而这便是绝世强者的实力 此刻天如运已经非常不耐烦并对身后三人发出了最后通牒 我说了没时间和你们废话 此刻天如运手中那凌冽的钢器是格外显眼 毒魔宗的白蛇酒满脸不可置信 他不理解为何那毒对天如运起不到效果 闻言天如运也好奇地问起你说的是毒 天如运将左手握拳放在另一个阴魔宗的小子身上 随着他手掌握紧那剧毒就一滴滴地落在身下的倒霉鬼身上 而伴随着滋滋滋的俯视声 那剧毒散发出的强大俯视性是让躺着的小子无比痛苦 而天如运先前在食堂也都是逢场作戏 毕竟有托马斯的帮助他在身体接触的瞬间便察觉出了问题 只不过为了掉出幕后黑手自己演了个拳套 而那剧毒也在托马斯的帮助下收集了起来 看到剧毒已经被排除体外毒魔宗的小子显然慌了 没有毒素的帮助绝世强者可以说是恐怖如斯 看着面前的天如运身影逐渐变快 这几个小子感觉出了危险的来临纷纷进入了状态 但天如运的速度出奇的快只是一个回合便已经撂倒一眼 随后不顾身后两人直直走向了倒地的胖子 紧接着抬起又脚猛的一踩直接带走 这男人表现出的杀法果断给两个小伙子吓坏了 不是说魔道管不能杀人吗 你怎么可以杀人 但这规矩显然对天如运完全没有约束 只见天如运将目光投向两人缓缓说道 该轮到你们上路了 这间有几样东西你万万不能碰 约翰的狗郭达的祸还有天如运的弟子 如今这已经是好莱坞的铁律 但偏偏就是有人不信 只是瞬息之间嚣张少年便已经领了盒饭 而其余学员也从这杀气中感受到了死亡 这时候毒魔宗的小子还要嘴里 出声警告到你这般肆无忌惮的行为 不怕六大派的惩罚吗 可面前的天如运文言却表现得更加的不屑 不经问起六大派又是什么东西 随后就感受到一股魅力的冲出 一旁的长剑在真气的控制下 竟然诡异的抖动起来 紧接着只见天如运大手一挥 那柄长剑瞬间就有了指引从地上猛拔起 化作一道弧线冲向了锦标的胸口 只是扑斥一下锦标胸口被瞬间贯穿 重剑后的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的朝地面倒去 站在一旁的白折酒健壮内心也是更加的慌乱 看到面前的小鬼非常害怕天如运的心里也越发的幸福 毕竟选择向自己出手那必定是把生命抛之脑后了吧 随后只是几个呼吸间天如运这里的战斗就已经结束 而另一边一众弟子疯狂在屋檐上赶路 因为先前被人阻挠耽误了许多时间 就算几人以最快速度赶去食堂也不知能否赶上 而这时候他们前去保护的主军竟然从身侧腾飞而来 看到主军安然无恙几人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然而天如运如此着急也同样是担心自己的弟子惨遭毒手 可现在大伙全都完好看来双方的冲突并没有发生 但从小黑口中得知那些人虽然是气势汹汹的道场 可他们好像只是完成说服学员投靠的目的 就连许凤即将大打出手的时候 对面也有人及时阻止了这场战斗 最终是一脸坏笑的离开现场 这莫名其妙的来莫名其妙的走让几人也是非常不解 而心思缜密的天如运隐约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毕竟先前自己在路上可是遭到四大派狄孙的偷袭 这么看这些人的做法就是为了那四人的行动拖延时间罢了 此时想明白的天如运不仅感叹这些人还真是聪明 搞得内斗还整上了兵法 而另一边回到健身房的小弟 杏刀采烈的和老大汇报着自己优秀的策略 无非吹灰之力就让四大派和天如运干在一起 显然不论谁输谁赢都与我们无关 但这种美好的设想却没得到天如运的肯定 毕竟天如运和独人的战斗都略有上风 这点小毒怎能要他的命 要是天如运反过来对自己寻仇也是不妙 但这时身后的小弟及时安抚到 即便他没有被毒死 要是一气之下杀死四大派的嫡孙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总之这几人是绝对不会让他安然无恙的 听到这小弟办事如此缜密 天如运的心里不禁升起一道正义的光 毕竟天如运能亲手杀死独魔宗的人也算我为他行了大夜了 只不过现在自己没法用武力胜过他着实有些无奈 但都没等他得益多久 练功房的房门就框框框的敲响 此时小弟也非常疑惑 好奇这练功时间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擅自敲门 等他敲咪咪的打开门 却发现门外竟然站了一批的迟刀教导 教导突然迟见到访练功房的两人极其震惊 都不等两人解释教导便已经下令两人压到现场 如此霸道的行为显然此时和他们关系重大 随后两人跟随教头脚步来到了一片雪地 这里充满了血腥味让小弟感到非常疑惑 大晚上的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但一旁的天舞妍同着血腥味多少猜出了点东西 不禁感慨我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因为在他面前整个场面已经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他也清楚自己能来到此处此时必定脱不了干系 而这时左护法从不远处走来 两人照常鞠躬拜见馆主 但馆主此刻的神色却是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他直直必问两人此时可否是你二人所为 只是光凭这气息就给一旁小弟吓得不轻连忙否定 而另一边的天舞妍也描述了自己今日的行径全在练功房 此刻他的情绪显然更加平静 毕竟啥都没做哪来的心虚 但下一秒当他看到第一个身亡的弟子就隐约感觉出了奇怪 因为躺在地上的那人竟然是阴魔宗的像柔直 而死亡的原因竟然是中毒而死 这情况小弟是格外吃惊 这人不应该是被天如运所杀吗 紧接着左护法带他们走向第二个尸体 然而这第二个躺在地上的人竟然是剑魔宗的解妖 在他的身上居然插着一把阴魔宗的长剑 看到这里小弟已经隐约感觉出了什么 难道这是设计出的一场意外 待到他俩看到第三具尸体的时候 两人脸上震惊的神色已经难以掩饰 因为那位死者的背上全是玄魔宗的柔旋云长 这他压得纯纯的阴谋啊 就连他一旁的小弟都隐约开始怀疑着大哥的身份 可正当小弟要为大哥辩解的时候 一旁的天舞言传音阻止 他告诉小弟这柔旋云长是五楼练工坊的公开密集 一旦你辩解那这事儿就定和你脱不开关系 而现在只有一人去过五楼藏书阁 那人便是今日的操盘手天舞言 所以天舞言认为这便是他辩解的突破口 身旁的小弟一时间被这般解释也稳住了情绪 可当左护法带他们前往最后一处尸体的时候 整个情况都不对劲了 只因为面前这个小子身上不光有柔旋云长的招式 在他重伤的部位还附带了玄魔败剑的剑招 此刻天舞言的心里是震惊和愤怒凋杂 没想到天如运竟然掌握了专属玄魔宗的左掌右剑 那可是自己外公玄魔宗宗主才能施展出的一门独门武功 左右双手可以在同时施展两套绝招 其中做出的组合可以来回变化难以抵挡 据说玄魔宗内只有宗主和天舞言练就了此功 而且天舞言也就在魔道馆三阶段中为了获得名牌才施展过一次 如今此时肯定并非是自己所为 外加自己外公作为宗主更不可能到场 那这次的凶手必定就是你 天如运 此者身上左掌右剑的痕迹完全只认天舞言就是杀人凶手 但作为吃瓜群众无辜的天舞言却无法证明自己的青睐 因为在魔教之中只有外公和自己练就了此功 而且这功法也就在魔道馆三阶段中为了获得名牌才施展过一次而已 真没想到天如运竟然仅凭旁观便学会了此招 而眼看大哥无法反驳站在一旁的小弟率先承受不住压力 连忙向左护法提出了这是陷阱的说法 毕竟自己和大哥一直都在练功房训练 哪有可能出去办这事 但这陷阱的提议却是让左护法注意到了问题 单凭这一个词便可知道这小子知道这些嫡孙聚在此处的原因 面对左护法这缜密的质问 小弟清楚要想摆脱杀人凶手的罪名 那必定是要暴露自己的计划 为了保住大哥能继续争夺教主之位 小弟决定一人担下所有责任 但即便如此左护法又怎会这般弱智 没有证据就在这里瞎掰 给我把他们押送离场 眼看情况不妙小弟迫于压力 讲出了天如运是凶手的结论 听到这荒谬的结果 左护法也是喊停了教头 让他继续说 此刻几人还不清楚 现在的左护法其实已经归入天如运的麾下 但对于现在这个情况 小弟自曝何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紧接着就听着这小弟在这儿慌慌张张地讲出自己先前的计划 将其中几人自己是如何窜通 随后自己又如何拒绝独魔宗讲的事清清楚楚 唯独其中自己品格高尚 故与众人同流合污做了不少的渲染 不得不说文化人就是文化人 我左护法见了这么多犯人 你算是唯独一个把我当傻子了 要不是死者不会说话 不然起来都要给你两巴掌 既然你说自己与此次事件无关 那你觉得又是谁发现的这些尸体 这问题瞬间就给这小弟问懵了 不禁怀疑难道不是教头发现的吗 可惜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 左护法严肃地告诉他们 这些可都是我们天长老和大批的团长一起发现的案发现场 随后再集体上报给本馆主的事件 你可觉得谁的话更有可信度 听到这番说辞小弟一时间有些没法解释 一个凶手变成了三好公民 这事情不对劲啊 而也正好是这时一旁有人踏雪前来并出生质问道 你可说说我何时就成为凶手了 此刻天如蕴可谓是来得正正好好 一身正气像极了那伸张正义的歪嘴战神 而这时候一众教头不敢怠慢纷纷拜见天长老 左护法眼看着两代逼无动于衷也出声提醒 快行礼吧 天团长还有武队长 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 而在权力之下天五颜双手抱拳一脸吃屎的行为 而这便是魔道馆的规矩 那么接下来就是看我天长老如何分配你们的罪名了 天长老一身正气何时成了杀人嫁祸之人 在众人行礼过后天如蕴也像模像样的查看了一遍情况 边走边分析着实有些侦探的模样 你看这项柔指死的是真的惨 竟然被刀魔宗活生生砍断了手臂 随后又中了毒魔宗的毒真的太惨了 而一旁的锦标也是实在不走运 反手就给阴魔宗的小子顺手带走 这边刀魔宗的浦阳则是被柔玄云长打出内伤 随后再被接下来的一道重击当场击碎 最终幸存的毒魔宗更是被玄魔宗的左掌右舰直接带走 随着话题来到左掌右舰左护法两人的视线也来到了身后 天如蕴也不禁好奇问起 暗舞队长所言我一代长老是怎么掌握诸多的武功呢 面对天如蕴的质疑小弟是无法辩解 但目前的情况在所有有经验的调头分析 今日之事绝对出自五人争吵后发生的战斗 从而出现杀死对方的情况 此刻天五颜仿佛意识到了问题 他发现今日的情况不光是要给自己定罪 从几方交手的结果可以看出天如蕴 这是要掀起几大宗派的矛盾 毕竟这些尸体最终都要运回宗派 而根据上面的伤痕便可以分析出凶手 这么一来几大宗派的战斗也即将爆发 此刻天五颜是气愤极了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人借刀杀人一致一 没想到你一个天如蕴搞出这么大的事情 看到天五颜情绪开始失控左护法 也是选择视而不见 毕竟帮助真正的教主成功上位 才是他一个护法应该做的事情 随即对所有教头下令 在场教头听令 将两人押送禁闭洞穴等待审问 紧接着在众人齐声喊出中字 天五颜的事情也算到一段落 虽然禁闭在魔道馆是走个形势 但在这期间几个敌孙的尸体的运送是完全没有代码 在第一时间便送到了各个宗派 并在同时送上信函 告知他们天五颜和五成云已被拘击 如此一来 所有人的矛盾都将指向对方的宗派 接下来宗派内斗可谓是剑在弦上 切身感受了天如蕴的这番操作 左护法都不禁对天如蕴的手法感到佩服 这招制造矛盾可谓是玩得巧妙至极 而且他那还原功法的手段 也不是一般的爵士高手可以做的 不仅还原了玄魔宗独门功夫 左掌右键做实了凶手 那其余宗派的手段也是察觉不出漏洞 遭遇此次事件六大宗派 无论如何都将会产生矛盾 虽然教主也在尝试制衡几大宗派 用尽了心思 但这却让被打压的几大宗派 对教主同仇敌开 目前天如蕴这番操作 可以让他们从内部开始瓦解 也是将平衡的几个宗派 四分五裂的最好办法 带到时机成熟 见魔宫巧手以待的魔教 真正教主也将上任 天如蕴仅停一出好戏 便将所有人的死因嫁祸 给了玄魔宗的天舞颜 也在出世的当晚 几个宗派敌孙的尸体 也都被送到各自宗派的门前 所有人都没想到自己的孩子 竟会在魔道馆被人算计 特别是独魔宗的情况 从上到下全被玄魔宗安排得明明白白 如今已经绝后的独魔宗一众发起讨伐 所有的人死亡 都和那五夫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考虑到玄魔宗宗主带队在武林战斗 现今他们宗派残留的战力 必定比先前薄弱许多 外加最近几大宗派都在安置葬礼 此时的玄魔宗 必不能想到这个节点会出现突袭 于是乎带头的少宗主 下令在安葬了孙子后 所有人暗中前往玄魔宗凌晨时间会合 时间来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 玄魔宗的宗派那一片寂静 此刻大批的白衣舞者已经集合 在少宗主分配了这次行动目的后 身后所有舞者都按要求快速潜入 打算给玄魔宗一网打尽 可当他们来到大殿的时候 整个宗派竟然异常的安静 几人立马察觉出了这里的反常 一个堂堂宗派竟然空无一人 这让他们不禁开始怀疑这些人的去处 但当他意识到危险的时候 危机其实已经来到跟田 那是从远处飞来的锋利箭矢数量 多到铺满了天空 从高空落下的速度 极快嗖嗖嗖的疯狂往下扎 一时间所有人都被这情况 整个手忙脚乱拼命抵挡 但这漫天剑雨却足足落了两分多钟 只是这么一回合 那大批的独魔宗武者已经所剩无几 可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没找出自己对手的位置 此刻他们就如同待宰的羔羊被迫迎战 陆续冲出的使者不断削弱他们的实力 可即便他们中有较强的武者 但人群中那个充满寒气的真气 却是不断地告诉大火死亡已经注定 只听那人感叹道 阿猫阿狗的还真是努力啊 显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这时候一个武者率先出招 以擎贼先擎王的道理直冲而来 可都没等他靠到一名以内 那手掌中浑厚的内力 就打在了他的身上 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 光从声音来看 这人的身体显然是没有治疗的可能 紧接着那老者夺了一柄宝剑 打出流水般的剑法 瞬间就送走了在场的数名小弟 剑法的精准程度可谓是 如同手术刀般的存在 看到自己兄弟的阵王 作为少宗族也是极其愤怒 手握长剑便直冲而上 可即便愤怒给了他更大的动力 但在绝对实力的面前 那也将布置一匹 只是一个回合的交手 竖到血痕便出现在他的肩膀 如此强悍的实力 让旁边的弟兄有些震惊 也就在这时一旁 竟然走出了一位红银女子 他声音妖娆地感叹道 在意料之内的事情真的太无趣了 没想到我们宗主不在场 你们独魔宗就如此瞧不起我们 虽然他头顶面纱 但仅凭着精致的面容 便知道这人就是五夫人 认出了这一身红衣两个大哥 也在第一时间便冲了上去 极度的愤怒 让他们口中不停地标着垃圾话 五夫人 你个避避避避避避 可接下来五夫人展现的身法 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依旧是那套如流水般的剑法 只是瞬间便带走了他们的生命 此刻少宗主完全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的事情 他想不到一个宗主夫人 竟然藏有如此强大的武功 谁能想到一代女子竟然武艺高超 面对两位强者的围攻 不光毫无巨色 只见一道刀光闪过 眨眼间那人的头片 已经落在了地上 如此强悍的实力少宗主 是满脸不可置信 可就在他发呆的空隙 身后的老者也是借机摁住了他的脑壳 随即一道粗暴的力量 将他扑通一声压在了地上 这般情况作为少宗主的 他满脸不可置信 他是怎么都没听说 悬魔宗内还有这么一群恐怖的怪物存在 而且面前这个女人也是极其恐怖 原以为他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皮 万万没想到对方 竟然只是在这些年里隐藏了实力 但这个说法武夫人却感觉稍有欠筒 相比隐藏更不如说是没机会展示 显得会更加的合理 话落一道剑光便划过了少宗主的身体 对方的遗言也是说了一半 便被剑锋的声音代替 毕竟无关紧要的事情也不必再提 而消灭了独魔宗的一众数却之背后 武夫人甚至发自内心的感到有些可惜 毕竟这独魔宗的人又听话又好使 不知今后哪里还能找到这般办事的小狗 而这时身旁的护卫 却担心起刀魔宗也会出此下策 毕竟独魔宗这么弱都如此果断发起袭击 那么其余两个来的会更加麻烦 但这一点武夫人却十分的自信 因为今月刀魔宗的权利其实都在宗主的身上 那么没有宗主的命令刀魔宗是什么都做不了 既然宗派上的事情告一段落 护卫也是主动提议前往魔道馆 保护天公子和武少爷的安全 但这同样也遭到了武夫人的反对 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自信 也正好趁着这次计谋 让他领会一下教主之位的争夺 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容易 相比起这些琐事在武夫人心里 那个卑贱的家伙显然更加棘手 派遣所有人手调查这小子的所有信息 哪怕是给那些和他接触的学员查的底朝天 也务必要给他查出点把柄出来 毕竟接下来的事态 绝不能让天如运这个混蛋继续发展下去 也就在嫡孙被杀事件过后的第三天 失去了头子的玄魔宗队伍的手下信心 也发生了动摇 如今魔道馆可算是成了天如运的天下 而那些天武颜的忠实手下 得知了大哥老底坐穿 在魔道馆也无事可做纷纷主动退馆 留在外边给天武颜作为后盾实力 其余脱离了天武颜势力的七人 以及一直保持中立的五人 也选择了天如运的队伍 发誓誓死效忠天如运主君 可天如运向来把忠心看作第一要求 而这些人之中没一人入得了天如运的眼 所以这些没有一个能成为天如运的手下 其中最幸运的就是上层宗派的司马卓 和中小宗派的李斯钦两人 他们是在此次事件发生前投奔的天如运 所以才有幸成为天如运的部下 可即便如此想要当选教主之位也并非容易 在提交前还是要满足坐拥 12名上层宗派的宗主入会才能申请 目前天如运要么破例收入几位中立学员入队 将他们几人的宗主内入队伍这样教主之位才有可保 所有人都建议天如运不计前嫌将他们招入麾下 毕竟现今教主之位是重中之重 可惜即便如此天如运依旧难以跨过中心这道坛 所以这是在他看来还要另寻办法 而那剩余的五位宗主天如运想到的法子是离开魔道馆亲自会面 经一任教主当选在即 身为小教主的天如运竟然在这时提出离开的决定 其中的原因更是让人无法理解 虽说凑其12个宗主对于天如运而言语于反掌 但要想驻见一个稳固的天魔神教 忠心可以算得上是永远排在第一的条件 而其中自己提前出馆的第一个原因 也是为了寻求其余符合条件入会之人 第二的那边是本教教主以及八位长老已经前往武林 此时出馆风险也将大大降低 况且教主不在魔道馆小教主当选之事也必定推迟 可即便如此这决定小胡几人还是特别担心主军的安全 但好在这次天如运其实早有准备 安排的小刀文家以及白鸡几人一同出发 而其余段位不足的学员则是待在魔道馆继续修炼 可许凤这个天如运的忠实谜地虽然没通过五阶段 但在他和天如运的软磨硬炮以及和大火的一番舌战之后 想要出馆的他也顺利混了出去 而他们的第一站便是前往十一长老的飞幻鬼宗的庄园前去拜访 此时站在门外的护卫大老远就看到一行人正在缓步走来 他们的心里都不禁好奇这大晚上的是何人到访庄园 直到几人走进了两个护卫才顺着月光看清来人的面孔 那前方带头的人竟是一位少年 眼看来人十分的面身两个护卫双双握紧常见连忙质问来者何人 而看到对方如此警惕天如运也果断取出长老玉佩表明身份 一番恭敬地表示 还请二位帮我转告十一长老还一宫 在下十二长老天如运门外求见 而确认了玉佩的色泽两个护卫立马放下警惕双手抱拳 用极其客气的口吻说道 拜见魔教十二长老 并表示将立马前去禀报宗主劳烦您稍坐等候 也只是这么简单的交流后 站在身后的许凤不惊和小黑嘀咕起这地方的环境 短短几分钟就感觉这里怎么有点鬼离鬼气的怪物 而站在右侧的文家也被这种气氛整得有点害怕 同时也不禁怀疑起住这个地方的人应该也是脾气古怪吧 也只是经过短短三分钟的等待 面前的木门再一次制压一声被拉开 而这次迎面恭迎他们的是一位红袍女子名为娄若燕 满脸被逆子打得血白外加一套赤颜红唇 顿时就开始让许凤几人都开始怀疑对方的性别 紧接着身为总管的娄若燕 在第一时间试问其左侧的小黑是否是十二长老 这情况顿时让小黑有些吃惊 随即连忙一阵咳嗽的同时将告诉他左边这位才是我的主君 他是没想到这堂堂总管眼力却是如此的差劲 一个送分题差点给他整成送命题 而得知了身份后娄若燕也是表现得特别的客气 连连道歉并告诉面前的天如运 我们主子有请您去客堂一座 里边请 可等天如运刚步入大门身后的弟子却被护卫拦在了门外 这情况天如运是很意外 但这时娄若燕却解释自己的主子很失认生 还请见谅 但尽管如此门外的小黑为了保护主君态度也是异常的坚决 这种情况是给娄若燕看得扑斥一笑 没想到十二长老的弟子都如此忠心 那既然不放心我便允许一人陪同 但这话说的让门外的许凤非常不满意 但好在外头的文家还是极其理智举手同意了这个题 也就这样天如运和文家随总管前往客堂 可就是刚没走几步天如运就发现了这里的诡异 因为在这里所有的过道竟然都摆放着形态相近的稻草人 在天如运的认知里这显然不像是正常人居住的地方 可当他们打开客堂门的瞬间 里面的景象让天如运猛的一哆嗦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千面鬼人环艺 没想到传闻中的千人鬼面竟然掌握着如此精妙的手艺 面对眼前六个替身 光看外表天如运竟然一时间无法区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远远看去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一点不差 这时候天如运的脑海中才回想起来千面鬼人的传闻 据说环艺长老制作的人皮面具称得上是世间第一人 今日一见他才切身体会到手法的精湛 也就在这时对面的男子主动起身双手抱拳 自称其为非患鬼宗的宗主环艺 但这面孔文家看到后却感觉面前的叔父有些陌生 随即也立马传音告诉天如运情况不对 面前这位好像并不是我所认识的长老 而天如运文言也立马警惕了起来 但常规的李杰他还是需要照久 天如运表明了来意并强调自己是新晋十二长老的身份 可这些环艺宗主却是毫不在意 连忙招呼两人在此不必太过客气 而身旁的文家为了确认长老的身份 也主动表明了自己魔龙长宗的身份拜见叔父 听到对方叔父的称呼宗主的表情有些奇怪 好似是在努力回想一般 但很快他脸上的情况就露出喜色 并称赞文家这面提示整得不错 得到了长老的肯定文家也确认了他的身份 毕竟知道他戴面具的人只有天如运和环艺 既然都是本人到场天如运也不打算废话 询问起长老可知我本次拜访你的目的 可大晚上能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作为长老的他怎会不知 无非就是玉佩之事 毕竟刚一通过六阶段的比试 就着急忙慌地来找本宗主 还能有其他的理由 按照教主争夺机制 小教主必须满足纳入12个上层宗派入会 或者得到三位长老的认可才可上任 而玉佩那便是长老们身份的象征 线上玉佩也示意着认可了对方 并要发誓誓死效忠 眼看环一宗主解释的如此透彻 天如运也不再犹豫 既然十一宗主如此清楚 那我也不再掩饰 接下来我请求以小教主的身份和您进行谈话 此刻天如运已经没必要继续周旋再入主题 可对面宗主的回答却是让他有些吃惊 只因为原来在宗主的眼中 天如运自进门开始针对小教主的考核便已经开始 原本我还打算多给你一些准备时间 既然你已经开门见山内想必也是让我直接一些 在我这总共有两道考试 第一场即为你眼前的洞察力测试 今日你需要在我们几位中找出真正的宗主才能通过 而这个考试文家是深知其中的难度 因为人皮面具就属十一长老做得最为精致 现在面前的几位可是连同脸上的胡须都做得一模一样 在气息统一过后 要想在其中找到真人那可是极其困难 此刻宗主对这次的考试可是特别有把握 随即也打算放松心态让天如运坐下慢慢找 可这时的天如运却表示这次的宗主他已经找到 这回答是让宗主心里一顿 不禁好奇这小子话中的成分 紧接着只见天如运果断转过头看向总管的位置 而总管也是强作镇定四处张望 因为这个房间只有他的心里清楚天如运在怀疑什么 眼看天如运不再出声他也连忙变解道 你不会以为我就是宗主吧 太看得起我了 而一旁的文家也对天如运这个猜想有些疑惑 可天如运此时却对面前这个所谓的宗主的提问开始偷袭 我记得还长老你说的是找出哪个是你的本人 但并没说是从这七位中找出一位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楼总管就是宗主 可凭借这个理由就确定宗主的身份 就连楼总管都不禁感叹年轻人还是太过草率 难道你就这么轻易要放弃机会 此刻楼总管此番言论也并不是为了天如运着想 而是借此压迫让天如运自我怀疑 可他却没料到天如运这项来暴力的解决方案 只听他口中喊出一句 冒犯了宗主 一到剑气就呼呼地罩着总管的脖子他 是不是宗主是事变之 天如运从小深受皮尔吉沃特的文化影响 为了验证猜想他提倡能动手绝不避避 如果没弹死的话我再把问题问扁 刀光闪过剑钢之上爆发出清脆的暴响 只见女总管的手上燃起了橙色的剑气 挡住了蓝色剑钢 一切都如天如运预想的那般 只不过此刻总管的脸上已经生起丝丝杀气 不禁质问道你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份的 而面对环翼的质问天如运却是异常的轻松 他告诉面前的宗主自己是靠传音得知 从进门文家表明身份开始 对面老头的表现就有些奇怪 那不经意间的短暂停顿着实引起自己的注意 显然这个说话的男人绝对是个高聘战士 我肯定他这脑子绝不可能当上宗主 而在观察了文家的传音后 自己也仔细观看了在场人员的声带震动情况 面对自己的连续提问面前 欺人是一个都没有出声的情况 那时候自己其实就有预感宗主并不在其中 而在这期间 其实托马斯也检测到这个空间不同频率的声波 一遍来自传音一遍来自对面老头的发言 也自从能偷听到传音的信息 天如运更加的确定身后的总管便是传音之人 所以现在就光这停顿情况 外加上桌上七元声带都没带动的事实 这足以怀疑唯一的总管 便是这课堂中唯一一个传音掌握局面的人 而听到天如运分析的如此有李楼总管 也是轻叹了口气 随后一脸微笑地向天如运重新介绍了一遍自己的身份 我便是飞换鬼宗的宗主还议 而你也是顺利通过了一阶段的考试 那么我们就开展第二阶段吧 化落还一宗主的手中一股浑厚的内力突然砰了一声爆开 强猛的力道瞬间便将天如运的身体炸开 只是这一招的接触天如运便感觉出了十一长老的功力不返 如今已经到达绝世阶段自己还是被炸退三步 紧接着几道找形攻势快速袭来 此刻的还长老仿佛已经进入了状态 竟然连宗派技能鬼影秘法都已经使了出来 天如运也是第一次接触这奇怪的招式打得极其被动 而还长老手中浑厚的内力打得天如运这剑气完全无法发挥 屋内的战斗他竟然一时间被压制攻入内甲 随即只听到啪的一声爆响 天如运带着护身刚气被硬生生踹的倒飞而出 这情况却是给文家吓了一跳 竟然敢打我公子 而内力踹飞的天如运在落到地面的瞬间便稳住了身体 可刚才的身上的鱼粒却是让整个地砖碎成了猪网模样 劈劈啪啪的不断向四周爆裂开 这般实力也足以见得这环长老功力不浅 可他踹天如运的理由却是担心自己的课堂不薄 如此嚣张的口气天如运甚是清楚这位长老的威胁 只见这长老缓步从排阶上走下 嘴里还赞扬着天如运前段时间战胜独魔宗那老头的表现 毕竟那老头只是看着老 实力却是实打实的怪物 只可惜自己找不到理由和他交手 既然你赢了他那我和你切磋也足以 而且听闻你是诱护法业猛的弟子 所以你也是用刀高手吧 刚好我的独门武功也是非换鬼刀 眼看长老摆出起手架时天如运也抽出身后的白龙刀 缓缓吐出几个字 请赐教 天如运这次被踢的盗飞而出 仅从地面碎裂的情况便可看出 这非换鬼宗的实力非比寻常 而在宗主的手中更是掌握着一道不见经传的武功 那便是非换鬼宗的独门刀法 非换鬼刀 眼看宗主如此认真 天如运也将身后的白龙刀缓缓凑出 随即便吐出三个字 请赐教 也只是亮刀的瞬间 还一长老便察觉出这白龙刀并非凡物 既然宝刀在手就请你拿出权力吧 话若他的身形斗然加快 一步踏出便已经来到天如运的五米之内 此刻天如运稳住情绪手中的宝刀也嗡名刺起 下一秒两人面前的动作便已经快到模糊 刀锋碰撞爆发出无数火光 整个大院都响彻武器当当当的碰撞声 此刻站在外围的白鸡几人立马察觉出了情况 意识到主军好似遭遇不测 他毫不犹豫地冲向大门打算强攻 两招撂倒门外的护卫 踹开门就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这时候许凤几人也意识到了问题 可这地方是十一长老的住所 但担心主军安危几人还是毅然决然冲了进去 另一边天如运和环逸的战斗还在继续 只是短短十几秒整个大院都已经被剑锋摧残的不行 而天如运的表现却是让环逸异常惊讶 毕竟弱冠之年竟然已经达到慈等五位 这足以见得这小子的天赋不凡 但仅凭这种实力你可是不足以弹死那老头 而且这样还想得到我的玉佩 那你可是太天真了 此时天如运在几轮交锋后也意识到了问题 尽管蝴蝶刀法可以和长老僵持 但却是很难对他进行压制 这样继续下去绝对不行 随即天如运果断地打出一道重击 在弹开长老的同时向后撤开 因为接下来他打算稍作调整尝试新的策略 只是瞬间天如运落地动作就和先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在地上拖行 但他举刀的动作都始终摆在自己的身后 这和先前截然相反的风格让环一很意外 身为长老的他也头一次见到这种招式 此时切换了动作的天如运也好心提醒长老 你可要全力以赴不然有可能会死到 这话是让长老有些惊讶 但都不等他继续思考 天如运的身体就框的一声从原地冲出 地面难以承受他的力量直接爆开 改变了刀法的天如运动作也是大开大合 让对面的环长老一时间有些紧张 不断健身注入更充盈的内力 在同时他也不禁怀疑这招难道就是杀死白雾的招式 只是呼吸之间环一也施展出 宗派绝技飞刀鬼天冲向前方 一时间两道绝技的对抗也是极其激烈 整个大院只是几招便已经漫天烟尘碎石乱飞 刀锋连续碰撞比先前紧凑许多 而环一长老的每次出招虽然迅速 但天如运的刀法却是极其强硬 他的每次挥砍虽然不快 可挥出的一刀经常能挡住长老打出的两刀 这情况是让环长老非常的被动 很快飞换鬼刀便被这个强势又诡异的刀法打得直接破防 此刻失去长刀的宗主已经浑身是伤无力抵抗 面对这即将到来的粗暴下批是显得那么的无助 现在的他只能紧闭双眼连喊不要 但这道攻势却已经完成蓄力 紧接着就听到一声暴响 整个大院都一起震动了起来 几刀神功果然名不虚传 霸道又诡异的刀法砍得环一长老瞬间破防 面对接下来的这一刀灯笼剑 失去武器的长老此刻已经无力反抗 紧接着在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声中 两人的战斗也宣布结束 而另一边院外的情况却没有这么乐观 擅自闯入庄园的白鸡都没走几步便遇到了阻挠 遭遇袭击的白鸡看准时机腾空而起躲避攻击 此刻来到空中的他也看清了来人是掌握找法的一位老者 眼看这人的功力不浅白鸡不敢贸然行事 而这位率先到场的便是飞幻鬼宗的唐主无功 既然年轻人贸然闯入 想必是完全不把飞幻鬼宗当回事 也就在唐主即将动手之际身后的小飞三人及时赶到 随后四人抱坐一团剑机行事 眼看周围的人杀气扑鼻他们也不打算废话 纷纷拔出长剑准备战斗 可看到面前的少年都是团伙作案 无唐主更是勃然大怒连忙质问道 到底是哪个宗派的弟子敢如此放肆 而这番质问就显得唐主极其专业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误伤 另一方面也是给这些年轻人一次投降的机会 而白鸡文言却是极其气氛 毕竟本就是你们宗主先行动手 但好在大宗派出身的小黑读懂了老准话中的意思 拦住白鸡后立马亮出了自己魔道馆以及摩拳宗的身份 在下是摩拳宗的高启力 此番闯入多有冒犯 而上层宗派的关系往来也是极其密切 无唐主立马意识到面前小儿 便是摩拳宗宗主高王贤的儿子 可即便如此你一个上层宗派半夜闯入其他宗派 难不成是令父教你如此作为 这话是让高启力有些惭愧 他先是给唐主到了个不适 随即便解释到这次进入庄园 也是察觉到我们主君好像遭遇不测 但知道这个消息才这般势力闯入庄园 而我们的主君便是本教十二长老天如运公子 听到小高的这番回答无唐主是极其震惊 他都没想到一个上层宗派居然有这般背景 难道刚才宗主亲自接待的是他口中的天如运公子 可是到如今自己这边放不放行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在无唐主思考利弊的时候 隔壁庭院一顿兵器碰撞的当当声吸引了众人的助力 如此激烈的对抗小高已经无法淡定 但他却被唐主挡住了去路 并解释到那毕竟是长老之间的事情 我们作为手下的无权干涉 并白手示意小高几人请自行劝退 那既然示意至此就休怪我无理了 话落小黑便打算动手 拳法首饰便已经摆在身前 另一边五长老也摆开找工作着最后一轮劝退 也就在两人的战斗即将一触即发的时候 隔壁天如运的灯笼剑也在这时间刷的一下卡了下去 一时间整个庄园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这种情况就如同地震了一般 紧接着下一秒庭院方向的墙壁竟然突然爆开 伴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巨大的冲击力让炸开的石块如同子弹一旁 朝着众人的方向快速散射开来 一时间所有小弟都陷入惊恐之中 面对未知的情况他们纷纷防住身体前方 等待烟尘散开 无堂主从袖旁窥视了一下情况 可面前的情况让他是惊得何不拢足 因为在这道刀器的冲击之下 接触的墙面全部爆裂 而这道刀器的余力也在地上留下了一条几十米长的沟壑 天如运这一刀开天门瞬间就给鬼宗大院开了个当 这离谱的威力给无堂主看得满脸震惊 在待了数秒后他才反应过来这并不是宗主的刀招 随即连忙一步轻弓飞向院内 而小高级人见状也是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的庭院内 十一长老也是看着这恐怖的刀招传的粗气 他不敢相信这天长老竟然藏有这般实力 难道先前都是在和自己玩耍吗 此刻切磋过武艺的还长老甚至感觉天如运的身上 静隐约散发着神秘而恐怖的气息 这种感觉如同面对深渊一般深不见底 也只是这一招还长老是真的被打服了 双手奉上代表十一长老的玉佩 并承诺誓死效忠天如运公子 毕竟刚才的那招如果不是天公子特意躺外 这威力都够他死好几回的了 而这时候武堂主和小黑几人也恰巧赶到 刚一落地就看到十一长老跪在地上在表中心 这情况就有些离谱 可白鸡几人却是更加的震惊 他们都没想到先前那个总管原来是鬼宗的宗主 不得不说非换鬼宗的心思难以捉摸 另一边天如运的小迷弟看待大哥大祸全盛是乐开了花 时不时还会用语言刺激一下刚才摆架子的吴堂主 这是让一旁的堂主特别无奈 毕竟自己宗派都被收纳了还有什么可摆呢 随后在简单的调整后 一众的弟子也被安排课堂商讨要事 而环一长老也是简单处理了伤口后慌忙感染 只是这都效忠自己了还一直戴着面具让天如运有些奇怪 但这却是非换鬼宗的规矩 因为这个宗派的情况特别 世世代代都隶属于负责暗杀以及情报工作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按照规矩是不能向教主之外的任何人公开自己的真容 但若公子成功登上教主之位 我必定是要向您展现的 话若这个话题便在环一长老的笑声中淡去 紧接着天如运也试图问起长老关于环若的情况 毕竟从魔道馆出来前自己见过环若一面 那时候不论自己如何劝说环若都会以没有宗主之令 不能擅自决定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您的亲儿子 而且那会儿通过托马斯的帮助 也是看出了他脸上戴面具的情况 并且一直非常恭敬地称父亲为宗主 这一点就和其他宗派的孩子大不相同 而听到天如运的分析环一也是浅浅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这一生其实是无法拥有孩子的 这情况却是让大火有些意外 而其中的原因竟然是源于非换鬼宗的独门心法鬼因宫 练他不光会出现失气过重的情况 而且掌握功法是需要一个极其苛刻的先前条件 那便是欲练此宫必先自宫 所以怀上孩子的可能几乎为零 虽说非换鬼宗需要传宗接代 目前的办法也只有领养孩子 所以现在和孩子的情况也可以看作失声 花落环一宗主的脸上立马就变得阴森 眼神扫过在场众人提醒道 既然故事听完还请各位把听到的从脑中抹去 不然你们的二弟很可能不保 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是让小黑两人不自觉地收了收皮燕子 这宗主真的有些恐怖了 欲练此宫必先自宫 而这便是掌握非换鬼宗独门功法的前提之一 可光这自宫的要求就让小黑两人裤裆一梁浑身打仗 也不得不说这鬼宗在审视的过程中 环一宗主是对小高极其满意 时不时地对他会流露爱慕的眼神 可小高哪能如此轻易地就被掰弯 连忙表示自己定会坚口不言丝毫不给机会 也只是回头的功夫环一就问起一旁的文家 啥时候公开身份 这是让还在吃瓜的文家有些措手不提 可眼看还长老还在继续说 文家真是被吓得手忙吊乱 就连声音都被吓得一惊一乍了 连忙抢在前面将事情推扁了自己的左措 看到文家提到此事的反应 如此之大一旁的还一失落坏了 而在这场中也只有天如运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也在短暂的谈聊之后天如运也打算带人离开 可还一宗主却表示自己没能好好招待有点欠的 若是不介意的话可以在课堂打地不勉强的路 天如运显然知道这是还一长老的好 随即便向长老表示了感谢 但今日天如运却有一事相求 那便是今日会多个人入住不知长老会不会介意 既然天公子发话还议也心领神会 话若就要派人将天如运口中那人接过来 但天如运却谢过还议长老的好意 因为这人他要亲自去看看 很快抵人便到达了天魔神叫城内的南侧 而这里也便是天如运长大的地方 天如运走到门前望着这熟悉的大门不禁感叹 没想到时隔四年这里还是如此干净一点没变 那时的他清晰地记得张护卫每天雷打不动早起练功 结束后便会开始打扫院子 现今自己变强了也终于能再见到他了 此刻天如运的内心是异常的激动 情不自禁地脑补张护卫见到自己时的欣喜的模样 他带着对张护卫的期待推开了大门 可几人走到这熟悉的庭院 天如运的身体却突然顿住 如此反常的情况是让文家意识到了问题 紧接着只听到天如运略带惊恐又断断续续的出声 我居然感觉不到张护卫的痕迹 随后天如运神情就变得严肃 他的动作也变得特别麻烦 他开始挨个房间仔细查看 发现屋里的东西是几乎没有动过位置 但按常理来说 张护卫11点等应该是准备休息了呀 而且这屋里没有温度 目测这个炉子也是放了三四天的模样 紧接着又到庭院查看小飞几人 也是没有发现有人的痕迹 这就让天如运隐约感觉到了不妙 可即便他极力朝着好的事态猜想 但以张护卫自幼便是孤儿的情况 不得不让天如运往那个不好的猜测靠近 天如运显然不想相信张护卫出事的事实 随即下令所有人再将庭院上下仔细查看 而在几人全方位检查过后 发现整个庭院都被打扫得很干净 但如果今日张护卫在这里一切就说得通 现今张护卫的灶台已经离开三天的模样 目前还保持这个整洁程度 可以见得是有人在做打扫 话落天如运便开始视觉扫描分析现场 有没有打到痕迹 这也是天如运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随后托马斯便通过天如运的视觉记录 在他的眼前生成了一套三地全景 而根据视觉增强的扫描发现一处可疑的痕迹 那是过到旁的一个柱子 在他的小腿高度竟然发现了一道三公分长的剑痕 只不过通过这单一的一个痕迹 天如运完全没办法再做分析 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护卫是遭到袭击了 这世上竟然有人敢抓我们断臂狂魔的人 也只是瞬间身旁的小高就感受到 天如运身上即将暴怒的情绪 很显然张护卫在天公子的心里是极其的重要 而这次在柱子上留下的既然是剑痕 那么大伙也建议天如运从几个剑宗开始筛选 虽说近日玄魔宗在忙于处理宗派矛盾 但这个事件却不能将狡猾的他们排除在外 而许凤建议是借着长老不在的时间潜入调查 可先前非患鬼宗的遭遇是让大伙都提出了反对 目前没了头绪几人也只能保护好主君随后静观其变 毕竟绑架张护卫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天如运吧 而在天魔神交的另一边的牢房中回荡着男人的惨叫 走近一看这人正是失踪的张护卫 先前的一轮折磨已是让他同道晕绝 但这些人却没打算就此放过他 他们用烧红的铁块反复折磨 声称是要烫到张护卫回答了所有问题才通把秀 而这些问题的来源却是坐在门外的红银女子 五夫人眼看手下折磨的差不多了 他也向张护卫问起教主是否有过给天如运传授武功的事情 可这时候的护卫却已经被折磨得有些迷糊 口齿模糊的说着没有 即便这个答案是事实 但这却不是五夫人心里的答案 而这便是女人的奇怪之处 此刻没得到答案的五夫人甚是不满意 招呼手下加大药量 也就在这时候五夫人的贴身护卫却突然到场 他凑到跟前说道 你家伙出来了 这一时间五夫人还没懂那家伙是谁 当他听到是天如运出来的时候心里是无比震惊 正如我意 没想到你小子竟然敢在这时候跑出魔道馆 看来你天如运运术已尽啊 随即他便和手下打听起了天如运的下落 而得知了那小子的行径 五夫人流露出阴险的笑声 这种情况是让被拷打的张护卫十分担心 心里暗道 公子您要小心啊 第二天上午天如运来到先锋客栈 按小高所言那批暗中行动的人员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袭击天如运 而现在三人选择在众人瞩目的客栈 为的就是让大宗派的人不方便乱来 三人作为诱饵 三人暗中潜伏等待机会 每一会儿天如运的脑海中就收到了某人的传音 对方竟然警告天如运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便杀死劫持那人 而张护卫的安危让天如运一时间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他是没想到自己的人被绑架 从而受到的威胁是如此有压制力 可虽说对方不让自己启用内功探查 那天如运也只能让托马斯用科技开始分析 以对听觉信息的频率进行分析 随即又听内人下令要在明日凌晨一点前 不带武器独自出现在独魔宗庄园 否则你就是准备给内人收拾吧 这话说的是一点不客气气的天如运轻金爆起 但托马斯的感知已经帮他找到了发生的位置 只不过这人遮掩得很好完全看不到长相 为了不让内人从眼前溜走 天如运毅然决然框的一声拍响了桌子 但奇怪的是他这一拍整个客栈的人都他压得站了起来 这情况显然就有些问题 可只是这么一个停顿门口的内人竟然已经溜走 这是给天如运气坏了 只是呼吸间天如运的身体迅速变得模糊 下一秒整个场地的帮凶都被一道诡异的剑法一招破防 而天如运的身形最终则是站在了一个好似大哥的人面前 也不等对方做出反击 天如运就一手朝着脖子好去 轻轻一握面前的男人就晕厥了过去 如此差劲的身体让天如运十分嫌弃地将他随手便扔在了地上 只是这般实力就能绑架张护卫 带着深深的疑惑天如运将几个小子扛着带回了院子 而那些打手在醒来的第一时间 也开始极力解释自己受人之托才来尾随公子 只不过那人每次见面都会头戴竹力看不清面相 随后文家几人也检查了他们的身份 的确都是出自普通人家的舞者 那既然是这样天如运也打算饶过他们 只不过在事情没结束前你们哪也不能去 话落几人便被许凤点了穴又一次晕厥了过去 接下来天如运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其他队员的汇报 其中前往阴魔宗的小高最先返回 在此期间阴魔宗一切正常没有特别行动 对于头戴竹力的人小高也是未曾见过 但这个特征出自悬魔宗和剑魔宗的可能性比较大 目前只能等待白姬和司马卓返回才能确认 可在几人等待了半小时后 所有人的心里都浮现了一个不好的预感 难道这两个小子出事了 而在天魔神交的另一边庄园 五夫人这会儿在光光光地喝水 也就在这时她的护卫带着人手快步走来 随手便丢出了两个重伤的武者 他们分别是白姬和司马卓 而他们两人就是老头在建魔宗附近发现潜伏的人员 不得不说这俩小子实力不差 年仅二十便已经到达超顶尖的水平 当时要不是外唐武士前来帮忙 作为护卫的他一套军体权甚至都要败下阵来 既然目的达成五夫人也不再追究 相继开始询问起这两个手下的来历 经过老头的检查 这个叫白姬的小伙是来自上层宗派寻格宗的弟子 另一名是司马卓是十一长老的儿子 这三情况是让五夫人极为震惊 他是没想到一个天儒韵竟然能将司武宗都招入麾下 不得不说这小子的情况是有些危险 也正好这次长老外派不在宗内 借此机会一举将那小子消灭 时间很快就来到凌晨一点 独魔宗的屋檐上是悄悄分布了不少的武者监视情况 而天儒韵也是患上一身红衣准备血洗独魔宗 也只是刚走几步敏锐的感知就让他察觉到了异样 四周的屋檐上是有不少武者在行动 可尽管四处埋伏天儒韵还是大步走向了独魔宗的广场之上 面前是整齐的两排武者分布在两边 在道路的尽头是那个一头红纱的武夫人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 也只是天儒韵停住脚步的同时 坐在对面的武夫人也用妖娆的声音招呼了一声来啦 对气氛诡异地让天儒韵不敢放松 光凭感知粗略扫尸一圈就发现在场的武者就有200人之多 而站在屋檐上的武者从这番阵仗中也变向对天儒韵的实力有了开策 这家伙绝对不是像看上去那般文周周的样子 也只是瞬间一道内力突然袭来让高抬射手浑身刺透 而这便是天儒韵将隐藏起的气息散布了出来 走到武夫人的面前天儒韵就认出了这女人的身份 这他妈的不就是自己小时候想尽办法和其他宗派的夫人拉帮结派 联手对付自己母亲的坏女人吗 那时候为了不让自己尽管还逼自己签署了不能练内功的盟约 十多年不见你还是玩得这么肮脏 天儒韵经历四年磨练终于成为了大佬 杀母仇人就在眼前他却表现得异常平静 不禁让武夫人感叹这岁月无常 一路的好运竟然让你小子活到现在 可今月天儒韵并不是来唠嗑 直接质问女人我的护卫和手下到底在何处 可这番言论却是让武夫人不自觉的小嘴意歪 真是天真的小孩 但这耳背的表现却是让天儒韵非常不满 他面露凶色静静地注视着武夫人 而武夫人看着天儒韵产生反抗的情绪 心里尤其不爽 立马派护卫去废了那家伙的丹田 有了武夫人的命令 护卫也是狗杖人士伸出右手开始运功 而天儒韵却在这时候一句 道破了护卫在客栈的身份 你就是在客栈传音威胁我的人吧 此话一出护卫的心里是猛的一惊 因为他知道自己行动暴露可不是小事 紧接着护卫加快了动作 打算先废了天儒韵 可只是被抓住的瞬间 他的身体就被天儒韵控制 随后就听到咔咔两声护卫的手臂 就给天儒韵直接掰折了 整个广场都回荡着护卫的惨叫 天儒韵也很疑惑 这小垃圾是哪里来的自信 眼看自己护卫遭到重创武夫人 也是从凳子上呼的一声站了起来 口中还不断地以天儒韵护卫的性命 做着要挟 而这种情况天儒韵是已料到 随即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丢给了武夫人 而武夫人见到这个盒子脸上 更是一脸疑惑 好奇在这个节点丢出此物 到底是什么意思 眼看天儒韵建议他亲自打开 武夫人也是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 慢慢将手伸向盒子 可当他打开盒子的瞬间 他眼神都呆住了 因为在盒子里放着的是一个 无比圣人的眼球 这种情况让武夫人极为紧张 不惊好奇地问起天儒韵 这到底是何意 可天儒韵并没有作答 反倒是反问其武夫人 难不成你不应该问我 这是谁的眼睛吗 可即便这话术没有表明 但武夫人已经感觉出了其中的问题 用此物做威胁 难道这东西是武妍的 当他想到自己孩子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本能地抗拒地合上了盒子 他不想相信天儒韵所说的一切 反倒是感觉天儒韵这小子 是在考验自己的智商 毕竟你小子想闯入魔道馆办事 左护法作为馆主怎能放任不管 所以你是想用此物来蒙混过关吗 可看到武夫人这番表现 天儒韵反倒是露出邪魅的一笑 就在两小时前 天儒韵亲自前往 封魔洞附近的禁闭洞穴内 当天儒韵看到天儒韵亲自到场的时候 他心里是无比的震惊 因为此次天儒韵独自前来 身披一身红袍眼神极其的冷漠 当一进门他就下令让其跪下 虽然天儒韵十分不愿 但在强大的内力压制之下 他还是扑通一身跪在地上 天儒韵体内有如此强大的内功 天儒韵是着实没有想到 更何况自己内功背景 已经完全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此刻天儒韵就被天儒韵的内功 结结实实地按在了地上 那时候天儒韵也告诉了 天儒韵自己护卫被抓的事情 在同时还告诉他 如果想要救出张护卫 对面那人还要求我空手前往约定地点 也只是听到这天儒韵 就可以断定这形式风格 就是自己母亲所为 但他却没有立马表明态度 反倒是问起天儒韵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但天儒韵没有给他回答 反手剑指朝上 魂后的内力就将天儒韵的身体 就瞬间挂了起来 此刻装傻的天儒韵是全然不知 其实面前的天儒韵 在来之前早有了自己的决定 现在的他就如同待宰的羔羊 等待死亡的降临 这是天儒韵当上魔教教主前最难的一关 在不久前天儒韵亲信的护卫 以及手下都被玄魔宗所抓 得到情报的他立马来到了 关押天儒韵的禁闭洞穴 简单废话一番 就将天儒韵吊起来准备送他上路 也是因为这段时间 他受到的威胁已经够多了 既然大伙伴事都如此残忍 那就别怪我天儒韵手段极端 而你没有猜错的话 就是五夫人最爱惜的东西了 此刻天儒韵看到天儒韵面露 凶色身体都不由得哆嗦起来 可是当他准备继续给天儒韵施压的时候 一道锋利的剑气划过 是让他手臂一凉 那是天儒韵凝聚的剑刚 将他手臂直接砍断的感觉 无数血液在空中喷涌 天儒韵一时间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毕竟他怎么也是玄魔宗的孩子 但剧痛还是让他大声地嘶吼了起来 他是怎么都没想到天儒韵会做得如此极端 可是以至此 他只能不停地骂着天儒韵是个疯子 但即便是已经这样 天儒韵依旧有些不满意 对卑鄙的五夫人而言 这单单两双手还不足以让他感到害怕 毕竟在他认知里 那高超的医术是能将手臂都接起来的 所以专属于你的隐形眼镜才是最好的说明 化落天儒韵就将天儒韵的隐形眼镜装进了盒子里 而这便是先前天儒韵所做的一切 眼看五夫人还这不紧不慢和自己周旋 天儒韵干脆丢出了一块代表玄魔宗的玉佩 毕竟这东西可不能造假吧 在整个魔教也只有天儒韵身上才会佩戴 看到玉佩五夫人心里是凉了半点 此刻她也不禁开始猜测刚才天儒韵所说的一切 难不成那个隐形眼镜真的是我们天儒韵的 此刻五夫人是完全没想到 天儒韵这个小家伙会做得比自己还要决绝 紧接着情绪紧张的五夫人 也连忙开始询问天儒韵交换的代价 得知了天儒韵只是要求自己放掉她的护卫而已 五夫人都没犹豫果断答应了请求 毕竟现在救出天儒韵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随即五夫人派出小弟去把护卫和手下带过来 眼看这个小弟轻功的方向确实是玄魔宗 天儒韵才放心地回头和五夫人继续交涉 当得知了天儒韵目前被关押的禁闭洞穴的位置 五夫人脸上是露出阴险的笑容 虽说洞穴会有人专门把守 但实力却是有限的存在 如今只要夺回天儒盐 那自己就能再一次重获主导权 也就在这十天 卢韵为了让五夫人更加入戏 她甚至将自己长老玉佩丢了出去 声称有了此物 自己的手下就会亲自将天儒盐带到此处 而五夫人接过玉佩后 转头就招呼了旁边的老者劳凡奇前往魔道馆一趟 也在话音结束的同时一道传音送入老者耳中 她郑重地道诉老者 要将那些家伙一个不留全部灭掉 收到指令的老者一步踏出瞬间就去到了几十米之外 不是遇到长老级别几乎都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而站在天儒盐面前的五夫人至今都还没有见识过天儒盐的实力 此刻不怕死的她还盘算着在孩子回来之后 以何种方式温柔地结束天儒盐这肮脏的一生 殊不知这一切其实都在天儒盐的计算之内 包括钢台和老者的传音 这天晚上 大批的神秘人悄悄地潜入魔道馆 如此松懈的戒备是让老者有些吃惊 不仅感叹堂堂魔道馆竟然已经如此落寞 也是因为有了这次轻松潜入的体验 他心里也对魔道馆的实力是更加的不屑 随着大批人手通过大殿穿入树林 老者下令让众人在半山腰进行埋伏 待他救出天五言二人后 再让他们出手偷袭天儒盐的手下 也只是应答的瞬间身后跟随的身影一步 便去到了周围的树上 紧接着只是几道呼吸的时间 老者便凭借超高的一速便已经找到了天儒盐所说的那个禁闭洞穴 可当他还在边走边整理花束的时候 面前的景象是给他吓得一哆嗦 因为在洞里等他的并不是想象中的那帮矛头小子 而是一个个全副武装的高级教头们 面对教头的警告老者见状直接就溜 转身就朝着山下的位置一路狂奔 而在他逃跑的路上 不甘心的他心里还在想着如何让这批人遭到玄魔宗的暴露 可都没等他刚跑几步 他的神情就再一次顿住 只因为在他返回的路径上自己的弟兄可以说是失衡便宜 而在丛林的尽头是一个身披袍袖的男子 正在静静地注视着这边 一人消灭如此之多的超顶级武者老者清楚面前的男人绝不简单 可接下来都不等他再做反应 对面的男人一步踏出便消失在了原地 紧接着就听到扑斥一声 只见一道红色见光在空中留下残疑 老者的身体也在瞬间就失手分离 而与此同时的天如运这边 武夫人的情绪就显得格外的焦急 看到武夫人坐立不安的样子 天如运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也尝试性地和他聊聊天 只不过不善言谈的他这次是将刚才武夫人的传音的内容说了出来 想必你是想把孩子救出来后再把我的手下全部灭掉吧 可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时辰都没有一点消息 换作我也会很着急的 听到天如运阴阳怪气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武夫人的心态也在瞬间炸裂 原来你小子从头到尾都在射头 随即武夫人摔下茶杯就打算起身返回玄魔宗 可这时候高抬的舞者却大声道出大事不妙有敌人出现 也在广场上众人惊奇的目光中 一位月光骑士突然出现 在月亮的照耀下他的身形显得格外的别致 在月光的照耀下一个身影搜的一生来到空中 如此高的出场经费想必来人必定不凡 也就在下一秒 那蛮人砰的一生落在地上 巨大的气浪震开无数的尘土 赤红色的披风彰显着他烈火般的性格 而他便是魔道管兽人敬仰的左护法力 武夫人是完全没想到堂堂左护法竟然会参与这次博弈 而且在对方手中居然还提着派去行动的丹叔父的脑袋 这到底什么情况 万众瞩目的月光骑士他终于来了 由漫威导演负责拍摄斯皮尔伯格负责剪辑的试试剧 随着神秘男子从地上缓缓站起 左护法脸庞是被这道伦布朗月光照的格外的帅气 看到左护法浑身是血天如影也向其道了生心苦 可在天如云的面前左护法却特别严谨 连忙鞠躬表示这是在下应该做的 这般客气的情况让五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知道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 不禁大声质问左护法为何擅自支持还未当选的小教主 这难道不是违反等教规矩吗 可对于这个问题左护法却表示 据我所知小教主的争夺已经结束了 这回答是让五夫人极其震惊 不知这已经结束到底是何意 而一旁的天如云也看出了五夫人的心思 不禁问起难道你还对小教主的争夺抱有希望吗 但即便如此 五夫人还是感觉天如云所说的只是一面之词 他坚信小教主的战斗还未结束 但他同样清楚如今天如云有了左护法的支持 今日的战斗已经没有十分的胜算了 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返回玄魔宗 等待六大派的长老回到天魔神教后再将天如云铲除 所以在此期间五夫人为了能安全撤离 不断地强调自己手中的底牌 声称只要自己一个不顺心 那张护卫和你的手下必定死无全尸 可话都没等他说完 屋檐上的舞者急忙赶来大声喊着出大事了 因为现在整个庄园都被大批的身穿绿袍的神秘武者团团包围 也只是呼吸之间 一个女子踏着轻功从高处缓缓落在众人前方 只是刚一落地她便恭敬地向天如云铲了一躬 随即开始汇报道 飞幻鬼宗宗主环一刚完成公子之令方才敢来 眼看环一长老的身上一尘不染 天如云对其道的生辛苦了之后便开始询问自己手下的情况 可就是在天如云看来如此平常的交流却是让五夫人无比震惊 她是没想到这个奇怪的十一长老竟然也是天如云的手下 这太离谱了 而经过环一长老的及时营救天如云的手下 也只是受了轻微的内伤 但公子的那位护卫处境却是十分的危险 所以环一长老在第一时间便将大夫换来开始抢救 可即便是这样那人的生命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救活 也只是话音刚落环一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猛的异己 再将视线看向天如云的位置那里已经卷起阵阵风压 这不断弥漫出的恐怖气息竟然是天如云的杀气 所有舞者都被这股力量压得心脏疼痛 特别是站在她身旁的五夫人更是被这杀气震慑出了生理反应 此刻的天如云可谓是怒气腾腾 显然这件事情已经触碰了她的红线了 天啊 到底是什么让天如云如此愤恨 区区几名守卫的死亡已经难凭她心中的怒火 所有人都在这股恐怖的杀气中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只有站在一旁的女人心里还在纠结 为何天如云的势力会增长如此之快 毕竟她为了玄魔宗的地位可努力了数十年之久 巨大的落差让五夫人陷入深深的思考 但就在这时一生少爷提起了她的注意 那是文家几人挟持天舞妍二人来到广场 只是认出少年的瞬间五夫人的情绪便已失控 拼命呼喊着天舞妍的名字 可这却只能唤起两人心中的惭愧 因为他们认为是自己的无能才让局面走到如此下场 看着面前失去双臂的孩子五夫人痛心疾首 向来孤傲的她在尊严和火种中做着艰难的选择 下一秒五夫人的身体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在众人面前对着天如运疯狂的磕头 如此作为只是希望能从天如运的手上获得一线生机 而看到母亲如此卑微天舞妍是拼命反抗 可五夫人在这时却对五言传音 告诉她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 此番屈辱不过是为了活下去的办法 待到宗主回宗那便是报仇的时机 紧接着五夫人还趴在地上 打算继续磕头恳求天如运放过自己 书步这一切在天如运眼里是多么的滑稽 自从她掌握了传音的频率 一切的对话都不再是秘密 只见她大步走向天舞妍的方向 并下令将两人当场松绑 这放虎归山的行为小高极为不解 不禁提醒这七尺大辱那女人定不会善罢甘休 可从小就被五夫人羞辱的天如运哪会不知 她毅然决然地要将两人放掉其中的原因 不过是要让身后的女人知道 光婷低头不足以原谅她的错误 紧接着在五夫人的注视下 无数件光滑过天舞妍两人的气 高光之下血管蹦射惨叫不断 至此两人的眼中都是满满的不可置信 鲜血四处喷洒 但天如运的脸上依旧无比冷漠 呼吸之间无数件光砍的天舞妍只剩一颗脑袋 随着天如运看上脖子 絮满的剑气是毫不犹豫地向前方砍去 伴随着五夫人的一声不要 锋利的剑气已经横向斩断了头颅 随着天舞妍的脑袋落地 目睹这一切的五夫人也是心如死灰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天如运做得如此决绝 而是到如今五夫人才体会到 失去亲人的切腹之痛 她抱着天舞妍的头颅不禁抽气 心里咒骂着天如运这残忍的家伙 可这却是天如运小时候便经历过的痛苦 而一切的源头都是你五夫人的决定 下一集五夫人之死 这是一场新任教主 对于此外宗派的全员头发 没人能想到曾经那个狗活于世的小子 竟然一路机缘不断过关斩将活到了现在 如今沙姆仇人就在眼前 天如运毅然决然地蓄满剑气 一刀斩断天舞妍的头颅 为的就是让这个女人感同身受 可这个行为却遭到了一众手下的暴怒纷纷拔剑宠 就在几人即将靠近之际 一道剑气狠狠落下瞬间分割的战场 而刚才这道剑痕便是左护法为他们留下的生死线 然而即便如此依旧有人尝试虎口搏食 她一边怒吼一边急速出发 可这嚣张的气势仅仅只维持了不过一秒 便在一道清脆的剑气中陷入死寂 而这便是我们十一长老的真正实力 另一边伤心欲绝的五夫人抱着天舞妍的脑袋不停抽气 丧子之痛让她流下血红色的眼泪 她不明白天如运为何要对自己做得如此决绝 而这番极致的表演也是得到天如运的赞赏 天如运没想到这个女人死到临头 竟然还想着扭曲事实 原来在五小时前 独魔宗的老三派遣手下在监视玄魔宗的行动 得知目前是有人劫持天如运的手下 这消息让老三的灵感顿悟 先前的战斗让独魔宗死是八成的战力 如今要想在玄魔宗的最终围剿中获得一线生机 他清楚自己必须让天如运和玄魔宗打得两败俱伤 为了宗派存亡 老三决定将埋藏多年的秘密如数告知 随即便让手下将自己的话全部记下 随后紧急派送到天如运的手中 而得知了真相的天如运 自然不能就此放过自己的杀母仇人 他将信件丢到五夫人的面前 上面赫然写着自己母亲遇害的因果 而这一切的死因都可以追溯到五夫人从唯独开始说起 而五夫人眼看事情败露 她的气焰反倒是更加嚣张 她不觉得杀死普通人是什么大事 反倒天如运敢对自己下手那后果还需自行掂量 可就是话音刚落一道电光滑过五夫人的眼睛 只是瞬间痛苦地嘶吼响彻庄园 五夫人的眼眶血流如注 但这些痛苦并没有让她停下嘴中的咒骂 可只是刚抬起头一道电光再次滑过 嘴中血液瞬间喷涌而出 巨量血液险些让她窒息跪在地上疯狂咳嗽 此时站在周围的舞者也纷纷痛斥天如运这飞原般的行为 不禁质问敢对五夫人如此下手 难不成是对此事后果毫不在意 毕竟这只是玄魔宗的部分实力 但凡让长老知道此事定不能善罢甘休 可天如运哪会不知这其中的道理 但他也从未打算让人能活着离开这 话落天如运大手朝着左边猛的遗忘 魂厚的内力瞬间便拉开了一扇木门 在房间内大量战死的舞者堆积成衫 纷纷滚落而出 而这便是天如运提前准备好的剧本 那便做出两宗内斗同归于尽的假象 很快众人便意识到自己将死的事实 而天如运也随之下令 听我令将他们全灭了 下一集封口鱼论 这里将是少年为母报仇的终点 以示他作为准教主着手整顿六派的起点 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心里是如何打算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今日在场的所有舞者都将无疑信免 为了避免得知此事的人前去通风报信 天如运下令让桓一二人赶尽杀绝不留火口 清晨两道剑光在人群中快速穿住 剑锋锁过之不可谓是哀嚎不断 也只是呼吸之间整个广场便也被一层邪污辱 剩余舞者仓皇逃窜奋力奔向大门 但那想要活下来的意愿 总是抵不过身后锐利的剑气 当场毙秘 其余几位也只是刚跨出围墙 便被身后两道无情剑气在空中之解 血液在空中蹦射如同末日的血雨 而这也让最后一名舞者心里更加的恐惧 但死亡依旧是她的不变的归宿 失去双目的舞夫人倾听周身舞者的惨叫 使得她的内心是更加的害怕 可也就在这时 一股粗暴的力量再一次将她的头踩进了血泊之中 这是天如运对她的死亡做着最后的宣告 但对死亡极度恐惧的舞夫人 却期望着自己的部下能逃出生天 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从这生存的筹码 可是拥有两位得力干将的协助 天如运的计划哪能出现闪失 仅仅半分钟的时间 在场的舞者就被两人全部处死 但这对于天如运而言还远远不够 紧接着她安排桓一长老前往毒魔宗 将可用的毒药全部取来 随后给玄魔宗的尸体一次下毒 如此一来这场战斗便是一场宗派死动 这般计划让桓一身胆佩 而对于躺在地上的舞夫人 天如运毫不犹豫调出剑气打算送她一城 毕竟曾经的毒害母亲的罪过 即便是灰飞烟灭都不足以悔过 次日魔教城内 昨日独魔宗险些被玄魔宗灭门的消息 在各个街道传得沸沸扬扬 也听闻在剧毒之下 玄魔宗的这次战斗也是损失惨重 这次包括玄魔宗小教主在内的 二百余名无准都毒发身亡 而本该留在魔道馆的天武延 更是被玄魔宗强行救走参与战斗 如今所有人都通过这些消息 察觉出玄魔宗一些不可言喻的意思 人传人的影响力 让此次事件上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 连同十一长老都对天如运刮目相看 殊不知玄魔宗宗主归来后 见此情形会有什么反应呢 下期预告 会见十长老 刀剑之下舞者哀嚎不断 为了激起几大宗派的矛盾 天如运下令将在场的舞者全部处死 并将这一切的行径 嫁祸于毒魔宗之上 几时刺日 玄土两大宗派的内斗事件 便被人们传得满城风雨 所有人都感受到 玄魔宗藏在暗处的庞大野心 而另一边 连夜在庭院等候的天如运 更是焦急万分 虽说目前上任教主才是重中之重 但依旧还处在危险期的张护卫 对于天如运而言却是更加重要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自己公子如此担忧 也在片刻后 木门终于被质押一声打开 刚结束手术的白宗明 带着满脸疲惫地从房中走出 刚一出门就撞见在房外交集等候的天如运 仅从他脸上的担忧 白宗明电已清楚地知道 这个护卫对于天公子是意义重大 可经过自己极力地抢救 张护卫虽说是保住性命 但后半辈子却只能服用流食 只因为张护卫的牙齿在残酷拷问的期间 被玄魔宗的手下尽数拔光 无法咀嚼 可这结果却已经远远超乎了天如运的预期 医生的妙手回春足以让他感到庆幸 既然张护卫已经脱离了危险 那接下来几人必须要加快筹备长老的召集 而根据玄长老的可靠消息 教主近日便会抵达魔教 所以剩余长老的说服工作也是刻不容缓 考虑到司马卓还处于商定状态 如今先待访石长老的魔眼剑宗便是最佳的选择 可传闻魔眼剑宗的宗主性格古怪 与非患鬼宗的玄义被教主统称两大不适 据说他们宗派上下从不招揽任何一位舞者 而且他生性孤僻 没有教主之令绝不可能离开庄园 据说每隔几年 石长老便会和剑魔宗与玄魔宗的宗主会面 而几位剑面的玄职也只选在人际罕见的山峰之上 也因为几位宗主的武功之高 左护法的手下几乎无法接近 尽管这一切是非常可疑 但石长老多年来始终如一的行径 也让教主放下戒备停止了对他的暗中监视 即便如今石长老没有归属于自己的事 但那绝对的武力可凌驾于左右护法之上 自己的实力足以让长老幸福 很快几人便已经来到魔眼见宗的门前 无人把守的大门透露着非同一般的感觉 随着许凤敲响幕门里面一位老者探出头来 经过简单介绍老者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毕竟弱冠之年便和长老平起平坐 这情况换谁都难以接受 可当天如运拿出玉佩的那一刻 管家的神情立马变得慌张 赶忙返回庄严禀报情况 在数分钟后管家再次返回 他这次返回却是告知天长老 如不是教主之令宗主一概不见 如此直接的拒绝 确实让天如运感到些许棘手 为了见到长老天如运决定斗打一事 只是瞬间他的身上嗡鸣四起 魂后内力向四周不断冲击 周身的刺痛让几人隐约感到不妙 但很快天如运又将内力收回 只因为他在他气息之下 完全感觉不到另一位强者的存在 很显然这招并不能激起师长老的斗志 但在拜访的最后 他还是拜托了管家将自己话术进行转达 你可和其余两大宗派同流合污 而见过天长老的实力管家更不敢怠慢 只是几道呼吸间一道恐怖的气息瞬间袭来 这显然就是强者的气息 下期预告与时长老的决斗 初次见面竟对自己刀剑相向 咄咄逼人的剑招让少年不得不调动绝世剑招前去对抗 双方剑招极度相似让天如运心生一过 时长老的剑招为何如此相似 又是从何而来 想要弄清楚一切还需要从几人拜访开始说起 宗派大门外 天如运的一番请求遭到了长老拒绝 但为了提前确定时长老今后是否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他让管家替自己询问对方和其他宗派的关系 也只是数秒庄园内暴怒的气息瞬间传至门外 这一信号显然示意着天如运的计划成功 紧接着几人跟随管家进入魔眼剑宗 穿过大堂来到庭院 此刻的长老已经持剑等候 一代长老如此谨慎让小黑两人感到诧异 都不等天如运做完介绍 时长老便已将长剑拔出剑桥 口中还不停地骂着玄魔宗的那帮叛徒 很显然先前的那方话让他极其暴怒 眼见时长老持剑冲烂 对方手中那熟悉的剑招让天如运身形一顿 下一秒剑锋碰撞产生无数爆响 此刻在天如运的剑招之下 时长老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眨眼间他的剑室便被普通的突刺当场破招 这个结果让时长老是无比的错愕 他不明白少年为何可以轻松破招 而天如运也极度疑惑对方这新进魔剑是何处习得 毕竟从未听闻剑魔宫有弟子一说 眼看天如运对这剑招来历如此熟悉 不得不让时长老猜测对方是无名的传人 可无名这个称呼天如运表示从未听闻 更是让时长老对这十二长老的来历感到忌惮 面对天如运一次次对剑招来历发起质问 时长老怒斥到这些便是剑宗的剑法 可这个回答却得不到天如运的认可 毕竟天魔神教从拓展六宗开始变只有三剑 而这番说辞也是引起了时长老的暴怒 他身形化作蓄影急速重来 这明知结果的尝试让天如运感到不解 但只是刚一接触的几个剑招 他便意识到了情况有所不同 极度连贯的剑招显然是对方对先前剑招做了改进 而天如运敏锐的反应让时长老一时间无从下手 为了尽快解决战斗他一个闪身去到身后 当他摆出内剑锋朝前的招式时 天如运的心里有些错愕 紧接着一道破风剑气迎面袭来 刻入骨髓的肌肉记忆让天如运下一时侧身泄力 随后心境魔剑的连续挥砍让天如运更加兴奋 他没想到这世间还有人也误出天魔祖师的剑招 而在对拼之中天如运的剑招更加完善也更加的细腻 虽然两人剑是相似 但光屏组合不同就产生奇妙的反应 巨大吸力让时长老难以对抗 最终在一道猛烈挥砍中败下阵来 强劲的余力让时长老的身体疯狂旋转 护身刚气让他在最后一剑活了下来 非常亮腔地倒在地上 下期预告 魔眼剑宗的由来 一代长老全力进攻竟然还败下阵来 接受了天魔剑宫传承的少年 让他发自内心感到恐惧 巨大的冲击让他难以抵挡到飞而出 但好在护身刚气的存在 以武力著称的长老终究平稳落地 面对天如运对剑招来历的质问 一心保守秘密的长老竟选择用断臂了解此事 而这一表现也让天如运更加确定 这件法定和无名有着莫大的联系 为了问出更多的线索 天如运率先表明了自己和各大宗派是不两立的坚定态度 而这也得到时长老的共鸣 因为他和其余剑宗同样有着一段孽缘 原来就在500年前 出于对听后天魔神教忠诚势力的考虑 剑魔选取三位优秀舞者成为自己的传人 他期望将其中最优秀的一人收作剑宗的弟子 其余两人成为当代天武华教主的护卫默默扶持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率先崭露头角的景川滋生了自己的野心 两人依靠众多小宗派的支持促成了和教主的婚姻 这让剑魔对自己传人感到无比失望果断将其抛弃 也因此费尽心思想要传承剑宗的连红修也被剑魔一同驱逐 而剑魔宫至死都没能培养出属于剑宗的弟子便离开的人士 为了不让剑宗就此消亡 连红修便以剑魔宫的后人自居创建了第二个剑宗 可以为景川二人所犯下的错误 一同被逐出师门的连红修在长老会议并没有获得认可 反倒是景川和武斗狼二人建立的剑魔宗及玄魔宗 竟然在教主之名的加持下成为了剑宗的后代 如此不公的事情让连红修感到愤怒 可当他提出抗议之时却已侮辱教主之名被监禁十年 在他出遇两大宗派已经升势大阵 无奈之下连红修为了匡乎正义 建立魔眼剑宗将剑魔的意志传承下去 也是接替剑魔找回完整新进魔剑做着努力 更是为了从剑选两大宗派中找回属于剑宗原本模样 而这番始终如一的努力让天儒运感到无比吃惊 他右手握拳为魔眼剑宗的意志表示敬畏 他没想到原来魔眼剑宗才是剑宗真正传人 而这番肯定也是触及了石长老的内心 紧接着天儒运便上前请求剑宗传人助自己上任教主之位 并当场保证一旦自己上任定将控制六大宗派的势力 如此也心让石长老感到意外 可当一旁的许凤道出独选两大宗派皆已重创的事实 石长老显然是有些难以相信 但当天儒运决定将剑魔功法作为追随的附加条件时 石长老是没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功法 竟然在魔道馆的六阶段便可全部获得了 而当初剑魔建立魔道馆的初心 竟然是为了培养出剑宗的后人 接着天儒运不再废话 百闻不如一剑何不见识一下剑招自变真伪 只是呼吸之间天儒运周身气息暴涨 抬手之间静心魔剑的剑气吸力无比 石长老在一旁观摸着完整版静心魔剑 每一招都对应上自己的剑招 让他内心极度复杂 这难道就是宗派五代人日思夜想的剑招 真正的剑宗二十四魔剑 只是划落石长老身体托通一声坐在地上 感受着剑魔的真意催动真气运转 五彩炫光在周身围绕这便是 到达绝世之极的五元剧气 可就在这时 一记暗器突然袭来 这让剧精观看的几人紧张万分 好在天儒运凭借强大的魅力 将飞镖及时停在气息之外 并静一看 这竟然是一枚沾满剧毒的暗器 下期预告 石长老的蜕变 石长老竟然突破到绝世之极 五彩炫光在他周身环绕 然而就在几人惊叹之际 降服周围庸人 可只听到歌之一声脆响 几个园丁便被剧毒感染当场暴毕 这让小刀立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刚打算转身汇报 就发现自己的主军 早已用内力将一名园丁完全控制 在超强内力之下 园丁甚至连身体的颤抖都无法做到 随着天儒运的内力催动 一颗智齿被瞬间拔出 显然这就是几人方便自杀 在口中藏着的剧毒 随即天儒运下令 开启护法阵型 下一秒几人便去到四周 为石长老护法 而在这期间 天儒运也解开奸细的雅学 开始为他进行一轮 极其连道的审问 可面前的奸细只会哇哇乱叫 无奈之下天儒运 只能为其开启全身反向正骨计划 随后奸细便在一连串惨叫声中 痛苦致死 很显然这家伙多少有点甚亏 而在几人护法的中心 石长老的突破 已经到达最后阶段 伴随着四周的翁名 长老脸上的皮肤 如同雕像一般产生裂痕 而这就是天儒运所经历过的 脱胎晃骨 随着裂痕逐渐变步全身 石长老中心的亮光 也变得更加耀眼 紧接着在一声清脆的爆响声中 长老身体被能量拖到空中 脱胎晃骨之后的 长老简直和先前派若两人 紧接着长老来到台前 当即下跪 并为面前的天公子 献上自己效忠的誓言 如此一来天儒运 上任前的准备便已经过半 而得知了自己遭遇庸人的偷袭 让石长老无比气愤 没想到相处十年的手下 竟然是剑魔宗的奸细 这也让天儒运对体人的关系感到好奇 而一切还得从八年前某一天晚上说起 那天是一名神秘人突然出现 头套下的一股玄绕的眼神 让石长老动起杀心 可对方仅用一招便将长老击败 这不得不让石长老对其的目的有了猜测 可获胜的神秘人却没有继续动手 反倒表示要想将剑宗之脉传承下去 就在三天后的凌晨到达西南边的顶峰见面 话若那人便嗖的一声消失在视线之中 而面对恐怖对手石长老是考虑许久 可为了剑宗的未来 他还是决定前往五弦峰里 而当他到达山峰 他却意外地发现 剑选两大宗主早已等候多时 可当几人互相猜疑之际神秘人突然出现 而他便是今后重要角色无名 下期预告 剑宗的传承 这是小教主上任前的考验 也是九长老为了巩固宗派的戒业 来自权力之下的试探 他是否能把持得住呢 也就在司马卓恢复的第二天 天如运便随着手下前往了四五宗进行拜访 庞大的规模外加华丽的建筑 让天如运的内心隐隐有些担忧 而刚到门外几个护卫便认出了自家的公子 上前热情招呼 而在交流之于司马卓也让护卫 去告知自己父亲天如运的到来 很快四五宗宗主九长老便来到门前迎接 两人一番离后便随着九长老进入屋内 只不过这过分热情让天如运感到有些异常 只是刚一落坐丰盛菜肴铺满餐桌 如此用心的款待让天如运格外诧异 紧接着九长老又对天如运和白雾的战斗赞不绝口 让他一个小辈倍感压力 既然宗主打算继续铺垫 经过对方的请求天如运果断出声打算直入主题 只见他从椅子上站起 十分恭敬地请求九长老扶持他上任教主之位 而身为未来教主这番客气的态度让长老惊叹 对于今后的教主之理他哪敢承受 紧接着随着他的一道响 只是一身后的庸人匆忙离去 紧在数秒后一身长裙步入房间 而这人就是九长老的女儿司马尹 见此情形天如运真的双Q啊 恭敬抱拳表示见过 此刻几人见到这个情形都不明所以 但九长老却表示这是信任的监视基础 其中话中的含义让天如运发出了质问 可长老却依旧以问作答 猜测着天如运并未成婚的事实 而这个提议却让一旁的文家无法接受 他没想到自己的男人 竟会落在教主的竞选途中 可面对当选压力 天如运想坚守底线又何其容易 然而对于九长老利用自己的女儿 和将来的教主搭建血脉 可谓是势在必得 从先前白雾的战斗中 他便深知这个少年并不属于任何宗派 如今宗派遭受六派打压 只要能夺得天公子正妻之位 拜天如运正式上任 便可让四五宗提到六派之上 但这个问题却是让天如运陷入思考 也因为长老的巧嘴黄蛇文家 也察觉出自己对天如运的喜欢 可此刻九长老不断地辩解 自己四五宗对天如运今后的帮助巨大 甚至可以为了对抗六派 选择四五宗成为一方战利 也是不错的选择 而这番解释也是得到天如运的认可 却让文家陷入深深的绝望 但现在自己上前争夺好似 已经为时已晚 毕竟他的对手是那个四五宗的妖艳大宝贝 常年女扮男装的自己 又何尝有竞争的资格 而在文家绝望之际 得到答案的九长老也畅快地笑了起来 但在笑声之下 天如运却没有上权负荷 反倒是表现得异常平静 只因为对方是完全误解了自己的想法 下期预告 天如运的出众 这将是文家自魔道馆以来的守卫异性竞争者 也是天如运在上任前最难以接受的条件 清晰的心跳足以表明文家对天如运的喜爱 而在九长老得到功夫的认可 让他开怀大笑 但这仅仅只是天如运对长辈辩解的认可 在除去联姻的纠葛后 九长老还是否会自愿加入 才是天如运想要知道的结果 可少年的问题是那么突然 让刚还在大笑的长老不知所措 此刻无数问题在长老的脑中快速闪动 他深知面前的少年 撇开所有问题 显然是给他最后一次选择 而不论他回答是与否 都会让他看起来因为野心或欲望 显得有些表里不一 可面对今日的天如运 那些常规手段定不能奏效 毕竟面前的少年可是个狠人 连六大宗派都不怕的男人 这一旦得罪连宗门都要遭殃 也就在九长老久久不能解释之际 一旁的司马卓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的突然出生 让他的老爹终于有了缓口气的空间 眼见他突然起身大声说出了实情 说自己的老爹 实则在六阶段开始便对你赞赏有加 那些成不成婚的都会扶持你教主之位 这番解释瞬间便让还在思考的老爹有些无语 这突然的被刺 显然是自己的小棉袄严重漏风 而这么一搞 自己先前在天如运这打下的基础 也是荡然无存 而眼看九长老面露尴尬 天如运很识相的鞠躬准备退下 可当公子转身离去九长老的心理五位杂陈 看着众人随令起身打算离开 让长老格外紧张 他连忙上前和天如运争取机会 毕竟条件这个东西可以谈的嘛 可这一商讨的语气 却隐约触及了天如运的底线 他表示自己并不是受不了联姻的捆绑 只是这个选择背离了当选教主的初衷 如今造就六大派的悲剧 全权是因为血缘关系的建立 而自己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 所以自己拼尽全力 就是为了将魔教变回原本模样 而宁美其明约稳固关系 实则是和六派做着相同的事情 所以作为心愿教主 将要杜绝这一切的发生 仅是这番关于魔教的解释 便让九长老感受到了 少年的决心不可撼动 随后天如运便以双方想法不同 与长老公身道别 而对于成婚之事 他也表明必须适合自己喜欢之人 话落天如运便果断离去 可只是几人刚走两步 身后的长老扑通一声跪下 急忙解释道是在下考虑不周 没能揣摩公子的想法 还望您息怒 紧接着便从口袋中取出玉佩 并献上为天如运誓死效忠的誓言 而这突然的转变也是惊呆的众人 取走玉佩后 几人便起身返回飞幻鬼宗 此刻文家望着 身前天如运的背影心里 是格外的满足 只因为当时天如运在说起婚礼之事 对方的眼神悄悄地看向了自己 也许这就是天如运对他的眷顾 回想到那一幕文家不自觉地 抱紧了两把天如运的配件 幸福的感觉不禁让文家走路 都有些兴奋 而先前被拒绝的司马尹 也对天如运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相信今后自己 定能将天如运迷的神魂颠倒 下期预告 重伤归队 所护法对抗刀拳门思贤全面落败 在他将死之际 天如运及时出现 却激发思贤的杀意 在天如运全力冲刺之下 成功赶在思贤出手之前 将他的重拳一剑弹开 这般力量思贤无比震惊 但他的脸上立马露出一抹奸笑 因为在他的招式中 弹开一拳进攻并不算结束 他以脚底为重心 借助天如运刚才打出的力宝 一道笔先前还快地回身后 摆拳朝着天如运的脑壳急速回来 天如运被这招借力打力 整得有些慌张 他试图用万力 尽可能卸下这股力量 可他立马意识到情况的特殊 一旦自己被击飞左护法的性命 必定亡晚 当即他不顾损伤决定 催动身体机能 强行提升力量 劈开了这道百拳 也只是趴的一身 思贤被一股力量 强行推开在地上滑了树米 这种身体强度 连他这种强者都感到差异 而强行催动身体机能 也让天如运嘴角流出了血迹 瞬间内脏多处损伤 托马斯也立马接管修复 可这时候的思贤 却不知少年的秘密 在他看来这种程度的损伤 多少要恢复个半年左右 当他还在乐呵呵地 从心底嘲笑 这个教主所做出的傻事时 殊不知面前的少年过一会儿 就和个没事儿人 一样给他一顿胖揍 化解了危机天如运 也询问其左护法的情况 眼看护法情况有所缓和 随即让护法 带着自己手中的塑料袋 和教主会合 而面前这人全权由自己收拾 眼见着年轻人 没一会儿就给事情完全安排了 玩恨惯了的思贤心里 就有些不乐意了 我堂堂刀拳门门主 什么时候准许你们离开了 可天如运才懒得管面前的嘴炮 直接示意左护法快泄离开 可只是刚一动身 那思贤也立马跟进 一个灯部就来到左护法身旁 露出一副奸象 可下一瞬赶来的天如运 拦在两人面前 让他脸上的神色立马收敛 天如运这实力 让他多少有些无奈 眼看已经无法甩开少年 思贤直接一个后跳拉开身位 紧接着在空中 打出一发空气爆破拳 伴随着两声音爆 这股强大能量 是朝着左护法直冲而去 但凡此权命中中伤的护法 必将隐过 就在思贤还在期待命中后的惨状时 天如运却在空中截断了这股拳风 啪的一声能量被一刀打散 思贤也是认识到了天如运的速度 但三番五次坏他好事 换谁能接受 此刻的他 心里只有杀死少年这一个想法 而天如运也正是如此 毕竟我才是你的对手 下期预告周三晚上十点更新 魔教遭遇嫡系藏书阁之外一片狼藉 强劲实力连同护法里火明都险些遇害 好在神力少年的及时出现 让情况有了转机 可天如运的频繁的阻挠 让思贤对他心生杀意 在他一波猛烈的剑气压制之下 思贤察觉出面前少年的敌手 毕竟少年先前为了 就像护法受了不小的内伤 如今带伤战斗 依旧能保持此等战略 思贤清楚少年的实力 并不在自己之下 在轻功加持之下 两人默契地落在广场的两边 可刚一落地 思贤就爆发出恐怖的内力 瞬间震碎地面 在砰的一声爆裂后 思贤的身法抖然加快 眨眼间就突袭到天如运的面前 一套流畅大摆拳 就照着面门猛攻而去 如此突然地进攻 天如运也有些吃惊 但在极力闪躲的过程中 他隐约察觉出 这犀利招式有一种莫名的熟悉 仿佛自己曾经就与他交手过一般 紧接着又经过数十招的接触 通过招式的匹配 天如运已经可以推断此人攻法的来历 而看到少年一朝一世 都闪避得相当的道理 思贤也是投来钦佩的眼神 在他看来正常人 能再初次交手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仅是反应就称得上相当优秀了 可他并不知面前的少年 实则和他掌握着同一套攻法 确认了这套拳法 源于极刀客的刀法改变 惊慌中的天如运也在第一时间 质问起面前男人和极刀客是何种关系 听到极刀客三个字思贤的身体一乱 随即就在一旁自言自语了起来 可从目前这些细节天如运 并不能确定男人的身份 但从他知道极刀客的细节来讲 这个叫思贤的极有可能是 极刀六五门旗下的舞者 可这时候四周却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 这竟然是因为藏书阁巨大爆响 引来的大批舞者前来调查 而这种情况调出的也是 魔教最强的战力影集舞者 看到众多强者将这里团团包围 思贤明白自己已经难以脱身 但他对此好像并不慌张 原来是他早有准备能妥善离开此处的办法 而那个办法则是将面前的小教主 作为人质挟持离开此处 对于这个想法 思贤也毫不避讳地告诉了天如运 这等同于名牌的打法 属世不把天如运放在眼里 突然思贤的身法再次出来 这次他打出比先前还要快上 数倍的拳法进行猛攻 而这正是极神刀法第二招的起手势 反应过来的天如运调动 身法急速向后撤去 面对这咒语般的毁灭重拳 天如运也只能拿出至今能展现的最强剑招 24魔剑出手对抗 天象剑命随口呼出 锐利剑气在天如运的挥动下 爆发出耀眼的锋芒 可全力而战的思贤的实力仿佛更胜一筹 高频次的对抗下 天如运竟能明显地感觉到 自己的剑招仿佛在逐渐失去压制力 就在他意识自己要加强对抗的时候 突然从缝隙里窜出的一记大摆拳 照着天如运的面门迎面显来 危急时刻为了保命 他也不得不改变招式强行防御 可没想到这个动作 却是让自己的破绽斩掌握无遗 一发重拳实实在在地 打在了天如运的胸口之上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天如运赶忙调整状态 对前方的空间快速打出 数十道剑气在瞬间扑下网撞的防御 但这种程度的防御 在思贤的铁拳之下 显然就有些不够看 仅是对着前方的剑气砰砰两拳 打烂这个教主才是他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 随着他的一发充能重拳的轰击之下 天如运随身的配剑 就在砰的一声脆响下爆成了碎片 密集的剑身碎片在爆开后 如刀片一般划破天如运的身体 而思贤也再次加快动作 对天如运继续进攻 对着天如运的心脏轰出了一发无情重拳 砰的一声爆响内力 从天如运的身后贯穿而出 尽管有护身刚气的保护天如运 依旧被打得口吐鲜血 在这股巨大的推力之下 天如运的身体甚至还在地上不断滑行 待天如运稳住身体 他身后的砖块已然被他踩得全部爆开 这思贤的实力实在太强 竟然连剑魔所创建的24魔剑 在天如运的五威加持之下都无法与之对抗 先是剑身被打到断裂 再到天如运的身体遭到重创 每一个细节都说明了面前的思贤并不普通 而他又为何能如此轻易地破解24魔剑的天象剑命 其中的原因在他的嘲讽中也有所得知 毕竟在他看来剑魔的剑法可是已经淘汰的东西 相比起自己的拳法那种功法已经不足为据 看到思贤提到剑魔的剑招表现出的满脸不屑 天如运名道24魔剑已经早被思贤提前摸头 看着少年一脸狼狈的母脸 思贤也大意凛然地和天如运商讨起来 经过我俩的战斗结论已经非常明显 魔教显然不是本门的对手 接下来的你只要乖乖被我挟持 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狗命 话落他就大步走向天如运的方向 而这时天如运却突然丢下断剑 因为他对这个结论非常不满 什么本教赢不过你们 我不过是没有商人不方便施展全部实力吧 听到天如运的低语思贤隐约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这小子还要继续反抗吗 而这时候天如运也不打算继续装了 只见嵌在身体里的碎片被一股能量陆续推出 碎片散落一地的同时 他的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恢复着 看到这一幕思贤的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他清楚这种自愈的能力在这世间连神医都无法做到 所以在他认知里 现在必须在天如运痊愈之前将他杀死 这一瞬间思贤爆发出前所未有过的五位 将所有的内力全部聚集在自己的右拳之上 紧接着全力登出砰的一下冲向天如运的位置 他必须抓住天如运没有武器的契机将其一举消灭 可这个想法属实是有些太过天真 在他出手瞬间天如运的手中一柄黑剑也在凭空凝聚 这种诡异的形态在眨眼间就凝成实体在少年手中发出黑红色的光芒 当思贤在回过神少年身上的气息宛如蛟龙附体一般望而生畏 天魔剑弓所带来的压迫感让思贤感到后背发凉 此刻他还不清楚在黑剑加持之下天魔剑弓的恐怖之处 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虎拳打向这股黑色的磅礴能量 只听到砰砰两声闷响 思贤凝聚的全身之力竟在瞬间就被轰击得荡然无存 而面前这股恐怖的黑红色能量却还在继续逼紧 在思贤的眼中他身处于一个白色空间 面前的蛟龙之力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钻头朝着自己缓缓靠近 眨眼间思贤又被拉回现实 黑色剑气只是瞬间就贯穿了他的身体 剑法快到思贤甚至都没有感受到一丝的痛觉 他的胸口就被剑法冻穿了一个大洞 下一刻大闹魔教的思贤应声倒地 而这便是他侮辱天如运教派的代价 结束了战斗天如运照常将能量剑收回 可散不开的感知突然察觉到了一股异样 回头看去竟然是大护法早已到场 这么看来天魔剑宫以及魔剑的事情是被他禁收眼底 接下来魔剑的秘密又该如何保守 天如运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多恐怖 经过数年的魔恋外加先祖机缘 他早已超脱了绝世强者的境界 因为思贤的莽撞天如运决定提前拿出魔剑将他斩杀于此 以此来捍卫魔教的尊严 杀死思贤后天如运像往常一般将能量剑收回手中 可这时散不开的感知却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回头看去竟然是大护法站在墙上静静地注视着这个方向 这对于天如运而言显然不是一个好事 而大护法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达到这里 也得多亏了左护法的通报 藏书阁的巨大爆响惊动了教主以及一众高层的出动 而天如运的出手相就左护法也成功解为顺利回到广场和教主会面 面对教主对敌人位置的询问 重伤的左护法不敢怠慢 在晕厥之前非常勉强地说出敌人的位置以及和小教主的交手情况 话落变当场晕厥了过去 见此情形大护法赶忙上前查看了伤情 再确认了左护法受了严重内伤后教主转身就要亲自出手 可这举动却是遭到大护法的劝阻 这般情况着实让教主有些动猛 但大护法此举却是心系教主 毕竟教主在先前出征途中受了不小的内伤 如今身体尚未痊愈还是由自己先行赶去更为妥当 而为了保护大护法的安全教主也指派四长老和市长老一同前往 随着两位长老的离开教主也观察起左护法的情况 可左护法手中紧握的塑料袋却是让他提起了兴趣 而另一边大护法凭借魔教最快轻功率先抵达了藏书阁的墙壁之上 可这一刻面前的一幕却是让他感到后背发凉 一股极其霸道的气息在天如运的身上隐隐散发 而在他的见识之下 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压迫感在瞬间就瓦解了那股青蓝色能量 在思贤震惊的同时大护法也从中感受到熟悉的感觉 那剑招居然是天魔剑弓 随着天如运一剑洞穿思贤的身体 看着思贤应声倒地大护法也借机看清了天如运手中的长剑 这通体黑色的长剑仿佛只在传说中有所听闻 大护法不敢确定但接下来的情况却是越发玄幻 那剑身竟然化作数道能量收入天如运的手中 眨眼间便已经消失不见 而这时候散开感知的天如运也察觉出一不一样 当他看清来人是大护法的时候 心中诞生了一个最坏的打算 毕竟现在这些还不能被其他人知道 而大护法仿佛也明白天如运的苦衷 他并没有直接下去而是等待其他长老的到来 和四长老一起感叹天如运单杀及刀六五门的出众实力 仿佛他自己来时已经是落下了这个场面 而最后赶来的十长老也赶忙询问天如运受伤情况 在天如运确认没事之后 大护法也顺势落在天如运的面前表达了关心 但对于关心而言 天如运更在意大护法是否会将今日所见告诉教主 可都不等他提问大批的影子 舞者都已经陆续答案 而在他们中心护送的正是教主本人 作为现任教主最忠实的右笔 大护法会就此揭露天如运吗 为了杀死思贤 天如运不得不让魔剑提前面试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展现的这一切竟被赶来的大护法尽收眼底 都不等天如运出声询问大护法的想法 教主的队伍便已经匆匆抵达广场 看着教主朝着自己快步走来 天如运也毫不犹豫立马进行跪断 到了这一刻 他只能祈求大护法能将刚才的所见闭口不谈 虽然听左护法说护法家是一直秉承着剑魔的遗志 但大护法可是教主最忠实的右臂告诉教主也是情理之中 到了这一刻天如运也只能等待发落 但大护法仿佛完全没有解释的意思 声称自己抵达此处的时候 小教主已经将集刀六五门的人消灭了 听到这个结果教主有些难以置信 身受内伤的他怎会不知集刀六五门的实力 而且在那人身上打出的巨大窟窿 也不是单一的剑招可以去解释的 仿佛是将几个招式合为一体爆发出的巨大实力 如果真是天如运单人击杀 那么如今隐藏了这般实力让教主也是刮目相看 而越过尸体教主也去到受损严重的保护秘宝 看着这里漫天挥洒的血井 他试图向身后的护法进行确认这些人的目标是否就是此处 眼见大护法没有回答教主便再次质问 仿佛是察觉出了教主的怒意大护法也不敢继续隐藏 得到了答案教主带着愤怒走下了台阶 周围散布被击碎的轻玉石以及一些碎片 其中竟然还有被烧毁的建模秘籍 可惜的是直到他烧毁 教主才得知了这个魔道馆建立上百年的秘密 这显然就是轻视本作 教主对所有人对他的隐瞒非常愤怒 轻视的毛线 主要是你教主血脉不用毕业也能当上教主 而与此同时的外边 打开了左护法的塑料袋 其中装着正式建模的残制 通过前面的线索天儒运清楚 这些人绝对是盯上了极刀客留下的刀痕 可这些人不光知道二十四魔剑还同时是极刀客的后代 带走这些刀痕又有何用吗 天儒运想不明白这极刀六五门这是做何用意 难道是将刀痕拿回去供起来吗 而经过了这个事件天魔神教也乱作一团 武林盟的人也因此被扣留在宴会听不得离开 而直到第二天诸葛昭西才勉强回忆起先前的一切 昭西记得自己秘密前往江西和滞留的两位熊主进行会合 可路途中却遭遇神秘武者偷袭随后又被人催眠 带自己清醒过来时 自己已经不明不白地归入武林盟的队伍中 而那些间谍也因此随着自己进入了魔教 昭西没想到自己为了同盟的行动竟然被人利用 能如此精准地掌握到自己的行径 很显然十七熊之中必定出现了奸细 这老头的医术强得离脾 小手这么轻轻一打 他就断定面前的少年活不过两百岁 咱讲话的师父 你这结论不能没有科学依据 可摩依的思路怎是你小辈可以揣测的 虽说他忙活了一晚上屁都没查出来 但凭他摩依的直觉这次真相只有一个 所以他直接排除顿角投毒的可惜 而就在他思考怎么和小教主交代的时候 说巧不巧天如运这时候也谈完人出现在了门口 见到小教主摩依直接汇报结果 我觉得有人往食物投毒不是不可能 但食物里有毒是绝对不可能 这推理的严谨程度 让天如运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 这一次性控制这么多人除了食物能有其他的 于是天如运决定亲自下场查明真相 你靠边 看我操作 这固执的性格是让摩依都有些无奈 查吧 查吧 我们大夫查了一晚上都没查明白 你一个外行上去有个锤子用 可刚一到场天如运就有了第一个线索 那就是先前间谍在餐桌上使用过的酒服 这才知之质感 瞬间天如运就误了 直接调动5000年后的科技对面前的餐具一顿分析 虽然在天如运的眼里面前的数据疯狂滚动 但在外人看来他这会儿好像被控住了一半 旁边的学徒纷纷调侃这么憨憨的能调查出个啥 可突然天如运对桌上的酒杯疯狂倒扣 而在触碰了几个酒杯之后 托马斯也为此得出了结论 而为了更加证实自己的判断 他再次请求各位武林盟的人配合自己复原昨天的场景 而当武林盟的人落座之后 他们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位置金正巧是小教主刚才摆弄酒杯的底部 这夏天如运算是明白了 一切问题都在手中的酒杯之上 来 白大夫帮忙判断一下这酒杯上是什么东西 而白总有接过杯子轻轻一秀 突然他整个人差点裂开 酸爽的角气扑面而来 这难道就是能让人产生幻觉的因素吗 用带有角气的角图上去换的毒素 让重招之人体验双倍折磨 这简直不是正常人能想出的杀招 更离谱的是这二十出头的小教主 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分析 另一边教主大殿的练功房内飘出阵阵烟尘 在庸人给他换上新衣服后 这个教主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了地下室 又开始参悟起了刀法 就这内卷的实力他能当上教主也不奇怪 而在建模的残肢之上熟悉的刀意 却是让教主胸口抽筒 原来前些日子教主团队出战这将就是败在这招之下 即便败了那人也没有杀掉教主的意思 反倒是被那人一顿嘲讽 你就只有这能耐 看来我们要找的人并不是你 我们教主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自那以后他就发誓要把属于自己的都拿回来 可就在这世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打断了大教主的情绪 而得知了来人是大护法 教主也转身去到办公室听大护法汇报 前面直接掠鼓 你直接讲那个吧 这大护法瞬间心领神会 他表示团队不光连夜回收了宴会厅的预品 为了不再被人找到暗部 还将他们全部打碎后扔到河里确保万无一事 干得不错 很显然教主对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 既然已经初步取得成效教主 立马下令让大护们全部撤下 直接将武林盟的人关入大牢等待发落 可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声通报 摩依请求觐见 摩依在这时候出现教主神色变得些许脊张 当他得知摩依已经弄清了置换的原因 教主整个人差点裂抬 这怎么可能 两大宗派人杖狗士 以天武警这个傀儡小教主为前提 来到文章老府内提出联姻 这次三大势力强强联手 事业的八长老当下要给出答案 要么和未来三大势力作对 要么牺牲孙女加入其中 瞬间八长老就落入两难的选择 这可怎么办呢 但这时候一旁的天如荫站了出来 不因大事嘛 我建议听听本人想法 这三四长老明摆是要欺负老实人 但天如荫说话谁敢不从 毕竟他可是目前教主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不管他今后是否能当上教主 就天如荫现在的武力和手段 在座的和他相比都是垃圾 曾经一招秒杀大长老的神秘剑法 更是让所有人都望而生畏 实相的三四长老清楚这话中的分量 但当事人也没说不同意啊 老三不信八长老孙女敢拒绝此事 可这时候身后的文家走了出来 在众人注视下 他接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原来魔道馆的文家 一直以来都是女扮男装混在其中 而得知了这个事实 身高的许凤帅心崩溃 他不敢相信自己在文家面前 居然XX了三年 而另一旁的天无警更是绝望 毕竟他曾经对文家可是痛下杀手毫不留情 但几位长老根本不了解魔道馆的事情 纷纷感叹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那这不巧了吗 借着机会文家毫不留情 接连爆出四五个门料 其中就包括天无警当时叫嚣 发誓要让魔龙掌中永远消失 蹭蹭的一声 一股怒火从文章的体内爆发而出 现在的小年轻是活腻了呀 随后两人拉几话铺飙了一半之后 真正的战斗即将来了 眼界场面突见失控 三长老及时按下弹瓶 文长老 不如先看看我带来的诚意吧 什么 这居然是比黑斯还要稀有的神医玉佩 听说有了他 就能见到传说中可以救死扶上的赛博画陀 据说他的业务也非常广泛 小到开弩手术 大到超能力移植都是信手拈来 这么说只好自己孙子的大脑萎缩都是撒撒随呀 这东西文长老无比心动 对不住了小教主啊 他们实在给的太多了 就在文长老即将说出决定的时候 事后的文家甩出一张网诈 老东西你想屁吃 我们早就在一起了 这尼马不就离谱吗 看着文家不断向自己识眼色 天如荫也是瞬间议会 一把就将文家搂进怀中 这又被天如荫抢先了 天如荫那个气啊 后草牙都会咬碎了 天如荫 我迟早 话音未落 只听见嗖的一声 一个身影从天如荫的身旁呼啸而过 一箭就锁在天如荫的面前 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天如荫的贴身护卫 脾气暴躁来自主案 护卫举荐质问天如荫 你看你妈呢 你看你妈呢 看他怎么了 人家可是小教主啊 但在天如荫面前 不管你是谁 有杀技就得死 毕竟在他之上的人已经不多了 四长老清楚 这你妈踢到阴差了呀 赶忙示意天如荫 快些道歉 可我堂堂警哥 哪能说这些 一拳就混在了面前长剑之上 随后只听到 灯的一声梦响 面前的长剑竟然纹丝不动 这护卫竟然是一位超顶级强者 堂堂魔教长老 竟被一个保镖打到怀疑人身 恐怖的实力揍得三长老 毫无还手之力 而他的侄子天无荆也不嫌事儿大 一拳就轰在了面前长剑之上 可是撩在这足足30年功力的一拳 竟然无法撼动长剑分毫 此时剑刃上传来嘶嘶含义 让天无荆不敢妄动 他知道面前这人 压攻无视了自己小教主的事实 眼见长剑逐渐逼近 三长老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因为不久前 天如荫就以受威胁为由 把身为大长老的武政员当场嘎了 这次他必定会顾忌重施 除掉同为候选者的天无荆 只听咚的一声 两位长老看命侠附体 同时跪在了天如荆面前 请求他原谅天无荆刚才的冒犯 可刚才的行为早已惹怒了天如荆 他脸色阴沉 只是缓缓吐出两个字 杀了他 顿时两位长老惊恐万分 这杀的可是小教主啊 但受到命令的护卫 却是紧的紧手中的剑 刚要动手之间 伸手脚尖的三长老突然怒吼冲来 一刀劈开了夹在天无荆咽喉上的长剑 他不能让继承人死在这里 可电光火时间 呼卫顺势调整身位 朝着天无荆再次冲去 无奈之下三长老只能速度拉满 一个闪身挡在二人之间 呼卫才不管你有几个人 抬手就朝着面前挥出速道剑气 而三长老在密集的剑气下 瞬间落入下风 他想不明白这么强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只是个保镖 当他还在猜测对方来历的时候 耳边传来天无荆的声音 救救我 待三长老回过头踩伐鞋 此时天无荆的脖子 又被另一把刀抵住了 看来你们把我的话当放屁呀 话音刚落 白色长刀就在空气中 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这一件逼得三长老连忙表示 愿意放弃中央婚事 要不说三长老是个贪命侠呢 但凡晚半秒 红事就要变白事 此时天无荆已经被吓得完全失禁 看着不争气的东西 三长老只能咬着牙 求天如荆放过 表示只要饶他一命 条件什么的随便提 既然如此 天如荆自然不再客气 直接让三长老把 赛博画足的玉牌交出来 再磕三个响头 尽管早早料到 天如荆的要求会非常离谱 但是为了救下天无荆 三长老也只能乖乖照做 而天如荆接过玉牌后 脸上却露出一抹冷笑 表示光有玉牌还不够 这场命得加钱 不等三长老反应过来 只听刷的一声 天无荆的右臂直接离家出走 周围的观众都被这血腥泥目震惊了 而反应过来 天无荆也爆发出痛苦的惨叫 死长老见状连忙呼喊无惊的名字 而三长老对这个断臂行为 则是阴阳怪气 天如荆这个人真卑鄙啊 正巧的是天如荆这时候 转头看了过来 并质问他们是否有什么不满 老四可不想死在这里 他说自己这个侄子 从小就想成为杨过来的英雄人物 今天总算是为他圆梦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可以润了 在谢过天如荆后 三人就愉快地离开了府内 而天如荆反手就把令牌丢给了文长老 受到神域牌的文长老受宠若惊 没想到小教主竟然把如此贵重之物赠予自己 但对于天如荆而言 自己的系统可比这牌子强多了 既然小教主如此义气 文长老也发誓自己余生会誓死协助小教主 自那以后 魔龙掌中正是归入天如荆的麾下 随后众人在文长老的言情下把酒言欢 更是命人将文流叫出来见见自己的姐夫 而见到文流的第一眼 天如荆就发现 这孙子居然有语言障碍 所以我就询问文长老 自己是否能近距离检查一番 这话显来就有些见外类啊 文长老表示 我孙子就是你孙子 你俩欺负我不会说话是吧 随后天如荆也不含糊 直接弃成丹田 直接给他老壳来了一发十万胡特 我瞧 你搞鸡毛啊 魔教万人齐生 新任魔教教主完成加盟 自从天如荆上任之后 他便下发行政 每个宗派只允许有一个团体 并且大力推崇强者卫尊的人 只有这样魔教的实力 才会有所保障 大宗派因为淘汰制 需要努力修炼保住自己的位置 在这期间 天如荆召回了出征贵州长达五年的梦 以及到达爵士水准的分部长杨端和 还有大护法亲自引荐的徐登 此人在大护法口中绝对是个狠 曾因玄魔宗频繁干扰他记载史迹的真实性 这人一气之下动员了手里 所有战力连夜去抄玄魔宗的老家 只可惜队里有内鬼 被提前得到消息的玄魔宗提前埋伏 为了不必要的伤亡 徐登没有选择抵抗 被玄魔宗交给上级发落 但于太上教主对付六大宗派 需要足够多的人士 所以此人被教主流放海南等待命令 得知有如此人才天如荣 当下就以教主令解除流放并接回此人 然而徐登经过了十五年的担机 此时他五位已经到达绝世至极 一回来就拿下了刀魔宗长老条师傅 成为了新任大长老 其他位置也随着战力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其中唯独只有护法殿维持不变 由于疾刀六五门的出现 内部一致对外情况逐渐平衡 但上任教主因为魔宗导致的长时间昏迷 却不得不派小队去打探神医的项目 可是不久前 暗部传来那只秘密小队出现意外的消息 天如荣不得不亲自前往营救 当他们达到暗部指示的客栈 却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不光掌柜老头声称静武之人至今无人生还 而且周围的传音皆是来寻找神医的武者 显然这里的确是神医所在之地 由于今日下雨 天如荣决定在雨停后再做打算 下床调查绝世水准的身手 让他的脚步几乎听不见声音 他轻轻推开管家房门 发现这里只有厨师长在睡 而隔壁的被子有睡过的痕迹 为了找到人去哪了 阳端和放大感知在附近寻找 居然在马棚方向发现气息 得到位置后阳端和快不赶去 到地方潜伏下来 他无意发现此处并非只有一人 看到来人手里拿着是神医玉牌 阳端和有些震惊 关于神医的事情看来两人并不简单 阳端和原本打算监视一波 谁料老准手指如剑哭斥一下 就刺穿了男子的额头 男人都没反应过来人就已经走了 阳端和万万没想到 这个小老头居然是个潜在的绝世高手 老头捡起死者手中的令牌难难道 为了得到这个可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 随即转头就朝阳端和的位置继续出色 现在我们就来一场愉快的折磨吧 谁能想到一个平平无奇的老头 抬手就把大宗师瞬间送走 暗中观察的阳端和看到这操作直呼汗流加倍 没想到这个小老头居然是个潜在的绝世高手 老头杀完人便不急不慢地捡起男人手中的玉牌 随后一个转头就朝着阳端和的位置看 现在开始猫捉老鼠的游戏 话落老头两个东部就脱了 阳端和赶忙拔出刀刃在身前一会 老头一个急停下腰轻松化解 小老头没想到面前小子反应还真不错 紧接着他就当着阳端和的面一边舒展开 全身筋骨一边感叹这段时间弯着腰真是辛苦 伴随着喀哒哒的关节声 老人身子在大雨中逐渐站直 看着老头逐渐认真的态势 阳端和内心已经对战胜老头没了保护 即便老头不断解释自己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客栈老板 但在暴雨的冲刷下 他皮肤上出现的峭边已经暴露了一切 这显然是戴了人皮面具 不等他推断老头突袭再次洗 尽管阳端和挥刀抵挡 但对方的灭工确壮了他向前 老头只见凝聚剑气继续冲来 犀利的剑法变化莫测 让阳端和一时间只能边退边防不断抵挡 刀剑快速碰撞老头的剑招已经让他力不从心 几个呼吸间便已经来到阳端和面前 剑指没心准备绝杀 好在阳端和反而迅速第一时间后仰显而又显得堵 但紧接着老者衔接的下段横扫 却让他再次失去平衡 这招出乎了他的意料瞬间的滞空 让阳端和有些意外 他深知此刻的极度危险 立马一掌内力打在了地上 读书佐料一股锋利的剑气 紧随而来贴着他的手臂呼啸而过 如果不是他潜意识做出的判断 刚才那一刀足以将他劈成两半 果果致命连招阳端和露出吃力的模样 朝着老头甩出一道刀起 老头只是微微刻身果果剑气 并对他无奈地摇摇头 难不成你是想让里面那些垃圾来救你吗 这样做并不能让你捡回一条狗命 就算来了也不过是多了几具尸体罢了 但阳端和却认为并非如此 因为他要喊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老者也不废话 随即施展出分头行动大法 化作两具分身同时重来 虽然其中有一个是幻影 但此时的阳端和却无法分别 为了不被这招拿捏 他只能将内力凝聚在刀身之上 大力挥砍复盖二人 可这样即便他发现前者是幻影 但迎接后者的真实出招 却根本来不及抵抗 青蓝色的剑气 在瞬间贯穿阳端和的左肩 瘫痪的持刀手传来的剧痛 让他失去战斗能力 老头看着面前的阳端和 如同探死人一般 这下就让我送你下黄犬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感觉心头一紧猛 向后退去 只见一道蓝色高气 他站立的地方横切而骨 下一秒天如运 及时到场就下了阳端和 而从阳端和的伤势 天如运已经可以断定 老头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此刻的老头也反应过来 原来先前看似随意挥砍的剑气 是为了唤醒面前这人 看来自己还是大意了 能被叫出来救命的人 他断定少年实力并非看上去这 必定是有所隐藏 而且周围已经有人醒来 老头决定不再恋战转身跳走 天如运赶紧挥出刀气 试图阻挡 但老者心意已决 头都没回 却是一个转身就挥过刀气 天如运原本打算追去 却被身后的阳端和喊住 冷静下来的天如运才反应过来 自己居然连对方的境界 他便为杨端和封住了学位 准备带他去疗伤 此时其余宗派也出来了解情况 得知其因是一个老头 在马棚杀人夺跑 一群武士迅速朝马棚跑去 看到死者是自己老大 几人无法接受 毕竟和客栈老板打听的情报 怎么会突然暴力 紧接着发现老大身上 神医令牌被人取走 几人立马出来 和杨端和确认当时的情况 得知老头跑向西谷的方向 绿跑小队骑上马就追了出去 西谷事件一死一伤 神秘高手的面具之下 到底属于哪股市 面具老头秒杀大宗师 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当下众多高手将厨师长带来拷问 得知老头在一个月前 有离弃失联了五天才回到客栈 由于这老头本来性格就很古怪 即便厨师长察觉老头 有些反常也没过多怀疑 天如荫猜测空出的五天 对于凶手来说 大概就是在制作死去的老人面具 就在这时武当的传音提到 他们要找的人失联时间 居然和凶手的作案时间完全稳定 看来这件事和武当脱不有干系 时间来到第二天 听说武当派一早便离开了客栈 看来昨晚的事情 对他们而言非同一般 既然都是寻找神医天如荫小队 也立马出发 由于林中杂草茂盛盛众人 只能下满呼吸 看着漫天白雾天如荫 索性让托马斯开启地道 托马斯根据人残留的气息分布 绘制了一张路线图 天如荫根据托马斯的指引 领着众人深入山谷 但没走一会儿 耳边不停地嗡嗡声 让杨端河感到鬼 天如荫得知这声音 并非是幻觉后 他也警惕起来 看来需要去弄清楚 源头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许凤二人 却是一头雾水 他们境界不够 无法捕捉这种评语 只能跟随天如荫的指引 随着几人越走越近 那种声音也越来越大 他就像剑民一般 不断冲击着天如荫的神经 但这时候 许凤突然嗅到一丝刺鼻的血行 几人默契地加快步伐 朝着那个方位跑去 当他们到达未到的源头 竟然发现这里到处见满了血 残枝散落一地 仔细一数 可以确定有两人阵亡 而且几个绿衣小队 天如荫发现 就是昨晚追出去的那批人 许凤触碰肢体后 发现这些人 其实刚死不久 从血迹没被冲散 可以看出是与后遇害 紧接着天如荫放在死者面前 让托马斯分析 从托马斯的分析中 得出这些人死亡时间 大约在一小时前 一小时虽然没过多久 但对于爵士高手而言 跑远绝对没有问题 此前天如荫还记得 小队是有三人出发 不明白为何 只有两人躺在这里 暗场里这种水平的单方面 碾压不应该能让他逃走 就在他好奇之际 杨端和从某英博主漫画 小帅那里得到新的线索 他发现地面上 残留了两组脚印 而这些脚印的方向 正好是声音发出的方位 两人猜测去到源头 应该就能找到 昨天那个老头 经过半刻钟的追赶 名声的源头 几人在悬崖边 观测对面的岩山 隐隐发现山体上面 好像刻着什么字 再向上看几人 全都震惊了 一个锐利的剑字 赫然出现在眼前 一个用剑气刻下的字 居然在无数年后 仍然散发出纯粹的剑影 没有人知道 是谁将它刻在这里 但看到这个字 天如荫只感觉似曾相识 此刻文家也发现 字的下方插着很多东西 仔细看去发现 那些居然都是宝剑 而且足足有上百把 随着墙壁上的长剑 并将能量传递到剑上 形成了波动 墙上的字 似乎已经是很久之前刻下 但其中蕴藏着剑意 却依旧吓人 这让天如荫不由地感叹 施展剑法之人的境界之高 竟然连现在的自己 都无法触及 但这时阳端和船音附近 好像有人的气息 这次气息就连天如荫都没发现 于是他放开 赶知搜寻出那人 居然藏在岩壁里 走到侧面几人意外 发现墙上大约有 20个大小不一的洞穴 好可能还能活捉疯狂 摸鱼的漫画小帅 于是天如荫再次放大赶知 并指着其中一处煽动 杨端和也感知到了 这个位置有本 但想要到达对面 悬崖和岩壁的距离是个问题 这里兼具十丈之远 足足有30米的宽度 对于顶级舞者 许凤和文家二人而言 想跳过去显然太难了 在和杨端和沟通之后 天如荫抱起文家 一个助跑 搜的一声就飞了过去 躺在自己男人的怀里 文家还是不由的兴奋起来 这样搞小帅 立马加入邪教 把他们全都杀了 看着天如荫二人平稳落地 杨端和许凤二人 也是跃跃欲试 同是绝世之极的水平 杨端和子能试入 内力注入双脚 搜的一声便冲出悬崖 用戏间两人也来到了对面 但几人刚到这儿 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充斥着山洞 此时天如荫看到地上 有黑色粉末 他抹了一点 让托马斯进行检测 得知这黑色粉末是火药后 天如荫隐约有些不安 他看向气息的位置 摇曳着火光 为了保证属下的安全 他打算独自前往 先检查一份 让托马斯激活夜市模式后 天如荫清楚地看到了 山洞里的构造 这里到处布满火药桶 而且在镜头 还有一个被捆倒的火人 放大画面才看清 那人是绿跑小队的一员 他嘴里咬着火把不停地晃满 火把这么近地上 还全是火药 这一瞬间天如荫意识到什么 他赶忙回头让三人撤离 不等几人反应一股霸荡内力 就已经将他们强行轰出了山洞 几人还没落地 在内力发生剧烈爆炸 爆炸声震耳欲聋 山洞被火焰吞没 文家都没料到 这一切发生的如此之快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战斗 天如荫被火药炸出山洞 浑身带火掉进了面前 这个深不见底的深渊里 男人被人捆成麻花 放入满是火药的山洞 谁料天如荫上前 查看意外触发 他擦枪走火聚起 危急关头天如荫 调动所有内力一整 将文家三人轰了出去 从没准央的落地 整个山洞就被火光楼罩 此时反应过来的文家 才意识到大石和妙 他转头朝悬崖边冲去 只见一团火丛 朝着悬崖坠去 而这人正是舍命 救他们的天如荫 看着自己丈夫的身影 消失在黑暗身子 悲伤至极的文家 甚至尖叫着 还想要跳下去做的 好在杨端河还算清醒 他阻止了文家的疯狂行为 因为从这里跳下去 简直和自杀没有区别 见文家还要寻死 杨端河啪啪两下随手 就甩了他两个逼动 两人崩溃地坐在地上痛哭 哭这么小声 于是某英的漫画小帅 拽起文家又想起来 他虽然阻止了 这两人的自杀行为 但此刻的杨端河 又未尝不想跳下去救主君呢 在他纠结之际 灌木丛中发现了动静 杨端河转过身来 看到有人走来 那人竟然是 昨晚客栈交手的老头 而这场爆炸事件 正是他的跌作 原本打算炸一些来此的 憨批没想到一下 居然炸掉了一个 最棘手的任务 对此他感到非常的高兴 文言文家更是气得发抖 但心情大好的老灯 却有心思调侃起来 一个男人怎么哭起来 娘们积极的 紧接着老头放出气场冷笑道 速战速绝霸 下一秒便杀了过去 此时悬崖之下 飓风已经吹灭了 天如运身上的火焰 在托马斯自我修复的模式下 他的身体正在快速在上 但天如运下落的速度 却让托马斯不断传来危险情况 您的心率正在迅速增加 下落速度超过身体承受范围 看着深不见底的深渊 照这样下去 天如运感觉自己必定会死 因为这个速度摔在地上 瞬间就会粉身碎滚 伤到大脑的话 就连托马斯都无力回天 可就在天如运绝望之际 一阵风将天如运 推到了崖壁上一顿碰撞 这一碰撞 就碰出了天如运曾经的心动时刻 想到此刻文家为自己伤心 天如运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他当想减速 正巧发现墙上居然插着一把把小剑 于是他一个转身 拔出了身后的大片白龙刀 用尽全身力气插进墙壁中 但白龙刀的锋利程度难以想象 在下落速度的加持下 白龙刀一路火花带闪电 划着石壁一路向下 天如运紧紧抓住刀把 仅用25米的距离 就让他的身体减速下来 但为此他的身体也承受了巨大冲击 出现了几处骨折 以及手臂脱臼的状态 好在托马斯骨骼玉和能力极其高效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的身体就已经可以正常形容 此时天如运观察一番 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距离谷底部 他用力一灯拔出白龙刀后 很轻松地就落在了地上 有了这一遭天如运也意识到 有武功和托马斯的加持随意做死 还真的会死 看来今后还是要小心行事 如今安全落地 现在最头大的事情便是如何爬回地面 他让托马斯开启夜市模式 观察墙壁上的情况 墙上插满了宝剑 但年代久远都已生锈 显然承受不住重量 但更奇怪的是 这里遍地散落着头骨残骸 难不成都是掉下来的 老头为了躲避追杀 足足逃了上百公里 这期间完全不敢回头 竟是因为他手剑炸飞了别人的老公 被伤心的文家用段子绝孙爪 活火打出内伤 但好在这次炸出了神医的所在地 接下来只需安心养伤后 去洞口守住带头 而这些人也像下树道身影 其中一人上前介绍自己 是第二队队长李中 败剑刀剑门门主 而在悬崖夏天如运 在地上找了件衣服换上后 也开始在周围寻找回到地面的办法 他发现在这里遍地 是头骨以及出鞘的宝剑 而这个炎壁又极度抖鞘 不经猜测这些人 都和自己一样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但随着天如运继续深入了解 他竟然在不远处的巨石上 发现了不少刀剑的痕迹 结合这里到处插着宝殿 天如运大胆猜测 这里可能是专门用来打架的点 但即便这样他也搞不明白 到底什么鸟人会千里迢迢来这里干架 当他认真看完全部的剑痕 他震惊地发现这居然是天魔剑功 不能说一模一样 至少是完全相同 而且这剑痕的年代 比青绿时尚出现的还要走 此时的天如运无比震惊 怪不得他觉得悬崖上剑字的字迹无比眼熟 原来那是天魔祖师的字节 看来祖师游历四方在这里和人干过一家 而剩下犀利的刀痕必定就是极刀神的刀招 但记载极刀客是500年前才出现的 天如运猜测多半极刀神也有祖师 只是这刀痕让天如运更为震惊 因为面前的极客神刀 比他学过的所有刀招都要苦 除了天魔剑功的最后一剑 其余剑招对上他都难分伯众 天如运是没想到自己意外跌落 发现不远处还有不少剑痕 在剑痕下还刻着不可能三个字 看来在这祖师对剑招的成果并不满意 天如运篮的管那么多 呼出托马斯就对面前的剑痕狠狠地扫了 紧接着他便让托马斯将提取的剑痕开始3D展示 随着蓝色人物的出现 复杂的剑招在他面前依然 天如运看清动作后感觉熟悉又陌生 因为这剑招动作他好像从未见过 不仅速度极快还有古霸道的气势 不光剑招超越了人类身体的极限 而且好像是从中还看到了极客刀法的椅子 难道天魔祖师试图将两种招式结合吗 而此时在一块巨石中有一处被开辟的秘密空间 这便是神医的藏身之处 此时ICU里灯火通明 神医正为一名男子进行抢救 早就听闻神医的医术高超已经到达巅峰造极的景点 头疼砍头脚疼砍脚至今还未出现差别 就连手术他都不用麻药 单手摁头三两下就红上了伤口 而且手术费也极其清明 和那边话陀一样只需要一千万 不愧是神医没打麻药患者都一生不亢 只不过治疗后杨端和就再也用不了神威了 但即便这样也算总预 因为一场战斗他上来就被老头砍瞎了眼睛 得亏文家用出和你拼命掌法 才让几人等到救援的道理 得知天如运坠崖的消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他们不相信教主会这样死去 而刚包扎好伤口的杨端和得知了面前之人 就是教主苦苦寻找的神医干露水 他当想说出教主的委托就被神医戳了一下眼睛 这一下疼得杨端和在床上练习起了街舞 从兴奋中平复过来 他发现神医的眼神一直在偷瞄门口 杨端和立马意识到神医有所顾虑 原来这些人一直在监视神医 看来这里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复杂 手术结束神医也嘱咐他伤口必须连续治疗7日 随后便匆匆离开了房间 紧接着杨端和就收到了旁边阎长老的传音 杨长老应该也感觉出来问题了吧 看着阎长老面不改色的传音阳端和明代的情况低调询问 原来阎长老是第一批被派来这里的 他们刚找到这就遇到了光明的舞者火拼了一份 剑来人只是劝退他便亮出神医令牌 对面来自某英的漫画小帅立马认出玉牌并绝承戴 但就在这时客栈老头带着三名高手突然从旁边杀了 次人出现瞬间秒杀了一众暗中的舞者以及部分庄园武士 幸亏漫画小帅没有出手不然全都杀了 而阎长老自己对上老头居然也没还手 武当玄云子是己身酒吧之一的高手 虽然是身处五位强者之下的九位候选 但其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强大 前些日第一小队遭到突袭 多回玄云子的及时出手才摆脱了老头的追杀安全抵达 来着之后也正如杨端和所见 神医态度坚决完全不可合作 阎长老猜测神医必定有所隐情 而且武当两位玄境高手就下魔教阵 阎长老也感觉这个玄云子必定另有所 此时另一间屋子里武当弟子 正和玄云子会抱着最近客栈的情况 阳装老头的杀手频繁在附近搞事 玄云子怀疑对方多半已经知道了神医的藏身之处 即便有清御石壁和奇门阵法防御外界 但遇到那几位玄境高手被破解也是迟早的事 只是神医的苍天计划正在收尾阶段 现在保住神医才是重中之重 接下来利用魔教几人去拖住外界 自己要找机会把神医带回武当 与此同时咸崖之下 天如运正在一步步复刻石壁的天魔剑弓 只是不明白这套功法为何施展起来如此困难 回想先前祖师从极克神刀中领悟并开创新的剑 虽然最后已失败告终 但他多少猜出祖师是因为肉体强度不够导致 因为要想发挥极克刀法的全部实力 对人体强度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 即便仙祖是先天练武之体 但融合两套顶级剑法依旧是有些勉强 仙祖虽然写下不可能的结论 但天如运却对融合功法有着不同的理解 首先他有托马斯为其强化和恢复受伤的躯体 也就是说他有更多是错的机会 而且通过不断修复铸造出比仙祖更强大的躯体也并非不可 如今在托马斯的协助下 自己已经可以轻松再现墙上的天魔剑弓 只是仙祖因身体限制开创出的并非是完整剑法 接下来自己只能将其作为样本参考 重新领悟出一套新的天魔剑弓 紧接天如运开启石井模拟对剑法进行参悟 感受着其中剑招的组合 天如运也尝试以自己的理解进行拼接 经过四小时高强度的练习 天如运再次累把 即便他将内力掏空也无法开创新的天魔剑弓 只因现有的天魔剑弓实在太过完美 一旦加入其他的招式反倒会受到阻碍 他看向天空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他看向那条凤突然脑袋灵光一闪 这一瞬间他悟出了剑法的奥妙 原来一套剑法需要以流畅为前提 每次组合如果都想把厉害的招式用手 就会因为动作安排不合理而适得欺负 自然也就发挥不出其强大的威能 如果能取自己的意境所需 并放弃当下不适用的招式 那一切剑招便可随心而动 随热而行 随着天如运的领悟 他的身上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异 耀眼的五色光芒从他身上迸发而出 周身的气开始围绕着天如运缓缓旋转 此时天如运内功自然运转 实力也瞬间晋升到了玄境水平 与此同时的神医府玄道长突然有失告知 得知到长明早就要带着自己撤离 甘露水瞬间大怒 毕竟这和当初承诺他的不一样 当初可是说好只要自己答应条件 就能保证让他安心在这里做研究 而且一旦实验完成武当的人 便会撤出庄园 如今初而反而难不成是怕了外面闹事之人吗 面对神医的质问 玄云子露出一脸无奈 他表示如今情况不同 为了武林的安宁 劝神医还是实相点好 我让你走你就快走 毕竟苍天计划才是重中之重 只有好好配合我才能保证神医你的安全 显然神医被这伙威胁了不止一次 但玄云子到处借刀杀人 让神医的部下已经死绝 没自保能力的他如果想要活命 只能配合这个所谓的正派离开 而另一边武当小队也在行动 他们在剑谷方位发现了不少可疑的行动 正如玄云子所料行动之日就在今天 随即吩咐下去 只要神医救许他们便立即出发 此时回到房间的甘露水越想越起 他没料到这些武当的臭道士 竟然和外面的邪教没什么确定 他知道即便自己不想离开 按这些人的尿性多半会将自己强行带走 神医已经别无选择了 既然确定要离开 他必须带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随后他从右侧书架上 拿出一本名为草药学的书 而在草药学里还加着一本小册子 这本书便是他完成实验的关键 那便是抖音博主漫画小帅的写真集 打开翻看里面果然记载漫画小帅的学位 以及强健的肌肉模型 可就在神医认真翻看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巨大动静 虽然舞者已经将闹事者平息 但神医的职业操守还是坚持要为两人检查 他立马推开舞者上前把脉 在检查女孩脉搏后 神医不由地皱起眉头 居然是滴血糖 情况紧急他立马给姑娘开通绿色通道 安排进了ICU 由于这次是妇科检查男性舞者不得入内 小帅也没看清楚姑娘穿了几件 所以此处省略一千字 而此时悬崖夏天如玉 已经完成了境界上的提升 步入玄境后 他可以勾动周围的气来和自身循环 借此大幅度提升内力的恢复 以及调动的速度 只要自己不使用最强剑招 一次性消耗掉身体大量的内力 这个运功之法都能为其瞬间补充 可以说是接近无限回来 只是没想到 晋升玄境体内的气 居然在地上打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 如今功力增加了两到三倍 在遇到化境高手便已经没了压力 但这时候天如玉突然想起文家姐 还发现自己在下面好像待太久了 如果再不回去 他们多半会遇到危险 他快步来到严毕面前 思考上去的办法 看着严毕上插着的宝剑 天如玉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那便是真男人救上一百层 对先祖剑横的感悟意外 让天如玉突破化境 成功步入了玄境里的狱 想起自己老婆还在上面 天如玉来到严毕面前 运着轻弓踩着锈剑一路向上 就在他跳得不意问呼的时候 表下的锈剑竟然突然断裂 危急关头 他连忙抽出白龙刀 一个前滚翻重重的插进墙里 严毕被白龙刀轻松划开 一路破开了五六米连墙才停下来 得亏是反应 即使不然又要有生命危险 只是这突然吹来的横风着实诡异 天如玉盲猜 就算大护法的轻弓来到这里 多半也难顺利穿过 既然轻弓行不通 天如玉右手在空气中一抓 十几块红色金属在他手里快速拼接 紧接着框的一声插入严毕 于是无情攀爬魔士正式启动 而这时候 玄云子这边也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 按玄云子的计划 他们现在突然离去 必定没人能料到 只要在走之前启动 轻玉石机关封住逃生通道 一旦敌人从入口进入 魔教弟子就会被瓮中捉鳖 两边血拼可谓是一举两得 虽然计划看上去极其完美 但为了以防万一 武者队长还留了几人在神医这里看守 可队长刚来到附近 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不光本该在屋顶监视的人消失了 就连屋内也安静地出气 这种情况显然有问题 当他推开房门竟然发现 躺在床上的人 居然都是在这值班的手下 而且学位被封住 全部都陷入了昏迷 队长没想到这批魔教之人 居然如此狡猾 竟然连安眠要对这批人都没作用 紧接着他派所有人开展地毯时搜索 神医的住所 他们发现这里不光无准的全部阵亡 就连神医都一同消失不见 关键时刻出了这么个大事 于是他让手下继续搜查 自己赶去通知武当霸解 而此时的武当弟子也遇到了困难 他们都没料到 清御时的机关会被人提前开启 这种程度的防御攻势 就连所有弟子同事发力都无法撼动 正巧队长赶来汇报神医失踪的消息 还声称自己在大力彻查不久后 便会有结果 但都没等他说完 玄云子气得一脚剁碎了地面 这智商堪忧的让玄云子都感到无奈 他怒吼到你要不要猜一猜 这陷阱是谁开的 如今也只有破开此处才能安全离去 但就在这时入口处传来了一声暴响 师弟发现这就是昨晚用的火药 但玄云子却丝毫不慌 他知道入口实际上也有两道清御时阵法 可以拖住时间 所以师弟不必担心住我一起快速破门 但下一秒门口迪奇的消息 让玄云子瞬间呆住 他没想到神医居然做得这么绝 完全不给自己留活路 而此时的神医已经派人弥补 被小队提前带出了庄园 只是没想到细狗小黑 居然连身高一米九体中 三百六的瘦弱女子都背得那么吃力 想当年漫画小帅都是十个起位 但好在他没背多久 就已经走到了戳口附近 虽然这里被巨师堵住 大案神医所说这只是掩人耳目的机关 只需轻推便可离去 既然如此严长老运转内力 逆掌便给石头轰飞百米之外 原本以为可以就此离开 但没料到悬崖对面居然有人守着 而且人数足足有二十多好 看对面人的打扮很明显 就是先前偷袭自己的老头不想 眼见当天的老头不在里面 原长老拔剑就杀了个 他施展二十四魔剑 以最快的速度杀出一条血 但旁边一名蒙面男子 竟然借机吹响了哨子 原长老没料到这一处 他敢忙调动内力甩出一道剑气 可谁料另一位蒙面人 突然出现救下哨兵 原长老没想到这批人这么难杀 而哨兵刚吹了一段科目三 原长老就感觉背后有动静 他急忙转身非常极限地挡下 已经飞到身前的剑气 他没想到这些人这么阴险 紧急的树林中就陆续窜出上百个身影 而当天的老头就在其中 身旁还跟着一位画镜的小伙 既然神医已经到场了 老头也不废话直接持剑杀来 假如练武里面混进来个修仙的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打 自从步入玄境后 天如运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 一招以气欲剑 他能比剑仙用的还要熟练 人家无双操纵十三把飞剑已经是极限 这或直接一百二十八把飞剑骑士 掐着吸刀六五门哀嚎一片 而在不久前文家一行员撤退 不料再出口遭到包围 老头建议速战速决 持剑逼近 天长老也比较紧慎边退边防 而神医这边文家三人 已经形成防御障碑 中间的飞毛腿白鸡 则是背着神医随时准备跑步 妥妥三宝一带老板躺分 这时过杨端和也意识到 文家那边比较薄弱 刚想拔剑冲去老头 居然一个闪身 剑兮兮地躺在了身前 你这是想去哪里 这场的对手可是我 话音刚落刀剑门 李中已经急速来到文家附近 和画镜高手的差距 让文家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可就在两人即将交手的时候 李中突然感觉心头一挤 他隐隐感觉有东西向他飞来 连忙把剑横在身前 眨眼的功夫剑身上 就碰撞出火花和力气的摩擦声 这特么啥呀这么快 呼吸间李中就被这股能量 在地上推了五六米 直到威力减弱 他才看清偷袭自己的 居然是一把飞剑 紧接着李中用尽全身的力气 将飞剑推开 然而只是推开的瞬间 长剑就立刻崩碎 虽然有料到这可能是以气域剑 但其中的威力属实有些离谱 而这时候诡异的事情发生 蒙面人大喊到大事不妙 转头看去整个剑山都在晃动 而对面的岩壁好像更加距离 这到底怎么回事 看着对面碎势不断地拖 很快就有人发现 对面插在山体上的长剑 好像在松动的情况 他自称玄境之下无敌 玄境之上一换衣 结果天如运的出现 让他立刻明白 从悬崖之下回归的天如运 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再次相遇的他境界已经惊飞犀 而在不久前 天如运还是个爬山的精神小伙 就在他爬得正开心的时候 突然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从头挺越过 当他放大胆知试图看清是谁 居然发现这气息是自己老婆文家 而且自己还察觉到 周围有不少的无准在朝着这方位聚集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文家几人必定是遇到危险 为了尽快到达上边天如运 尝试传说中的遇见之法 将大量内力注入天魔剑后 天如运也果断站了上去 剑长剑没有下坠 他继续往里注入内力 突然剑身之下涌出一股力量 推着他向上飞去 随后天如运就搜的一下 开着他的飞剑 以恐怖的姿态回到了这帮人面前 就着水平的预剑术 放修仙里多少是个助击器 见到天如运的第一眼 眼长老就发现气息上的变化 天如运居然一夜之间步入玄境 虽然资质不如在座的各位艳祖 但这种进步速度已经让人非常激荡 此时的老头正在呆呆地看着天上的少年 他怎么都没想明白 好好一个武侠里怎么混进来个修仙呢 但经过评估他判断出 天如运和自己一样顶多是步入玄境水平 而在玄境就想操纵这么多飞剑 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扯的 毕竟他自称玄境之下 我无敌玄境之上一换一的存在 肯定尝试过操纵飞剑 能同时操作个三五把 就已经算是绝顶天台 况且当代最强剑仙 同时操纵13把飞剑也是极限 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 在装什么鸟 但天如运听到质疑确实一脸严肃 他质问下方的老灯 你看我像和你开玩笑吗 但老头却不以为然 并表示你要能你就弄死我 你以为你是漫画小帅啊 人家先学内功再学走路说实话 还真有点怕怕 文言天如运直接呼出托马斯 让他上号代表 要想同时控制这么多飞剑 就必须让托马斯精准地分配有限的内容 在锁定完每个目标后 飞剑便偷偷偷地吞向了各自的武者 顿时上载把长剑一起冲来 老头当即小脑都萎缩了 紧接着飞剑便精准贯穿蒙面人的身体 来老台的身体 与鲜血四剑惨叫连连 都不等他反应四把铁剑已经迎面洗了 老头连忙在身前挥砍 飞剑承受不住冲击当场被他打碎 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这家伙为何可以实现这么恐怖的操作 而另一边 高剑门里中也要对文家开展强攻 他抓住文家分神的机会一剑偷袭 即便有所反应文家却已经来不及防御 危机关头一个BGM突然响起 在BGM里一切事物都慢了下来 天如运扛着音响就给每个人脖子都来了一下 走到李中面前还贴心送上一刀两段套餐 此项可以说极其凄惨 在关闭音响后时间回到正常 此时李中的剑已经停在空中不能再进一寸 紧接着他的脖子上出现了一条红线 随后脑袋和手臂就顺着切口滑落下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继续装逼但脑袋却传来剧统 托马斯提示内力消耗率已经超过75% 大脑负载严重 以为您暂时停止远程操纵指令 托马斯下线空中的长剑也失去了内力分配 纷纷落在地上 天如运就搞不明白不是说好玄境无限回栏吗 怎么才一颗中旧些菜 我看完直呼好家伙真当这个是修仙吗 眼见天如运好像身体出现问题 老头抓住机会确实要应用 反应过来的天如运立马将文家护到身后 挥动松魔剑和老头对拼 两剑相撞瞬间爆发出一副强大的气 简单的碰撞竟然让周围人都厚碎了两头 然而对拼上的老头才意识到 少年的内力远比自己想象的恐怖 尽管自己用尽全力都只能艰难应付天如运的随手一击 紧接着天如运左手挥动白龙刀从侧面看 老头只能左手凝聚剑气应接一招 显然现在的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于是老头对着手下怒吼着让他们现在去带打神医 紧接着所有蒙面人便扑向了神医的位置 但从神医的体格上我仿佛看到了浩克的眼 也许三宝一只是你不想出手的借口 随着一道弧行见光一傻 大部分卡拉姆夫手死掉都死在了炎长老的二十四魔剑之下 而老头认真对了几招也发现了少年的恐怖之处 他笃定这个年轻人身上绝对有脏东西 弱冠之年居然有媲美五大高手的水平 如今他想要活命的话 唯一的办法就是击伤对方后再趁机溜涂 剑身上凝聚内力 直接双方就开始了剑招上的比拼 前面两人的剑招可以出视远来有 直到老头突然一个牙通牙来到空中 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天如运心脏的部位 其实这一击破绽才是他蓄谋已久的绝杀 但天如运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早早地就把剑挡在了这里 他看向老头出声说道 原来你是击刀六五门的人 闻言老者的双瞳露出震惊的神色 他没想到只是施展了一招就被人抓住了破绽 这少年显然知道本文的功法 眼见是 外露老头快速过错并甩出竖刀器拉开距离 但天如运却迈着诡异的步伐 在剑气中随意穿锁 看到这种步伐老头直接呆住 他清楚地记得这种步伐 这就是在不久前见过那个面具男施展的绝技 就是这种步伐在数月前的浙江遭遇战中 裹过了极客神刀的绝杀 老头内心暗骂 我操原来你就是那个面具男 闻言天如运却是一头雾水 对面不知道魔教其实只有大护法戴面具 看来这人就是那天砍伤大护法之人 听大护法说起当时那人能用剑施展 击刀神风格的武功 看来是击刀六五门的重要人物 而老头也确信这种步伐绝非普通魔教之人可以吸的 为了击刀六五门的计划 他决定当下就要除掉面前之人 于是原本满脑子逃跑的老头 突然加快让天如运有些意外 都没跟上别人 我就是把这一条极快的人 顺时间天如运周围便升起一条白龙 此招的是极客神刀第六史生龙 以威力大压制力强为特点 一旦让他成形绝世高手身处 其中也会被瞬间撕损 败在这招的高手数不胜数 老头不信这次天如运能逃过一截 少年无意间施展出的风神步 却让老头直接压麻呆住 原来一切源于几月前的一场意外四骨 大护法用这招调戏他还是历历在目 因为风神步的超快顿速 不光躲过极客神刀的绝杀 还调侃他是个废物 如今再见风神步老头 直接心态爆炸 为了一雪前耻 也为了击刀六五门的荣耀 他直接打出压根 高手极客神刀第六史生龙 想要就此抹去面前的少年 随着剑气不断入天如运压力 就在面前的白龙即将成形之际 天如运的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磅礴的内力 只乒乓的一声爆响 白龙的尾部就被天如运霸道的内力一刀劈散 老头看着少年的操作不敢置信 他都没想到自己的最强剑招会被这么简单化解 紧接着天如运踏着风神步就来到老头灭气 施展起了新误出的极客刀法 对着老头一顿龙凯 老头一照面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压力 因为这套刀法结合了天魔剑弓的速度 以及极客刀法的威力 而且现在的他根本看不透少年的触招 只能剑招拆招被动应对 此时没想到的是少年的刀招威力大的出气 在快速碰撞中剑身上居然出现裂痕 紧接着只见刀光一闪而过 老头身前的宝剑瞬间爆裂开来 两人动作停止这场战斗也宣告结束 但在短暂的延迟过后 天如运踏在地上的刀器突然又活跃起 下一回他身后的运踏发生一剧烈的套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着前方 带烟雾散去老头虽然还坚挺地立在那 但人其实已经走了好一会儿 大叔屑的老头满脸的不可置信 因为这种刀法他只见过那位大日师长 不知天如运是如何喜得的 话因为落老头便因为失去过多倒下去 为了从他口中打听击刀六五门的情报 刚才天如运已经手下留情 把大部分的刀器都砍在了地上 方才才造成了不小的爆炸 虽然有一刀不小心砍在了老头大动脉上 但天如运很确定 这区区致命伤要不了这个老灯的命 这使杨端和突然跪下向自己请罪 他对天如运掉下去的事情很自质 天如运连忙扶起让他别放在心上 但同时他也注意到旁边多出来个鸡肉 看他只会白鸡一路背着走 身份绝对不简单 王猜对方多半就是自己要找的神医 而神医也在同个方面猜测天如运的身份 能控制这么多飞舰还如此年轻 多半就是他们的老爸 就在这时天如运突然感觉附近有一斗 他平感觉望向右边就发现距离自己三公里外 有两人正在旁奔逃离 而这两个身着盗袍之人正是玄云子和他的师弟 他们刚刨出机关就撞见了天如运和鸡刀六五门的战斗 只是没想到这个叫天如运的少年实力居然如此狂 虽然玄云子的战力在门派有一席之地 但如果对上天如运 他可能连三招都活不过去 如今他只能尽快逃到湖北之部主 大哥支援才行 由于之前战斗两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内伤 一路狂奔让师弟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本想让师弟再坚持一下努力活下去 但谁要突然袭来的长剑都不给师弟反应的机会 直接就给他扎成串串 看着被扎穿的师弟 玄云子心里只能默默说道 扎了师弟可就不能扎我了 当他认出插在师弟背上的长剑是来自飞剑谷 玄云子只觉得后背发凉 因为他们这里离剑谷足足有四五公里 而一个化镜高手内力遇见最远也就四五百米 这一下能非四五公里玄云子只能说 玄境高手恐怖如斯 紧接着玄云子趁师弟还热乎在他的兜里一顿套 虽然找到了那本关乎苍龙计划的册 但上面却被剑划出来了一个缺口 可玄云子根本没时间多想 合上师弟的眼睛他便一步冲向远处 玄云子没了师弟这个累赘也放开脚步全坐 而剑谷这边的天如蕴施展了一发长距离遇见 身体情况又到达了极限 无奈他只能派得力干将前去追回本剑 严长老领命一步就去到十几米之外 本快他便顺着方位找到了长剑的位置 只是那人被一剑刺死让严长老有些意外 毕竟在相隔那么远的茂密树林中完成击杀 可以见得步入玄境的天如蕴各方面的实力都有不小的提升 而严长老刚落地他就发现 再倒是身旁还有一组脚印 严长老立马想到了那人玄云子 在印象中此人虽微正派但轨迹多端 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严长老打算先去收了玄云子 而这时候的许凤二人已经开始清理现场 为了避免别人发现魔教的行踪 他们把遍地垃圾都收集起来积居 而庄园里和武当战死的蒙面人他们是一个不怕 就是为了营造出这是一场武当和神秘人的蠢 回到庄园神医开始风投翻转 却始终找不到那本藏在本草纲目里的漫画小帅写真集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就是藏在这里 不明白为何会突然消失 就在这时天如运突然敲门 我要进来了神医大人 神医见少年这么客气 连忙让他不要这么客气 以后想进来就进来 正好天如运还想要点草药 他便不客气地把金丹地给神医 神医接过厕纸后大吃一惊 虽然不知道他需要这么多六位帝皇玩做什么 但救命恩人既然写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听到仓库有两吨库存天如运露出前起一项 而此时庄园的另一处房间 老头的面具已经被脱下 只是面前之人的相貌让两个妹子陷入疑伙 杀手面具之下老头的真容竟然是一个年轻小伙 被天如运击败后 老头就被关在天如运的妙妙屋等待靠门 见小伙有苏醒的迹象 文家立马去喊来天如运正常 而此时小伙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全身被绑 而且身上还有被治疗不得 多半接下来是要从自己口中套出鸡刀门的情报 但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无止 不让敌人获得情报也是必修客 紧接着他就着手捣鼓着子的自爆 却意外发现怎么捣鼓都没有反 低头查看才发现这帮人为了避免他自杀 居然提前在自己的气门上插着三根银针阻止他调动内衣 正巧这是大门被人推开 天如运收到消息走了进来 他坐到男人身前一把撕开了他嘴上的胶带准备提问 但小伙刚能说话就对着天如运一顿加密问候 他是怎么都想不明白 一个魔教走狗怎么会那位大人的刀法 文言天如运差点笑出声来 看来在开始之前要纠正你两点 第一 我不是魔教的走狗 见小伙这么激动天如运一个打断施法让其闭嘴 紧接着他表示自己并非普通舞者 而是天魔神教的教主后 小伙脸色顿时就不好吗 随后天如运警告他第二点 那便是在这里根本没有提问的权利 话若天如运就施展雷切给小伙一顿电 但小伙也非等闲之辈 他一边颤抖还要一边调侃天如运的雷切 还没自己小便于功力大 这话直接让天如运加大了电量 每一会儿小伙的丹田爆炸直接就昏睡过去 紧接着天如运反手就是一巴掌 瞬间小伙的脸都抽歪了 不得不说玄境的力道就是大 只需一下小伙的眼神立马清澈了许多 但发现刚才天如运居然是费了自己的内功 他一时间无法接受 他暗暗发是绝不让面前这家伙得到一丝的情报 但这时天如运突然开始拍手 让他心头一挤 虽然天如运一度表示 这是从火锅店星学到了的生日歌 但小伙一眼便看出他是要试头催眠自己 因为这手法太过熟悉 一看就是寄到门的催眠动作 而且在不久前自己门内派出过一个催眠高手潜入魔教 但刚进魔教不久就和那人失去了联系 看天如运熟练的催眠动作 小伙猜测那位高手多半已经死透了 而天如运见小伙对自己的催眠术无动于衷 他也有些疑惑 毕竟那人当时就是这么催眠别人的 就在这时面前小伙仿佛看出了天如运心中所想 气势突然就嚣张起来 你特么二逼吧 用本门功法对付本教 脑子可是有抗体了 见催眠无效天如运直接开启方案 逼那便尝尝这招 天如运随即抓起他下巴 就灌了二两自制的洗脚水 小伙就搞不懂一个教主怎么合个倔驴一样 和他说了有抗体就是偏偏不信 但下一秒他眼前的情况就有些奇怪 怎么回事这小子会分身啊 难不成自己出现幻觉吗 小伙感觉自己意识逐渐模糊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殊不知在他刚才喝下的茶水中 混合了一种来自未来医学的合集 是专用于大记忆回复术过程中的利他维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药效有了显著提升 天如运只需要等待利他维完全升下 就可以轻松拿捏面前之人 紧接着天如运试着对小伙拍手 听到声音的小伙立马做的板板正正 天如运再给他一个一听到响指 就必须回答的命运 接下来便可以开始第一轮提问 姓名身份姓笛 刀剑门门主李柏 击刀六五门的六大门主之一 姓别男 而带走神医的目的 其实只为了神医身上的一本册子 只因这册子是那位大人的遗物 自己奉命取悔 而对于神医的册子 天如运也得知 那是一本能打造极致炼物体的人体结构 这种结构可以完美学会击刀神武 而天如运花费了数月学会的极客刀法 其真名就叫做击刀神武 因为击刀神武这种刀法 无法通过普通的方式循环 必须通过大法 把人类无法锻炼到的部位提升到极致 才能将其掌握 天如运不明白这些自称 击刀神的后人 怎么会不知道如何修成祖先的完整功法 正常来说祖先没有留下提示 也不应该靠一本笔子 而且这些人得知人体头的下落 居然是通过潜伏在汤天会中的间谍得知 汤天会是一个正派组织 那些人想要通过神医的研究 试图突破人体极限 培育出武林强者 没想到这正巧是 击刀神武所需的极限炼体之法 既然事情理清了天如运 也该问一些击刀六五门的事情 与此同时 击刀六五门的密室中传来尖锐的叫声 一个神秘人顺着声音走向发生的源头 他找到那个贴着剑字的木盒 从中取出那只在乱叫的虫子 看着虫子这么活跃 神秘人知道 这个剑门门主应该是说了他不该说的话 于是他将其握在手心一把捏碎 这种虫子雌一对 只要一只死亡 另外一只就会立刻自爆 这样也就不担心有情报泄露出去 这时候天如运正好想问问 对方口中的那位大人 是不是传闻中的鸡刀神 但刚提到这个问题 小伙身体就好像忍不住的疯狂颤抖 天如运还以为是这些问题 太过直接导致对方本能抗拒 于是天如运又打了一下响指 李百才勉勉强强吐出没错二字 紧接着天如运还想知道一些 鸡刀六五门的事情 但小伙却是肌肉紧绷低头不语 这情况显然是不太正常 天如运本以为是情况恶化 但看到对方的脸上居然出现一变 天如运突然想到什么 他立马让托马斯对其头部进行扫描 通过磁共振天如运发现 小伙脑子里居然有一条虫子正在膨胀 天如运明白这是和魔教捕虫一样的负担 眼下是要尽快将情况控制住 于是天如运在托马斯的帮助下 释放出强大电流 在一顿电击后情况有所缓解 虽然虫子已经暂时停止了行动 但天如运依旧感觉不够保险 于是天如运再次让托马斯 介入帮助他取出虫子 要求便是尽可能不要伤到脑部 因为接下来他还有几件事情了问他 此时广场上的神医焦急万寸 他急切地向几人询问 是否有见到一本特殊材质的册子 见几人一脸迷茫神医有些崩溃 没想到祖传的宝贝居然被自己弄丢了 就在这时洞口突然传来脚步手 白鸡三人立马警觉 纷纷摆布备战姿态 但那人走近几人才发现 是炎长老已经杀敌归来 在这次追击中 炎长老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他发现只要砍断对手的次质 那对手就不能再逃跑了 不得不说魔教各个都是人才 杨端和也表示 这必须立刻申请诺贝 但这幅景象却是看得神医头皮发麻 他行医多年见过各种神人 但这种活颜望还是头一次见 就在杨端和几人 还在嘻嘻哈哈的时候 他身后的房子突然就炸了 而几人转头看去发现 爆炸地方居然是天如运的快乐妙妙屋 卧槽 教主有危险 这个男人只要一捏碎手中的蠢 就会随机引爆一名部下 让他们当场祭天 之前天如运抓来了 一只鸡刀门的舞者打听情报 谁料问着问着小伙突然就要炸 好在天如运及时发现 他脑中一只名为C4的蠢 并在托马斯的协助下 用内力将其迅速摘出 天如运顺势给他往房顶撇去 没出两秒半 这只C4果然在空中炸 这行云流水的操作 给妙妙屋里的李中都看傻了 他没成想在这男人面前 想死也会是个问题 真是个实实在在的火蝶 但由于之前虫子的膨胀外加拔出 虫子让李中的脑部严重受死 眼看时间不多 天如运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那便是鸡刀门的基地地址在哪里 这时候杨端和以为是天如运玩炸 赶忙破门而入 进来后才发现天如运不光屁是没有 反倒是他生前的小子浑身是伤 好在他临终前说出的 鸡刀六五门的关键位置是在杭中 让天如运精确推断出 鸡刀六五门多半就驻扎在黄山 而另一间屋子里 炎长老看着神医的骚操作做横屋 不就是断了两条手和三条腿吗 不明白一个医生连血都止不住 怎么撑得上神医 神医白了他一眼 反问他要不要看看自己的杰作 炎长老看了一眼感觉也还行 隔壁画陀都能置你置不了 而这时候天如运走了进来询问情况 他从神医口中得知 玄云子时间已经不多 当下就准备动手 谁料神医突然就当他面跪下 表示自己有事相求 他知道天如运接下来 要用力他为对玄云子为所欲 所以请求天如运能给自己一个提问的机会 这话听得天如运一头雾水 他不明白一个医生需要打听江湖上什么事情 原来神医是接了苍天会的委托 在这里秘密研究 这个组织邀请他参与研究突破极限体制的办法 为的是培育出更多强大的舞者 来维护世界和平 虽然神医一直不想参与武林的纷争数次婉拒 但在一年前意外事件发生 他的孙女突然就被邪教绑架养无音信 这让他不得不和伸出元首的苍天会合作 但苍天会一直以实力低下为由要推迟营救计划 神医也只能无奈专心研究 但随着苍天会的实力逐渐壮大 却依旧连自己孙女死活都打探不到让神医产生了怀疑 他确信这些避养的绝对知道实情 所以只要能给他这次机会 今后无论天如运是哪方势力自己都会提供协助 话都说到这份上的天如运也不好拒绝 虽然是卖神医一个人情 但在开始前为了保证要想 天如运必须先费了玄云子的丹田 仅仅过了两分半玄云子进入了催眠模式 而神医也开始问询关于孙女的问题 不出所料玄云子他什么都知道 不光知道神医的孙女在水陆十八寨之一的龙虎寨中 就连不告诉神医实情都是他们主张一手策划 就是为了让神医尽快为他们完成炼体大物 而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们和龙虎寨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只要神医一交出大法 他们便可立刻将人带来 直到真相神医已经无法接受 没想到这些正派手段居然如此的卑劣 居然拿自己的孙女当条件 神医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瞬间失去理智 天如运担心神医把人掐死了连忙出色 见神医不肯放手 他一股内力将神医拉开 他命属下将神医带出房间 自己还想弄清楚苍天会的沐浴 但此时的玄云子脸色已经铁青 回答也只是颤颤巍巍地 补出世界和平几个字便不再出事 托马斯提示对方生命体征正在警告 死亡概率增加到98% 这情况属世不妙 天如运立马让托马斯开始惦记忌久 可惜人已经彻底走了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 看着玄云子天如运只觉得可惜 让那个娘们问了一堆废话 真是浪费了不少机会 而这时候严长老走上前 并递给天如运一本烧毁的本 听闻玄云子在被抓之前 在用火销毁 看到这个光滑的纸杖 阳端和立刻联想到神医所说的 那个特殊材质的误会 闻言天如运立马调动托马斯进行实体讨论 但得到的结果却是程序被锁定 无法分析材质的年段 没想到托马斯这个未来机器人 都被这东西限制 显然这个册子一定有惊人的来历 古代少年拿到一本破书 居然发现上面写的是简体字 而且这本特殊材质 就连天如运体内的机器人 都没访问的权限 这么反强的情况 他只能对上面的简体字进行翻译 得知这是一本类似日记的东西 里面的人表示 跑去挑战天魔祖师 是他这辈子最凑蛋的决定 只因天魔祖师不仅击败了他 还破坏了这人原本的计划 先前就得知神医所持有的是一本炼体大法 而在庄园之下 天如运又发现了极颗神武刀的合计 这么的巧合 天如运猜测这本书籍 天如运将残片还给神医后 救命所有人返回魔教 可众人刚离开房间 神医就追了出来 他对刚才的冲动表示抱歉 但如今人死为大 天如运也不打算追究 就在这时 神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他哭哭啼啼地声称 自己思念孙女又不会武功 想让天如运自费将他的孙女救出 天如运又不是他爹 当即表示 虽然我同情 但不等于我打算救 一句唐妞不等是直接秒了 炎长老二人也立马表态 自己下次不一提 于是在天如运一声令下 所有人便动身回场 神医都没想到 现在年轻人居然不吃老一辈的CP 没等几人走远 神医又开始磕头 看清现实的他这次拿出诚意 表示只要能救出孙女 他愿意永远追随恩人组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 非要白条 天如运也对这个交易十分满意 毕竟能收拢神医 对于魔教那可是好处多多 就凭借现在神医的影响力 自己为神医亲自跑一趟 也不在话下 只希望神医要信守成梦 有了少年的交代 神医放心许多 随后神医询问起少年的名字 得知面前他名为天如运 后神医神情突然呆住 因为这名字前段时间响彻江湖 是新任的魔教教主天如运 在离开庄园后一行人直见南下 虽然现在不知十八寨的具体位置 但混迹江湖的杨端河 有他自己办法 因为他知道一个好地方 于是这货就带着大哥拐到小路 来到了天上人间一条街 这是凯迪拉克车主的刷新点 外面站着的这些既是杨端河 几年都不带着 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秘密基地 几人都被这里的服务生 烧得热血沸腾 杨端河却是很淡定的 栏下一名实习生 表示自己要见八十八号技师 洪浪漫 听到来人点名要见洪浪漫 服务生也不敢怠慢 请他们上二楼稍作斗后 而另一边一堆头戴斗笠的人 在树林中狂奔 他们统一着装腰间 记着蓝色腰带 一看就是跆拳道蓝带的五种 带头的刀疤男突然身体一顿 不舍见头 红树木的切面 可以断定这至少是 划进高手才有的水平 而在离战场不远处 刀疤男的手下 也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堵坑 手下当他面挖呀挖呀挖 意外发现坑洞里 居然存放着英雄碎片 从服饰以及战斗情况 他们知道 这便是武当霸剑玄云子 虽然不知道是谁 把武当霸剑砍成这样 但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在周围收集重要线索 没意会手下便在一棵树上 找到了一处 苍天会的秘密标记 在这棵树上手下 没找到玄云子的尸体 只找到一本带写的册子 刀疤男当即翻看 发现这竟然是 他们梦寐以求的炼体制服 不得不说玄云子真是好兄弟 有福同享有难独当 与此同时 天如韵这边 也已经了解了情报 原来这里是位于 三派交界的中立地带 墨京市 这里虽然看似是个足域店 实则是个情报站 其中贩卖情报的组织 名为暗门 虽然是套了足域店的外壳 但杨端河了解过 楼下技师制成是硕士毕业 技术有保障 而面前三个杯子 则是让技师穿不同类型的衣服 白色是女服装 蓝色是谁首付 而面前三个杯子 则是代表情报的不同等级 红色是最下级 蓝色中级 白色则是最上级 在简单思考一番后 杨端河把茶水倒进蓝色杯子 几个呼吸间 小二就跑过来 要给他们点菜 两人鸟语交流一番后 小二转身就跑去核队 没过一会儿 小二告诉他们这事情 楼主要亲自接见 这情况就让杨端河很意外 毕竟只有最上级情报 才有必要去三楼 他和天如运传音此时蹊跷 天如运也立马放出 感知在周围扫了一拳 察觉周围没有杀意后 便随着小二前去三楼会会楼主 到了刀尖 就见一个独眼自称楼主 和他们热情的打招呼 杨端河见状也上前客气客气 只是没料到这个老灯关上门就翻脸 还在桌上亮出了一道 写着十九的姓文 声称自己和十八寨 那可是挚爱亲朋手足兄弟 没加钱 很快几人就听到门外 就有舞者行动的声音 此时的楼主也越来越嚣张 他看杨端和这种段位的人 在服侍一个少年 这让他很肯定 天如运的身份绝对不服 所以他提议只要告诉他面前 少年的身份 他便告知几人十八寨的位置 但对教主这么说话 许凤看出这人是不想活了 但毕竟这是楼主的地盘 他有恃无口 楼主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但谁能料到少年完全不灵魂 右手空中一抓 直接把一名舞者射到手中 紧接着他质问面前的舞者 为何要伴住吃火 只因天如运 从进门开始就认出 这位舞者才是真楼主 旁边的假楼主还想狡辩 但天如运的手劲却越来越大 楼主这会儿就看他太奶 在他眼前一闪一闪 他想求饶 但却发不出声 只能无助的干涵 但正巧的是 门外蹲守的舞者暗号 正好是咳嗽 楼主见状却让他猜猜仙人 到底能跳多高 可惜天如运身边的高手 个个都能一打七 很快就把周围的舞者全部摆掉 既然现场已经拿捏天如运 也放楼主下来一一交代 但楼主身为老油条 一有机会就开始说废话 他表示正所谓找到问题的关键 就是要找到关键的问题 这他妈不是废话吗 在白鸡简单的敲打过后 楼主表面上是老实许 但他私底下却在和假楼主传音 商量着怎么打发了面前的少女 毕竟在他们看来 但是没想到都已经火烧鸡毛了 这两人还在倒 天如运就静静听着两人 在传音中疯狂预判 猜想他们接下来 会有什么样的逆天操作 很快楼主便想到一个不错的死份 他搬出楼下的黄河三鬼 来警告天如运 说黄河三鬼再次此次情报实属无奈 简单来说就是老子大哥 就在楼下你不要布施台决 见这俩智障编了一个 这么拉胯的理由 天如运立马询问旁边的杨端河 但杨端河却在江湖中 对这个黄河三鬼略有二 听闻这些人是北风寨的一群劫匪 在水陆袭击商船 杀害百姓一度被官府通缉悬赏 但这三兄弟后台贼特么硬气 就连当官的都不敢抓他 只因他伯父是大名鼎鼎的黄河霸主 葛吉毛 葛吉毛这人天如运倒是有所听闻 毕竟他还算是邪教联盟中牌的 上号的绝顶高手 虽然性情残暴 但却格外糊涂 曾经一次北风寨玉西葛吉毛 收到消息连夜找到那些人 并在当晚就赶了他们酒服 至此北风寨一战成名人称 虽远必诛 听天如运讲的这人这么的牛逼 楼主也连忙传音就是他们 不光收保护费 还在暗门安插了奸细 希望天如运不要不识抬举 惹怒了我们黄河大哥 说吧他就像模像样的 在地上磕起了头 心想老子都把黄河霸主搬出来 你总不能把我怎么样了吧 天如运自然是听出了他言外之意 随后便回答道 看来你们是有自己的苦衷 那今天我就大发慈悲帮你们一次 于是命白鸡许凤下去把三鬼抓来 见身后两人飞速行动楼主 直接压麻呆住 不是大侠 你这是何意 你之前不是说好要放过我们暗门吗 但天如运只是看向他歪嘴一笑 表示我办事你就放心吧 而在白鸡行动期间 天如运为了打放无聊的时间 他便运转内功右手在身前一转 身后立马有个练死肌肉的少年 当场闹转昏死不去 不得不说隔空索命的手法恐怖如斯 此刻人群中两名奸细还想协商逃跑 下一秒他们就被一股能量当场镇压 看着被镇压的两人楼主人都傻掉 他只好奇少年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找出自己排查了两名半的奸细 但天如运只是表示任何邪恶都将绳之一 很快许凤二人也将三鬼带走 见三胖子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楼主立马请求天如运放了这几位灾心 毕竟这三个家伙自己暗门根本招惹不起 但天如运却不以为然 毕竟暗门的命运和我有半毛钱的关系 楼主听闻震惊两万年 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懂人情事故之人 但这仅仅是开始 天如运接下来就走向胖子解开了他的学位 谁料这胖子不知好歹对着天如运酷酷一顿骂 天如运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 对其耐心的劝告 见其还要指使楼主对自己动手 无奈只能命令手下让他暂时避脉 见少年如此怜香惜玉 即便老二是个死脑精 也看出了天如运是个软世子 他笃定只要闭口不言 必定能活着出去 但谁料旁边的老三却按耐不住 他抢在老二的前面 把龙虎寨的位置说得清清楚楚 而他的要求也十分简单 只求少年能放自己一条生路 但确定了情报没问题后 天如运满意地点了电话 随即就按承诺将他们送入了轮回 得到情报几人也动身前往龙虎寨的反向 但为了避免楼主过得太好 天如运也好意告知 在他们当中其实还残留了一个奸细 希望他们自行排查 划落包间在天如运离开后 立马封锁开始了排查 此时显然非同小可 一旦泄露整个暗门上下 都会隐瞒黄河霸主的情损 可他们不知这只是天如运的缓兵之计 真正的奸细在先前已经被他全部缠住 现在只是延缓他们前去报信的时间 几人向东骑行半日便来到了情报上的水域 在这里几人果然发现一个村落 只是村民都在做拆迁工作十分刻意 杨端和见此情形猜测龙虎寨的人 多半是要进行准 几人摆平 两人三两下的功夫便把几人拍晕带了回来 守卫醒来后也主动交代 他们今日转移是收到了据点被曝光的可靠消息 天如运听闻就有些疑惑 明明自己才是第一批到这里的人 为何消息会提前到达 而对于神医的孙女护卫却不得而知 反倒是对一位身材健硕的女子有些印象 毕竟那可是负债主之前得到的战利品 难不成你们有兴趣 她现在可是负债主的女人了 虽然听起来离谱 但人还是要去救船 得知这些所谓的豪杰全在船上生活 天如运当即就有了一个完美的计划 众所周知渣男西指趟渣女大波浪 为了营救神医的孙女众人翻箱倒柜 终于在一艘小破船上找到一位兽武灵巡的少女 见其和神医有几分相似 他们便打算带其先行离去 可都没等几人下船周围就被大批舞者给围了起来 通过债主的解释杨端和才知晓 这一切全是龙虎债的群套 因为他们在昨天就收到有人可能会来绑架负债主夫人的消息 听到自己打包的人居然是负债主夫人 直接给二人CPU都给干烧了 因为他们记得这人不是被绑架过来的 什么时候变成负债主夫人了 正当二人恍神的功夫 骨瘦如柴的少女突然触发连招 对着白鸡的腰子一顿突刺 好在白鸡眼昆手快迅速拉开距离 仅仅受了点皮外伤 只是没想到神医的孙女居然和这帮人是一伙的 但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要想办法将这位酷死天鹅的女人带走 而一旁的斗笠男却是一个劲的劝刑 毕竟两人就想干翻一船的高手显然不切实际 但魔教之人宁死不去 二人完全不给商量的余地摆开架时就要开干 就在这时一旁的风声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斗笠男刚跑到船边就发现有个人被丢了上 而在月色下还有一人一箭悬浮在那里 这尼玛居然是传说中的御剑之术 只有掌握最上层的轻弓和剑术才能失诊出 而天如运飞在空中也只是为了简单评估一下场下的实力 即便这里人数足足有三百多人 但能称得上能打得在他看来也仅有不如画镜的斗笠男 以及在他身旁的顶级强者 而船上的斗笠男见来人竟然会遇见飞行完全不敢招人 他猜测此人能找到这里多半就是杀死武当大剑之 此刻斗笠男问出心中猜想 你可是击刀六五门的高手 而天如运也从他腰间的蓝色腰带认出了对方身份低声说道 看来你是苍天会的人 斗笠男见少年一眼便认出了自己的身份他大为正解 生怕此人是为了那本炼体之法而来 但天如运此次目的明确 在阳端和简单说明了情况后 他便一把将那位酷似神医的女人抓了出来狠狠问在地上 白姬没收了他的作案工具后 天如运便开始想办法让他们撤离 为了避免这些人伤到身后的人质 他抽出白龙刀在地上划出一道分界线 并告诫所有人只要越过此线 一个自死 见场面有些胶着斗笠男连忙鼓舞士气 表示即便你是顶级强者想带个女人全身而退 显然还是太天真了 天如运文言扑斥一笑 真是鱼姬成项羽你算个几把 见少年不为所动斗笠男只能呼叫债主 让其把那女人的孩子带来以此来威胁对方 但谁料负债主却早有预料把自己的孩子藏在了岸上 无奈两人只能虚张声势 声称只要他们敢动手 自己便立即弄死那女人的小孩 但如果他们放过甘夫人便可自行离去 然而混迹江湖的人都知道 天如运可是江湖上出了名的好脾气 他眼神一寒操纵起飞电就砍死了面前的十几名舞者 但即便如此债主依旧嘴硬 他表示刚才那一声只是警告 只要本债主左手放下 所有人就去杀了那个孩子 然而下一秒一道白光在他眼前一闪过 没想到债主在这么危险的时刻还靠死前两国 看着自己的女朋友掉在地上债主心痛不已 他没想到这小子完全不给面子 可天如运早就窃听了他们的传音知道几人是装枪做事 着实是要看几人想要演到什么时候 此时看清情况的护卫也只能强装镇定 他们哪里知道小孩在什么鸡毛地方 他们看着天如运蹂躏寨主也是束手不测 而身旁的杨端和在这几日的接触下 也对天如运产生了好奇 他不明白为什么每次教主好像都能猜到对方心中存起 难不成是能窥探到对方传音的声音 我只能说窥探声音都不算什么 他身上那个挂材是最牛逼的 而这时候的斗立男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他猜测这种强者肯定是排查附近没有那个气息后才敢如此方式 我天如运谢谢你 真是我的强大全靠你的想象 如今借着对方在教育债主 他便私下传音给手下让其去岸上把孩子带来 如若出现冲突只要把孩子杀死便可 毕竟他们要是收拢神医那么苍天会的大忌铁定会受到阻拌 收到斗立男的命令一件事 他们知道自己必须将这张王炸握在手中 殊不知天如运的窃听大法其实一直在运转 一个个小丑还想给我绣操作 一脚击碎寨主的丹田后 他一个闪身消失在原地 转头的功夫他已经来到船边看向谁里的舞者 既然喜欢游泳嘛就让你们游个够 随即天如运左手在空中一爪 船上的几把铁剑缓缓缓飘浮起来 他盯着几人的方位手掌向前压去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斗立男却突然发起偷袭 他找准天如运运功之际试图干扰他的操作 可就在刀锋即将落下之际 天如运只是随手一挥就给他硬生生弹飞了出去 斗立男士没料到自己和对方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 少年不光有心对付他还顺手把他大部分的部下斩于水下 即便前头的两人及时下水逃过了一劫 但天如运却立马运功并唤了一声杨端河 毕竟断臂狂魔绝不可能给自己留下后患 杨端河踩上飞剑被天如运一整送出 几个呼吸间飞剑就已经到达极限距离开始疯狂颤躲 杨端和心领神会一步跳出30张顺利上岸 这下天如运是不知道斗立男接下来拿什么和自己投 见识到少年的杀法果断众多豪杰已经下得硬起来 只应就刚才的那两招以气欲剑就足以让他们学上一辈子 然而传头的斗立男却偏偏不信心 他还教唆负债主一起联手杀了面前的少年 然而都不等对方回应天如运的刀起就已经朝他飞来 好在斗立男自身也是不如划剑 极限身法才勉强躲过一击 都不等他从地上爬起少年的拜年刀法就要教他做 斗立男实在无处可躲 他横刀仕途硬吃一击 然而最大的力道在瞬间就给他干出了僵职 他本以为近战对自己有利 没想到这个少年刀法居然如此霸道 斗立男自知不敌试图逃跑 正巧这时甲板碎裂让他掉了下去 本以为可以就此钻入水中逃过一击 谁料天如运一股内力给他的身体硬生生拽了起来 如此恐怖的内力斗立男大为震惊 然而一代强者怎会任人宰割 他一个暴气挣脱了束缚 随即在空中飞出数道剑气 众所周知高打低打傻逼 然而话虽如此 但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是徒劳 天如运抽出大刀就施展了鸡刀神武至螺旋升天 一套小连招在空中连的他都下不来 斗立男这才意识到原来在少年眼里满血就是斩杀血 打残了斗立男天如运随时就废了他的丹田 为了避免这人死太快 他把人交给许凤暂时包裹 而他自己则是去收集更多的线索 见少年目光投来所有五指无不仓皇逃窜 可天如运完全不给机会见面就开大 他放出内力操纵地上的宝剑 在体内机器人托马斯的协助下目光锁过 都被他完全锁定 随后天如运双手一握所有飞剑 就在同一时间朝着目标飞去 这么变态地操作这些土包子哪里见面 负债主也是吓得连忙让人砍断铁链分头跑 眼看这些人铁链都砍不断 天如运随手一指一把弃剑就撞断了链截 看着自己的小船远离了那个杀神 负债主还以为自己逃过了一截 可谁料下一秒无数飞剑就在天上汇聚 给他们的小船扎了个底朝天 此刻负债主内心无比懊悔 他不明白自己惹这尊杀神做什么 只可惜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杀光了所有武者几人终于是把事情摆平 然而神医的孙女见到这一幕后 也终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只是不知为何两人总觉得这女人老特么在瞪自己 而另一边上岸的杨端河很快就找到了海 为了避免泄露魔教消息 他无奈只能将见过他里的人全部解决 待他前去和教主会合时 却发现整个船队都已经被击成了 这种效率让他有些震惊 而这时许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们解决了现场便来到附近方便和杨端河会 而看到教主的杨端河下意识扫了一拳 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名绑在树上的断壁哨 外部的人们都叫教主杨过制造器 杨端河看着那个院种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手肘 而在另一边一个酷似神医的女人靠在树上闷闷不愣 杨端河本以为对方是担心孩子才会如此 但对其一顿安抚后解开血位 这女的直接问候天如运祖宗十八代 杨端河人都傻了 可喵的你不想活别拉上我 众所周知 只要没有道德就不会被道德绑架 天如运忙了一急才把这娘们救出 本想着对方至少会心存感激 结果非但没有反到被人一顿臭骂 放平时天如运绝对上去就是一刀 但看在神医的面子上 他还是选择暂时饶他一命 天如运开始对这个智障进行分析 从他一系列偏袒劫匪的行为来看 体内的托马斯判断 就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类被害者会因为陷入极度恐惧 对施暴者产生怜悯 严重起来会让他们认为贼个就是哀气 这尼马就扯了大了 天如运也觉得自己杀了那么多贼人 这娘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而神医孙女也表态 既然是受自己祖母的委托 那只要自己活着就绝不可能让他们如愿 他就要以此来报复面前的少年 然而这智障显然是太看得起自己祖母了 天如运只是看着他冷冷地说道 既然选择以死相逼难 你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而且杨端和也补充 刚才那场混战实在太激烈 出现人员伤亡也是在所难免 如今能把尸体带回也算了 却了老人的心愿 而这时候臭娘妈才意识到 刚才是自己说话太大声了 但天如运杀意已决 他凝聚一股内力都不等他脚面 就给人脖子炼断 看着倒地的女人天如运只能感叹 这场战斗还是魔教伤亡更为惨重 居然也死了 而此时树上的斗笠男骑士早已苏醒 他目睹了全过程怎么都没想到 神医的孙女在这帮人面前居然说杀就杀了 武松的男人路过蔡徐村 可他没走两步就隐隐感觉这村子有些古怪 再看到村口的舞者全都练断了脖子 他立马意识到此地不宜久 于是他打听了一圈甘腹人的下落后 便快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通过拷问斗笠男天如运 也得知了苍天会的组织结构 在苍天会中最高层名为会者 旗下有五位干部分别是天地人阴阳 虽然看似有等级 但五位干部实际上权力相当 其中天主是南宫世家的南宫靖 地主是前些天死透的武当霸解玄云子 其中阴主是唐家三少之一的唐氏三顺 阳主则是河北鹏家鹏无悦 可当问到会长是斗笠男的身体 就有些吃不消了 他只是支支吾吾吐吐了几个字 便没了呼吸 这尼马天如运都无语了 早知道这样先问会长是谁了 但阳端和记得斗笠男 在宴气之前提到了天主二字 而身为天主的南宫靖可大有来头 此人先不说他在苍天会有一席之地 就算在正派武林十七雄中 也是排行老三的存在 属于是实打实的武林高手 最主要这伙当年在讨伐魔教的过程中 当上的破团长打的那叫一个凶 魔教人和他是不共戴天 正当天如运思考如何应对的时候 阳端和突然察觉到一公里外有一笔 等待几秒后一个身影急驰而来 酷斥一下停在了几人面前 少年看着眼前站了一排人 他也陷入深深的遗憾 明明只感觉到两人的气息 怎么他喵的站了一排人 当他看到自己要找的甘夫人 居然睡在地上还不给盖背 酷似武松的少年突然就怒了 他拔出四十米大刀就要给白鸡烟了 但阳端和的动作却是快他一步 挡下攻击后 阳端和接左手日式冲拳 试图打进他的内心 但少年显然有备而来 他掏出副武器凭他的伤害轻松化解 殊不知这一举动 却是让阳端和看出了端影 虽然江湖中五大高手的功法各有不同 但用双手剑的人只此一位 其中第一位是正派武林盟盟主北正高礼物 第二位就是上任魔教教主 手持双手剑号称中原十八的王拳 听闻水路原本有三十斩 结果不知道哪个活跌弦的蛋疼去惹王拳 还害他丧气 惹得王拳一怒之下 让三千水贼一起下了王拳 自那以后王拳惹怒了正邪两派被一路追杀 但却在几次战斗后没了消息 阳端和看这小子就有点酷似王拳 而少年听阳端和分析的头头是道 也有些汗流加倍 毕竟那位大佬交代他不到危机时刻 千万不要使出双大剑 没想到自己刚装个B就给暴露 眼看身份暴露外加甘夫人已经投胎 少年直接决定转身开溜先走为妙 但白姬却紧追不舍连续施展 招牌5G窝心脚踢的对方直呼卧槽 然而少年的嘴比他的刀印 手都被踢得发倒 还要补一句也不过如此 正所谓装逼如风 庞弹无声 这么帅的脸不装可惜了 随即他双手交叉 便要让白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事 他一个暴气就制造出大量的烟雾 下一秒他就开着二档 朝着树林一路狂奔 众所周之装最帅的B就会挨最毒的打 这条铁律放哪里都通用 先前少年就意外撞见天如运小队出手偷袭 谁料对方身边全是高手 三两下的功夫就给他踢得手脚发麻 少年自知不敌打算逃跑 但临走之际他却装出一副 要打出一刀999的气势 吓得白姬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趁着烟雾少年是头也不回的 就往树林里转 本以为这样也能像以往一般逃过一劫 没想到天如运早就看穿了他的逃跑路径 一步就倒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 眼见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少年只能使出无双剑决 第三是双剑划铲 照着天如运就卡了上去 然而自己的最强一击却被对方一掌轻松化解 见天如运是要单手操作自己 少年一鼓作气向剑身注入更多的内力 然而这种行为就如同五大狼驱卡带衫 不知深浅 天如运庞大的内功储量 只是微微发力就把双剑控制了下 毕竟再这么吹下去 自己就要被吹感冒 而此时的少年也是汗流加倍 因为他在天如运的身上 感受到堪比武双刀大人的实力 然而只是谎神的功夫 天如运一个脑瓜崩已经打在他的额头 一下就给他干飞了出去 在翻滚了两圈半后 少年虽然稳住身形 但仅仅坚挺两秒半 他就两眼一黑晕厥了过去 此时天如运走来正欲发动处决动画 却被杨端和告知此人身份并不简单 只因少年的双刀 让他想起多年前被正邪两派排挤了一位高手 既然事出有阴天如运也认为要调查清楚再做决定 于是在点了学后杨端和便领去审问 但少年醒来几人便为了少人 少年看清形势二话不说 祭出自己的绝招 他大声呼喊大侠饶命惊的杨端和一时间哑口无言 毕竟武林中人都是心高气傲 能轻易求饶的人也属实少见 但少年却表示不敢苟头 天地间最重要的就是生命 面子什么的对自己完全不重要 但想活命杨端和还得调查清楚他的底细 在得知此人叫王奔后 天如运就隐约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毕竟施展武双剑还姓王的人多半就是那人的徒童 而从少年口中杨端和才得知 原来他是为剑神医孙女而来 剑女人死在他们旁边 他才把几人认作凶手 不此才出手 但杨端和却表示事实并非如此 为了洗清嫌疑他让许凤抱出孩子 并表示自己是奉他祖母之命前来营救 但甘美羊意外落入奸人社的陷阱不幸身亡 在杨端和一番奥斯卡级别的演技下 王奔甚至觉得自己才是那个该死的罪人 而王奔这次来找甘美羊 其实为了只是一副药 从王奔的解释众人得知 原来王奔身边一直有个身患顽疾的妹妹 名为王八天 然而见过他的大夫对这个病都束手不测 但奇怪的是甘美羊开的药却有奇效 能直接让他妹的病情有所缓解 杨端和还以为甘美羊多少有点医术传承 但许凤却无意间一语道破玄机 这种情况他怀疑那甘美羊给的多半只是部落分 此刻王奔本不打算再说下去 但在天如运的逼迫下他只能道出尸请 原来他妹妹得的不是普通的绝症 而是武林中最狠的九阴绝脉 听说得了这种病狗见了都摇头 是传说中的不治之症 传闻身患九阴绝脉的人内功更是吊炸天 因为他们与生俱来就会在体内产生阴气 从而获得超越极限的阴气内力 但同时也会因为阴气让其自身被寒气折磨 虽然这种折磨不会让人身亡 但这类人依旧活不过20岁 因为不断增长的阴气 会让患上九阴绝脉之人出现阴阳失衡 导致躯体无法承受最终被这股阴气所反噬 闻炎天如运便让托马斯检索这种病的解决方案 但未来科技的库中却对此没有治疗的案例 如今甘美羊已经身亡 而自己妹妹的病又越发严重 王奔也只能祈求阳端和口中的那位祖母也是一名医士 然而能得九阴绝脉天如运确信这对兄妹的背景绝不简单 而且此人还掌握五双剑的剑法铁定也和王全有什么关系 于是二人便打算卖他一个人情 告知王全那泼妇的祖母医术也是牛的一匹 只要有口气都能给你救活 然而就在此时山林中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 几人转头看去立马赶到一股寒气扑面来 天如运还在思考是哪个小鼻仔子空调开这么低的时候 王奔急忙解释这是自己妹妹在治冷 而且再不阻止她妹 情况就会变得很危险 闻听此言天如运二话不说便解开了王奔身上的穴位 并让其在前面带露 几人狂奔两分半突然进入了一片极寒之地 而在路远处就见一女子化身治冷机器在那哭哭发落 而她就是王奔口中的九阴绝脉狂霸 武林中罕见体质除了先天恋无体只剩九阴绝脉最为棘手 这种人因为体内寒气的缘故获得强大内功的同时 也会被体内寒气侵蚀造成伤害 就在上级王奔的妹妹突然发作 王奔见状本打算用嘴盾唤醒妹妹 谁料她妹已经失去理智 回头就给她抓住死死控在原地 王奔本打算强行挣脱 没想到她妹还会自动防御给平位尽数挡架 眼见王霸天就要给王奔控到死 好在天如运及时出手打断其尸法 并试图对霸天的心脉进行点血 没承详九阴绝脉的战斗系统出奇的智能 轻轻松松就在天如运的指尖前方结出一道冰墙 见此情形天如运都有些诧异 她没想到尽管失去理智的人操纵内力居然还这么明白 于是她注入更多内力试图击穿冰层 然而霸天却不给机会 收回左手一掌给天如运干飞了出去 虽然这一掌让天如运滑行数十米 但同时也让被控住的王奔借此解放 白姬救下王奔后开始为其疗伤 天如运感受到少女的内力 也从身后抽出了白龙刀准备硬杠 然而少女只是吹着寒风内力 却在呼吸间又提升了一个等级 步入T0级别的九阴绝脉 换作普通舞者绝对被干的稀罪 但天如运已经步入玄境能干翻她的人少之右手 只是没想到少女虽然境界不及 但奈何她抬手就是无限火力 瞬间无数冰锥在空中凝结 情况不妙 天如运立马让托马斯为其分析冰锥路线 有了托马斯的帮助天如运根据路线砍的冰锥直逼而来 少女见状也加快CD放出更多冰锥 然而天如运却在抵挡的过程中发现一样 因为这些冰块中竟然没感受到一丝的真气 也就意味着这人的技能只是须有其表单纯的火力 见天如运的距离已经不足十米 霸天靠着强悍内力瞬间截出冰墙挡在周围 但没有真气的技能天如运的刀可以说是消铁如你 一刀就将其轻松划开 并快速靠近对霸天的经脉进行点穴 然而天如运用出了七成的功力 居然只能勉强压制住霸天的阴气 为了保险起见他补了几道穴位终于是稳住了情况 但即便如此天如运内心也感觉此女有些太过急声 制服了霸天天如运注意到王奔的洞上 本想着先为其处理 但霸天的情况却突然恶化 由于刚才锁了对方的穴位导致其阴气开始乱窜 于是天如运也没时间解释 连忙带人就要回城给神医救治 几人赶路半日终于回到天魔神教 从众人口号中王奔才得知身前之人居然是魔教教主 然而天如运也没时间理会扛着霸天就去见神医 但不巧文家先行打来 见他扛着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文家有些吃醋 但救人要紧文家也从许凤传音得知了来龙去脉 虽说九阴绝脉神医之前有过接触 但这种病却没有成功的治疗案例 那件事还要源自神医三十年前遇到的那位患者 那是神医首次接触九阴绝脉 由于这种病只会出现在专注修炼内功的武林高手子女的身上 所以在这世间也是极为罕见 当年就有两套方案可以说是理论可信 第一是找到一位内力强悍的高手强行打通其经脉 要求此人的阳气必须强过少女体内的阴气 如今神医的所有人脉中只有少林方丈救驱大师能够胜任 因为他是目前最强的那家高手 但即便如此当年患上九阴绝脉的女人 却因为自身经脉无法承受当场死亡 自此以后救驱大师也因为自责辞去了方丈的质问 然而第二种办法则是找阳气强大之人进行阴阳调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然注入阳气 最大限度减少经脉的刺激 虽然教主的阳气和那位抖音博主漫画小帅相比是差别 但现在救人要紧也没太多时间犹豫 可就在这时屋外一股扑面的杀气让天如运心头一挤 因为这股气息居然比霸天当时的战役还要浓郁 不知是哪位不速之客突然到来 五双刀的王拳是武林中公认的王者达野 刚偷吃完六鸟的他归来竟发现家被人偷了 一路之下他寻着味道狂奔三天三夜 终于在鸡脚嘎拉找到了这个叫天魔神教的地方 此时被偷家的王拳已经怒火中烧 刚打算进去寻找却被两个虎将拦在门外 虎将就是虎 我王拳哥的面子是一点不给 一路之下王拳身法一动就送俩人一人一道学位 两人瞬间就在王拳的金手指下晕了过去 然而天魔神教不仰横逼 其余人见王拳的执法纷纷跃跃欲试 然而王拳的金手指早在日服有过身脏 一队多已经不像当年那么力不从心 三两下的功夫面前几人轻松拿捏 见来人如此霸道队长下令全军出击 然而王拳却也不再掩饰 只见他轻喝一声爆发出浑身内力朝着众人走来 他不明白这天魔神教竟然如此不讲道理 绑架了人子女还敢如此嚣张 队长也索性丢掉大脑说干就干 眼看武者逼近王拳指尖也快速滑动 只见他在身前做出上上下下左右左右的指令 面前武者的宝剑瞬间就被一股内力拽走悬浮在天空之上 众人这才意识到面前之人居然当场开挂 队长也毫不避讳怒斥挂臂没有马 然而王拳毫不理会两指一点 怒吼一声通通给我坐下 瞬间天上宝剑就朝着下方武者齐齐扎去 我就好奇了这些武者都智障了 居然驮成一团生怕人扎不死他们 与此同时天如运在医务室也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战意 胆知此人境界不低他便交代几人留守 自己独自冲向大门 殊不知此时的王拳已经在外门杀超神了 正当剑锋即将扎到这些武者之际 所有宝剑竟然在空中突然停住 随后便开始疯狂颤抖 此时王拳的内心也只一阵 因为他明显感觉这是有人在轻视自己的真气 王拳很快注意到一旁走来的少年 见其缓缓走来手上还有运工的姿势 他立马猜想是这位少年所为 只不过这种内力出现在一位少年身上 让王拳有些不敢置信 然而天如运只是数息间 就让托马斯协助自己将宝剑上的真气全部替换 并在第一时间锁定王拳为目标 随着他手掌一握所有飞剑立马掉头 朝着王拳的方向指了过去 这一行为虽然没有造成实质的伤害 但在高手之间这已经算分出了胜负 接下来已经没有站下去的必要 王拳目光落在天如运的身上 他好奇这个只有若冠之年的少年到底是什么身份 然而这个问题刚升起所有武将 便在认出天如运的瞬间 立马跪下高声呼喊拜见教主 这时候王拳才想起江湖传闻的魔教教主 确实是特别年轻 见教主清灵队长也上前禀报 他说就是门口这点毛不光打伤手下 还离谱的要我们给他生出一对子女 天如运闻言也有些疑惑 但这时间来索要子女的他猜测也只有王拳 见天如运第一时间就认出了他 王拳甚至有些佩服这教主的眼力 考虑到天魔神教的手下一个个虎的一批 想必这个教主也不是等闲之辈 如若苦战必定讨不到半点便宜 于是他索性谢去内力和天如运来一场舌战 见来人突然恭敬起来 天如运手上内力也是潇洒一手 所有宝剑不再控制并安排部下全去疗伤 得知自己倒地的部下仅仅只是昏迷还无人死亡 天如运才对这个王拳有点好感 两人一番交流王拳才明白 天如运其实是一番好意才出手压制寒气 都不等两人客套情况突发变过 只见从教派医务室的方向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只是树西间路过的建筑就已经结霜 如此强的寒气天如运顿感大事不妙 他喊上王拳直冲医务室的方向 然而此时的衣物室已经寒气逼人 石杖之内的范围已经全部结冰 不及划镜的许凤竟然连靠镜都会受损 最恐怖的是这种体质失控每次都是无限火力模式 难度堪比末日人机 随着九英绝脉再度失控 霸天的无限火力模式也再次回归 然而文家二人刚想上前阻止 王霸天随头打出的碎冰冰却已经迎面洗 好在文家二人早有预料一个闪身及时躲 文家想用崩尾掌试霸天的水平 谁料进入托管模式的霸天 简直石头人覆底 挡下攻击的瞬间反手就丢出不解释连招 这就好比你出张三对面甩你两钉二 简直就是抽象 文家被突如其来的狂踪拍得措手不及 都没等几人缓过神 他们的周围居然又开始凝结出冰锥 紧接着随着霸天的手势一招 无数冰锥又猛攻而来 文家知道战斗已经无法避免 刚欲打出掌气面前的冰块却是突然停顿 回头查看才发现是自己老公前来救场 此时的王权对自己的执法是非常满意 紧接着他就将目光落在自己女儿身上 简单思索后便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尽管九阴绝脉挂机战斗在第一时间竖起了冰墙 但王权的功力惊人瞬间就破开了冰墙防御 来到霸天身前开始点穴 可此时的霸天的内力惊人 王权刚点下的穴位霸天瞬间就能崩开一半 无奈王权只能加快手速来回点了700多下 终于是强行稳住霸天的情况 不得不说现在霸天的情况属实严重 感觉难度堪比他当年在木叶村封印九尾 可尽管暂时阻断了霸天体内的寒气运行 但寒气不出霸天迟早冻死 眼看王权这小垃圾已经束手无策 神医终于是站了出来 他上前给霸天把脉让身边的王权放心 该吃吃该喝喝别这么紧张 因为正常来说你女儿必死 王权闻言人都要裂开了 他逮住这个肌肉老太婆就酷酷骂 但当他得知面前之人是传说中的神医后 突然觉得老太婆还他喵得有几分神圣 但如今就霸天的办法只有阴阳交合 王权自然不想走这步 然而文家也是不愿意天如运多个老婆 最主要是天如运更是不愿 毕竟多出来的女人和子嗣 又有可能会出现六宗内斗的情况 最主要这是到阳气强大之人又格外罕见 除了就绪大师和天如运之外 只剩下在抖音闭关的漫画小帅前辈 文家建议是请前辈出手 代替天如行阴阳交合之事 神医也单方面表示赞成这个想法 只不过现在时间紧迫 霸天可能等不到小帅前辈打来就已死亡 在一番纠结后 王权只能恳请天如运出手相救 仿佛看出了天如运身上的纠结 文家表示这种情况自己可以理解 既然你可以理解天如运 就顺着意思理解理解 于是他也果断答应王权 并表示这种艰巨的任务 就让天某亲自完成 此时最强辽机神医也是露出焦急的神色 让天如运快快更一开始战斗 但此时文家脸上却是露出三分忧郁 三分迷茫四分吃了食的表情 但是到如今已经是剑在弦上不得不舍 神医看天如运年纪轻轻的 随口就传授了他几个曾经的战斗姿态 让天如运自行体会后也独自退去 看神医溜得那么快 天如运此时还没意识到情况的严重 他把霸天抱进自己的总统套房后 便开始做打针钱的准备 但都不等他解开皮带 此女的身上竟然噼噼啪啪传来一顿爆响 紧接着身上穴位顺着经脉快速崩开 只是呼吸间一股内力便直冲而来 硬生生给天如运壁咚在天花板之上 瞬间套房内就传出两人扑克的碰撞声 激战的猛烈程度仿佛屋子都要撞散架 几人本以为这俩人玩得震撼 谁知下一秒屋内居然诡异地传来一股极寒的阴气 瞬间让周围的温度降到零度之下 九阴绝脉的治疗绝对是对一个男人的真正考验 因为阴阳交和只有阳气强大之人才能强行将气打通 但是天如运常年修炼摩扬功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待大伙都退去天如运迅速将霸天带入总统套房 随后迅速换好治疗前的准备 再迅速活动了一下指关节 然而天如运刚想动手 霸天的托管模式又再次上前 他崩开身上的穴位就给天如运摁在天花板上摩擦 但这死动静却是让外人误以为两人战斗的 直到屋子里酷酷冒寒气大火才意识到情况也却不妙 许凤刚遇上前查探却被最强辽机神医拦下 因为治疗九阴绝迈绝对不能让外人打扰 而且这种程度的寒气还伤不到教主顶多让他感到冰寒 果然在一顿框框的大动作后屋内归于平静 紧接着就传出女人的惨叫 神医都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办事居然如此笑 仅仅两分半就把事情办得如此漂亮 然而此时的天如运的情况却是不太理想 因为九阴绝迈的寒气诡异无比 居然会顺着他的作案工具逆流而上 随着体温的下降 天如运也感觉这寒气有些棘手 好在他体内还有一股天魔可以帮他分食入侵的寒气 自己可以借此间隙加大阳气疯狂输出 然而有了阳气的摄入霸天的气色立马就有了好转 但天如运浇完工粮却变得有些虚弱 虽然寒气入体托马斯的持续加热可以有所缓解 但他知道不排除寒气身体迟早会搞出问题 为了避免寒气影响到自己好兄弟迪克 天如运当下就决定要打坐炼花 时间仅仅过去两分半套行内再次生出异样 在一股浓郁的寒气传出后整个屋子轰然炸开 在爆炸中心天如运直挺挺的出现在那 而且情况目测还出现黑化的迹象 王全上前试图用嘴盾稳住天如运的情况 谁料天如运反手就赏给他一击大逼斗 好在王全及时挣刀把这道攻击弹开 只不过这道攻击下一秒就冲向了王奔的方向 真是不辞子向王奔直呼谢谢 王全见天如运双眼无神多半快失去理智 为了避免误伤到自己女儿王全决定拽着天如运强行离开 但天如运潜意识出手也十分恐怖 每次还手都是招招致命 无奈王全也只能掏出压箱底的功夫 也就是传说中的霍拉拉大法常是无伤转移 可他包裹的真气刚用力一转 竟然意外激活了天如运的战斗状态 随手一个暴气就给王全的霍拉拉大反正的吸气 王全瞬间感觉巴比皮尔 因为江湖传闻黑化强识被洗白若三分 众所周知黑化强识被洗白若三分 为了治疗九阴绝脉 天如运通过兄弟迪克吸收了太多的寒气 竟然出现了走火入魔的迹象 随后又在王全的牵移大法中被意外激怒开启了暴走模式 然而面对魔教最强战力的重拳 王全也不是傻逼自然不会去应接 但即便他闪逼拉满天如运的小拳拳可谓是拳拳暴击十分吓人 考虑到天如运这种破坏力 王全打算先用走位拉着对方到安全区域再做打算 但入魔的天如运却是虚空一爪 直接从废墟中就召回他的白龙刀问问他刮宝不宝树 这一举动吓得王全菊花一紧 他大吼一声王奔的名字也召唤了一把大刀 可刚接住大刀天如运宝树刀法就已经砍了 虽然没有之前的那种剑气的压迫 但王全却发现这小子的刀上居然也酷酷冒含气 看到这类情况王全已经猜得十之八九 多半就是没及时将吸收的含气排出体外 体内的阴阳冲突导致的走火入魔 都震碎大片的地面 冲击波竟然还能将不会功夫的神医直接干费 好在许凤健壮带着神医快速转移 而王全这边也格外棘手 因为天如运原本的境界就和他不相上下 现在对方身上还多了一个含气吧 就算拼上权力也未必能赢 最主要现在天如运的表现和九阴绝脉失控的时候一模一样 此刻王全知道自己已经叠武选择 如今自己已经是这分部的最强战力 他不得不战 于是他伸手换了身王奔准备应声 王奔迅速把第二把大刀丢了出去 紧接着王全右手操纵真气凭空一准 那把大刀竟然刀锋向下直直朝着天如运的身体扎去 所有人都没想到王全竟然试图杀死天如运来化解这次危机 此刻文家二人才反应过来出声阻止 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就在大刀即将刺到天如运的时候 一把黑色铁剑居然凭空组装 硬生生挡在了突袭而来的大刀身前 所有人看到这把黑红的宝剑都傻眼了 这他喵的什么羁霸玩意儿 就连王全都没想到天如运入魔了还留有后手 原本担心天如运的众人看到天魔剑的那一刻 竟然开始为王全暗暗祈祷 只因左手白龙刀右手天魔剑才是教主的完全形态 只能说王全哥该装的也装了 一路走好 王全和儿子的武魂融合自竟然拂出天如运左刀右剑的完全形态 只不过天如运掏出天魔剑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知道面前的王哥已经离死不远了 最主要这次左右双武器居然还散发着两股相反的气息 这在武林中也是屌炸天 因为对方就同时拥有两种属性攻击 如果是一兵一火那就是兵火两重天 我的好兄弟敌克体验过这个套餐 简直是痛不欲生 而身为武林高手的王全更清楚这招的威力 此刻他已经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但奇怪的是在气息暴涨过后 天如运身上入魔的情况居然有了收敛 等天如运缓过神 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手握双刀好似在追着某人看 他只记得自己之前在尝试炼化体内寒气 由于治疗九阴绝脉放出天魔来分担 让他吞下了大量寒气 没成想这个天魔有自己的想法 吞下寒气后始终不松口 导致寒气无法排除 或于无奈天如运才强行运功进行抵抗 谁料两股气息一碰撞天如运的经脉险些裂开 尽管托马斯一直在帮他恢复受损的脏气 但这也只能暂时缓解他暴毙的速度 于是天如运破釜沉舟 决定让两股气息在体内共存 可就在调戏的期间 天如运无意间进入了妄无状态 结果就出现之前入魔的情况 只是待他再次清醒 就已经追着王哥坎的一路 可天如运刚想道谢他的身体又出现一样 紧接着他手中的剑刚也开始变得混乱 也就是黑色剑刚上浇杂着薄薄的寒气 这么诡异的情况 天如运本人都是第一次剑 他只感觉体内的两股能量在快速融合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是 这种情况王拳剑的都有些汗流加倍 他也是第一次剑能将两股对冲的气息完全吸收之人 虽然他看不到天如运体内变化 但他能感觉到这个教主的气息正在快速暴涨 但小帅看来这王拳就是个土包子 这就好比我平时开水里面加冰块 不也能融合成一瓶常温水了 只是天如运融合之后 气息瞬间就来到了一种吓人的高度 只是这个气息还在攀升 就连王拳都有些好奇面前 这教主会到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而进入感悟状态 天如运也随之松开了手中的武器 坐在地上对刚才的融合进行感悟 在他周围细小的小石子 被他的气息带动在周身缓缓旋转 并且身体外围还隐隐散发出细微天魔气息 见到这种情况 是个人都知道这是步入心境界的预兆 而他的部下也自行组织开始为天如运护回 另一边神医摸了一下霸天的脉搏也是吓了一跳 他本以为这个九阴绝脉会和上一个患者一样当场暴 结果天如运一针就给人扎好了 属实让他这个神医都有些佩服 虽然霸天已经没有大碍 但为了保险起见神医 还是要抱他去普通病房观察机 既然自己女儿已经没有威胁 王权也默默来到天如运周围加入了护法大队 虽然这是魔教分布不会有太大威胁 但王权这个五大高手之一的人加入其中也算是场面拉门 此刻天如运的气息迎来再一次暴涨 众人在这股气息中感觉到非常刺骨的冰寒之气 紧接着散发的气息在一阵膨胀之后 天如运的附近出现了一股恐怖的犀利 原本散发的气息被这股力量旋风吸入 几个呼吸间天如运体内的气息就已经到达饱和 紧接着他的身体竟然在旋风中缓缓飘浮起来 随后皮肤上出现细小的裂痕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蔓延 接连不断的咔咔声让部下都有些诧异 但此刻王权确实很淡定 因为这是只有顶尖高手的感悟才能出现的迹象 那便是极其罕见的脱胎换骨 国教教主融合了九阴寒气 他的身体再一次迎来褪眠 而脱胎换骨之后天如运不光颜值便帅 就连气场都收敛成一个普通人一般 要不是王权感觉不到天如运的舞者气息 他是怎么都不敢相信真有人能步入反谱归真的境界 在众人恭喜天如运成功蜕变后 王权提议要和天如运切磋一番世事水平 而天如运不巧也正有此意 他续空一抓召回专武白龙刀后 便和王权赶往魔教封锁的谷门平原进行敌武 由于教主的功法是魔教的最高机密 魔教下令十公里内所有人不得入内 而两人火拼天如运也是拿出了六七成的实力 碰撞的冲击波阵的边缘舞者都有些汗流加倍 面对王权天如运手持天魔剑是酷酷狂吓 他丝毫不担心王权哥会招架不住 而王权采用乌龟战法大刀一交叉 就跟个铁王八一样完全攻不进去 属实让天如运也感受了一次什么叫赖皮 然而王权这套乌龟战法专为克制天如运的快刀 考虑到天如运的剑法优势在于他的变速和快速突进 所以王权始终不敢让天如运拉开距离 因为那样他的招式就会变得变化莫测威胁极大 最主要王权前些日子就伤还未痊愈 自知手握大剑不宜久战 于是他心意横便要速战速决一招定胜夫 找准时机突然加速断钢闪 瞬间就划过天如运的身体 身为五大高手之一 死在他这招之下的人没有一千也有两千 甚至感觉根本没必要回头查看天如运的惨状 毕竟硬吃这招的人通常不是身负重伤 就是暴毙而亡 然而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回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自己在这一阴半天 其实连毛都没砍吧 而死时的天如运已经从他视野盲去一剑袭来 这便是天魔剑弓的恐怖巨处 就是利用剑招上的速度争取出快人一剑的绝杀机会 但王权哪有见过真正的魔教传者 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留给他的只有从心摇号的机会 但天如运此刻却是放慢了速度 让王权挡下了本该致命的异己 感觉360度全是破绽 因为天如运的身法搭配上天魔剑弓可谓是诡异至极 不经意间给他牛牛割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王权的每次出手都打在天如运的虚影上 这种情况还尼马抽空出来调戏我王哥 真是大胆 见王权有些红温天如运一步来到空中 并利用小学的物理知识左脚踩右脚成功实现空中悬浮 见到天如运居然掌握着这江湖中最强轻弓之一的踢云座 王权也只能感慨自己和挂臂的差距不是一心半点 紧接着天如运虚空一踩速度猛然提升朝着他俯冲而下 王权终于见到了天如运手中第一个向人打出来的操作 索性调动全身内力赢了上去 刀剑碰撞的瞬间地面崩溃崩飞大量力 双方比武一点到为止平局而落 不得不说我们天如运高情伤了 没给王权哥搞得太难看 然而王权其实也留着压箱底的绝招没有试着 他从头到尾就是想感受一次融合了九阴寒气后的心当 只不过天如运几次三番告诫王哥会被打住院 但我王哥不见大招死不瞑目 既然如此天如运便让你占个痛快 众所周知天如运是魔教里情伤最高的男人 两人的比武中他的放海行为是给足了王权练 但王权却是心有不甘非要看看天如运的极限 劝说无果后天如运只能收起武器 并只为剑直接施展的冰封万里 此刻王权脚下的地面突然快速结冰 而且在迅速蔓延 这便是天如运新掌握的真气属性 紧接着随着他心念一动 一把把冰刀在空中逐渐凝结 这操作看得王权大吃一惊 这居然是复刻了他女儿失控后的同款招式 天如运给面前的冰刀快速排台 紧接着手臂一挥所有冰刀便一拥而上 只不过王权刚做好接招的准备 天如运确实将冰块都定在空中 只因这种程度的招式不过是给王权过个目 因为相比第二个感悟 这个冰刀简直不值一提 最主要天如运觉得第一招打不负这个装逼难 索性跳过第一环节 在王权的疑惑中天如运快速调动内力 在空中凝结出更锋利的冰剑 相比第一次的黑色冰霜 这次的冰剑更大更长也更锋利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兰发动招式 只能勉强维持半刻钟 所以时间宝贵王哥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好了 话音当落天如运就已经一直点出 这次的冰剑数量有了聚分 冰剑铺天带地砸得王权的位置框框小 王权也是头铁东尼玛火力覆盖的他战里面应接 结果不出所料被做的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王权自从称霸后从没有过这么委屈 他就感觉自己被十几个高手为偶完全不给喘息的机会 仅仅过了几十秒王权人都要疯了 因为这次不光亮大管宝 而且有些剑自己离谱的会施染剑招 最扯淡的是这些剑招还完全不同 有些他剑都没见过 此刻天如运就站在不远处酷酷造兵 而托马斯也会调动天如运的真气进入兵剑进行操作 简直是给王权围在阵法里造 此时王权还特么惦记着施展自己的绝招呢 可惜的是他四面受敌根本没机会让他用 多半他的大招还是个独条技能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两分半 王权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但天如运站在不远处还想劝说王权再玩一会儿 毕竟开一次技能可他喵的好玩了 只可惜王权好像是真的站不动 他刀都不要了就跪在地上大口喘气 他不知道这种怪物到底要怎么办 看王权类的和狗一样 天如运还好心问到王哥还玩吗 这里我就要批评一下天如运了 王哥天生要强你得给他台阶下眼 比如你问他行不行啊细口 王哥绝对谢谢你 此刻王哥一语不发还疯狂摇头 显然是觉得你这招式在他眼里也不过如此 但他还是礼貌性地站起来 并表示你是个强劲的对手 不愧是我王哥有大格局 每次离开都会装作轻松的样子 此刻鸡刀六五门那边李柏爆炸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台上的黑衣人对部下的工作十分不满 这次不光折地还连大人的遗物都没能带回 最离谱的是这帮人带了150人去围剿苍天会不到40人 结果最后无人生还 属于是撒把米在键盘上鸡都比你们会玩 但好在部下带来了鸡刀门刀主转交的书信 上面的鬼话符指向的是一个地址 从黑衣人的情绪来看 这绝对是对鸡刀门有重大意义的情况 而且这次他要本人出战横扫一切 众所周知鸡刀门的成分十分复杂 手下的拼多多功法就算没有先祖传承 也照样可以锤烂大部分塑料世家 为了能完成鸡刀门的大计 刀门门主果断派出人称杀戮机器的鸡可哥出战 与此同时神医收到一个道夫的快递也是伤心欲绝 因为里面躺着的是他为数不多的孙女恋爱脑 从阳端和口中神医得知了当时苍天会的残人手 于是一怒之下便录了一下 自从霸天苏醒后 王权也极力撮合女儿和天如运的婚姻大事 但都被霸天反对 虽然天如运的条件确实不错 但那个未曾露面的小帅也挺让人心动 要是选起来确实让人有些难以决定 霸天感觉不如先追随天如运来的实在 不光可以了解天如运的人品还可以有魔教庇谱 不再被正邪两派追的血妈都不认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权闻言感觉有道理 于是带着子女立马加入了天如运的队伍 并表示霸天的事情还是日后再谈 另一边炎长老已经收集完材料赶回了分部 先前天如运就担心神医不给天有宗治疗 便谎称自己有个朋友得了一个怪病走火入魔后 不光莫拿拿藤还昏迷不醒 神医从多年行医的经验分析 这就是得了罕见的痔疮 并为其开出了详细的药房 得到药房炎长老便被派去收集材料 如今万事俱备只需处理完神医之事便可回程 但这时候支部长却突然求见 在他身后尾随的神秘人引起了天如运的注意 果不其然黑衣人是魔教暗宗的情报人员 他告知天如运此刻一批人正在赶往十万大山 请教主速速赶回 暗宗出动显然怀疑那边情况紧急 于是神医孙女的葬礼也只能暂时打包 并承诺他回城后必定风光大葬才勉强答应 但队伍走了两天半 黑衣人又再次出现 他看到天如运逛街班的速度人都要劣坛 于是只能告知教主人家皇族都快到主城了 他妈快些吧 这下天如运才有了紧迫感赶忙先行一步 眼看皇家部队只剩两天矫程 天如运只能一路施展风神部在林中狂奔 狂奔了两天在距离主城不到二十里的位置 他发现了大片五指气息 停下查看才发现这一片居然是皇家队伍 而且所有的步兵都是练武之人 眼看距离不远天如运继续赶路 殊不知此时魔教北门之上的还长老已经焦头烂了 而大护法更是急得用风神部平凡位移缓解焦虑 毕竟皇家队伍到了魔教教主都不现身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快速逼近 这人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高速移动 还一本以为是出现敌血 刚想拉响全城警戒却被旁边的大护法安下 因为他认出了这股气息源于教主 然而以教主的速度很快就来到主城附近 可城池一公里皆为大平地 想要悄无声息地进入城中显然不切实际 于是天如运只能再次施展绝技 一不起飞碰的一声去到六十米高空 可几个呼吸间都不见教主有下落迹象 这时候二人才认出这居然是 剑尊大老牛顿创造的左右脚踢云座 随后天如运拔出白龙刀一把甩出 踩着大刀竟然开始预见飞行 这种提升速度实在太恐怖 大护法都没想到仅仅两月不见 教主居然连预见飞行都已经有所掌握 看着教主骑着剑在自己眼前一闪 两个走地机也赶忙追了上去 而天上的天如运也好似有所察觉 见二人赶来便落在内城和他们会合 见面后得知了来人的情况 天如运立马召集了长老会面 并以刚出关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 和李现身后天如运便带着众人 去北门迎接皇家部队的盗乱 没议会地面就开始震动 而在远处皇家大气逐渐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皇家大军为了震慑魔教 直接率领九万大军兵分九万路直冲魔教城门下 可魔教刁民毫不理会 一个个冷静的一批好似经历过二战 带头武将上来就亮出身份 自称自己是南镇府司的萧云 让魔教刁民速速来见 这么嚣张的态度 天如运也好奇南镇府司是个什么东西 于是他让皇一百度了一下才知晓 这会原来是皇帝身边的打手 就是人们口中的锦衣卫 只不过由皇帝亲自指派 导致这帮人全力滔天屌的一批 能安排这种人护驾 今天的不速之客来头肯定不行 果然没一会儿宝马车的引擎盖 就被两个小兵撬开 里面缓缓走出一人手里 竟然捧着酷似圣旨的东西 这时附近的武将统一下跪不敢抬头 但魔教之人却是一个个哼着小曲若无其事 这尼玛见圣旨都不下跪 难不成是要造反 而魔教人也是奇了怪了 圣旨是个什么东西 一天到晚跪跪跪 我跪迷母 眼看萧云这边场面有点失控 身后的胖子立马走上前 朗诵了一篇名为我的皇帝父亲的小作文 当过皇帝的朋友都知道 皇帝的儿子统称是皇子 但这和我们魔教有毛关系 眼看魔教之人 有言不敬皇子有点破坊 他指着天如运就酷酷骂 毕竟在宫里就没见过有人敢这样面对自己 无不是低头哈腰生怕惹到自己这个皇子 而且在他看来面前这教主和凡人一模一样 没有一丝的真气流动 简直弱的一批 在他看来教主都这个尿性手下必定都是小垃圾 于是他就肆无忌惮地把旁边红眼病和蒙面娼将当狗一样去 只是瞬间就点炸了魔教这边的怒影 敢这么侮辱教主还有高层 看来你真的很勇哦 此时天如运的面色也是微不可查的一海 他是看出来了面前这二臂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既然是要给自己找麻烦 干脆就放任手下外泄真气 集体对前方的武将们展开了内力压制 剑魔教有反抗之意带头的南镇腐斯 就要以造反的名义发动进攻 可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文言长老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跳出来 他传音给教主表示要以和为贵 不如让老纳出去调节一波化干戈为玉帛 既然如此那就文言出战沟通一波 可他刚一抱拳都没说两句半 旁边的南镇腐斯又开始逼逼赖赖 一见到皇子你抱的拳击毛意思 不跪下就管 不等他说完文言直接一个领域展开 瞬间一股下头之力压的骁云 好像吸在地上不让站起 毕竟魔教之人要遵守魔教的规矩 可以看在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可以既往不救 皇子文言也是一乱 小伙子好大的口气 说完就要紧一位拿下面前的老灯 可几人刚一靠近文言的身法 就开始如鬼魅般一动 随着他一闪而过几人手中的长剑 在同一时间齐齐断开 这时候他们才发现魔教的功力不一般 这真气控制的水平绝对有宗室境界 其余锦衣卫还想尝试 但文言的身法只是从他们身边飘步 这样就一一倒下 相比之下锦衣卫的实力简直弱到爆炸 胖子仗着人多打算开展人海战术 可下一秒所有冲上去的武将都倒飞而回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因为事态升级这次出手的是身经百战的魔教六剑 眼见不敌南镇俯斯直接高呼有人造反 士兵立马领命展开防御阵型将胖子绑在身后 可这种阵法在天如玉面前形同虚设 一个瞬步就穿过龙门阵来到了胖子身前 从他的目光透出一股看死人的气息 大概意思是我帮你还是你自己去世 如此轻易就跳过了锦衣卫的阵法 胖子很意外 但他也不是泛泛之辈 开始模仿涛粪男孩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仅仅失去两臂就让魔教教主出了两件 果然这人的实力不容小觑 经常失去双臂的朋友都知道 断臂大概率会产生极大的痛苦 但我们教主亲自煮刀疼不疼他们不知道吗 所以你不要给我挖挖脚 紧接着就提着他的头就甩向了魔教的方向 距离弹飞盾牌直接落在魔教人的脚下 一声令下就让人狠狠地唱 而他之所以敢这么肆无忌惮 就是从南镇俯斯的反应确定皇子绝对另有他人 事实正如天如蕴所料 其实一切都是皇子的计划 因为之前在路上皇子就烦得一批 一个小小魔教居然要他堂堂皇子万里奔波前来会见 虽然是为了续千百年前就生效互不侵犯的合同 但这么被动让他感觉非常不熟 更何况他都不敢自封为天子 那小小教主居然以天自称属世狂妄 这么嚣张他作为皇子一拍脑袋 就决定要给这个新教主上点强度 于是就派出了自己的文员英俊 以自己之名在魔教门前立威 显得自己像个世外高人 只是没想到魔教居然如此恐怖一个皇子 他说杀就杀 这让护驾的萧云感到莫大的危机 为了不让这种危险人物靠近皇子 萧云决定先发之人控制住这个教主再说 但几人刚一靠近天如运搜的一下就消失了 只是眨眼的功夫他就已经来到十米之外 看着这个教主大步靠近 身后的锦衣卫仕途再次布阵 但三个身影突然出现横在他们面前 他们就是魔教的韬粪组和护法三人组 左护法上前甩出一道刀器在地上刻上一道界线 表示过线之人必须做好成为杨过的准备 此话一出所有武将不敢移动 南镇斧斯也没料到三人竟然能震慑住所有武将 眼看天如运越来越近 萧云也是汗流加倍 他知道他铁定干不过这个教主 就在他准备放手一搏的时候 这时候天如运突然恭敬的一抱拳 看来你这屌毛盔甲还蛮合身的吗 透过天如运的眼神皇子才反应过来 自己原来早今抱我 他一直没有动后排 全是因为自己是皇子的缘故 但旁边的萧云却是比皇子还嚣张 他想在前面要天如运给他一个说法 还表示这次冲突也是那胖子个人引起 属于是临时工行为 这临时工理论都给天如运听笑 他眼神一冷就要质问 我们魔教冒充教主当场就是九族萧萧乐 反而你们皇室有人冒充会如何处置呢 皇子被问得直接原地呆住 此时他脑子里全是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 进入中国原地当机 因为冒充皇族至少是四族萧萧乐 他也导不懂自己脑子是不是被门家了 想出这个破事 见自己皇子酷酷发呆 萧云一拍脑袋想到一个无敌话术 他大喊要是抛开事实不谈 你们魔教就没一点错吗 此话一出全场寂静 但他见风刚一往前伸大护法 哭斥一下就出现在身旁 砰的一声劈在了他的剑上 让他手臂酥码 你他妈的如此放肆 此刻的萧云本来就憋屈 看到突然杀戮的蒙面畅将 他是更加暴躁 我辱你母 干不过你们教主还干不过你们 但事实证明大护法实在太强了 风神不太快萧云出一剑 大护法能在这期间连打四个破绽 还顺便绕到身后把他裤子脱了 等萧云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身上已经酷酷冒险 区区致命伤南镇斧斯还要再战 但大护法只是轻轻给他撂倒后 将宝剑虚空射来握在手中 生怕一个不注意就要跪在地上求着他别死 毕竟大国邪伤还是以和为贵的好 众所周知魔教的名号称霸武林上千年 在外人看来十万大山 就是武林界的KK元区 可以说擅闯之人都是有来无回 但这次皇室的队伍抵达天儒运也不能完全无视 毕竟真正的皇室战力根本不弱 只是面前这帮虾兵蟹根本没机会见到他们 而那些牛皮的人全在皇帝附近暗中潜伏 但凡有人要刺杀这帮人就会立马出现 看着屌毛皇子的反应 天儒运可以确定这伙绝对毫不知情 既然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天儒运也没有继续拷打的必要 反手虚空一抓就将圣旨射到手中 他刚想打开之前的胖子又出了问题 还好问题不算严重 只是鲁大师在他肚子里抽烟 该会拉去火化就可以轻松化解 从幻见宗宗主口中得知胖子 是被封住穴位后才出现的反常 既然人已经活不了 天儒运所幸强行运功调查一番 果然事情如猜测的那样 胖子的身份并不简单 在他身上运转的是少林寺的肥抽宫 脑子里藏的却是类似鸡刀门骨虫 不注意查看多数人都会认为 他是正派的奸细 但实际上是鸡刀门养的狗 没意会胖子的额头快速突起 到达60厘米后直接把他炸死了 这场面让天儒运第一时间 想起了李柏当时的情况 他知道这特喵的就是鸡刀门的惯用手段 想到鸡刀门的奸细 能在皇室面前如此嚣张 天儒运刷的一下打开了圣旨 就要看看里面有没有与他们相关的内容 只是这一下开得太突然武将连忙纷纷下跪 但看完圣旨后天儒运的眼神 却是微微一喊 随后一个闪身就来到皇子面前就要质问 你可知这圣旨里的内容 皇子一脸茫然连连不道 但他听爹爹讲起过这东西 反正几大势力都会收到 听到这天如运顿感不妙 定在端午还有三大势力 他就怀疑鸡刀门是想借此机会 让三大势力开始内斗 毕竟正邪魔三派只要照面 十次有九次都要干假 而且皇子还补充这次互不侵犯条约 有一个叫鸡刀门的新势力也要参与其中 而此时鸡刀门的密室中 魔教区域放着的蛊虫喳喳叫得不停 这次魔教奸细的暴毙女人早有预料 提前就在那个英俊身上做了手脚 如今就算被魔教活捉了 也套不出任何有关鸡刀门的信息 另一边洛阳正派联盟大皇子 由盟主亲自接待 考虑到这或最有可能当上皇帝 他们不敢怠慢 但这次他们九大派除奸行动 让他们不敢放松警惕 因为在九大派里其中找出的奸细多的离谱 而且最近突然提出的重迁协议 让诸葛军师二人都感觉事情有些蹊跷 纷纷猜测这是鸡刀门和正派设的一个局 而魔教这边七天来也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通过七天的蹲守 环毅长老终于在最后一天偷听到了皇子的计划 原来他们这次为的就是得到教主亲自赴约的确切答复 环毅看出这皇子没安好心 因为一旦教主答应无异于是将自己暴露在明处 徒增教主行动的风险 此时手术室中神医和魔医在为天有宗做着最后的治疗 虽然是渡过危险七旦苏醒还需等待15日左右 天如运感谢完神医活动立马一脚踹开天花板就落在他的身前 教主未经调查清楚 时间来到第二天天如运按计划要给皇子送走 但临走前仗着这几天相处还算融洽 皇子就频繁在天如运旁边咳嗽暗示让他亲自服务 但天如运想都没想就给他拒酒 毕竟三大教都在还是代理去比较好 皇子文言脸色聚变三步并两步冲进小教车就开始发脾气 他没想到这个教主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居然连他这个皇子的面子都不给 真是可恶的刁民 殊不知此刻真正的天如运早在他的车上等候多事 没想到皇子看我很不顺眼吗 他是魔教教主却是要亲自出席任务 只因近日接连不断出现的意外让他意识到 魔教的世仇昆刀门已经在江湖中卷土重来 考虑到这帮人和小日子一样 喜欢猥琐发育搞渗透 为了不让事态升级教主下令即刻动身 而此时皇子还因教主拒绝他的邀请闷闷不乐 他没想到自己一见皇子竟然请不动这山里的土著 属实是给脸不要脸啊 可他骂得正爽突然间一道声音传来 猛的抬头就看到一个红袍男子站在面前 卧槽天教主你怎么也在这 天如运也顾给他解释的机会 一把锁住他的下巴凑到他耳边说 待会你要是伺候的好 我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毕竟你也不想因为这个丢掉皇位吧 皇子闻言敢怒不敢言 这个男人实在太恐怖 不从了他准备好果知识 但他也疑惑明明重兵把守教主是何时上的马车 天如运闻言看向皇子露出有趣的神色 死前的遗愿这是也不瞒着你 当年我被人追杀掉落悬崖 没成想大难不死被人所救 那人带我回村子里救治 还传我一个叫飞雷神的秘书 只需标记便可瞬间移动 竟你个破马车还不是轻轻松松 闻听此言皇子大为震惊 难不成你的师父是金色闪光 这么说来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但教主本尊前来肯定不是为了和我春孝一课 铁定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天如运感觉这个皇子还是有点东西 并表示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这几日我查到前几日变异的胖子背地里 其实是昆刀门的间隙 而且根据暗门可靠消息 你的特使团中八成已经被渗透了 如今的皇宫多半也是岌岌可危 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吃好喝好等死就行了 皇子听完直接吵了 他当想下令却被天如运阻止 因为现在出手只会打草惊蛇 如今最好的方案就是按兵不动当的老六 而且你不是心心念念想稳固皇太子之位吗 我手上有一记 只是代驾码就要看皇子你了 听到这里皇子直接吵了 因为这段对话正是他昨日和南政府私聊的内容 他记得明明昨日真气隔绝了外界 为何还能被发现 难不成这才是魔教恐怖之处吗 天如运看到皇子的反应也是笑 汗流加倍了吧 老弟 敢忙让他擦擦别大会尿了 自己说那话不过是想和他合作 毕竟在宫里抓到的奸细拷问完也要处死 用这帮废料换皇子在宫中打掩护属实是划算 这对皇子而言也是百利而无遗憾 能抓住奸细也是实力的象征 但要是选择拒绝天如运也给他指了条明路 那便是现在就可以去死了 以后就我来做皇子 皇子文言立刻表示 本王早就发现教主深谋远虑 绝对支持完全配合您的行动 以后出问题报我名字就行 很快大部队下了高速就达到了皇宫 有皇子做掩护天如运的队伍根本没人怀疑 此刻他的形象已经伪装成侍卫跟在皇子身旁 可没走两步就见到一批人一字排开在跳青海洋 而带头之人也是滑稽 上前夹着嗓子给皇子请安 神情是完全没有恭敬的意思 而且还说什么西场不敢管的他们东场来管 反观皇子这边的人都是满脸吃了屎的表情 骑在脸上拉换我我特么早干他 而对于这次出行十万大山 对面的死人妖野调侃魔教都是没开化的原始人 然而此话一出皇子就感觉后背发凉 猛的回头发现天教主周身杀意涌动 你说你惹他干嘛 这下完毒子了呀 男人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刚潜入皇宫两个半小时 静就被面前的百户看出了异常 而他这次暴露的关键 就出在这次易容的身份上 因为他易容之人正是百户队长的发小 看到李涵今天举止的反常 百户也产生了怀疑 为了验证他心中的猜想 百户还特地带他在宫里绕了十几圈 为了就是观察这个李涵的反应 结果李涵果然没有一丝怀疑 就跟着自己来到了此处 就凭这一点百户断定面前之人绝非本人 见百户分析的头头是道 在场的大哥戏谑一笑 堂堂皇宫居然还有间谍潜入 给我拿下此人 众人收到指令拔刀向前 可天如韵只是抬手一弹 冲上去的武者竟被弹飞撞在墙上 只此一招所有人都意识到 面前这个叫李涵的人并不简单 没想到百户你带来的人还是个高手 说罢说话之人便抽到一步冲出 动作行云流水只是眨眼间 他便已经划过天如韵的身体去到十米开弯 只是这一刀的手感让他感觉有些飘渺 于是他立刻回头查看那人的伤势 才发现刚才站在原地的竟然只是个影子 而既然这是个影子那本体应该 可就在他思索之际 天如韵已经先一步来到他身前 都说了尽情不让繁殖 说罢就拆了他的手臂让他装的甲值 见手下被人这样羞辱 头头气急半坏药这个李涵当场消失 然而面对围攻天如韵只是随手丢掉甲值 缓缓吐出两个字 猖狂 同时左手张开放出一道内力 巨大的能量瞬间将面前之人全部轰飞 转头一甩再将右侧舞者全部拍在墙上 可尽管如此他的战力却依旧无法震慑众人 仍然还有不怕死舞者朝他冲来 无奈天如韵只能外放真气先控制住局面 于是他左手朝着地板狠狠疑问 立马有一股无形立场突然降临 将在场众人压在地上无法动弹 而他这么做不过是不想让皇室因此进入高度戒备 让后续行动受到阻碍 可这时内断臂舞者依然不服 想趁他运攻四级偷袭 虽说天如韵并非试杀之人 但你非要做死他也不介意亲自接过对方 果然只是回头一刀 那人直接解锁了五条物同款司法 而观战百户二人看的也是汗流加倍 这速度快得离比 连招架的动作都没能做出 这完全不是他们能招惹的怪物 不等他们回过神天如韵朝着蓝袍男子虚空一转 那人只是呼吃一声就被他掐在手中 这下说说在这里作甚 见手上之人没什么反抗之力 索性天如韵直接检查起了他的身体 发现此人气息也只是宗师境界 而且内功心法和鸡刀门的走向完全不同 这就有些奇怪了 难不成这帮人并不是来自鸡刀六五门 在确定了这是一场误会后 天如韵也收起压制全场的真气 反手将这个暴露他身份的百户抓到面前 紧接着拳头虚空一握百户 瞬间哭斥一下被摁在地上 你来说说锦衣卫为何会和东场勾结 百户明显心虚欲言幼稚 看来你不想说那就别说了 说吧他左手微微一转 百户的身体竟在同时发出咔咔的声音 真是奇妙 正当天如韵要给他右手也做成同款的时候 他终于开始解释是自己无见到看多了 小时候就看华哥演的角色很帅 自己为了致敬偶像才做了奸戏 而他进入使团的任务就是监视二皇子是否和魔教达成合作 好家伙居然监视我魔教 我看这小子已有取死之道 人之人来头极大 他表示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 自己凭借自己的关系有办法将他引荐给大皇子 只求他今日放他一马 天如韵知道自己第一次来皇宫 说得越多越容易出错 为了避免暴露自然是借颇下雨 随后也露出一副恭敬之色 希望大人多多帮忙 与此同时百花店附近 暗宗弟子正在尾随一名皇室的情报人员 可尾随到竹林深处 才发现皇室的街头之人竟然是一位老公女 两人秘密交流 队长的距离太远难以听清 他刚想悄悄靠近意外却出现了 他盯着的女人竟然在他眼前搜的一下消失了 然而等他听到声音 那老女人已经到了他身后 一掌打在了他的后颈昏死过去 紧接着老女人低声下令 狩猎开始